第794集 将胡杨送回郡主府 然后顾久才回到王府 表面上王府还是过去那个王府 但是那里已经不同了 以前裴皇后文德帝都住在王府 王府内外以他们二人为首 如今那二人都住在宫里 这王府渐渐地有了各行其事的苗头出现 下人们急不可耐地选择了阵营 他靠着大房 他靠着二房 那个丫鬟靠着三房 那个小厮靠着四房 就连一个小小的厨房 貌似也分出了几个派别 总之乱得很 然而谁也没有想过 要插手管束下人 改变这种局面 因为几兄弟分家是早晚的事情 而今不过是因为国库空虚 几兄弟才不得不继续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大家身为皇子 自然要趁早打算 抓紧时间培养自己的实力 顾九在二门下了马车 随口问了声门房婆子 家府中有什么事吗 门房婆子神色有些怪异 转眼又笑了起来 大夫人回来了 今儿府中没事 大家都很安静 是啊 顾九了然一笑 这个门房婆子是谁的人呢 好像是四房的人吧 见到四夫人替我带一句好 门房婆子一脸慌张 大夫人说笑了 奴婢哪个牌面的人啊 哪有资格替大夫人带话 无妨 顾九带着人回了东院 一进东院 青梅就率先唠叨起来 再床下去 王府非乱了不可 瞧瞧那些人 一个个就惦记着替他们主子卖命 都不将夫人放在眼里 顾九半点不在意 王府乱就乱 别操心那么多 也轮不到你来操心 王府那天真要乱起来 说不定也是好事 好歹提醒提醒门德帝 赶紧将几个儿子分开吧 皇子们住在一起要命啊 不要命也会短寿几年 知道的人都晓得 门德帝叫皇子们住在一起 是为了省钱 这么做的确是省钱了 可是门德帝忽略了人心 人心思动 一个屋檐下住着 怕是要出人命的 顾九吩咐下去 命门房开好门户 我和陛下不在的时候 不准放任何人进来 方嬷嬷抱着玉哥来到小书房 顾九立马张开双臂 玉哥就朝顾九的怀抱里扑来 娘 娘 玉哥会叫娘亲了 叫得还挺清楚的 就是口水太多 因为出牙天天流口水 一天下来 不知道要打湿多少条口水兜 过九拿出手绢 给玉哥擦拭嘴角 抱着他坐在书桌前 玉哥现在很喜欢抓东西 见到什么东西都要往手里抓 青梅赶紧将书桌上的账本 笔墨收起来 拿了几张空白的纸张 给玉哥撕着玩 方嬷嬷揉揉肩膀 夫人和殿下最近时常不在 是该加强门户 旁的奴婢不担心 就怕伤到玉哥儿 母会和殿下说一声 叫他多安排几个人在东院职守 今日府里没事吧 二房三房都在闹腾 闹什么 二房那个怀孕的妾 都说她肚子里怀的是个哥儿 难免有些张狂 对二夫人有所不尽 二夫人发了脾气 要罚那个妾 结果 二殿下正好撞上 便说了几句 二夫人气狠了 没沉想 竟然晕了过去 请来太医一查 才知道 二夫人 已经怀了一个来月的身孕 啊 没想到二弟妹竟然怀孕了 这是好事啊 青梅 准备一份礼物 一会儿本夫人要去看望二弟妹 青梅公身领命 拿着钥匙开库房准备礼物 刚才嬷嬷还提到三房 三房又出了什么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三殿下砸了一套前朝的白瓷茶具 罚了两个人 各打二十大板 差点将人给打死了 顾九醋眉 她向来不喜欢提法 三殿下因为何事发脾气 奴婢顺耳听了几句 好像是因为三殿下求差事 结果陛下没答应 只叫他继续吃药养身体 顾九了然一笑 三殿下身体中毒 被耽误了几年 如今眼看着兄弟们各有所长 他这是着急了 不是说太后娘娘要给他保眉吗 怎么没动静 方嬷嬷摇头 这事奴婢也不清楚 或许是没有合适的人选 玉哥一伸手抓住顾九的头发 顾九啊的一声 痛得叫出声来 丫鬟们急了 七手八脚 好不容易才哄得玉哥松了手 结果这小子没头发抓 就开始哭 闹腾 他一闹腾 顾九顿觉手中的小天使 变成了小恶魔 十几斤的分量 因为闹腾 好似手里抱着的是个八九十斤的大胖子 累得顾九出了一头的臭汗 方嬷嬷赶紧将玉哥抱走 臭小子就知道在我面前闹腾 怎么不去你爹爹面前闹腾 顾九喘了口气 一脸如释重负 玉哥小小年纪也知道察言观色 估摸着是知道他爹刘兆不好惹 刘兆每次抱着他的时候 他都很乖巧 一旦到了顾九怀里 臭小子就跟孙猴子似的 大闹天宫各种折腾 能将人折腾得毫无脾气 玉哥眼角还挂着泪珠 可怜巴巴地看着顾九 幼儿的双眼纯净无辜 被孩子这么一看 顾九心都化了 却又硬气心肠 休想我抱你 我至少得休息半个时辰 玉哥要哭了 方嬷嬷心疼 哟 哥儿不哭 嬷嬷带你到花园里玩 出门玩耍 是玉哥最爱的项目 比什么抱抱举高高 还要高兴 这小子就是个野孩子 但凡哪天没出门逛一圈 他就不舒坦 非得闹个天翻地覆 人养马翻不可 顾九瘫坐在椅子上 啊 怀孕哪里辛苦啊 养孩子才是真正的辛苦 这话 凡是养过孩子的人 估计都深有体会 身上出了汗 顾九道浴室洗漱 换了一身轻薄的 细棉布做的衣裙 简单插了根玉簪 带着礼物 去二房 看望欧阳福 二房这边喜气洋洋 二殿下刘平 一直陪在欧阳福身边 瞧着样子 两口子貌似已经和好了 大嫂来了 快请坐 欧阳福躺在床上 欠了欠身 礼数不周的地方 大嫂别见怪 二弟妹快躺着 别动 你如今可是双身子 顾九三步并坐两步 走进卧房 二殿下起身 大嫂是希克 你们聊 本殿下先出去料理一番 二弟去忙吧 二弟妹这里有我守着 二殿下点点头 又叮嘱下人 照顾好欧阳福 这才离开 顾九笑了起来 恭喜二弟妹了 这一胎定能心想事成 欧阳福脸颊红红的 羞涩一笑 我也没想到 竟然就怀上了 老天 待我不搏 二弟妹是有福气的人 只是怀孕而已 大嫂还亲自跑一趟 我怎么好意思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顾九握住她的手 二弟妹不用同我客气 我听说你之前短暂昏迷 定是因为身体过于虚弱 二弟妹一定要注意保养 头三月就少活动 说完 顾九不动声色地放开她的手 欧阳福点点头 嗯 太医也是这么说的 说是我身体有些虚 一定要好生调养 顾九替她掖了掖被子 怀孕了就安心养胎 那些让你讨厌的人就别见 讨厌的事情就别听 让心情放松 情绪平和 才能养出健康的孩子 说到底 欧阳福就是心思太重 什么都藏在心里头 也就是所谓的欲结于心 影响了健康 欧阳福隔着背面 轻腹腹部 嗯 多谢大嫂提醒 为了孩子 那些人 那些事 我都不管了 随他们去 我只安心养胎 顾九连连点头 这样讲就对了 切莫因为别人伤害了自己 农历五月 太阳热辣辣地挂在天空 京城的气氛 就如这天气一样 热闹 从朝堂到民间 都热闹 朝堂又在打官司 民间则在看稀奇 其实这两件事 归根结底就是一件事 水泥路 顾九一人 挑起朝堂民间的喧嚣 横空出世的水泥路 刷新了京城百姓 对世界的认识 哎 这路还能这么修呀 又平整又光滑 前天下暴雨 往那水泥路上走一趟 邪名一点 你一点子都没有啊 真的 那感情好 什么时候 城里的路 也用水泥铺一层 下雨天出门 就没那么难了啊 京城门外 关道 道路从中间分开 一半已经修成了水泥路 几天时间 已经修了五六里远 这还是拖延着工期 才会修得如此缓慢 关道另一半 还是老样子 黄泥铺路 下雨天 满腿的黄泥吧 燕阳天 车马一过 尘土飞扬 能将人呛死 为何皇帝出个工 所过之处 事先都要铺上黄土 撒上清水 铺黄土 是为了平整路面 填平路面上的 各种坑坑洼洼 撒清水 则是为了压下浮土 避免车马行走 尘土飞扬 想想看 皇帝在一片飞扬的 尘土中穿行而过 时不时在遇到一个 坑颠簸一下 那画面太美 不敢看 顾九让工程队不着急 慢悠悠地在南城门外 修建半条水泥路 全当作样板路 因为这横空出世的水泥路 京城百姓最近贴了个爱好 没事就出南城门 往那水泥路上 来来回回走个几趟 真结实 真平整 真干净 要是另外一半官道 也修成水泥路 这路面还能更干净 有马车过来 稳稳当当行驶在半边水泥路上 一点都不颠簸 有那挑弹的小贩 等马车一过 就从黄泥巴关道 踩上水泥关道 顺便带来各种尘土 嘿 这路走着 就是比黄泥巴路舒服 小贩昂首挺胸 一脸嘚瑟 有乡下的乡农 背着农产品 来南城门外 大槐树骑市摆摊 顺便看个稀奇 他们可不敢 往水泥路面上踩 怕给踩坏了 依旧走着 另外半边的黄泥巴关道 老乡 走上面 走水泥路 这路舒服 老汉嘿嘿嘿一笑 摇头 依旧坚持走泥巴路 看个稀奇就成 水泥路多值钱呢 岂能随便走 京城的小子们最兴奋 呼朋唤友 每天沿着水泥路 走几个来回 水泥路已经修到十里亭了 听管事说 要是朝堂同意 明年这路就能修到洛州 天哪 修到洛州得花多少钱呢 管事说等正式修路的时候 需要招很多很多人 每天包两餐干粮 外加十个铜板的工钱 谁要是愿意吃这份苦 就去南城门外大槐树坝子报名 要是肯学技术 工钱还能更高 真的 四海路桥商行的管事亲口说的 当然不能有脚 你刚说的那个 什么什么路桥 行商 是什么东西啊 凡是修路修桥 都归路桥商行管 谁要是有门道想卖货 也可以去找路桥商行 山江有水泥 我们能卖什么呀 卖肉 卖菜 卖灵嘴 卖成衣 什么都能卖 那些修路的人 要跟着路桥商行 一直修下去 得了钱 不得买点东西来吃吗 衣服坏了 不得买两件像样的衣服穿吗 鞋子穿烂了 不得买双新鞋子穿吗 哦 是这样啊 嘿嘿 李家的大小子 天天往外跑 没想到还整了点健身 李大郎得意一笑 笑过之后 又有些发愁 四海路桥商行的管事 见他跑得勤快 就给了他机会 要是他能组织起一支 三十人的修路队 就让他做个小头目 只要干得好 四海商行 可以和他签一份十年的契约 一年下来 少说也能收入二三十两 还能内部驾购房 四海商行的工作 对于没有读书天分 走不了科举 又不愿意当兵 吃凉饷的人来说 是个极好的选择 李大郎为了前程 这回是拼了 他找街坊邻居 口若悬河 说修路多好多好 未来如何如何 却不知 街坊邻居早年都扶过摇曳 修过城墙 修过路 挖过沟渠 开过山 修路有多苦 他们门清 这苦不是一般人能吃的 早些年朝廷不稳的时候 改上那时候扶摇曳 出去一百人 能回来五六十人就不错了 那些路啊 河啊 编程要塞啊 都是用老百姓的人命填出来的 现在京城小民 家家户户都做着一门营生 每年情愿拿钱赎摇曳 也不肯亲自扶摇曳 哪里会上李大郎的当 跟着他去修路呢 李大郎费了几天功夫 竟然没一个人 愿意跟着他去修路 他灰心沮丧 还是他老子看不过 给他出了个主意 城里人都有营生 自然不肯跟你去修路 你去乡下 越偏僻越穷的地方跑几趟 别说三十人 三百人都能拉来 李大郎眼巴巴地看着他爹 人家能信我吗 蠢 京畿地区 谁不知道四海商行啊 今晚你就住城外 半夜起来 到大槐树集市 四海肉菜店门口堵人 那些偏远乡下来的人 你和他们混熟了 要多少人修路 他们都能帮你拉来 李大郎受了点拨 一蹦三尺高 收拾行李就去了城外 开了间大通铺歇息 李母问李傅 你都能想到的办法 四海商行能想不到 别到最后 大郎白忙活一场 李傅黑黑一笑 四海商行要羞辱 哪能找不到人呢 怕是乡下那些 泥腿子挤破头都要去 我这几天琢磨了一下 我估摸着 四海商行之所以 把机会让出来 是想给大家一个出路 要是大郎 经过此事后 真能单试 说不定还真能 在四海商行 做个小管事 好歹大郎 也识得几个字 四海商行这么好呀 还主动给人机会 嘿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听说水泥路 要修到洛州去 四海商行是在京城发家的 到了洛州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不多带点 本乡本土的人过去 就要被洛州 本地豪族拿捏 辛辛苦苦修的路 就成了替别人做嫁衣 照你这么说 四海商行是想从京城 拉人到洛州镇场子 我估摸着 是这么个理 李傅还是有些见识 当然 实际操作起来 当然没他说的那么简单 一群修路工人 能镇什么厂子 真正镇厂子的人物 自然是洛州的 本地豪强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796集 顾九最近在京城 在洛州 洛州洒了不下500张请帖 洛州不少人 都在京城做官 这些人自持身份金贵 不愿意和商行打交道 但他们也不介意 让家族派人过来 出席顾九的商界茶会 考虑到那些人 从洛州出发到京城 得一二十天 顾九就将茶会 暂定在6月初五 届时朝堂上吵架 差不多也该有了结果 私下里 少府家令 户部尚书 没少联络洛州出身的官员 为这条路造势 洛州以外的官员 大部分是反对修路的 其实他们不是真心反对 城外那条修了半边的 水泥样板路 文武百官们 全都偷偷摸摸地走了一趟 坐在马车里面 好好地感受了一番 这路好不好 好 十分好 速度快又稳当 一旦修好 从洛州到京城坐马车 时间能缩短到五六天 那为何还要反对呢 一部分人是屁股歪了 为了反对而反对 一部分是利益相争 不乐意往洛州修路 凭什么要便宜洛州 那帮王八蛋呢 就不能往河东河西 亦或是往西北修路吗 感情大家都是后娘养的 就洛州是七妈生的吗 于是乎 朝堂从该不该修水泥路 该不该让私人出钱修路 设收费站 吵到该不该往洛州修路 这年头做官的人 地狱意识极强 其实在现代社会 官员同样有强烈的地狱意识 水泥路的优点 有眼睛的人都看得见 所以人人都想修一条 从京城到家乡的水泥路 甚至连江南 岭南 西南 中南部地区的人 也来瞎凑热闹 他们也不想想 京城离他们那地儿有多远 哪能一口气就修过去啊 不过 不妨碍大家拉拢这帮南方官员 一起反对修京城到洛州的道路 为了这事 朝堂上下吵了一二十天 消息传到地方 无数地方官员也兴奋起来 纷纷写奏章 恳请从京城修一条路 到他们那儿去 其实这些地方官员 连什么是水泥路 还没弄清楚呢 他们就是一个想法 既然是好东西 既然能缩短行路时间 那就争呗 抢呗 看热闹 不嫌事儿大 就算闻得地不爽了 要惩治几个人 也轮不到他们地方官员呢 地方官员天高路远 容易被皇帝陛下遗忘 这是坏处 好处就是 做官的风险比金官低 收入比金官高 一地父母官 手头上随便漏一点 就足够养回一家人 还能攒下一笔养老银子 心狠一点的 做几年地方官 就能发家致富 为家族有朝一日成为豪门 打下坚实的基础 于是从京城到地方 全都因为修路闹腾起来 热闹得不行 嗡嗡嗡 嗡嗡嗡 文德帝耳边天天都是各种嗡嗡声 眼看着马上就要到六月了 故久的招商募资茶会 很快就要召开了 文德帝倾咳一声 朝堂上历史安静下来 朕知道 你们都想修一条 通往家乡的路 但是朕得提醒你们 户部没钱 没钱给你们修路 京城到洛州这条路 全部由民间出资修路 故此会设收费战 修路一切费用 朝廷不用承担一文钱 便有了天下间最好的路 这样的好事 朕能反对吗 你们能反对吗 你们想修路也不是不行 谁要是能拿出几十万上百万的钱粮 朕现在就可以批准修一条 从京城到你们家乡的水泥路 要是拿不出来 就少说几句废话 要是你们真有本事 能说服民间出资 替你们修一条到家乡的路 朕也是替你们高兴 百官们面面相去 终于有人站出来 陛下 民间出资修路 还要设收费战 不臣提头 且有失朝廷脸面 其他官员们纷纷附和 于是乎 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又开始炒四海商行 有没有资格出资修路 设收费战 有人愿意掏钱修路 其实每个人都一百个赞成 唯独不赞成的就是设收费战 设收费战 实相未免太难看 堂堂黄紫期 要不要如此贪财啊 虽然谁都没说过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 四海商行背后的东家 就是顾酒 等大家吵累了 温德帝呵呵冷笑一声 顿时让朝臣们打了个机灵 温德帝面上带笑 说出的话 却句句嘲讽 字字戳心 朝廷脸面 户部库房穷得跑耗子 朝廷还有脸面可言吗 有人一口气拿出上百万千粮 为朝廷修路 设计个收费战 那倒不应该吗 你们哪 吃相未免太难看了 又叫马儿跑 又不肯给马儿吃草 照你们这个吃相 这条路一百年都修不起来 陛下 朝廷体面难道不要了吗 温德帝喝了一口茶水 出门左拐 去大街上问问百姓们 到底是朝廷体面重要 还是一条水泥路重要 朝廷体面能当饭吃 能当衣服穿 陛下 您怎么能这样 怎么能世锦无赖一样说话 脸面都不要了 你是天子啊 体统呢 体面呢 堂堂天子做出如此势快的样子 流星祖宗的脸面都被你丢光了 坟德帝半点不在意 说出的话 像是一把刀子划过每一个人的脸颊 这难道说错了吗 如果说有了体统 就可以不吃饭不穿衣 不如从今天开始 朝廷不再给文武百官发一文钱的俸禄 不给一粒米粮 你们开的铺子也不能免税 全部回家吃自己就成 反正只要有体统 旁的都可以丢弃 什么吃饭啊 穿衣啊 钱什么的 多俗气啊 百官们各个品德高尚 那能和一时前两打交道 当心失了体统 遇到一个翻脸比翻书还快 而且还臭不要脸的皇帝 怎么办呢 心累啊 一口老血 差点吐出来 陛下 苍柄使而知礼节 衣食住行 同体统 并非对立啊 文德帝哈哈一笑 既然不是对立 为何诸位爱卿 却容不下一条水泥路呢 诸位爱卿心中 连一条路都装不下 这还能指望你们 干点别的事情吗 陛下恕罪啊 你们没罪 是朕有罪 是朕无能 互不穷困如私 连修路的钱都拿不出来 陛下恕罪 诶 诸位爱卿怎么可能有罪 你们一心替朝堂体面着想 朕得奖励你们 来人 每位爱卿赏一口茶水 陈等不敢 金鸾殿上哪里敢喝水 万一尿急怎么办呢 一个非要赏赐 一群人非要推辞 让来让去 修路的争吵就结束了 闻得地叹了一声 那模样像是在说 你们这群人哪 都不懂朕的心啊 赢赢赢 陈等又不是后宫嫔妃 过了两日 朝廷下了公文 准许四海商行 修建从京城到洛州的水泥路 准许四海商行 每隔五十里 就设一个收费站 有了这一纸公文 就等于是拿到了路桥牌照 如今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只等茶会一开 募集了足够的资金 就要开始动工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各大世家 各地豪强代表 陆续到达京城 大家都盯着六月初的茶会 却不知 拖了半年多的 牵连蔡家一族 二十年前的屠村案 已经判了 当年下令屠村的人 参与屠村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判斩首 足足一千人 一千颗人头 蔡家除了蔡大将军 他的几个兄弟 也没能幸免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咔嚓了 一千颗人头 转眼就染红了 京城的天空 星皇登基 首开杀戒 竟然就要了一千颗人头 超臣们心惊胆战 文德帝同先帝 不愧是父子 区别在于 先帝面目凶狠 杀人也利索 文德帝平日里 看着还挺好说话 一旦杀起人来 同样是人头滚滚 丝毫不逊先帝 星皇此举 是在杀鸡儆猴吗 这桩案子 不光是收割了 一千颗人头 还有庞大数量的人 被抄家流放 首饿菜大将军一族 几百口人 全都流放乌州 是的 就是乌州 案发地 不知道文德帝怎么想的 竟然将这群人 流放到乌州 真不怕再闹出群殴事件 死十个八个的吗 案子审得慢 叹得快 没几天 一场暴雨冲刷 菜市口地面的鲜血 被冲得干干净净 半点痕迹看不出来 六月初 流放的人 启程出京 一大早 就有人伸着脖子 朝城门方向看着 似乎是在等什么人 走吧走吧 不会来 蔡家的外嫁女 全都被此案牵连 没被夫家修气 已经算是运气不错 又怎么敢指望 他们来相送呢 走吧走吧 赶紧上路 等到最后一刻 也没见到人 只能一声叹息 拖着沉重的步伐 离开京城 这一走 这辈子 还有回京的希望吗 多看看吧 看看这个京城 看一眼 少一眼 尤其是孩子们 这辈子就要葬送在 吴州那个偏远贫穷的地方 面朝黄土 背朝天 再过几十年 谁还记得京城蔡氏 蔡氏儿郎 只配做一群香巴佬 永远上不得大雅之汤 有闹父母 哭了出来 自己上半辈子锦衣玉食 该见识的都见识了 只是苦了孩子 人生还没开始 就被打落尘埃 这辈子 哪还能指望有什么见识 连吃喝都要抠着 祖宗作孽 子孙后代承担 这一大家子是彻底完了 城门口 一辆不起眼的马车内 蔡氏早已经哭红了双眼 丫鬟也压抑着哭泣 等到流放的人走远 再也看不见了 丫鬟才出声劝道 宝林 别哭了 当心哭坏了身子 我们回府吧 蔡氏点点头 拿着手绢擦拭眼泪 我是个没良心的 我知道他们都盼着我能出现 后代 给他们一点安慰 就算只跟三五两岁也罪也好 可是我怕 我心都慌得很 我怕我一下车 这几百口子的生计就压在了我的肩膀上 成了我的负担 我背不起 也不想背 所以我可耻地逃兵了 宝林千万别这么说自己 你也是身不由己 这一切 要恨就恨许嬷嬷嬷 蔡家对她不好吗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她心头的恨怎么就消不掉 丫鬟说到最后 已是咬牙切齿 蔡氏的陪嫁 全都恨许嬷嬷 只因为许嬷嬷毁了蔡氏 也毁了他们的人生 他们是蔡氏的陪嫁 他们的家人都在蔡家 蔡家一出事 他们的家人全都被发卖 也不知被卖到了何处 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一面 蔡氏哭累了 替她做什么 恶心人吗 奴婢该死 慢了 以后别让我听到她的声 奴婢知道了 马车缓缓前行 到了王府 蔡氏避开人 从二门回到三房 三皇子不在 下人说三皇子进宫去了 蔡氏好奇 殿下身上并没有差事 他为何进宫 殿下虽未有差事 也该时常进宫 给娘娘们请安 宝灵忘了吗 殿下还没有娶妻 蔡氏顿势愣在当场 是啊 三殿下如今是皇子 定要娶个名门贵女 才配得上她的身份 早早生下嫡子 才有嫡妻去争那个位置啊 蔡氏自嘲一笑 他最近是傻了吗 这么重要的事情 竟然都没想起来 不知殿下 想去哪家姑娘 想来就是那几家薰柜 抑或是同期中 几位老大人接亲 前两日听人说 殿下曾问起裴家 难不成 殿下想娶陪家的姑娘 不能吧 皇后娘娘定不答应你 蔡氏浑浑噩噩 别管陪家 还是别的家 她都惹不起 如今 她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她因为早早嫁给了 三殿下流言 才免了犯官之后 被流放的命运 蔡氏想哭 可是眼泪 早已经苦干 这时 她又听到下人 提起另外一件事 胡家近些日子来得很轻 不知道 是不是在打殿下婚事的主意 蔡氏猛地抬起头 胡家果真上门来了 不敢瞒着宝林 此时千真万确 胡家 是三殿下流言的舅舅家 流言的生母早早去世 胡家那边同王府就少了来往 也就过年的时候 会派人给王府 给三殿下送份年礼 如今流言做了皇子 胡家也赶紧贴上来 流言需要助力 需要舅舅家的帮忙 于是抛弃前嫌 同胡家亲热起来 蔡氏最近忧心蔡家人 竟然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信息 她突然意识到 三殿下很可能会娶 胡家的姑娘 即便不是正妻 也会给个位分 蔡氏咬咬牙 行了 都别说了 不管殿下将来娶谁 大家收好本分就行了 胡家的确想将闺女 嫁给三殿下流言 流言也没反对 然而胡家家是普通 胡家的姑娘做不了她的正妻 流言心里头早有成算 她的妻子 就算不是出身顶级世家 也该是圈子里的名门淑女 她进宫 求到文德帝跟前 想让文德帝早点给她止婚 她已经满了二十岁 连个孩子都没有 她也很着急 然而文德帝 却想得更多 操办皇子婚事 是一笔极大的开销 少说也要几万两 多一点 直接十万两往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七百九十八集 如今别说几万两 就算是几千两 文德帝都不乐意掏出来 你的婚事 还有老五老六的婚事 朕已经让人留意着 等有了合适人选 就给你们几兄弟赐婚 你呢 别着急 先好好养好身体 身体好了 才能说养孩子的事 刘言很失望 父皇可否先赐婚 婚期 定到明年也没关系 紧急吃不了热豆腐 这个道理难道不懂吗 退下吧 朕还有许多事情要忙 刘言无奈只能退下 他去见了萧太后 萧太后也叫她不要着急 先帝 先帝折腾得太厉害 留下了一堆烂摊子 陛下整日忧心国事 加上国库空虚 暂时顾不上你们 你胡杨姑母 如今还是郡主爵位 陛下说什么都不肯自觉 你懂吗 萧太后含蓄提醒三殿下留言 国库空虚 没钱操办婚事 想成亲 等着吧 刘言脸色苍白 朝廷困难如斯 谁说不是啊 这么多人都指望着国库吃饭 加上近些年天灾频繁 处处需要减负税挣灾 陛下一个人支撑这么大个烂摊子 也很艰难 只恨我没本事替父皇分忧 只是你是个孝顺的 听你父皇的话 好好养身体 身体养好了 才能养孩子 刘言失望地离开皇宫 回到王府后 他找到管家 询问宫中如今有多少产业 有多少结余 管家自然不肯告诉他 殿下可别为难小的呀 刘言不愿 只是问一生府中有多少产业 瞧你为难的样子 管家委屈 殿下也该知道 如今府中的产业 名义上挂在王府 实则是少府在派人打理 具体隐秘情况 小得真不知道啊 连账房也不清楚吗 账房现在只负责 从少府要钱 缩个流水账 流言醋眉 为何要让少府打理王府的产业 王府的产业 本就是陛下之版的 陛下的一切事情 皆由少府打理 那些产业 帝阴也该由少府打理呀 就连皇后 娘娘也将嫁妆交给了少府 打理 娘娘的赔房都在少府令了差事 用了官身呢 当真 此事当然是真的 陛下之前都没有听说吗 流言摇头 他身边得用的人太少 消息不够灵通 别人都知道的消息 偏生他不知道 心里头就堵着一口气 他脸色不好看 态度有些强硬地打翻了管家 想来想去 还是去找了二殿下 两人都是庶出 某种意义上 两人利益一致 这府里几兄弟 眼看着就要拉帮结派 分成几个小团体 暗地里斗起来 文德帝完全顾不上几个儿子 就算是先知道几个儿子会斗起来 文德帝估摸着也无所谓 他向来是支持儿子们互斗 只要别斗出人命就成 什么雄有地功 那都是个屁 明知道是假的 文德帝也不要求儿子们在他面前演戏 在这一点上 文德帝比先帝强 他不虚伪 他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 不会强迫儿子们去做 就比如 胸有地功 他就做不到 所以儿子们想斗就斗吧 文德帝特想得开 也算是帝王中最想得开的人 他的后宫也是这个风格 他没指望后宫女人一团和气 也就不勉强大家在他面前作戏 陪皇后吐槽她的女人 她就乐呵呵地听着 萧太后吐槽儿媳妇 她也乐呵呵地听着 但是嫔妃们 谁敢当她的面吐槽皇后和太后 抱歉了 一切照着规矩来 她不求女人们一团和气 却也不许有人破坏规矩 她对几个儿子也是一样的要求 都可以 但是别坏了规矩 谁敢坏了规矩 她就用规矩教训人 盛夏天亮的早 京城早早地从睡梦中醒来 邓村里带着人 将别院里里外外检查了一遍 确保今儿的茶会能顺利举办 她看了眼天色 多准备一百把雨伞 今儿说不定会下雨 叫厨房准备足够多的食材 夫人说了 今天的自助餐 一定要让所有来宾 留下深刻的印象 多拌点酒水来 总之尽可能多做准备 万一下雨 宾客会停留较长时间 我多做点准备 别到最后连吃的喝的都没有了 夫人的脸面都被你们丢尽了 下人们领了命令 快速行动起来 这处别院是胡杨郡主的产业 上一次为了修缮三大殿 顾九在此处举办了有史以来 第一次投标大会 当初的盛况 有心见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 这一回依旧是在这个别院 不过别院的装修早就换了风格 白仲来到邓存李身边 夫人今儿会来吗 一根着凉了 夫人只怕走不开 白仲顿时有点慌 就靠我们开这个招标茶会 能行吗 邓存李往椅子上一坐 气势一出来 无人敢小觑 我们怎么就不行 每年做着上百万的生意 怎么着 你还怕那些土财主 白仲白手 土财主 我自然是不怕的 但是我听说 这回来的人 其中有几个是洛州当地的望族 还有几个世家 另外金城这边 几位大人的家人也会出席 来的这些不起眼 可是架不住他们背后站的大人物 夫人不露面 万一别人当我们怠慢 如何是好呀 邓存李笑了起来 放心吧 即便夫人不露面 乌阳郡主肯定会出席 夫人早就和胡阳郡主打了招呼 叫她帮忙撑场子 果真 此事千真万确 我更紧张了 胡阳郡主不来还好 她一来真不知道 今日茶会会办成什么样子 要是玩不成夫人交代的任务 如何是好呀 顾九给二人下的任务目标 利用茶会募集一百万两白银的资金 一百万两不多 朝特定目标募集资金才是最难的 从京城到洛州这条路 途经十几个县 这些县 凡是有名望 在当地有话语权的人 都被请到了京城 加上洛州和京城两地大户 顾九下了死规定 必须从这些人身上募集资金 把这些人 就算是绑架 也要绑上修路的贼船 修路涉及到方方面面 沿途所过之处 与当地官府百姓都需要协调 这就需要当地有名望的人出头 帮忙解决各种利益冲突 各种纷争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799集 现代社会修路 都免不了各种纷争冲突 更何况在古代修路 顾九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在京城出了问题 他自己就能解决 但是地方上 还是本地人说话好使 所以这条路 所经过的每一个县 至少要拉拢两家 在当地有名望的家族 出钱投资 以此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这个任务不容易完成 所以白仲很愁 他怕完不成任务 愁什么呀 扶亚公主的小儿子 黄去病拿着扇子 一副风流公子的打扮 晃悠悠地走了进来 白仲和他熟悉 一下子跳起来 您儿经怎么来了呀 嫂子请我出面撑场子 我自然要来 而且这条水泥路 我还投了钱进来 你投了多少钱 黄去病咧嘴一笑 不多 也就十来万吧 我们也投了钱 知道 这些年 你们跟着嫂嫂 没少赚钱吧 邓公公 你现在可是豪富啊 邓村里面目严肃 黄公子别开玩笑 咱家算什么豪富啊 白仲却拆台 邓公公 是我们当中 当之无愧 最有钱的人 那是因为邓村里 本钱后有胆量 当初做雨花像项目 谁都不看好 而他却一口气 投了三千两 把棺材板都拿了出来 世上最赚钱的办法 就是钱生钱 于是乎 邓村里就成了 顾九名下所有人中 最有钱的那个 黄公子一口气 投了十万辆银子进来 就不怕收不回本钱 黄去病哈哈一笑 本公子怕什么 五十里一个收费站 行人不收费 过车马 一辆车三文钱 一匹马三文钱 一头驴 也是三文钱 三文钱的确少 可是架不住 巨少成多 我对这条水泥路的前景 很看好 修同后 定然是车来车往 行人络绎不绝 那点本钱 要不了几年就能收回来 之后 每收一文钱都是赚 我已经派人 南下去洛州置办产业 等这条路修通 洛州那边的土地房价 都会长一截 你们要是有钱 也赶紧去置办点产业 等明年路修通了 转手卖出去 也能赚一笔 顾九不仅邀请了 胡阳郡主 黄区病城厂子 还邀请了顾家的几个兄长 请他们帮忙 顾家几个儿郎 心里头都清楚 名义上 顾九请他们帮忙 实际上 是顾九在替他们 制造机会 结识人脉 好在 他们不是成崇孙 又是孙辈 不用带重校 现在已是六月 这个时候出门 并无影响 唯有大房嫡长子顾班 身为成崇孙 须得守满三年校 不能像弟弟们一样 出府应酬 他们来到别院的时候 时辰还早 白仲热情地迎了上去 这个时候 又有一辆马车到来 白仲心道 这个时辰难道就有宾客上门 查会订的时间是半下午 这个时候过来 腿早了点 等到来人从马车上下来 白仲张大了嘴巴 怎会是顾大少 稀客稀客呀 侯府敌长孙顾锐 从马车上下来 不请自来 还请见谅 得知小九妹妹要办茶会 需要人撑场子 我便主动来了 希望 没给你们添麻烦 白仲喜笑颜开 侯府敌长孙的身份 分量就很重了 顾大少客气 夫人 要是知道您来了 定然十分高兴 年初先帝丧仪 承蒙小九妹妹帮忙 那次方能顺利回家休养 算起来 这些年我欠了小九妹妹 不少人情 小九妹妹不求回报 我却不能知恩不报 今儿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尽管交代一声 跑堂打杂都行 哪里需要顾大人 跑堂打杂 你只去往大堂里面一站 这查会的档子就有了 黄去病捂着扇子走出来 调侃顾瑞 顾瑞朝黄去病扫了眼 二人都是一个圈子里玩的人 经常顶级二代三代玩裤圈 彼此都熟悉 这个圈子 顾家那几个儿郎可进不去 因此顾称他们几兄弟 都没能和黄去病搭上话 顾瑞一来 黄去病却主动搭话 这就是圈子的不同 便分出了亲疏有别 远近不同 顾瑞笑了起来 没想到 你竟然也来了 黄去病将扇子一合 嫂嫂请我来 我自然是要给嫂嫂一个面子 可惜嫂嫂的亲哥哥 顾廷不在京城 都没机会和顾廷亲热亲肉 几位爷 别处在门口 都进去吧 一会儿胡阳郡主也带到了 几个人听到胡阳郡主几个字 都是一言难尽的表情 嫂子 嫂嫂怎么想的 既然让胡阳撑场子 就不怕胡阳脾气上头 掀了桌子吗 顾瑞倾咳一声 今儿来的人都是男兵 胡阳郡主 李莹不会嫌桌子 此话一出 众人神色暧昧地笑了起来 胡阳郡主那些香艳的传闻 瞒得住别人 可瞒不住他们 代侯府的韩武郎都多少年了 每次出府还会被人调侃 都把他和胡阳郡主 放在一起议论 韩武郎纵然是千般不乐意 也挡不住别人的嘴巴 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彼此家事差不多 韩武郎自然不敢随意翻脸 只能减少出门的次数 或是换个圈子玩 顾称还是有疑问 既然来的都是男兵 小九妹妹为何要请胡阳郡主撑场子 不合适吧 黄去病看在顾九的面子上 耐心地解释了一句 胡阳郡主最近不痛快 早早给他找个乐子 胡阳郡主数次求爵位不得 此事瞒得了别人 瞒不了福亚公主 黄去病是福亚公主的儿子 自然就知道此事 胡阳郡主如今有个毛病 她只要遇到不高兴的事情 就要找顾九哭诉一番 每当她喊出那一句 大侄子媳妇 顾九的心肝都要跟着颤抖 顾九时常问自己 到底是造了什么孽 摊上了胡阳郡主这个人 为了打发失忆的胡阳郡主 顾九美其名曰 叫胡阳来茶会撑场子 一屋子颜值在线的小鲜肉 胡阳郡主心花怒放 欣然答应 为了出席这次的茶会 胡阳郡主还命绣娘抓紧时间 先做了三套衣服 一套比一套更魅惑 看样子 胡阳郡主已经从小高僧离开京城 闻得地不给她 刺绝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打算在茶会上寻一二面手 继续享受人生 男女事情 讲究个你情我愿 茶会上的男人 要是不乐意 看在顾九的面子上 胡阳郡主也不会玩强迫的 要是茶会上 有男人顺水推舟 胡阳郡主又不嫌弃对方 自然是水到渠成 不过如此一来 只能胡阳郡主单方面决定 何时结束这段关系了 毕竟不是每个男人 都是小高僧 能将胡阳郡主 忽悠得不要不要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集 几个年轻人 年龄都差不多大 很快就熟悉了起来 恭喜顾大少 喜得灵儿 我儿子都已经百日了 你才说恭喜 是不是晚了点 至少得补上礼物吧 我看这赤金的偿命锁 两斤重的就很好 黄居并指着顾锐 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 你 你是在打结吗 两斤赤金偿命锁 亏得顾锐开得了口 他怎么不去抢啊 你也不差那点钱 顾锐 以前我怎么没发现 你如此贪财 那不是因为 以前没养孩子 如今养了孩子才知道 花钱如流水 趁着年轻 我得替孩子 多攒一点家当 顾锐的语气 十分的严肃正经 又理所当然 他还招呼顾家 几个堂兄弟 大家都有孩子 对养孩子都各有心得 黄居并朝众人看去 顾称轻咳一声 姑娘花钱少一些 只需准备嫁妆即可 生了儿子 就得多置办点产业 要是儿子多 就得置办好几份产业 要不然 等我们百年之后 家产不够孩子们分 也怪可怜 黄居并一脸的不可思议 你们怎么想得那么远啊 顾称一脸无辜 想得远吗 正所谓人无远利 必有尽忧 前段时间 我家分家 我是深有体会 顾锐连连附和 等到老侯爷过世 侯府也得分家 再多的家业 也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分 所以指望着 混吃等死 吃祖宗 是不可取的 他能吃祖宗 等到他儿子 继承家业的时候 还能继续吃祖宗吗 他要是不努力 置办产业 等到儿子长大 继承家业 怕是要变成破落户了 到时候追根溯源 儿孙们就得指着 他的灵牌说 瞧 我们平南侯府 就是败在这位祖宗手中的 台上这么个败家子祖宗 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这场面光是想想 就让人头皮发麻 显然 周氏生下儿子后 不仅让顾锐生职为父亲 更让顾锐意识到 何为责任 他不再是一个人 他得替孩子们着想 尽可能地为孩子们 置办更多的产业 留下更多的祖印 今儿个难得遇上黄聚病 他就想替儿子敲诈一笔 黄聚病扶了他 改名 我给小侄子送个半斤重的赤金偿命索 你可别嫌少 顾锐忍着笑意 一副勉为其难 还得看得入眼的表情 半斤就半斤 我也不嫌弃 黄聚病气坏了 顾锐 你问问京城谁家送偿命索 一口气送半斤赤金 能送三辆赤金的偿命索 那都是顶顶好的关系 你和别人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 他没说 让黄聚病自己揣测 黄聚病哼哼两声 想着要不是顾九 他们这群人也不会聚到一起 瞧你们一个个都钻到前眼里了 眼下这么好的一个赚钱机会 怎么不知道珍惜啊 嫂嫂要修水泥路 你们傻吗 你不知道投点钱进去 投了钱 以后每年坐着吃分红 都不用操半点心 这么好的事情都不知道抓住 一个个中脑子 黄聚病说完 又是一副得意洋洋的模样 众人沉默 顾锐就问了他一声 你投了多少钱 黄聚病喝了一口茶 一副我不想显摆 是你们非要问的表情 也不多 就十万两百亿 靠 吐财主 这是所有顾家爷们 此事共同的想法 真是让人羡慕极度恨 我和内子也投了钱的 黄聚病好奇 多少 顾锐叹了一口气 唉 我比不上你 我多年的私房钱 加上内子的嫁妆银子 也只凑了两万两 不过 公帐投了五万两进去 就像你说的 替子孙后代 谋个做吃红利的好事 黄聚病嘴角抽抽 感情谁都不是傻子 虽然不知道这条路 到底需要多少年 才能收回本钱 不过大家秉着对顾九的信任 还是积极地投了银子 就凭着做吃红利这一点 也值得投钱 顾家吉兄弟也都投了钱 最少的投了一千两 最多的投了六千两 顾称就投了六千两 本想再投一点 只是 会于内子手头上 现贫太少 之前倒是有一些 不过都投到了 南城门外项目上 听小九妹妹说 今年年底 估计能分红 顾锐笑了起来 南城门外 内子也投了钱进去 看来今年年底 也能分点钱的 黄去病也投了钱 这么一说 在场的或多或少 都投了钱到顾九的项目中 黄去病一琢磨 嘖嘖两声 不知不觉 嫂嫂已经将圈子里的人 一网打尽 这回修路 她分明是盯上了 那些文官史家 文官都被她网罗了 以后啊 她想办点事情 谁能拦得住 整个京城啊 都任她折腾 嫂子这布局 我真厉害 顾锐挑眉 偷偷踢了一脚黄去病 安安提醒她 有些话自己知道就成 别说出来 正所谓 看破不说破 黄去病轻轻打了一下 自己的嘴巴 瞧我这破嘴 整日里口无遮拦 刚才我说的话 全部做数 你们就当没听见过 要是传出去 我是绝对不承认 顾家几兄弟纷纷表态 他们肯定不出去乱说 顾家的命运 同顾九的命运息息相关 大家都不是傻子 厉害关系 大家心里头都有感称 白仲来到邓村里跟前 捂着耳朵 悄声禀报了一件事 邓村里挑眉 他怎么来了 神儿已经到门口了 你说怎么办呢 都没给他下帖子 他怎么就来了呢 脸皮可真够厚的 邓村里的语气 十分嫌弃 黄巨并见二人嘀嘀咕咕 你们两个偷偷摸摸说什么呢 有什么事 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 邓村里突然笑了起来 急步走到黄巨并跟前 提前来了个客人 这位大家都认识 正是程恩博 朱慈老爷子 黄巨并一口茶水喷住了 嫂嫂给程恩博下了帖子 邓村里摇头 夫人并未给程恩博下帖子 没想到除了我 还有人不请自来 顾九同朱家的过节 在场众人全都门清 事情已经过去了一年 这一年朱家极为低调 低调到让人忽略了 他家的存在感 只是没想到 突然间 这位程恩博老爷子 又拽了出来 片生还出现在 顾九的招商茶会上 黄巨并同顾锐 相互交换了一个眼神 其中含义 只有他们二人明白 程恩博诸词如今的处境 圈子外的人 云山雾罩看不清楚 他们二人身为圈子里的人 自然是清楚的 黄巨并哈哈一笑 来者是客 人都到了门口 总不能叫人赶走吧 请着来 不过 今儿的茶会 只能有邀请韩的人 才能投标 韩的人是没资格投标的 邓公公 本公子说的可对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等的就是这句话 黄公子说的自然是对呢 咱家这就叫人安置朱家父子 保证不让打搅你们的雅性 打搅也无所谓 又说不到一块 我不尴尬 就怕程恩博他老人家尴尬 等会儿胡杨郡主来了 自有胡杨郡主应酬他们父子 这便是黄区病同顾锐的默契 他们二人是晚辈 程恩博诸慈辈分高 他们二人不好出面怼人 但是胡杨郡主没这顾虑啊 温德帝是胡杨郡主的亲哥哥 除了吝啬不肯赐婚外 就算胡杨郡主在外面捅破了天 温德帝也能帮他兜着 区区朱家是先帝的舅舅家 又不是温德帝的舅舅家 温德帝完全不用给朱家面子 正所谓人走茶凉 隔了辈儿的亲戚 平日里也没走动 算个屁的亲戚啊 真以为温德帝会亲切地 称程恩博诸慈一生就功吗 做梦吧 没找个由头 将程恩博的爵位给夺了 已经是温德帝仁慈了 估摸着 程恩博诸慈也意识到朱家威夷 才厚着脸皮不倾自来 凑个人数 结个善缘 释放出要和顾九冰释前嫌 共同发财的信号 就是不知道 顾九肯不肯给他这个脸了 邓存礼教人将朱家父子请了进来 远远地安置在偏厅内 果然没有打扰到几个年轻人的聚会 朱家父子坐在小偏厅 这里环境清幽 茶香幽远 然而父子二人都没心思享受 朱大老爷本是个沉稳的人 今日却有些急躁 他看着自家老父亲 近来的时候 分明看见了水泻那边有人 可那位邓公公却故意将我们安置在这偏僻的偏厅里 除了丫鬟上茶 就不见有人过来招呼 此举分明是落我们朱家的面子 如今我们朱家哪有面子可言呢 若我们朱家小门小户 一家人吃饱就满足了 自然不用求人 可事实上 我们朱家家大业大 朱氏一族加上亲朋好友 几代人经营的关系 几千上万人全都指望着我们吃饭 别说对方只是冷落 就算一巴掌打来 我们也得忍着 朱大老爷眉头紧皱 心又不甘 朱慈不厌其烦 苦口婆心 上一次我们朱家错过了南城门外项目 这一次无论如何 不能再错过京城到洛州这条水泥路 别人不知道这条路的价值 我们朱家岂能不清楚 每天这条路上有多少车马经过 我们朱家最最轻重 等到水泥路修通 路上行驶的车马会是现在的两倍 甚至是三倍四倍 五十里一个收费站 行人不收费 只收车马费用 三文钱看似不多 可是架不住这条路上 有几十个收费站呢 架不住 据少成多 这条路一旦变成水泥路 那就是黄金 躺在上面能吃一辈子 可惜陛下看不透 被赵夫人忽悠着 竟然答应叫赵夫人个人集资羞龙 不过这样也好 要不然 我们也没机会加入这场盛宴 不得不说 朱祠吃相虽然难看 但是商业秀觉没得说 不是一般二般的敏锐 而是超级超级敏锐 一眼就看透京城到洛州 这条水泥路的价值 什么是黄金 京城到洛州这条水泥路 就是黄金中的战斗期呀 目前除了顾九外 也就诸词准确估算到 这条路的价值 闻得帝那里 有他后悔的时候 黄去病始终还是低估了 这条路的价值 等到将来分红的时候 他估计会后悔 为什么当初只投了十万两 为什么不是一百万两啊 闻得帝也估计会嘶吼咆哮 这为什么那么傻 为什么那么傻呀 这么赚钱的水泥路 不就是百来万一钱 这有啊 哎呀 这当初脑子莫非是进了水 竟然将宋道手的赚钱机会 亲手推了出去 哎呀 朕能不能花钱将这条路买回来啊 哼 你做梦吧 就算你是皇帝 本夫人也不会给你面子 朕想将四十年 改成二十年 不 改成五年 哼 要不要脸呢 反正围绕着这条路 总归会生出各种各样的纠葛和矛盾 此乃后话 暂且不表 半下午 临近衙门下衙的时候 开始有宾客上门 今日茶会 其实就是个自助餐 为了这个自助餐 顾九还特意抽出时间 教会厨房做了几样现代点心 又想办法从牛奶中提取奶油 制作奶酪 各种南方水果 花费大价钱 保鲜运到京城 南方的坚果蜜饯 各种海鲜产品 纷纷运到京城 出现在今晚的自助餐上 与其说这是个茶会 不如说这是个美食狂欢节 宾客们陆续到来 由士奇士奇领队的迎宾队伍 穿着统一的服装 将来宾们迎入大厅 两排长长的桌子 铺着名贵的桌布 桌布上面摆满了各种食物 许多竟然见都没见到 这是什么 这是为各位贵宾 特意准备的奶油蛋糕 这个又是什么 这个是水果拼盘 也叫水果沙拉 这个是什么 这是鱿鱼丝 特意从南边运来的 客人要是渴了 这里有各种酒水 这些都是鲜价的果汁 有苹果汁芒果汁西瓜汁 王府调教出来的大丫鬟 职业素养非同一般 以士勤士奇为首的迎宾团 进退有度 不卑不亢 加上模样漂亮 让来宾们一进门 骨头就先轻了二两 当然 没人敢在茶会上 对这些迎宾丫鬟们 动手动脚 凡是被邀请来的人都知道 这场茶会背后 站着赵夫人 给他们十个胆子 也不敢动赵夫人的人 更何况这场上 还有个一言不合 就会翻脸的 胡杨郡主 哎呀 要命了 要命啊 胡杨郡主 摊坐在软榻上 这别院的软榻 和常见的软榻 还不一样 以背倾斜 靠垫松软 一坐下去 整个人就顺顺当当 窝在了软榻上 舒服得不想动弹 他自然不知道 只是顾九命木匠 照着后世的沙发 打造的新型软榻 人体力学 同顶尖木匠秀娘的 完美结合 这软榻自然非同一般 手边矮机上 放着已经光盘的餐盘 胡杨郡主 完全不讲形象 揉了揉自己的腹部 要命啊 真是要命啊 这一顿吃完呢 只怕是要找上 三肌肉了 黄去病 噗哧一声笑出声来 胡杨姨母啊 尽管你还吃嘛 听说一会儿 有桂圆红草汤 还有荔枝吃 荔枝 果真含有荔枝 黄去病点头 自然是有的 吃啊 当然要吃的 大侄子媳妇 花了那么多钱财 搞了这个茶会 我要是不给她吃完的话 岂不是对不起 她一番心血呢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并无言以对 明明是自己想吃 偏生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黄去病提醒她 别光顾着吃啊 记住今晚的任务 任务是你们的 本宫只负责镇厂子 桂圆红枣汤上桌 胡杨郡主第一时间冲上去 要了一碗 啊 就是这个味道 浑身舒爽 曾参加过上一次 投标大会的某些豪商 个个都吃得肚子溜圆 几个人聚在一起 一边吃着奶油蛋糕 一边嘀嘀咕咕 可惜上次的投标会 没这待 要是上次 也像这次一样 我至少能多投五万两 不 十万两 这次赵夫人羞露 你们投吗 投啊 当然投 就冲着这顿晚饭 我也要投 说的是啊 这顿晚餐 赵夫人可是下了大本钱的 这么多食材 都是从南方运来 光是保鲜 就不知花费了多少钱 赵夫人诚意满满 我们岂能吝啬 此话没错 不过 最近手头紧 就投个两万两 两万两也不少 我打算投个两万五千两 我准备投 几个豪商凑在一起 这个几万 那个几万 转眼就凑了二十万 等到吃饱喝足 才拿出夹在邀请函里面的投标书 填上树木 交到投标箱 从洛州远道而来的一群世家子弟聚在一起 顾锐出面招呼他们 顾锐作为侯府嫡长孙 身份尊贵 他出面招呼这些世家子弟 算是给足了面子 众人吃饱喝足 都是一脸的满足 即便身为世家子弟 今晚上许多美食 他们不仅从未吃过 过去甚至连听都没听过 赵夫人能让人从南方运来这么多美食 而且食材还能保持新鲜 可见其实力雄厚 而且诚意满满 顾锐和他们闲聊 半句不提羞禄的事情 只谈风花雪月 倒是对了这些世家子弟的胃口 谈生意多俗 生意自有身边的管事操心 这些管事 今儿倒是跟着主子们 享受了一顿顶级自助美食 吃完后 就开始权衡要投多少钱 来之前 家主给了底线 但是具体投多少 还是要看具体情况 瞧这茶会办的 多有档次 这些食材 放在京城 怕是要被抢封 从京城到洛州 这条水泥路 赵夫人 应该能修得起来 那边那群豪商看见了吗 据说呀 已经合伙投了几十万呢 嗨 替情报发户 哪儿都有他们 谁叫那些人有钱呢 洛州这一段 万万不能落入外人手中啊 否则 我们洛州人 哪有面子可言呢 此话有理 管事们拿定了主意 又偷偷摸摸请示了一下 这才填好投标书 京城这帮人 则由黄去病招待 沿途十几个县的望族 顾家几兄弟包园了 而胡阳郡主 就是个定海神针 防止有人不开眼 闹场子 整个茶会 进行得很顺利 吃饱喝足的人 总是很好说话 说服他们 投钱修路并不太难 唯有朱家父子尴尬得不行 父亲 我们没有投标书 如何是好啊 是啊 如何是好 陈恩伯诸辞来之前 还以为只要出钱就行 没想到今天晚上 人家不收钱 只收投标书 钱的事情 之后几天 自有人去收 整个自助餐大厅 用各种绿植分割成许多私密的小区域 既能看到全场 又能格挡别人窥探的视线 在场很多人都心起于这样的布置 已经有人打定主意 回去后 要将自家花厅酒楼茶楼 都改成这种装修风格 有品味 有风呀 朱家父子的窘境 就被绿植挡住了 没人看见 可是这让父子二人更加着急 顾九玩的新花样 是一样皆一样 父子二人对顾九的印象 还停留在去年 却不料人家早就生机换代 不玩去年那一套了 怎么办呢 朱慈皱眉深思 嗯 我听说胡阳郡主 今晚也来了 正是 去看看胡阳郡主坐在哪里 父亲要找胡阳谈 这能行吗 难不成找黄区病 那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 还是找顾家那几兄弟 朱大老爷没办法 只能听从他老子的吩咐 去找胡阳郡主 确定了胡阳郡主的位置后 陈恩伯诸慈起身 整理了一下衣领 确定身上无瑕疵 这才慢悠悠地 朝胡阳坐着的地方走去 胡阳郡主痴撑了肚子 这会儿正在消化 见到朱家父子 他还挺意外的 哎呀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陈恩伯吗 什么风将您老人家吹过来了 您可是稀客呢 君主客气 老夫算什么稀客呀 老夫就是个不中用的老头子 您老可真会说笑 说实在的 今儿您老出现在这儿 我那大侄子媳妇知道吗 胡阳口中的大侄子媳妇顾九 正苦哈哈地带孩子 胳膊都快酸了 玉哥这一病特别粘人 连方摸摸他都不要 就只要顾九抱着 趁着玉哥睡着 顾九本想将他往床上一放 结果刚放上床 没两分钟就醒了 没法子 顾九只能继续抱着孩子 哄着孩子 谁叫孩子生病了 享有特权呢 待孩子带了一天 顾九早就累得不行 偏身孩子还离不得手 没办法 顾九只能带着孩子洗浴 再带着孩子往床上一躺 他躺在床上 孩子躺在他身上 没一会儿 母子两人就齐齐进入了梦乡 至于自助茶会办得怎么样 他根本没心思去关心 他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努力 结果好坏 明儿个再说吧 话题回到茶会 陈恩伯诸词老脸一红 被人当面讥讽 难免难堪 他就没有文德帝的厚脸皮 换作文德帝 这点程度的讥讽 算个屁呀 就算有人指着他大骂不要脸 文德帝也能面不改色 只求达到目的 陈恩伯斟酌了一下 上次的事情 我们朱家已经付出了代价 胡阳郡主哈哈一笑 你们活该呀 朱大老爷脸都气绿了 可是这里没他说话的资格 我们朱家已经吸取了教训 这一回老夫豁出脸面 诚心诚意 想求赵夫人的原谅 我配我 什么诚心诚意求原谅啊 分明就是看见水泥路有利可图 你们朱家就想分上一杯羹 想赚钱就直说嘛 没什么可耻的 偏要找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有意思吗 本宫啊 瞧不起你们这样的 胡阳郡主直接将陈恩伯的脸面撕下来 丢在地上 还不忘狠狠踩上一脚 此举不可谓不狠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803集 陈恩伯这辈子所遭受的最大的羞辱 全来自于胡阳郡主 这个女人 简直就是以羞辱朱家为乐啊 偏偏他们朱家有求于人 陈恩伯不得不忍下这口气 还得压着儿子不许他说话 如今的情势 同去年相比 早已经是物是人非 今非昔比 随着文德帝登基 朱家曾经所拥有的优势 已经荡然无存 如今没人会因为 他是先帝的小舅舅 就会多给他三分脸面 反而还因为朱家曾和顾九 争过一次 不少人偷摸落井下石 时不时出来恶心朱家 朱家过去是主动低调 如今 他们则是不得不低调 想要重整旗鼓 没有比加入顾九的水泥路计划 更快捷更有效 所以这口气 陈恩伯忍了 郡主说得没错 老九的确是想赚钱 一架子人嗷嗷叫唤 都等着老夫拿钱回家买米下锅 老九舍了这张脸 就求一口饭吃 哎呀呀呀呀 胡阳郡主跟看稀奇似的盯着对方 您老可是博爷呀 为了一口饭 真的连脸面都不要了吗 陈恩伯叹了一声 一副日子艰难的模样 哎呀 脸面又值几个钱呢 人生在世 总要吃饭呢 胡阳郡主连连冷笑 哼 伯爷别说的 那般可怜啊 好像本宫欺负了你似的 你们朱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哪能缺那几个饭钱呢 这修路嘛 光看着投钱进去 想听个回响 不知道要等上几年呢 要本宫说 您老人家呀 就别惦记这修路了 有那个钱做什么生意不好啊 您说是吧 吴之蠢负 京城到洛州这条路 一旦修成了水泥路 那就等于是铺了一层黄金 陈恩伯心头气得不行 顾九怎么偏身找了 这么个蠢负出来撑场面 连水泥路的价值都看不清 有何资格在这里瞎刀的 通这样的蠢负谈话 陈恩伯感觉自己 遭受了一万点的伤害 他压抑着自己的情绪 老夫倒是想朝南城门外投钱 那和赵夫人肯定不同意 没办法 老夫只能指望这条水泥路 烦情郡主通融一二 带个话给赵夫人 无论是要钱还是要粮 我们朱家一定尽全力支持 同时啊 羞辱一事 我们朱家绝不插手 一切全凭赵夫人安眯 胡阳郡主扎了一下嘴巴 朱家的诚意挺足的呀 他那样羞辱对方 对方竟然都忍了 不得了 胡阳郡主哈哈一笑 哈哈 行啊 带个话的事情 简单 改喵本宫见到大侄子媳妇 一定把话带到了 多谢郡主娘娘 陈恩伯满口感谢 努力了这么久 总算没有白费功夫 胡阳郡主挥挥手 唉 行了行了 您老一大把年纪了 本宫就不受你的礼了 时辰不早了 老爷子赶紧回去吧 郡主说的是 老夫这就回去 陈恩伯带着大儿子 离开了别院 父子两人坐一辆马车 父亲 胡阳会将话带给赵夫人 他会 赵夫人会答应让我们投钱吗 陈恩伯对此也没有把握 锦仁是挺天命 如果赵夫人还记恨去年的事情 我们朱家只能另想办法 唉 什么办法 陈恩伯叹了一声 不到万不得已 老夫也不乐意走那条路呀 唉 自始至终 陈恩伯都没告诉大儿子 另外的办法 到底是什么办法 京城到洛州的水泥路 其中价值 全京城 唯有顾九 同陈恩伯二人最清楚 如果顾九那边走不通 陈恩伯想着 不得已 他只能走文德帝这条路了 只是这条路 远比顾九那条路 难走百倍 走顾九的路 朱家可以在商言商 保持政治上的清白 不会牵连进皇子相争 走文德帝那条路 需要有人引荐 如此一来 朱家势必不再清白 他们为文德帝做事 就免不了同朝政牵扯 朱家将来的命运 着实难料 或是富贵几代 或是一朝败落 朝家灭族 难哪 别管朱家有多难 今晚的茶会 给每个受邀出席的人 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钱也爽快 茶会的目标顺利完成 而且是超额完成 只是没想到 一夜过去 全京城都在议论茶会 至于投标大会 完全被人给忽略了 大家议论着茶会的新奇 谈论着茶会上稀罕的食材 各种美食 不愧是吃货大国 说起新奇的食材 新奇的吃法 新奇的食物 每个人都充满了好奇心和热情 就连朝中大佬下了朝 回了家 将出席了茶会的子弟叫来 美其名曰考察昨日表现 实则是在询问 昨晚上的茶会 都吃了什么 我靠 一个茶会 竟然有几十种 听都没听过的食物 而且确定都是首次出现在京城地界的美食 大佬们顿时不淡定了 不就是个投标会吗 还搞出这么多名字 偏偏招待的 还都是家中不重要的子弟 亏了亏了 吃了大亏呀 大佬们很心塞 他们也想吃 他们想吃荔枝 龙眼 想吃奶油 想吃龙虾 大佬们嘴馋 又不能冲到宁王府 叫顾九再办一个茶会 只能暗挫挫地鼓动闻得地 瞧 天气这么热 要不要避暑啊 要不要再行宫也弄个茶会呀 自助餐很合适哦 讨论美食这股风 很顺利地吹到了宫里 顾九看着宫里派人旁敲侧击询问茶会 有那么点得意 也有点心累 不就是个自助餐吗 现代社会 谁没吃过几顿自助餐呢 冰库里还剩下一些新鲜水果食材 叫人打包全都送到宫里 连厨子都给准备了 还有奶油 直接让厨子将提取奶油的办法 交给宫里的御厨 叫御厨自己折腾去 顾九之所以如此干脆利落 是因为他不想做吃货大总管 不想因为一点吃的三天两头被叫到宫里 更不想因为入嘴的东西出了问题 沾染上一身的麻烦 到时候他真的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比起全家平安 区区几张烹饪配方真的不算什么 他开发了大把的房产 有一条黄金水泥路在手 真不稀罕靠点吃石赚钱 食物最怕出问题 又最容易出问题 他恨不得和宫里的吃石撇清一切关系 又怎么可能主动凑上去呢 好的不灵 坏的灵 顾九的担忧饮厌了 宫里果然因为食物出了问题 一大早 他和萧锦儿他们一起进宫 来到慈宁宫请安 陪皇后眼里全是血丝 脸色煞白煞白 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仿佛天都要塌下来 太医们进进出出 正在替萧太后诊治 今儿早上 文德帝取消了朝会 一直守在萧太后床边 命太医们全力救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徐有寺悄无声息 来到顾九身边 因为刘赵做了皇子 顾九身边的人 也都跟着水涨船高 徐有寺有小皇门 提拔为内业者 品级随低 好歹是升了官 顾九沉住气 避开人 悄悄来到僻静的地方 拿听清楚了吗 他们进宫之前 只知道萧太后病重 其余一概不知 到了慈宁宫 气氛凝重 更没人为他们解释 前因后果 无奈之下 只能巴仙过海 各陷神通 各自打探消息 徐有寺点点头 昨晚上 皇后娘娘 面御膳房 置办了一桌酒席 陛下 太后娘娘 皇后娘娘 一起用餐 说着家常 用膳的时候 都还好好的 用过晚膳 等到半夜 太后娘娘 突然腹痛难忍 她一检查 说是吃错了东西 顾九醋眉 皇后娘娘和陛下 没事 徐有寺点头 只有太后娘娘 出现腹痛的情况 顾九朝寝殿方向看去 折腾了一晚上 萧太后依旧腹痛 加上她年龄大了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那个后果不敢想象 难怪陪皇后 一副天塌下来的模样 九席是她命人置办的 这事追究起来 不管她是否无辜 都逃不了责任 先帝才死了半年 这个时候萧太后再出事 那这是走了一整年的美运 出于孝道 文德帝也会追究下去 到时候 不知道多少人 要人头落地 四殿下刘毅 一头汗水走进慈宁宫 来到陪皇后跟前 她蹲在陪皇后面前 母后 放宽心 太后娘娘 一定会平安好转的 陪皇后 犹如抓住了 救命稻草一样 抓着刘毅的手 太后一定会没事的 对吗 刘毅重重点头 一定会好起来的 萧秦儿也凑上去 牺牲安慰陪皇后 其实萧秦儿的立场 有点尬 只因为她姓萧 同萧太后一个姓 顾九叹了一声 刘兆在上个月月底 领了差事出京 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时候 刘兆不在 看似躲过了一场风波 却也失去了一些机会 顾九问徐有四 昨晚晚膳的菜单拿到了吗 徐有四点点头 低声抱着菜鸣 大部分的菜都挺正常的 又清淡又养生 只有几道和鲜 有点重口味 难不成 萧太后是和鲜过敏 如果萧太后果真和鲜过敏 这么多年 此事不可能没人知道 萧太后本人也肯定清楚 自己能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就算萧太后老糊涂了 不知道该忌口 她身边伺候的工人 难道都是死人吗 难道不知道提醒吗 看来应该不是和鲜 引起的腹痛 或许是食物相克 顾九琢磨起菜单来 沈贤飞和罗德飞 两人一起来到慈宁宫 年初文德帝登基 策封飞贫 当时还是沈错飞 罗策飞的二人 都得了飞位 次飞还剩下两个名额 下面的九瓶 个个卯足了劲 都想封飞 娘娘 太后她老人家还好吧 沈贤飞一来 半点没当自己是外人 张口就问裴皇后 裴皇后正惶惶然 哪有功夫应酬沈贤飞 礼仪都没理她 沈贤飞也不许人招呼 自己找了个位置坐下来 臣妾听闻娘娘一晚没睡 难怪脸色憔悴 眼睛里都是红血丝呢 娘娘 您可要保重身体呀 太后生病 这会儿您可不能出事 您要是病倒了 这后宫可就没了主心骨了 话是好话 只是这话从沈贤飞嘴里说出来 总感觉透着一股怪怪的味道 真情实意中夹杂着隐秘的幸灾乐祸 分明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裴皇后文言不得不打起精神 她脸色一沉 累你们二人操心 本宫身体撑得住 无需担心 沈贤飞捂着胸口 臣妾心头慌得很 前两天 臣妾还来给太后请安 那时候太后的气色极好 中气十足啊 怎么一转眼就病重了呢 娘娘 这里面可有缘故 需不需要臣妾等人帮忙啊 裴皇后暗自冷笑一声 萧太后出事 前因后果早就传遍后宫 偏生这会儿 沈贤飞和她还装傻 怎么着 笃定她这回脱不了身吗 母后那里 自有太医 无需你们二人操心 这里也不需要这么多人 你们二人先回去吧 有了消息 本宫会派人说一声 臣妾还是守着吧 不然心头不安 沈贤飞连连点头 真为太后担心啊 万一太医不中用 如何是好啊 消耀胡说八道 太后她老人家 其人自有天相 并能逢凤凶化吉 裴皇后轻声呵斥 今儿一早 臣妾就念了一卷佛经 为太后娘念祈福呢 昨晚我亲手抄写了一卷佛经 今儿一早在菩萨面前烧了 希望菩萨能看到我等的诚意 德妃娘娘 虎塞一定能看到我等的诚意的 沈贤飞肯定地说道 陪皇后此刻很难堪 这二人一个拜佛 一个抄写佛经 都做出一副虔诚又孝顺的模样 衬托出她这个皇后 十分的不孝且无能 太后出世正常时间 她就守在慈宁宫 不曾念经 也不曾抄写佛经 比起沈罗二妃的孝心 的确不够诚意 裴皇后百分百肯定 沈罗二人是来落井下石 看她倒霉的 偏生 她还不能发怒 她总不能指责二人不该念经 不该抄写佛经 裴皇后压抑着情绪 你们二人有心了 本宫要守着娘娘 脱不开身 本宫那份 就由你们二人替代 替本宫抄写佛经 可愿意 沈贤飞通罗策飞面面相去 心里头暗骂一声 臭不要脸 然而二人还是恭敬应下 娘娘宽心 抄写佛经的事情 臣妾自会替娘娘办妥 只是 娘娘也该保重身体 整夜整夜不睡 如何是好啊 可别太后她老人家还没好转 娘娘又病了 裴皇后栩栩白首 无妨 本宫还撑得住 母后她老人家不曾好转之前 本宫哪里睡得下 本宫的这颗心呢 可是一直提着的 娘娘小心 真是赶天动地呀 臣妾等自愧不如 沈贤飞通罗策飞 十分熟练地拍着马屁 显然是经常干这类事情 佩皇后冷面冷心 行了 你们二人都回去抄写佛经吧 都别累着 晚上早点歇息 还是再等等吧 沈罗二人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 总得看一眼太后娘娘才能走啊 显然 他们二人打定了主意 今儿个来了 就不会轻易离开 这里是慈宁宫 不是魏央宫 裴皇后的话 在慈宁宫可不好使 裴皇后在心中 压抑得想要原地爆炸 面上却还要做出一副 云淡风轻的样子 时不时紧张地朝寝殿望一眼 盼着里面能有好消息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805集 时间过得很慢 每一分 每一秒都在折磨人 时间过去越近 众人越是提心吊胆 萧太后 不会真的出事吧 萧綦儿脸色都白了 她想到了各种后果 万一萧太后出了意外 萧家怎么办 她怎么办 人走茶凉 萧太后走了 萧家在朝中还能得到重用吗 她没信心 她朝刘毅看了眼 刘毅偷偷握住她的手 不动声色地摇摇头 叫她稍安勿躁 无论如何 现在都不能自乱阵脚 萧綦儿点点头 心里头平静了一些 就在众人焦躁不安的时候 寝殿内终于有了动静 文德帝含着一张脸 从寝殿内走出来 所有人齐齐站起来 望着文德帝 佩皇后死死地攥着拳头 拢着袖子 陛下 母后怎么样了 她的声音都在发颤 心口像是被人重重敲打 犹如锣鼓一般一上一下 回身绷紧 若是听到不好的消息 恐怕下一刻 她就会当场倒下 母后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接下来只需要好生调养 身体会慢慢回复 呼 众人齐齐松了一口气 唯独沈贤飞同罗侧飞 心头难免会有失望 不过萧太后病了一场 追究起来 总归陪皇后要吃瓜老 如此一想 蜃罗二人也不觉着失望了 陪皇后浑身一软 爹坐在椅子上 浑身上下早已被冷汗浸湿 脸色越发地苍白 闻得帝深深看了一眼 裴皇后 此时朕已经命人延长 母后身体虚不得打扰 所有人都散了吧 谢天谢地 太后娘娘总算是平安无事了 沈贤飞一副如释重负 满心欢喜的模样 陛下累了吧 陛下也要保重身体 罗德飞小意温柔 温得帝却没给二人好脸色看 直接甩袖离去 众人的心都跟着一颤 陛下发怒了 这事不算完 娘娘 你还好吧 裴皇后垂眸冷笑 累你关心 本宫还好 娘娘千万保重身体 臣妾瞧着 娘娘脸色不太好 还是赶紧回位央宫歇息吧 陛下都说了 太后身体虚 不许人打扰 娘娘留在这里 不过是徒增烦恼啊 沈贤飞说话温温柔柔 一心替裴皇后打算的样子 裴皇后笑了笑 贤飞懂事了 冰王府的时候 直到心疼办公 沈贤飞也跟着笑了起来 多亏娘娘调教得好 娘娘还要继续留在这里吗 见裴皇后没动 罗德飞好奇地问了一句 沈贤飞啊了一声 娘娘果真要继续留在这里的话 臣妾二人是不是也该留下来 裴皇后摆手 不用 你们二人先走吧 那怎么行啊 臣妾得先恭送娘娘 沈贤飞一副懂规矩十大体的模样 裴皇后咬牙切齿 心头暗恨 她哪里是不想走 而是身体发软 回身没力气 根本站不起来 然而她也不能让沈罗二人看出端倪 就只能僵持着 母后 儿媳扶您起来 您累了一天 身体虚 万万不能大意 顾九的手 稳稳地扶住 裴皇后的手腕 裴皇后意外 下意识地朝顾九看去 顾九一脸担心 母后可是身体不适 熬了一夜 果然有些不好 赶紧换太医 到卫阳宫后站 准备软胶 抬母后回宫 母后 你可要紧 刘亦文言 担心得不行 萧启儿也露出关心的神色 沈贤妃同罗德妃 惊疑不定 裴皇后果真病了 瞧着顾九 担心紧张的模样 再看看裴皇后脸色发白 半点血色都没有 二人不由地信了 裴皇后毕竟上了年龄 熬了一夜 把自己熬得病了 也是正常 终于回到卫阳宫 当做上熟悉的罗汉塔 裴皇后酸软如泥的身体 总算恢复了一点点力气 只是拿着茶杯的手 还是会紧张地发抖 在座的 无论是顾九 萧琴儿还是刘亦 都是人惊 全都低下头 只当没看见裴皇后的手 在颤抖 裴皇后喝了一口热茶 冰凉凉的心口 总算有了点热乎气 他吐出一口憋在心口许久的浊气 好歹放松了身体 母后 您还好吧 还是叫太医来看看 把太医请进来吧 刘亦赶紧命人将太医请进来 太医提着药箱进来 半点不敢怠慢 细心诊脉 娘娘身体疲劳 心力憔悴 须得好身歇歇 为臣开个养身的方子 娘娘每日准时服用 有助于强身健体 裴皇后 恩了一声 嗯 老了 熬不得夜 这不 少了一晚 什么毛病都出来了 刘亦担心不已 母后一定要保重身体 这后宫 万万不能没有母后啊 裴皇后笑了笑 摆摆手 太医收拾好药箱 急忙退出去 叶儿 你别担心 本宫自会保重身体 不会给那些 狼子野性的人 丝毫机会 可是昨晚的晚上 刘亦问出 藏在心中许久的问题 裴皇后的脸色沉了沉 本宫绝没有害太后之心 也绝不会做这种卑劣 且自取灭亡的事情 这话 顾久相信 裴皇后不是蠢人 就算要下毒 也不可能在自己 置办的酒席上下毒 而且宫中 最忌会中毒一类的事情 但凡发生这样的情况 后宫必定会大肆搜捕 不知道多少人会遭殃 可是 刘亦还有疑问 裴皇后显然很不高兴 顾久趁机打断刘亦的疑问 母后 太后娘娘可有对什么过敏 裴皇后眉眼微动 老大媳妇儿 你是说娘娘服用了过敏的东西 才会腹痛吗 儿媳只是姑且一猜 太后她老人家吃坏了东西 总得有个源头 或许是食物相克 或许是吃了过敏的东西 母后最好派人问一声 太后娘娘的症状 是不是只有腹痛 可有其他症状出现 顾久提供了一个思路 给裴皇后 后宫要查食物源头 自然是裴皇后出面更合适 顾久一个晚辈 在宫里也无职责 更主要的是 她不想沾染宫中的麻烦 所以她只提供思路 不会亲自动手 裴皇后连连点头 你说得对 太后吃坏了肚子 总得有个源头 此事本宫会着人细细调查 然而现在要紧的是 陛下的态度 母后放宽鞋 只要查明了真相 父皇那里就不会有事的 刘毅一味地宽慰裴皇后 萧秦儿低着头 神色纠结 裴皇后这会儿 需要的不是安慰 而是实实在在地建议 她毕竟熬了一晚上 又受了刺激 疲惫加上恐惧 让她的思维迟钝 她需要有人帮她 查缺补漏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806集 她柔柔眉心 老四 不要光顾这首好听的话 你父皇的脾气 就算查明了真相 这件事 恐怕也会在你父皇心中 留下一个疙瘩 就算最后查明 一切同本宫无关 你父皇心中 对本宫也会生出不满 毕竟九席 是本宫命人置办的 也就是说 本宫给了逮人机会 你父皇会恨本宫 你懂吗 刘依依侦口接说 母后的担心有理 此事不仅要查明真相 还得查出幕后指使 阿西斗胆一问 母后怎么突然想到 置办一桌酒席 可是有什么原因 菜单是谁拟定的 陪皇后脸色微变 瞳孔放大 老大媳妇 你的意思是 本宫身边有人被除 顾九面色平静 声音沉稳 此事不可不防 最好没有人被除 但是想要查明此事 必须追根溯源 母后 你是突然生出 置办酒席的想法吗 还是谁给了你启发 抑或是谁给的建议 陪皇后微微闭起眼睛 不不不 本宫那天经过御花园 听到花丛后面有人谈话 正好议论到太后娘娘 本宫就只不多听了两句 然后母后就生出了 要置办酒席的想法吗 太后她老人家 最近有些瘫嘴 也曾在人前抱怨过陛下太忙 就连请安也要捡着日子 本宫这不是 想让太后高兴 这半酒席还将陛下请来 太后见了 果然十分开心 裴皇后越说 眉头越发紧重 刘毅咬牙切齿 母后 御花园的人是谁 这里面肯定有名堂 裴皇后发愁 本宫没有见到人 只听见了声音 后来又看见了一个背影 看穿白 应该是宫中低品级的美人才人 刘毅同样发愁 难道要将所有美人才人都叫来 一个一个问吗 这样一来 岂不是打草惊蛇 顾九四下惶顾 母后那天为何会经过雨花园 是临时决定的 还是早有安排 嫂嫂这话什么意思 你认定母后身边的人不干净 有人在害母后吗 刘毅盯着顾九 顾九面色沉稳 此事不得不防 四殿下仔细想想 这里面的巧合是不是太多了些 四殿下比我熟悉宫里面 你觉得在宫中会发生这么多巧合吗 刘毅皱眉 万一大嫂判断错误 岂不是害了无辜的人 顾九四笑非笑 没有调查 四殿下确定这卫阳宫所有人都无辜 本殿下只是就事论事 就事论事 也该等调查清楚后再下结论 顾九寸步不让 刘毅略有些难堪 然而她这人心里强悍 转眼调整过来 嫂嫂说的也有道理 本殿下受教了 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的确不能倾下结论 母后 此事还需细细调查 不如就从魏阳宫开始 裴皇后这会儿脑子很乱 思维迟钝 她虽然紧张后怕 却也不能让晚辈小看了 此事本宫自有主张 老四 你父皇那里 你还要多费心 母后放心 儿子这就去求见父皇 不可 顾九出声阻拦 陛下此刻正在气头上 四殿下这个时候过去 是不是打算跪在 新庆宫门口 替母后求情 刘毅敏这唇 没作声 此事万万不可 此举只会激怒陛下 让陛下极为反感 甚至迁怒到母后头上 我们身为晚辈 这个时候不应该逼迫长辈 而是要虔诚祈福 祈祷太后娘娘早日康复 母后 儿媳建议您暂时别做多余的事情 无论是抄写佛经 还是诵经念佛 总归要尽到孝心 不能让沈贤飞 罗德飞二位娘娘 独美于前 刘毅心头很不爽 却隐忍不发 顾九一而再再而三 推翻她的建议和决定 一次次地衬托出 她的不成熟和应激反应的不合格 刘毅的自尊 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顾九的每一句话 就像是一把尖刀 将她骄傲的外壳 一层层剥离 让她痛不欲生 得亏强大的理智 压制她心中的愤怒 她深吸一口气 是我考虑不着 母后 儿子关心则乱 脑子也跟着乱了起来 竟想去搜主意 还是嫂嫂稳住 与世半点不乱 真羡慕嫂嫂嫂这份 镇定功夫 或许不那么在意 就能保持一贯的水准 顾九斜着眼睛 看了眼刘毅 正因为太过在意 更应该保持镇定 我们是来解决问题 而非制造新的问题 刘毅一口老血喷出来 面上却还要装作一副 虚心受教的模样 嫂嫂不愧是做大事的人 弟弟佩服 我也是和你大哥学的 四殿下果真有心 也跟着你大哥学学 尽管刘兆不在 顾九依旧替他刷着存在感 叫人不要忘了他 顾九这么做 也是用心良苦 留意心塞 心累 陪皇后出面 阻止了二人继续争论 老四 你依旧去见你父皇 但是不可以跪地不起 逼迫你父皇 若是你父皇问你为何求见 你就照实说 将刚才我们的分析 猜测 有选择地告诉你父皇 一会儿本宫要去佛堂 替太后娘娘祈福 此事也不必瞒着你父皇 总之 你不必替本宫求情 如果你父皇不肯见你 你也不可逞强 老老实实磕头离开 明儿再去给你父皇请安 刘易公身领命 儿子知道怎么做 母后放心 陪皇后怎么可能放心 萧太后吃坏了东西 虽说现在已经没了危险 然而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后面不知道 还有多大的风暴 在等着他们 陪皇后又叮嘱顾九 和萧秦儿 你们周里二人回去后 记得为太后娘娘抄写佛经 每日不得少于四卷 本宫每日会派人收取 头天抄写的佛经 此事你们需亲理亲为 用心书写 不可有任何敷衍了事的想法 儿媳遵命 过久就知道 这回免不了要抄写佛经 宫里信佛 以至出了什么事 大家就找菩萨 不是在佛堂里面念经 就是抄写佛经焚烧于菩萨面前 此举亦是虔诚和孝心 偏偏当皇帝的都吃这一套 于是乎 宫里信佛的风气越发浓厚 你要信点别的 人家还当你是义端 救我 顾九刚走出魏阳宫 一个洒扫的小宫女冲撞了她 然后她手里就多了一张纸条 她恍惚看了眼 纸条上 救我二字太过醒目 现在宫里当差的宫女 规矩真是越来越差 夫人 你可有被撞到啊 青梅抱怨了一通 又担心起顾九 顾九摇摇头 没事 小宫女没见过人 紧张难免 刘亦同萧琴儿 回头看着顾九 嫂嫂没事吧 要不叫人 将这个该死的宫女拖下去 好好整治一番 果然 这宫女的规矩 是越来越差了 小宫女跪在地上 频频磕头 求夫人饶命 求夫人饶命 顾九板着脸 磕足二十个头 就饶你一命 小宫女咚咚咚地磕头 一下接着一下 光听响动 就觉得额头发痛 然而顾九必须罚她 这是在宫里 不是她说一句没事 就真的没事 她敢打包票 她要是说没事 不追究此事 等她一走 这小宫女的下场 只会更惨 只有当她罚了小宫女 宫中的太监 才不会逮着小宫女 继续惩罚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有面色冷漠地 扫了眼还在磕头的宫女 走吧 今儿诸事不顺 青梅赶紧扶着 顾九的手腕 离开此地 刘逸多看了两眼 那磕头的小宫女 小琴儿对视不满 殿下看什么 刘逸摇摇头 好好的 怎么就冲撞了嫂子 萧琪儿哼了一声 哼 这些小宫女 一个两个 规矩越来越差 也不知那些太监嬷嬷 是如何调教她们 要是实在干不了 就让别人去做这份差事 可能也是没办法 先帝的时候 先后几次对后宫 进行了大清洗 那些个见惯风雨的老人 都没了 活着的那些人 自然不如死去的那些老人能干 调教出来的宫女 规矩不够好 也是可能的 刘逸前往新庆宫 萧琴儿追上顾九 嫂子 我们一起出宫 顾九重她笑了笑 四弟妹家话少 萧琪儿半点不介意 嫂嫂也知道 我这人笨嘴灼舌 进宫后都快被吓死了 哪里还敢随意说话 当时嫂嫂 口若悬河 侃侃而谈 令我十分羡慕啊 弟妹无须自前 你心里头纠结难受 我都知道 毕竟你和我们不同 你和太后她老人家 比旁人更亲近些 萧琴儿神色黯然 以前在娘家的时候 每次进宫 我都会大声喊 姑祖母 姑祖母 娘娘待我十分亲厚 我心里头 也是将娘娘 当作最亲的人 这回娘娘出世 我是比谁都担心 一度担心 到话都说不出来 嫂嫂可别笑话我 怎么会 弟妹一颗志诚之心 娘娘知道了 也会欣慰的 萧琴儿面上好看了些 我们二人担心得不得了 某些人 只怕这会儿 正在高兴了 姑祖挑眉一笑 她知道萧琴儿在说谁 她在指桑骂槐 说欧阳福 欧阳福和他们一起进宫 却没有一起行动 她去了沈贤飞那里 毕竟沈贤飞 才是欧阳福的正经婆婆 局面不同 四弟妹也不能 苛责二弟妹 她自有她的难处 大嫂真替她说话呀 就因为她和大嫂亲后 大嫂就不管立场了吗 我们都担心 太后娘娘的安危 此刻何来立场一说 难不成沈贤飞和二弟妹 不担心太后娘娘 四弟妹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呀 当心沈贤飞找你麻烦 小琪二哼了一声 哼 我才不怕 姑舅调侃道 你底气足 你自然不怕 可是我怕 她毫不避讳地说出怕 倒是让小琪二 给惊住了 大嫂也会怕 我是人 怎会不怕 小琪二一双 黑溜溜的眼珠子 左右转动 嫂嫂别怕 改名 我们一起给太后娘娘请安 我替你美颜几句 多谢四弟妹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就是不知道 该如何谢你 小琪二笑嘻嘻的 修路那事 我想多投点钱进去 行吗 行啊 顾九从不和钱过不去 小琪二一脸喜滋滋 多谢大嫂 她之所以想多投点钱 给顾九修路 全是因为刘毅 和娘家人的点拨 刘毅这纯粹是 信任顾九的眼光 相信顾九 不会做亏本的买卖 故此叫小琪二 多投点钱去 好歹赚点零花钱 花花也行 就当是多开辟一条财源 肖家那边 则是出于利益考量 肖家希望 四殿下刘毅 能和大殿下刘兆和好 毕竟是亲兄弟 可不能在这种时候 斗起来 便宜了其他人 刘毅不方便出面 但是小琪二 没着顾虑 由小琪二同顾九沟通 两边常来常往 刘毅和刘兆两兄弟 自然会慢慢亲厚起来 不得不说 肖家想得很美好 也是一心替小琪二 两口子打算 小琪二听了建议 这才找上顾九 想要多投点钱去修路 这回可不是小打小闹 三五千两就打发了 小琪二准备了三万两白银 直等回府后 就叫人给顾九送去 顾九暗暗咫舌 心到小琪二挺有钱的嘛 一口气竟然拿出三万两白银 轴里二人一起出皇宫 分别坐上各自的马车 启程回王府 顾九使了个眼色 青梅守着车门 顾九摊开手掌 露出小小的纸条 她手心出了汗 汗水将纸条浸得半干不湿 好在自己还能看清楚 救我二字下面是一丛青苗 顾九挑眉 她已经知道这字条是谁送来的 正是在上扇间当差的周苗 她不由得皱起眉头 太后吃坏肚子 周苗被牵连进去了吗 她是无辜的 亦或是她就是凶手 只是周苗朝她求救 周苗确定她能救她 太后娘娘应该是对某种食物过敏 青梅吃了一惊 既然知道过敏 太后娘娘又怎么会吃到嘴里 顾九吃笑一声 过敏的东西经过加工 就算是吃到嘴里 也未必分辨得出自己到底吃的是什么 食材烹饪就是这么奇妙 那现在怎么办 顾九想了想 皇后娘娘那里无需担心 如果太后娘娘果真是吃了过敏的食物 皇后娘娘一定有办法查出来 现在要紧的事究竟是谁在背后算计 陛下才登记几个月 谁这么急不可耐地动手 说完顾九敲了敲了敲马车车壁 去药房 马车转道 朝方式的药房行驶而去 顾九打算相信周苗一回 给她一点提示 希望她能平安度过这一关 到了药房 顾九给周苗留下讯息后 查了查药房的账本 又叮嘱了几句 便离开了 几个时辰后 有人来到药房买药 顺便拿到了顾九的讯息 顾九回到王府后 就开始动手抄写佛经 任务还是要做的 即便心里头并不相信 自己抄写的佛经内容 她想 她能穿越到这个时代 一定不是佛祖的力量 这要找个神仙 也该是三清老祖 赶明儿她的寻个道观 添一笔香油钱 谢谢三清老祖 让她重活一世 顾九经常练字帖 抄起佛经来 速度极快 一天下来 已经抄写了二十卷 足够五天的分量 她吩咐青梅 将写好的佛经收起来 明儿一早 我亲自带到宫里去 明儿夫人还要进宫吗 没见到太后 没给太后请安 我就得天天进宫 这是孝道 顾九不敢马虎 而且她也要盯着 陪皇后那里的进展 她倾向于陪皇后身边 有人不干净 做这种局 一定要身边人 才能做到自然流畅 毫无算计的痕迹 突然出现在御花园 恰好就听到有人 讨论着太后娘娘 紧接着就生出 置办酒席 为太后为陛下 制造相处的机会 结果太后吃了酒席 就出了问题 一环掏一环 要说裴皇后身边没有内奸 顾九打死都不相信 要让一个人做出某种决定 有谁比身边人更合适 接连几日 顾九都带着佛经进宫 欧阳福同萧秦二有样学样 都和顾九一起带着佛经进宫请安 自蔡氏被贬斥 三殿下还没娶妻 这回的事情 三殿下自然就少了表现的机会 他那些是如何着急 旁人不知道 反正后来他是亲自上阵 亲笔抄写佛经 每日跟着顾九他们 一起进宫请安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三殿下太着急了 身为爷们 孝心是好事 可是是不是该换种方法 比和女人一样 用抄写佛经的办法表孝心啊 欧阳福沉默了片刻 总归是三殿下一番孝心 三殿下孝顺太后娘娘 太后娘娘是很高兴的 顾九拐着弯提醒萧秦儿 别仗着自己同萧太后的血缘关系 就可以为所欲为 皇家最讲究血缘 却也是最不讲究血缘的地方 杀兄 弑父 弑母的事情 在皇室可不少见 类似的事情 要是发生在世家大族 那天都塌了 也就是皇室 杀就杀了 杀过之后 自有人帮忙粉饰太平 到了慈宁宫 送上佛经 嬷嬷难得露出笑容 太后得知你们的孝心 十分高兴 今儿太后已经能起床 诸位可以进去请安 真的吗 太后娘娘身体恢复了吗 差不多恢复了 众人余冠走进寝殿 轴里几人正要攻身行礼 三殿下流言 直接来个骚操作 祖母 一声颤抖的呐喊 就扑倒在床前 这些天 孙儿担心坏了 每日吃不好睡不香 一直惦记着祖母的身体 祖母要是有个万亿 孙儿也不活了 萧綦儿差点没被恶心地吐出来 臭不要脸 堂当男人和女人争强表现的机会 他们的还有没有底线啊 欧阳福显然也受了刺激 轻抚腹部 心里头有点紧张 顾九眉眼抽抽 妈呀 三殿下这操作可骚得不行 比不上 完全比不上 刘延拿出抄写的佛经 一口气拿出了三十卷 瞬间秒杀了顾九三人手中的佛经 他们三个 每人按照规矩只带了四卷 祸靠 看到这一幕 萧綦儿气急败坏 急得跺脚 刘延这三十卷佛经一拿出来 他们手中的四卷佛经 哪里还拿得出手 他们这不是逼着他们三个人不孝吗 萧綦儿此刻 连杀了三殿下的心都有了 既然三殿下不给人活路 他又何必客气呢 哎呀 太后 萧綦儿抹着眼泪 哭了起来 村行担心死了 谢天谢地 谢谢麦天神佛保佑 娘娘总算好起来了 萧綦儿哭得情真意切 直接跪在床边 身体用力 直接将流言挤开了黄金位置 三殿下明显愣住了 他显然没料到 萧綦儿会不顾体面 直接将他给挤开 他能怎么办呢 难道他也挤过去吗 好男不和女斗 即便他是病交男 也不会和萧綦儿一般见识 他只会捂着心口 一脸煞白 轻咳两声 仿佛受到了重疮 却隐忍不作声 哇靠 姑久都快憋不住 要笑出来了 不能笑不能笑 这个场合绝对不能笑出来 不然就完蛋了 萧太后仁老成精 你们都有心了 来人 将三殿下扶起来 此座 三殿下身体不好 岂能一直跪着 工人领命 三殿下轻咳一声 松儿不笑 累足牧丹心 身体要紧 你的孝心 哀家都知道 三殿下 三殿下这才乖乖地被工人扶起来 坐在圆凳上 顾舅和欧阳福 齐齐上前请安 太后 孙媳妇给您请安 好好好 都坐着说话吧 秦儿 也坐着 你年纪轻轻 将来还要生养 岂能长久跪着 孙媳妇不碍事 小太后 脸色一板 哎 连哀家的话 都不听了吗 萧秦儿 低眉顺眼 孙媳听祖母的话 祖母别生气 几个小辈 坐在圆凳上 围成一排 萧太后 笑眯眯的 哀家身体 好了许多 你们就不用担心 你们的小心 哀家都有收到 不知道是哪个 贼心滥肠的人 害了太后您老人家 欧阳福突然脱口而出 孤九低着头 不动声色地 朝欧阳福看去 欧阳福一副 义愤填膺的模样 恨不得冲到御膳房 将内侍的御厨 全都抓起来宰了 孤九感觉不太妙 萧綦二接话 孙媳听说 最近宫里 抓了不少人 不知道能不能查明真相 真相迟早回答白天下 只是苦了太后 受到无望之灾 萧綦二猝眉 难道真的是上山间那边 有人手脚不干净 这种事情可说不准 知人知面 不知心 尽管后宫经历了几次大清洗 难保没有漏网之鱼 难保不会有人 含恨在心呢 这话几个意思啊 漏网之鱼 什么时候漏的 含恨在心 为什么恨 欧阳福这话 打击面很广啊 是要在宫里掀起大案吗 萧太后神色淡淡的 孤九不确定 她老人家 有没有受到影响 都少说两句 太后需要静养 这事儿 陛下自会派人调查清楚 欧阳福一脸紧张 太后 孙夕无心之言 您别见怪 罢了 你们一片孝心 哀家 岂能怪罪你们 说完 太后微微闭上了双眼 摸摸上前 太后乏了 诸位改天再来请安吧 孙夕告退 几人鱼冠离开 出了慈宁宫 三殿下瞪了眼萧秦儿 甩袖离开 前往兴庆宫请安 萧秦儿咬牙切齿 他什么意思啊 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一个大男人 学着女人一样的手段 要脸吗 四弟妹少说两句 他毕竟是殿下 萧秦儿十分不愤 我看他 已经被菜市给带坏了 整个小家子气 像个娘妈 顾九轻声呵斥 不许胡说 这话要是传出去 当心陛下和太后罚你 说话的时候 顾九有意无意地 朝欧阳福看去 欧阳福附和着顾九的话 四弟妹 别和三殿下一般计较 他现在有病 和旁人自然不一样 哼 我先去喂阳宫 大嫂你也快点啊 萧秦儿哼了一声 率先带人离开 顾九抱歉地 冲欧阳福笑笑 二弟妹别介意 大嫂和四弟妹的关系 比起以前好了许多 顾九一脸坦道 能不好吗 我和她每日一起进宫 一起到母后跟前请安 接触得多了 自然就熟悉了 到时二弟妹 自你怀的身孕后 越发敏锐 旁人想不到的 你全都想到了 看来这一胎 一定是个哥儿 欧阳福轻抚腹部 我说的那些话 我就不信大嫂想不到 只是大嫂喜欢韬光养晦 不爱表现 我呢 没大嫂想得深远 自然是想到什么 就说什么了 顾九敏唇一笑 二弟妹同我说说 到底是谁憨恨在心 欧阳福哈哈一笑 我哪知道谁憨恨在心呢 这宫里头的事情 我们都是七窍 通了六窍 一窍不通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809集 顾九含笑点头 二弟妹这话没错 所以有关宫里头的事情 还是少开口为妙 欧阳福低头一笑 嗯 大嫂说得有理 都怪我 嘴巴 并脑子快 顾九目送欧阳福离开 再心头揣测 欧阳福今儿说的那番话 是她的想法 还是沈贤飞 授意她这么说的 到了卫阳宫 看见宫人跪在地上擦拭地板 桶里的水浑浊 暗沉沉地 叫人联想到不好的东西 顾九姓头一沉 出了什么事 启禀夫人 有人出墙而死 流了许多血 污了地面 奴婢奉命清洗地面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 刚刚发生 人还活着吗 是宫女还是小黄门 是一位女使姐姐 一直在娘娘跟前伺候 人还活着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熬下去 顾九心情一沉 裴皇后查出了内奸吗 那天裴皇后置办酒席 果真有人在刻意引导 然后借机对萧太后下手 顾九走进大殿 刘毅和萧綦儿都在 裴皇后脸色铁青 眼中有怒火在燃烧 萧綦儿嘴快 还真让大嫂料中了 诸位殃功 果然有人被诛 此时绝不能轻饶 现在要紧的是 要问出 吴女使背后的人 人如今昏迷着 怎么问 要我说 就顺着吴女使这条线 继续查下去 萧綦儿出主意 对于两人的话 裴太后不置可否 顾九卿轻壳一声 将所有人的目光 集中在自己身上 启禀母后 接下来的事情 儿媳以为 应该交给陛下处置 审问吴女使 以及调查 吴女使背后的关系 陛下那里有专业人员 他们出面处理得更快 此举 也能取得陛下的信任 表明母后 坦荡无私 把人交出去 后面的事情 就脱离了掌控 如何是好 顾九沉着脸 事关太后娘娘 无论对错 母后都不应该过于深入此案 及时抽身 已是清白 此乃上策 如果这次出事的不是太后 而是嫔妃 母后要深入调查 儿媳绝不反对 但是事关太后 儿媳认为 还是应该慎重再慎重 留意左右看看 大嫂说得有理 事关太后 必须谨慎 裴皇后 暗暗点头 以她的私心 她是想继续调查下去 查出到底是谁在背后调适 她非扒了对方的皮不可 但是事关太后 她若是继续插手调查 太后会相信 她的调查结果吗 温德帝 会相信她的清白吗 那对母子会不会认为 她做了个局 假装清白 被皇后不敢赌 她怕赌输 所以她做了个决定 温州 将人带去新请宫 面见陛下 陛下问起 事无巨细 一一禀报 不可隐瞒 劳奴遵命 温公公公身领命 急匆匆去料理事情 萧綦二有些不满 母后 此事难道真的不查了吗 陛皇后长出一口气 软软地靠坐在罗汉榻上 到了这个地步 本宫已经没必要继续查下去 大家等着新请宫的消息就成 只要能证明母后的清白 能否查到幕后的人也没关系 有关系的 裴皇后迫切地想知道 到底是谁在害她 温德帝登基才几个月 是谁这么着急 按耐不住对她动手 然而她也知道 此事不能急 她有的是耐心 她会慢慢等待 等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这一回老大媳妇出力甚多 老大媳妇 你想要什么说来听听 本宫一定满足你 裴皇后这会儿看着顾九 十分满意 萧綦二咬碎了银牙 面上却还要恭喜 大嫂惠致兰心 总能想到别人忽略的情况 真了不起 母后可要重重赏大嫂才行 裴皇后点点头 她自然要重赏顾九 母后心疼儿媳 不如就赏点金银俗物 儿媳给玉戈儿攒家当 顾九的要求出乎意料 又在意料之中 裴皇后放声大笑起来 心情很微妙 本宫知道 玉戈儿喜欢金银器具 来人 挑选没有玉戈标记的金银器具 给玉戈儿送去 本宫做祖母的 有责任替玉戈儿攒家的 姑九喜笑颜开 多谢母后 母后考虑的就是比儿媳周到 没有玉戈标记的金银器具 用来送人 或是容了重新铸造 都不妨碍 若是有玉戈标记 就只能放在库房里落灰 既不能送人 也不能当作金钱花用 裴皇后不光给玉戈儿送了一份礼物 还给萧琴儿的儿子 欧阳府的闺女都送了一份 只不过玉戈儿的那份 分量多了一倍 回到王府 萧琴儿就同刘易抱怨 母后对玉戈儿倒是大方 送了整整两套金银器具 大戈儿明明是嫡长子 却只得了一套 而且还是小号的 刘易微醋眉头 有些不耐烦 你明知道母后是为了奖赏大嫂 这回出策出力 才为奖赏玉戈儿 大哥同念想都是顺带 比玉戈儿少一套金银玉戒 那倒不应该吗 萧琴儿哼了一声 哼 你倒是想得开 刘易不满 和你说不懂 你这人有时候就是太小家子气 见不得别人好 面上偏要装出大度的模样 如此表里不一 你就不难受 萧琴儿哇的一声哭出来 我表里不一 我都是为了谁 才会如此委屈自己 再说呢 难道你就表里如一吗 你还不是一样表里不一 刘易冷哼一声 那我从不抱怨 萧琴儿大怒 我知道 你就是嫌弃我了 我是女人 天生就喜欢抱怨 你凭什么不让我抱怨 刘易 你混蛋 你闭嘴 刘易脸色铁青 你最好管管你的嘴巴 别整日里口无遮了 什么话都敢说 你若是管不好自己 我就让岳母大人管你 你真想逼死我吗 孩子都多大了 你如此侄辱我 可曾想过孩子见男后会怎么想吗 本殿下难得和你废话 说完 刘易甩袖离去 萧琴儿放声大哭 妖魂想要安慰 刚开个头就被萧琴儿骂了出去 萧琴儿哭累了就躺在床上睡下了 这一睡竟然发起了低烧 请了太医来检查 太医就说 这夫人已经有了一个来月的身孕 琴儿受了刺激 才会引发低烧啊 萧琴儿竟然有了身孕 刘易先是不敢置信 接着又是狂喜 两口子一直努力耕耘 之前一直没动静 差一点就要放弃了 没想到有心灾化化不开 无心插柳柳成音 当他们不再那么惦记着生孩子的时候 萧琴儿竟然怀上了 刘易高兴坏了 这人的运气啊 真是说不准 方默默发出一声感慨 四夫人怎么就又怀了身孕 说完 他偷偷看了眼顾九的腹部 玉哥快满一周岁 虚岁两岁了 孤九的二胎还没动静 方嬷嬷心里头发愁 人比人 真是要气死人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一十集 萧琴儿太能怀 上次要不是他自己作 那一胎也不会流掉 这回他又怀上了 有了上次的教训 定会好好保胎 顺利生下孩子 顾九笑了笑 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 有的人是抑郁体质 比如四夫人 有的人怀个孕总要费上许多心力 如今 眼看着二夫人 同四夫人都怀上了身孕 夫人 是不是该抓紧点 殿下不在 我一个人抓紧也没用啊 再说了 玉戈儿还这么小 离不开人 我要是这个时候怀孕 都没办法带着他 不妥不妥 怎么着也要等到 玉戈儿两三岁的时候 再说生二胎的事情 夫人太过固执 现在年轻 生孩子正好 等将来年龄大了 生孩子 可没这么容易了 顾九有些无语 他才二十来岁 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 这年头对女人也太过苛刻 貌似女人过了二十岁 就直接步入了中老年式的 嬷嬷别瞎操心 生不生 什么时候生 等殿下回来之后再说 许有四求见 顾九叫他进来 启禀夫人 宫中苏良元昨晚上暴毙 消息今日才传出来 苏良元 顾九想了想 才想起这么个人 许有四点头 正是苏良元 顾九猝眉 确定是暴毙 消息是这么说的 莫非太后吃坏肚子一事 都是他在背后策划 顾九有些疑惑 他印象里有苏良元这个人 苏良元五六年前 被一台小轿抬进了王府 从此就做了宁王的女人 他这个人长得很好看 宁王的女人里没几个丑的 但是他的存在感有点低 平日里也不怎么出来走动 只有逢年过节 府中聚会的时候 才会见到他带着丫鬟出来露面 这回文德帝册封后宫 他得了一个良元的位分 在后宫 依旧是属于存在感很低的女人 这个人突然暴毙 还和太后吃坏肚子一事有关 着实令人诧异 苏良元娘家有什么人 小的打听了 苏良元是南方人 他家在当地就是个小地主 因为得罪了当地望族 家里不得不将他送出去赔礼 因他长得好 他又被送到京城 辗转进了王府 小的查了当年的起居录 苏良元进王府的时候 还是厨子 顾旧点点头 宫里怎么说 陛下叫人操办苏良元的丧事 还派人特意通知他的娘家人 旁的就没了 太后那事还没查清楚吗 到底是食物相克 还是吃了过敏的东西 这么长时间竟然没个定论 有点不可思议 什么时候宫里查案 效率如此低下 徐有四只说宫里没消息 太后那事到底有没有查清楚 如今都不知道 顾旧挥挥手 此事本夫人知道了 你继续留意宫里的动静 有情况及时禀报 小的遵命 顾旧琢磨了一下 没琢磨出一个名堂 罢了 宫里那潭水太浑浊 他就不掺和了 忙了一会儿 下人禀报 说邓公公求见 邓存李来了 快把人请进来 邓存李走进小书房 宫身行礼 坐下说话吧 邓存李规规矩矩地坐在小圆凳上 劳奴今儿过来 是想问问夫人 朱家那边要如何料理 是要一直靓着朱家吗 不如直接拒绝 承恩伯诸慈想要合作 此事顾旧一早就知道了 最近宫里出事 他忙没空搭理朱家 如今宫里的事情告一段落 是时候把修路相关的事情料理清楚 估计我不打反问 你认为本夫人该拒绝朱家吗 邓存李微醋眉头 此事老奴不敢做主 无妨 你只需要说说自己的想法就成 邓存李斟酌了一下 老奴认为 如果不能保证一棍子打死朱家 可以选择适当地和朱家合作 合作的同时也要提防着那家人 朱家毕竟是扎根京城几代人 商界人脉遍布天下 可谓是家大业大 同朱家合作 有不少好处 不过朱家未必甘心屈居人下 时日长了 还是得防着点才行 顾旧点点头 如果和朱家合作 你认为何种办法最合适 邓存李望着顾旧 夫人不想收朱家的银子 顾旧笑了起来 就像你说的 本夫人不能保证一棍子将朱家打死 适当地合作是可以的 在商言商 只有永远的利益 没有永远的仇人 但是合作方式 本夫人很介意 朱家的银子拿着烫手 本夫人着实不想要 不过朱家身为京城最大的粮商 粮食渠道遍布各地 可以考虑让朱家承担粮草损耗 我们的工程队每日包两餐 所需粮草是个天文数字 如果朱家愿意接受 以粮草入股 或是低价供应修路工程队粮草 本夫人也可以抛弃前嫌 双方合作一把 这是大方针 具体合作细节你去谈 这回是朱家求着我们 你得狠狠压着朱家 让朱家感受到肉痛 方能罢手 言下之意 就是要敲朱家一笔竹杠 粮食的价值 没有银钱那般直观 邓村里要做的事情 就是直接打压朱家的粮价 打个比方 按照市场价 朱家出了十万两价值的粮食 但是到了顾九手上 这十万两粮草只算五万两 甚至只做三万两计算 连成本都不够 如此 轻而易举的 叫朱家感到肉痛 这也是为什么顾九只接受粮草 不接受银两 朱家可以选择不合作 甚至可以选择直接卖粮食 给修路工程队 但是想要仓股分红 不好意思 就得按照顾九的游戏规则来玩 不服气 可以退出游戏 顾九还不稀罕带他们玩呢 只要朱家选择 参与分红游戏 那么同样的股份 他们要拿出高于别人两倍 甚至三四倍的价钱才行 不甘心 有屁用 现在是顾九制定游戏规则 他朱家不甘心 也得憋着 邓存李得了吩咐 和朱家父子约了个时间面谈 当邓存李将合作条件 摆在明面上的时候 陈恩伯诸词吹胡子瞪眼 朱大老爷直接跳了起来 你们欺人太甚 邓存李面无表情 你们可以选择不合作 你们 你们分明是在落井下石 是在拿捏我们朱家 赵夫人呢 我们要和他面谈 邓存李这人不爱笑 他就板着一张脸 我家夫人身份非同一般 岂是你们想见就能见呢 博爷 您说句话 如果你也认为这个条件过于苛刻 那就当今儿大家都没见过 将来商场上见面 各凭本事 哦对了 四海陆桥商行需要大量的粮草 你们朱家可以去竞争粮草的供应商 只要价钱合适 粮食质量有保证 大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邓存李在等陈恩博的回复 陈恩博 尝出一口气 哎 这个条件 着实有些可可 等于是我们朱家 比别人多拿出三四倍的银两 得到的股份 却是一样多 邓存李摇摇头 账不是这么算的 粮草是粮草 银两是银两 不过博爷要是接受不了 那就不谈了 咱家事情有点忙 先告辞一步 慢着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陈恩博叫住邓存李 邓公公为何如此急切呀 就不能给点时间 容老夫考虑一样吗 事关重大 还望邓公公多给点时间 邓存李屁股下面没动 他说要走 也就是做个样子 给朱家施加压力 他微微挑眉 依旧一脸严肃 已经选定黄道局日 五日后 从京城到洛州的水泥路 将同时在京城 和洛州两地开工 这时间紧张 准备工作众多 请博爷见谅 咱家只能给您老人家 半个时辰的时间考虑 陈恩博 陈恩博微醋眉头 点点头 表示知道了 朱大老爷 朱大老爷一大把年纪 还十分急躁 父亲 这个条件实在是过于苛刻 别人三五年能收回成本 我们就得十年二十年 才能收回成本 这笔买卖做不得 陈恩博看着大儿子 你真的认为 这笔买卖做不得 朱大老爷重重点头 一再强调 做不得 陈恩博叹了一声 可有想过 拒绝了这个机会 接下来 我们朱家 该何取何从 朱大老爷张口结舌 好半天 他才找回自己的舌头 父亲 不是说还有别的办法吗 不到万不得已 老夫不予冒险 陈恩博捏着手杖 心思不定 同顾九合作 要付出比别人 多出三四倍的代价 可是选择和皇帝合作 付出的代价 何止三四倍 陈恩博见识过太多 开药帝在位三十八年 早些年 多少风光的 不可一世的家族 如今连个渣渣都找不到 唯有一些老人 还记得那些 风光过的家族 和皇帝合作 等于是与虎谋皮呀 风险 着实过大 陈恩博一声 重重叹息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 目光不再浑浊迟疑 而是变得坚定 老夫可以答应你们 开出的合作条件 不过老夫也有一个条件 博爷请说 老夫想同赵夫人见一面 有些话 老夫要亲口告诉他 邓村里面色迟疑 我家夫人很忙 恐怕没时间见博爷 没关系 邓公公只需要将我的话 带给赵夫人 无论他是否同意见面 老夫都会亲自划压 承担修炉期间 所需所有粮草 邓村里见对方如此干脆 于是点点头 好 我会将博爷的要求 带给我家夫人 不过咱家不能保证 我家夫人一定会见博爷 老夫明白 累邓公公传话 实在是过于不去 老夫已经命人 在天悦楼制办了酒席 请邓公公赏脸 邓村里不可以赏脸 咱家忙了 饭就不吃了 改日有机会 咱家请博爷喝茶 陈恩博没有强行挽留 而是亲自将邓村里送出门 不得不说 陈恩博经历了去年的打击 今年出来后 一直将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 只是越是这样的人 其实越可怕 能忍常人所不能忍的事情 自然能够成就大报复 大失业 不过陈恩博的几个儿子 邓村里瞧着 都不如陈恩博 也就朱大老爷稍微强一点 但也只限于守业 守着朱家的产业 只要不作死 不发生天灾人祸 一辈子荣华富贵 还是能保证的 至于第三代 那就难讲了 老夫输了 顾九决定 给陈恩博助辞一个面子 同意和他见面 并且将见面的地点 定在了南城门外 大槐树骑市工房内 这个见面地点 莫名地充满了讽刺意味 然而顾九没想到 陈恩博助辞一见面 就承认自己输了 打了顾九一个措手不及 顾九深吸一口气 定了定神 博焰能居能伸 晚辈佩服 这话该换老夫来说 夫人年纪轻轻 就弄出如此大阵仗 直办下这么大的家业 老夫佩服 老夫老了 比不上你们年轻人 顾九笑了起来 我也别开玩笑 晚辈辛辛苦苦折腾的 这点名堂 还不如朱家的一根小拇指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不不不 不一样 朱家是几代人的积累 做的都是现成的生意 反观夫人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开创新气下 做前人未做之事 你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呀 陈恩伯毫不吝啬语言 只恨自己言辞太过浅薄 不能够深刻地夸一夸顾九 顾九笑出声来 我们俩就别再互吹 听着有点尴尬 陈恩伯琢磨了一下 互吹这个词 对是就觉得这词用得真妙 一语概括 简单明了 但难得笑起来 顾九往他茶杯里面添了热水 伯爷要见我 不会就是为了认输吧 陈恩伯握着茶杯 数次欲言又止 顾九不着急 也不催促对方 今儿个他有时间 浪费一两个时辰也没关系 茶香幽远 只是茶水已经冷了 冷茶喝在嘴里 总归没有热茶舒服 伯爷 晚辈给你换杯茶 不用 陈恩伯回过神来 老夫见夫人 一来忍受 二来 还想说一句话 伯爷请说 陈恩伯斟酌了一番言辞 朱家宰伤言伤 除了想要多赚点钱外 并无其他野心 老夫只愿一家老小平安顺遂 有口饭吃 顾九闽唇一笑 伯爷言重了 不 这是老夫的真心话 顾九了然于心 伯爷的意思 我明白了 伯爷放心 本夫人向来在商言商 从不将生意上的事情牵扯进别的领域 除非 有人逼得本夫人不得不这么做 就好比去年 和朱家的那场争斗 大可以在商言商 用商业手段解决 奈何朱家拖大 又仗着是先帝的小舅舅 玩什么进攻告状的戏码 既然如此 顾九自然不介意陪着朱家玩一场 结果 差点没将朱家给玩死 如今闻得第七位 朱家的优势荡然无存 陈恩伯诸辞这个时候表明立场 朱家只想做个商人 商人以外的事情绝不插手 顾九欣然同意 当然 如果有一天朱家耐不住寂寞 顾九也不介意再给朱家一个教训 陈恩伯深深地看着顾九 夫人能确保在商言商吗 顾九挑眉 伯爷如果不相信我 大可以拒绝同我合作 修禄所需要的资金已经凑齐 不是非要你们朱家的粮草共赢 陈恩伯松了一口气 老夫姑且相信夫人一回 希望夫人不要欺骗老夫 这话应该是本夫人来说 希望伯爷说到做到 别做出尔反尔的小人 老夫一大把年纪 做不得小人 只能做个老头子 如此甚好 顾九亲自将陈恩伯送出工房 看着他坐上马车离开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812集 大槐树集市很热闹 和去年相比热闹了十倍不止 陈恩伯透过车窗看着集市 一声叹息从马车内传出去 可惜呀 朱家没能抓住这一波气 好在京城到洛州的路 总算让朱家抓住了 这一年 朱家错过了许多许多 陈恩伯一直都在贪息 在遗憾 希望这一次的决定是对的 朱家需要抓住这条黄金水泥路 子孙后代们能不能继续过上富贵生活 就全靠这条路了 7月初 黄道吉日 京城到洛州的水泥路 正式开工修建 分十个工程队 两头同时开工 分段式修路 涂水泥烧制简单 为了节约各项成本 工程队直接在沿途 选取适合烧制水泥的地方 建窑烧水泥 并且大量雇佣本地人 到水泥厂上班 或是到工程队下苦力 待遇不算高 但是对于沿途乡农来说 每日两餐管饱 还有肉吃 外加十文到三十文不等的工钱 这已经是打着灯笼 都找不到的好差事 故而经历了最初的冷遇后 后面工程队一路开拔 一路受到当地乡农的热情招待 乡农们早就从来往客商中 听到了最新的消息 知道了工程队待遇极好 只要工程队招人 招人摊位总是挤满了人 这条路不仅给沿途乡农 带去了工作机会 提高了乡农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 这条路打开了乡农们的视野 有那赶闯赶拼的人 通过一条路 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大很大 外面的机会很多很多 如果舍得下家人 大可以卷起行李 跟着工程队一路南下 将来水泥路修好了 收费站还需要招人 优先招聘工程队人员 放眼看世界吧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附近的几个村落 方圆二十里的世界 有了这条路 找机会去县城看看 去府城看看 去隔壁县看看 不要一辈子都没出过家乡的小村落 不要一辈子都困在那方圆二十里的范围内 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人 听着过时的旧闻 永远都吃不饱一餐饭 浑浑噩噩就过完了一辈子 人生那么长 世界那么大 就算是卖苦力 也该去到机会更多的地方卖苦力 这条路 让一部分人的心燃烧起来 也有一部分人拿了工钱 卷起铺盖 直接上了府城 更有胆子大的 执本京城而来 就如工程队的人说的那样 就算是卖苦力 也该去到机会更多的地方卖 这条路 究竟会改变多少人的命运 会不会改变大洲的江山设计 会不会改变朝堂政策 谁都说不清楚 反正趁着天气热乎着 抓紧时间修路 等到冬天地面上洞 就得停工修整 夫人 周公公又来了 王府 东院 小翠嘟着嘴巴 有些不乐意 周公公每次来都是打秋风 过分啊 过久想起撒扫小宫女 姐姐塞到她手中的求救纸条 突然笑了起来 把人请进来 正好我也有事情要问问她 周苗仰手阔步 一副大爷的模样走进小书房 许久不见夫人 夫人气色真好 咱家总算是放心了 顾舅挑眉笑了起来 公公请坐 今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自然是东南风 周苗嘻嘻哈哈 看着很不靠谱 不过几年接触下来 顾舅觉得周苗这人 表面看着不靠谱 但是办起事来 还是很稳重的 顾舅笑了笑 本夫人是不是该恭喜周公公 脾气太来 能出宫就说明没事了 雨过天晴 太后那事 没牵连到她的头上 周苗往桌上一趴 咱家今儿过来 特意感谢夫人仗义相助 若非夫人提供了思路 咱家这颗脑袋 怕是保不住啊 你准备怎么感谢本夫人 周苗一副款爷的模样 夫人想要什么 尽管开口 这口气像是发了横财 顾舅笑了笑 我不要金也不要银 我只要知道真相 宫里面虽然下了封口令 关于真相 直言偏语都没流露出来 甚至裴皇后那里 都打听不到任何确切的消息 裴皇后还反过来叮嘱他们 不准再打听此事 为者严惩不待 周苗微醋眉头 夫人这个要求 实在是强人所难 顾舅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公公之前还说 我要什么尽管开口 如今看来不过张嘴瞎话 恐怕你也不知道真相吧 谁说咱家不知道 咱家亲自带人堵住了龟孙 能不知道真相吗 周苗一脸得意洋洋 顾舅哼了一声 哼 知道又如何 你敢把真相告诉本夫人吗 周苗抓抓头 夫人不如要点别的 你想要知道真相 实在是强人所难 顾舅挥挥手 所有人都退了出去 离这小书房 至少有十步远 我问你答 你只需要回答 是还是不是就行了 可以吗 夫人真想知道真相 就不怕危险 我自然不怕 你怕吗 周苗嘿嘿笑起来 咱家自然是不怕的 夫人问吧 顾舅笑了起来 太后那事儿 是食物相克 周苗摇头 不是 食物过敏 是 豆类过敏 不是 蔬菜过敏 不是 水果过敏 不是 和鲜过敏 是 就靠着这样的问答 顾舅终于拼凑出了一个真相 萧太后和鲜过敏 准确地说 是虾过敏 有人将虾仁磨成粉末 放入了菌汤里面 菌汤的鲜香 掩盖了虾仁的味道 那天晚上的酒席 萧太后心情好 喝了一碗菌汤 幸亏量少 萧太后过敏的情况 不算严重 但凡萧太后 瘫嘴多喝两碗 怕是性命都没了 至于下毒的人 完全就是一条 产业链 从幼使陪皇后 置办酒席 到在酒菜中下过敏源 这分明就是一条 完美的犯罪链 主谋者将 每一个步骤都考虑到了 而且事情 完全按照计划 好的节奏发展 分毫不差 这样的犯罪天赋 计划这件事情的人 一定是一个 鼎鼎聪明的人 只是将聪明劲 用来下毒害人 可惜了 一问一答中 顾九拼凑出了真相 只是依旧不知道 主谋者是谁 他观察周苗的表情 希望从他的表情中 发现一点端倪 苏良员是主谋吗 周苗摇头 不知道 苏良员是替死鬼吗 不知道 到了这个阶段 周苗是一问三不知 顾九十分气闷 什么都不知道 要你何用 周苗眉眼抽动 咱家可不是你的人 顾九哼了一声 哼 你拿了本夫人 那么多银钱 一点小事都办不成 你还有脸狡辩 周苗哼哼两声 咱家拿了钱 都给了你相应的回报 顾九似笑非笑 你这回过来 又没钱了吗 周苗黑黑一笑 笑而不语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顾九挑眉 你干爹胡坚政犯了事 连带他的那些干儿子 也都没落到什么好下场 偏偏你 你也是他的干儿子 你却能平安无事 还能官升一级 莫非 你靠出卖你干爹保命 周苗大胡冤枉 夫人可别冤枉咱家 咱家最恨二五仔 绝不可能做出 出卖干爹的事情 顾九笑了笑 胡坚政那么多干儿子 除了你 没有一个友好下场 若说这里面没有见不得人的交易 谁信 你说你靠运气脱险 谁信 宫里面可没有从天而降的运气 周公公 你的手段 着实令人佩服呀 周苗神色凝重 不瞒夫人 我这条命 可是用钱买来的 你猜 为了买我这条命 花了多少钱 顾九上下打量 果然是用钱买来的 周苗连连点头 顾九吃笑一声 你干爹也攒了不少钱 为何他的命 就不能用钱买 夫人何必明知故问 咱家是个小人物 进宫才短短几年 又没犯过什么事 花了钱走通关系后 上面自然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但我干爹不一样 他可是宫里数得着的大人物 有人倒是想赚他的钱 可是他的钱太烫手 不敢要啊 而且上面点了他的名字 谁敢放他 周苗说完 贼兮兮地笑了起来 我也是运气好 早早地走通了关系 花了三万两 纵算将命保住啊 新皇登基 宫中缺人 我又花了几千两 顺利升官一级 只是差一点栽在太后 使用过敏物这事上 幸亏夫人提供了讯息 帮我化险为夷 经此一劫 我定能匹吉泰来 明年定能走好运 那本夫人就提前恭喜公公 明年大吉大利 大吉大利 也需要银两支持 夫人支援一二 咱家 必有回报 顾九笑了起来 钱我有 而且很多 周苗眼热 他当然知道顾九有很多钱 全京城 没有人比顾九更有钱的 虽然其中大部分钱都不是他的 但是不妨碍 人人都当他是有钱人 你想要钱 总得付出点什么吧 咱家之前给夫人的消息 还不够吗 顾九摇头 当然不够 周苗醋眉 出人 想要什么 顾九笑了笑 问你谁是主谋 估计你也不清楚 你就说说 陛下和太后都是什么态度吧 苏良元暴毙 宫里头都是怎么议论的 周苗琢磨了一下 夫人的意思是 陛下和太后都清楚 这事的主谋 顾九似笑非笑 宫里这两天太平吗 周苗想了想 还算太平 陛下这几天脾气好吗 可有动怒 可有翻哪个娘娘的牌子 周苗摇头 天气炎热 陛下不耐热 脾气一般 倒也不曾动怒 也不曾翻谁的牌子 太后那里 据说气色不错 忽阳郡主 每天都进宫陪太后说话 顾九敲敲桌子 说说苏良员暴毙一事 宫里怎么议论 这事下了封口令 少有人议论 就算是有人议论 也都是背着人 不过 陛下特意派人 南下通知苏家人 想来苏良员 应该是无辜的 顾九文言 拍拍手 没一会儿 青梅抱着一个木匣子进来 匣子里面 放着厚厚的一叠银票 顾九将木匣子 推到周苗面前 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 这钱就是你的 夫人请问 周苗搓着手 盯着木匣子 十分激动 他是个爱财的 而且从不掩饰这一点 可谓是爱财爱得坦荡荡 顾九盯着他 目光锐利 江淑仪死了吗 周苗脑袋炸裂 他瞠目结舌 瞪大眼睛 看着顾九 他手心冒汗 心跳如肋骨 肌肉紧绷 他舔了舔嘴唇 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当然死了 先帝下誓叫他陪葬 他不敢不从 顾九意味深长地 嗷了一声 周苗的心跟着颤抖 还带节奏的 颤一回 抖三下 夫人不相信咱家 顾九命唇一笑 本夫人可没说不信你 只是我印象中的江淑仪 可不是一个会乖乖认命的女人 你说他既然知道先帝要他陪葬 他会乖乖赴死 那是先帝下的旨意啊 那是在宫里 江淑仪就算不想死也只能赴死 他没得选择 周苗哼了一声 表情网了下来 显得很气愤 顾九神情古怪地看着他 你干什么生气 他的死 你很愤怒 周苗依旧板着脸 咱家能不怒吗 咱家好不容易帮着江淑仪 走到现在这一步 结果先帝一道旨意 几年努力全没了 咱家倒是想帮江淑仪活命 可惜没那本事啊 那时候也不敢联络夫人 不过就算联络了夫人 夫人也没办法帮他呀 顾九点点头 你说的倒是没错 那时候京城可是多事之求 本夫人自身难保 哪里能帮他 然后他就真的死了 周苗早已经镇定下来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顾九 夫人 要是不信咱家的话 不如找机会去地宫看一眼 顾九摇头 那倒不必 周苗目光下移 落在装有银票的木匣子里面 这钱 咱家能带走吗 顾九悄悄桌面 含笑点头 可以带走 周苗激动难耐 一把抱住木匣子 抱得紧紧的 一副生怕被人抢走的模样 多谢夫人慷慨解囊 下回需要咱家出力的时候 夫人 您千万别吝啬 好啊 本夫人当然不会和公公客气 咱家告辞 周苗哼着乡野小曲儿 离开了王府 丫鬟清竹忍不住抱怨了几声 隔段时间就来打秋风 他费明是将夫人这里 当成了钱库 没钱的时候 就找个借口上门 不 他现在连借口都不用找 光明正大的上门要银子 宫里的贵人嘛 怎么就不收拾他一顿 顾九笑了笑 那些钱给谁都是给 权衡利弊 自然是给有价值 又愿意合作的人 奴蜜就是不分 周公公太过贪心 夫人挣一点钱都不容易啊 他要钱都是要得理直气壮 顾九哈哈一笑 他要是不理直气壮 就该记恨在心 那样的话 本夫人可不敢给他钱 清竹还要抱怨 顾九拦住了他 行了 不说周公公 去烤个大包子吃 顾九口中的大包子 其实就是面包 本以为这年头材料不全 烤出来的不好吃 没想到 烤出来的大包 意外地带着麦香味 还真挺好吃的 就连玉哥也爱吃 不过他还小 每次只能吃一点点 喝了一杯冰冻西瓜汁 解了暑热 然后就摊在软榻上 不乐意动它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一十四集 今年的夏天格外炎热 好在热个十来天 总会下场雨 只鸟还在直头乱叫 吵得人心烦意乱 有些气闷 清竹烤了三个大包 切了一片一片 大家分着吃 顾舅吃了一片 撕了一小块 喂给玉哥 小翠带着一身鼠热冲进来 先是灌了一大杯凉水 然后擦擦嘴角 夫人 你猜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 二房的姨娘发动了 马上就要生了 咦 要生了吗 预产期是这个时候 顾舅最近都没关注 二房那边的情况 小翠激动地说 二殿下亲自赶回来 还特意请了太医候着 这要是生了个鸽 二房就有了树长子 将来怕是要乱起来 青梅说道 什么将来 现在就已经开始乱了 二殿下即便在意 切实肚子里这一胎 也不该表现得如此明显 真要生出树长子 这二夫人脸往哪搁啊 顾九闲着吃瓜 等消息吧 是男是女 最迟明日就有消息 二殿下最终贴了个树长子 那边院里的气氛 可谓是冰火两冲天 有人欢喜 有人恼怒 这个树长子的到来 注定得不到所有人的祝福 至于二殿下本人 高兴之余又有些遗憾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切实没生之前 他还紧张得不行 等孩子生出来后 他神情淡淡的 看了眼 叮嘱两句就没了下文 他的举动 将那个切实的一颗心 弄得七上八下 忐忑不已 宫里来了赏赐 沈贤飞倒是想得开 不计较孩子是树出还是敌出 只要是个哥儿就高兴 赏赐如同流水一般 送入妾室的房里 让那个妾室偷偷地松了口气 顾九吃了个大瓜 喜三这天 他没出席 只让青梅送了份礼物过去 略表心意 倒是那个妾室的娘家人 兴奋得很 一家老小纷纷来到王府做客 将二房的院落挤满了 也不知道欧阳福 见到这一幕是个什么心情 萧秦二有心奚落欧阳福 最后被刘毅给拦了下来 心里头怎么想是一回事 面上总要维持一下 你得学学大草 干什么往二房凑 直接让下人替你走一趟就成了 萧秦二撇嘴 我就是看不惯二嫂一副假惺惺的模样 这回他添了树长子 我就想看看他还怎么假惺惺 刘毅粗眉 你管他是不是假惺惺的 如果假惺惺还能获得好名声 你不妨也假惺惺一回 萧秦二气门不已 你总是拦着我 不准做这个不准做那个 我有那么差吗 你不是差 你是任性 你根本不顾我的处境 父皇说的那些话 你都当成耳旁疯了吧 这王府可以乱 但是不能由我们挑头 你懂吗 谁挑头谁倒霉 你这时候去看二嫂笑话 万一二嫂受了刺激 她肚子里的孩子有个三长两短 你想过那个后果吗 届时啊 沈贤飞非撕了你不可 就连本殿下也要跟着吃瓜落 别以为贤飞好像不受丑 在父皇面前说不上话 但你别忘了 她毕竟替父皇生了二哥 该有的体面 父皇定会给的 她要是打定主意找你麻烦 即便是母后 你未必能护得住你 萧秦二哆嗦了一下 又不服气 母后护不住啊 太后她老人家定能护住啊 刘毅轻蔑一笑 在子嗣面前 你看太后会不会护着你 你若是不信邪 你大可以去试试 她很心累 萧秦二有时候精明 有时候又太过任性 她不得不花费成倍的心力 去提醒她 这个时候 刘毅就特别羡慕刘赵 她羡慕刘赵 能娶到顾九那样能干 又拎得清的女人为妻 即便不能纳妾也认了 顾九一个人 抵得上无数个姻亲 刘毅心头有时候 会冒出这样的想法 当初如果是她娶了顾九 那该多好 顾九除了家事 比不上萧綦二外 无论是容貌气度 还是自身能力 都甩了萧綦二十条街不止 表哥 你盯着我做什么 我已经答应你 不去看二嫂的笑话 你还要如何 刘毅摇摇头 收回目光 没什么 你要记住 今时不同往日 做事情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切记不要给人把柄 我知道了 你每日提醒我 母亲上回也来提醒我 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家萧綦二有些不耐烦 刘毅也懒得继续说 他安了一声 嗯 我去书房看会儿说 离开上房 独自坐在书房内沉思 离开了萧綦二 心里头反而得到了宁静 他叫来内侍王顺 大夫人名下南城外的项目 进展到哪个程度了 房子修完了吗 启禀殿下 据老奴所指 城南门外 二七和三七都在开工 二七占地极广 据说修到明年也修不完 不过那边都是分片修 二七第二批 第三批第四批房源 中秋节之前肯定能开盘 三七的房子 怕是要等到中秋节之后 才能开盘销售 如今京城的人 都学会了不少新名词 用得最熟练的 非开盘莫属 京城各大小地产商 都跟着四海商行学 挑选黄道吉日 开盘发售房子 不过目前为止 还没有一家地产商 能赶得上四海商行 光是南城门外的规模 就不是一般地产商行 能吃得下的 朱家倒是有心做地产开发 之前怕得罪顾九就没动 如今和顾九建立了合作 他们一家就盯着水泥路 修房子的事情继续推迟 王顺有些不理解 多嘴问了一句 殿下怎么突然问起 南城门外项目 刘毅把玩着拇指上的扳指 本殿下想在南城外 支办点产业 你觉得如何 王顺愣了一下 殿下非要在城外 置办产业的话 不如等三期开盘 三期房子好 地段好 离这一期二期还挺远 买一栋作为别院 倒是不错 刘毅却摇头 本殿下听闻二期的房子 只需要二三百两一栋 正是 可有先告 这个倒是没说 不过二期的房子 都是卖给那些市井小民 殿下在二期置办产业 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刘毅摇摇头 无妨 买个几栋 又来出租也好 本殿下听闻 很多外地进京的举子 如今首险在南城门外租房子中 租金便宜 地方又宽敞 等开办后 你在二期替本殿下 多置办几栋 位置好的房子 好好装饰一番 全都租给那些 进京港口的举子 每一栋 聘请两位老妈子 替那些举人做饭洗衣 具体怎么办 你拿主意 王顺问个下 只租给举子 也不一定是举子 凡是读书人都可以 还有那些后缺的外地进士 同样需要租房住 等房子租出去 你呢 经常过去看看 同那些读书人熟悉熟悉 要是你怕被人识破了身份 就让几位先手出面 读书人和读书人 总归能说到一块去的 王顺领悟到了 刘毅这么做的原因 立马对这件事 给予了最高的重视 殿下放心 此事老奴一定会办妥 记得买宽敞一点的房子 老奴明白 刘毅挥挥手 王顺攻身退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接连下了几场秋雨 一场秋雨 一场凉 京城终于告别了酷暑 迎来了凉爽的秋天 赶在中秋节之前 南城门外的二气工程 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房源 正式开盘发售 场面火爆 听闻寿楼处都被人挤爆了 听说开盘当天 四海商行设了六十个接待位 完全不够用 最后干脆将接待位设在室外 分散人流 因场面火爆 吸引了许多不买房 纯粹看热闹的路人 吃瓜群众 这年头 能有个热闹看 都稀罕呀 难得一见的场面 当然要凑个闲去 就当是为四海商行 呐喊助威了 担心发生意外事故 修一卫一大早 就在南城门外严阵以待 顾玉领着新建的 新民县领导班子 也在现场帮着维持秩序 你嘛 能不能不要挤呀 明明前几次开盘 都没这么火爆 这回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 要不是知道 很多人纯粹是看热闹 本宫还以为 京城的市井小民 个个都有钱买房 顾玉擦了一把 额头的汗水 幸亏今儿个没穿官服 怕不是会被挤成咸菜 新民县领导班子 除了县卫是力不安插的人 从县城以下到衙役 劫师顾久推荐的人选 县城本人有着举人功名 西北人 也不知顾久 是从哪里扒拉出来的 反正挺能干的 显然是在基层历练过 而且历练的时间还不短 县城以下 从虚立到衙役 全都识字 这些人几乎都在 二状组织的培训班里 上过课 某些人过去 还是商行的管事 因着顾久 这些人摇身一变 做了小力 地位虽低 但好歹是有了身份 流水的县令 铁打的虚利 顾久真正的目的 是要通过这些虚利 牙役 掌控新鸣线县牙 顾玉没意见 她本人也是被打上了 顾久的烙印 这辈子都不可能 洗脱关系 如今外面都说 她是赵夫人门下一走狗 顾玉咧嘴一笑 对这个称呼 她很满意 邓公公 你们准备工作 做得不足啊 邓村里看着 黑压压的人头 这场面 着实出乎她的预料 最近京城风平浪静 小民太险 全都跑出来看热闹 卖个房子 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呀 都是看稀奇 京城早就传遍了 说这里的房子 多好多好 价钱又便宜 就算很多人依旧买不起 却不妨碍 他们想要看一眼的想法 邓村里恩了一声 邓公公 给本官留两套 位置好的房子 本官也想置产 邓村里诧异 二期的房子 还是过于逼走狭狭 顾大人想要置办产业 不如等三期开爬 顾玉摇头 三期的房子 本官可买不起 就二期的房子挺好 本官不住 但是本官的亲人 可以住进来 顾玉家里人口多 光是兄弟就四五个 下面还有一群侄儿侄女 眼看着家里的房子 已经住不下 是时候让某些人 搬出老宅子了 秋去东来 开要三十八年 终于走到了终点 转过年 就是文德元年 临近春节的时候 刘兆裹着一身寒意 回到了京城 他是悄悄回来的 先进宫面圣 关起门来 同文德帝说了许久的话 之后 才风尘仆仆地回到王府 夫人 殿下回来了 随着丫鬟话音一落 一个高大的人影 闯进了小书房 顾玉眨眨眼睛 抿着唇说了一句 从哪里来的丑八怪 打出去 丫鬟们眼唇偷笑 自觉地退了出去 刘兆本来脚下生风 有些迫不及待 结果刚一见面 就听见了心碎的声音 他指着自己的脸 我 丑八怪 顾玉眨频频点头 太丑了 你一定不是我相公 你快把我相公还给我 刘兆哭笑不得 别闹 顾玉哼了一声 直接伸出手 掐住他的脸颊 瞧瞧瞧瞧 这都是什么呀 这是黑炭啊 你是从哪个 美药里面跑出来的 刘兆握住顾玉的手 会摆回来的 顾玉哼了一声 哼 一定要摆回来 要不然我就不要你了 刘兆懒得说话 直接将人抱住 顾玉咯咯咯地发笑 放开我 你身上臭 刘兆闻了闻 不错 昨晚上在驿站里才刚洗过 可有红袖天香 没有 只有一个林书瓶伺候 要不要 将他拖过来打一顿 刚回王府 还没歇口气的林书瓶 顿感后背一凉 顾玉敏唇一笑 他为你安前满后 你舍得打 你说打 为夫绝不皱一下眉头 顾玉十分嫌弃 休想借着我的名头收拾人 刘兆江头 站在他的颈窝处 想我了吗 我倒是想啊 只是你儿子 还记不记得你 我却不知道 不用管那臭小子 他就是个欠揍的 改名让我揍他一顿 毛病 一回来就揍孩子玩 手欠 之后 生活会告诉顾九 真正手欠的是他的儿子 不是他的相公 一番温存 刘兆才去洗漱 等他出来 就看见玉哥在罗汉榻上攀爬玩耍 玉哥 快找爹爹 玉哥吃着手指头 朝刘兆扫了眼 观察了片刻 然后自顾自地继续玩耍 他不记得你了 你离开太久 刘兆笑了笑 没关系 然后 他一把抱起玉哥 玉哥看了眼抱着自己的人 不认识 于是 他果断地张开嘴巴 一声豪哭 能将房顶给掀翻 过久还没怎么样 房嬷嬷些心疼坏了 殿下快把哥儿放下 哥儿认身 过几天 等他熟悉了就好 刘兆抱着玉哥不撒手 连自己爹爹都不认识 该打 顾九福娥苦笑 然后果断从刘兆怀里接过孩子 玉哥一到顾九怀里 就渐渐止住了哭声 小脸十分委屈 眼泪还挂在眼珠 他紧紧地抱着顾九的脖梗 警惕地盯着刘兆 此时此刻 在玉哥儿幼小的心灵中 爹爹刘兆妥妥就是大魔王 啊 玉哥儿不哭 娘亲在这儿 顾九一边哄着孩子 一边嫌弃地瞪了眼刘兆 真是讨人闲 一回来就把孩子弄哭 就不能耐心等几天 刘兆不好意思地捏捏自己的鼻子 这小子竟然认生 认生才是正常的 好不好 你儿子要是谁都能抱 当心哪天被拐子拐走 呸呸呸 不吉利不吉利 夫人以后千万别这么说 顾九笑了起来 我就随口一说 嬷嬷别担心 我家玉哥儿身边从没断过人 肯定平安长大 对对对 哥儿一定平安长大 富贵一世 方嬷嬷双手合十 祈求漫天神佛 保佑玉哥儿一生顺遂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一十六集 刘兆归来 东院也跟着多了许多人气 闲散了几天 转眼就到了春节 年二十九 衙门封闭 辛苦了一年 总算能休半个月 王府没过年的气氛 今儿过年 全都进宫 至于王府 只是挂了几个红灯笼 给下人们发了一笔赏银 长辈们都住在宫里 大家都自然没心思 操心王府要怎么过年 虽然从没人说过 不过大家心里头都清楚 终有一天 他们会搬出王府 搬进自己的府邸 王府对大家而言 只不过是个临时栖身的地方 大年三十 大家进宫吃宫宴 先到慈宁宫 给萧太后请安 平阳郡主留话 承欢西夏 正陪着萧太后说话 温德帝对几个儿子 向来十分吝啬 但是对几个闺女还算大方 早早地就赐了爵位 顾九揣测文德帝的想法 偷偷捅刘兆嘀咕 父皇一定是觉得 给皇女赐爵省钱 给皇子们赐爵推废钱 所以皇女们都有了爵位 你们这些皇子呢 离着爵位遥遥无期 刘兆轻咳一声 父皇越发铁攻击 一貌不骂 顾九低头一笑 不知今年国库充裕吗 即便多了一个油伤税 户部依旧没有结余 因为花钱的地方太多 边军嚷嚷着要换装备 兵部到户部炒了好几回 要求户部增加 兵部明年的款项 户部自然不答应啊 昨儿封闭的时候 兵部和户部还干了一下 顾九闽唇一笑 朝堂上可真热闹 今年少府肯定结余了不少钱 少府有钱 但是父皇不会轻易拿出来 这倒是 少府是皇帝的私库 除非遇到紧急情况 比如震灾或是战争 皇帝才会动用私库 铁补户部 平日里 想从少府拔根毛 哪都是妄想 户部尚书赵大人也很难啊 连这两个皇帝都是铁公鸡 他这个户部尚书 当得真的很心塞 来来来 都来恭喜平阳 平阳的婚事可算是定下来了 胡阳郡主招呼着众人 就前几天 温德地下旨给平阳郡主留话赐婚 南方是福亚公主的小儿子 黄去病 这么婚事去年就提过 没想到拖了一年 还是成了 平阳郡主低着头羞涩一笑 看来她对这门婚事 还是极为满意的 三殿下流言十分眼热 她在想 自己的婚事 要拖到什么时候 才能解决 拖皇祖母的福 孙儿的身体 已经大好了 流言凑到萧太后跟前 十分拐顺 论起孝心 在场的诸位皇子 恐怕都比不上三殿下流言 她没差事 时间充裕 便将时间都用在了 孝顺萧太后这世上 若是一开始 萧太后对她还淡淡的 如今 萧太后看着流言 就觉着十分喜欢 对流言的宠爱 快改上了对刘毅的宠爱了 流言不吃醋 她早已经认清楚 她的前程 全都在文德弟弟手中 所以在萧太后面前 她表现得足够大度 她甚至还服了一把流言 三哥的身体 弟弟瞧着的确是大好吧 开了你儿 也请父皇给三哥一点差事做 还有三哥的婚事 弟弟可是盼着 早日吃到三哥的喜糖呢 流言有瞬间诧异 不过 她反应很快 四弟有心了 拆事不拆事 全凭父皇做主 至于婚事 我的身体 可能还要再痒痒 四弟想喝喜酒 怕是还要再等一等 萧太后看着两个孙儿 如此和睦 不由地笑起来 她乐呵呵的 老三的婚事 的确该抓紧了 老大不小 是时候考虑子嗣问题 你且放心 你且放心 等会儿见了你父皇 哀家同他说 什么事情都可以拖 唯独孩子们的婚事 不能拖延 流言大喜过望 多谢黄祖母 萧太后朝刘赵找着手 叫她到跟前说话 祖孙二人皆是神情淡淡的 没有半点过年的喜庆 刘赵向来面冷心冷 众人不以为意 当时萧太后的态度 对嫡长皇孙如此淡漠 却偏要叫到跟前说话 大殿内众人神色各异 有人不由地揣测 萧太后的态度 是否代表了文德帝的态度 结果等到二殿下刘平 上前说话的时候 萧太后的态度 称得上是不满 即便身在皇室 嫡树之分 还是要讲究的 不可因为树长子 就倾慢了你媳妇 知道吗 刘平低下头 有一点点难堪 孙二谨记 黄祖母教诲 萧太后恩了一声 又叮嘱欧阳福放宽心 你现在是双身子 凡事想开一点 欧阳福敏唇一笑 赖皇祖母操心 是孙席的不是 这半年孙席一直安心养胎 旁的事情 旁的事情一概不过问 如此 甚好 不知怎么的 萧太后一眼就在人群中 瞄到了顾九 老大媳妇 你上前来 顾九几步上前 公身请安 萧太后开门见山 宇哥儿都已经两岁了 你准备什么时候 再给刘赵添个子嗣啊 你要是觉着辛苦的话 哀家这里 有几个合适的人选 不如 今天晚上 你就替刘赵带回去 也能替你分担一二 大殿内瞬间静默 胡阳郡主尴尬一笑 母后啊 今儿过年 何必提扫心的事情呢 萧太后哼了一声 哼 事关子嗣 你说扫心 荒唐 胡阳郡主嘟嘴不满 本就扫心啊 闭嘴 萧太后轻声呵斥胡阳 你的事情 晚些时候 哀家再和你算账 现在 不许说话 胡阳郡主委屈得不行 又偷偷朝顾九看去 她是爱莫能助 帮不上忙 顾九不慌不忙 多谢黄祖母考虑得如此周到 只是要不要带人回去 孙喜哪里敢做主 黄祖母不如问问大殿下 她要是同意 孙喜保证没意见 别说两个三个 就算是十个八个女人 孙喜也能替大殿下养着 反正养个人 也费不了多少钱 顾九才不会将责任 往自己身上揽 直接将皮球 踢给了刘赵 事情是刘赵招来的 自然该由他解决 刘赵从人群中走出来 微微躬身 多谢祖母好意 虽然有小九一人足矣 无区别的女人 小太后板着脸 显然很不高兴 堂堂敌掌皇子 身边连个妾室都没有 成何体统 你老大不小 膝下才一个嫡长子 像话吗 为了子嗣 你也应该多宠幸几个女人 方能开枝散叶 你放心 哀家替你准备的女人 都让太医看过 全都是一身痒 你领回去 明年西夏 就能多添几个孩子 萧太后一番话 合情合理 开枝散叶 多子多福 属于这个年代的政治正确 顾九似笑非笑地看着刘兆 半点不慌 萧秦二本想嬉笑两句 被刘逸拦住了 刘逸看看刘兆 又看看顾九 心到大嫂的氧气功夫 越发好了 只是不知大哥会做何选择 若是大哥收了那几个女人 刘逸突然觉得 大哥便辜负了大嫂 甚至配不上大嫂 他也不知自己 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心里头怪怪的 他盯着刘兆 大哥会坚持不纳妾吗 黄祖母一番心意 孙儿心灵了 刘兆神情淡淡的 口说心灵 言下之意还是坚持极见 拒绝了萧太后的好意 小太后眉头皱在一起 你别忘了你的身份 你是嫡长皇孙 刘兆低头一笑 黄祖母的意思 孙儿明白 只是孙儿认为子女不再多 而在于是否能成才 即便只有两三个子女 但个个能成才 也不枉做父母的一番栽培 再说了 子女多了 孙儿也养不起孙儿一年的俸禄 加上绝路 连养活自己都不够 家里一饮家用 还需小九操持 孙儿怎么好意思 叫小九出钱替我养女人 这样做 我还是人吗 有人偷偷笑出了声 发觉不对 又赶紧低下头捂住嘴 萧太后气坏了 海家头次听说 堂堂皇子 连几个女人都养不起 黄祖母 养女人 并非给一口吃的就成 得提供居住的房子 得安排伺候的下人 四季衣赏 每月月历 逢年过节的打赏 多养一个女人 等于是多了十几个人的开销 多十个女人 便多了一百人的开销 吃穿住用 皆不能随意打发 皇室也得有皇室的体面 这就意味着 开销会成倍增加 粗略一看 养个女人 就是添一双筷子的事情 实则 所有的账都经不起细算 细细一算 这哪里是个养个女人 分明是养了个吞金兽吧 而且还是不带嫁妆的吞金兽 大殿内 几个女眷都乐坏了 他们突然发现 冷心冷面的大殿下 竟然也有如此善解人意的一面 完全是说出了女人的心声吗 养在后院的那些妾室 不仅消耗钱粮 还处处不省心 何止是吞金兽 分明是催命符 催着男人死 也催着竹母死 都不是好东西 乐过之后 女眷们又开始羡慕起顾九 顾九何其幸运 才能遇到大殿下 自己怎么就没那份幸运 能遇到善解人意的夫君呢 你这根本就是狡辩 哼 照着你这么说 全天下的男人 都别养妾室 也别说什么多子多福 多子多福不一定 多子多分争是肯定的 凡是多子的家族 经过两代人 若不是遇到大机遇 多半都会败露 只因为多子的家族 光是分家 就能叫一个偌大的家族 变成破落户 即便整个家族不分家 钱财方面 也是这越过越穷 黄祖母不妨想想 那些传承几百年的大家族 之所以能传承下来 不都是因为他们秉着 保敌之 放弃树枝偏房 甚至从树枝偏房 吸血供养敌之 几十年后 树出注定都没有好下场 一开始又何必养那么多女人 生那么多树出子女 荒唐 那些什么家族 能和黄氏比吗 黄氏富有天下 连几个女人 几个树出子女都养不起 哼 华天下之大机 萧太后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今儿个 刘赵的话有点多 一改过去 西字如今的披星 她听完萧太后的话 笑了起来 皇祖母这话呀 该和父皇说说 皇室是不是真的富有四海 到底有没有钱 相信没人能比父皇更清楚 村儿姐兄弟 如今还挤在一个屋檐下过日子 不就是因为没钱吗 既然没钱 那就省一点 何必养些没用的女人消耗钱两 萧太后冷哼一声 说到底 你就是不想那些 你是护着顾酒 小九带着丰厚的嫁妆嫁给孙儿 操持内务赚钱养家 孙儿理应给她尊重 没道理 孙儿放着带嫁妆进门的妻子不心疼 偏取心疼不仅没嫁妆 反过来还要消耗前两惹是生非的女人 那样的女人 孙儿看不出哪里好 生出来的孩子也是数出 哪里比得上敌出的金轨 这话二殿下同三殿下 以及五殿下六殿下 还有两位数出的县主 都极不爱听 刘兆一番话 打翻了半屋子的人 不少人都变了脸色 只是隐忍不发 萧太后冷冷一笑 哼 哀家与先帝来说 也是个妾 你父皇也是数出 怎么着 你父皇比不上已经过世的人宣太子吗 孙儿不敢 你有什么不敢的 你话里话外 不就是看不起数出 看不起妾室 哀家也是个妾 你是不是看不起哀家 黄祖母 皇祖母是母后皇太后 是嫡妻 父皇自然也是嫡子 萧太后呵呵一笑 你倒是会找借口 说来说去 你就是看不上 哀家安排的女人 你心里头啊 就是看不上哀家 你这个不孝子 黄祖母言中了 刘赵收起了笑容 目光有些严肃 萧太后 哼了一声 哼 你就是仗着嫡长的身份 不将旁人 放在眼里 你就是个混账东西 刘赵面无表情 顾酒醋眉 刘赵一番嫡数论 分明是刺痛了 萧太后敏感的神经 当年她没能争过 瑞珍崔皇后 是她一辈子的耻辱 贵为淑妃娘娘又如何 还不是个妾 好不容易儿子登基称帝 她做了母后皇太后 一招扶正 还没享受几天 亲孙子又来刺激她 萧太后借机发难 分明是要趁机教训 刘赵顾酒两口子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818集 顾酒想站出来 替刘赵辩一辩 刘赵显然早就料到 她的举动 暗地里摆手 不准她出头 孙儿的确混账 皇祖母若是不痛快 不如就在开药38年 最后一天 将孙儿打一顿出出气 明儿就是文德元年 正月初一 新的开始 这慈宁宫 也该有个新气象 刘赵不卑不亢 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 随你处之的样子 很有点文德帝 耍无赖的劲头 萧太后指着她 好 好的很 那你就去外面跪着吧 还一家 没叫你起来 你就不准起来 否则 你就是不孝 母后 就过年呢 这样不妥吧 萧太后怒斥胡阳郡主 没听见吗 她在嫌弃 你是庶出 你还替她说话 多谢姑母 让姑母为难了 侄儿这就去外面跪着 刘赵干脆得狠 一甩袖 直接出门去了 往地上一跪 背脊挺得笔直笔直 吃吃吃 这大过年的 怎么就闹成了这样 胡阳郡主小声嘀咕了一句 我本就是说出 运气好才变成嫡楚的 你说什么 萧太后整个人都不好 胡阳郡主怕将萧太后 气出个好歹来 失口否认 女儿什么都没说 今儿过年 母后开心点 萧太后弯了她一眼 胳膊肘往外拐 不知道顾九给她吃了什么 迷魂汤 萧太后在人群中寻找顾九 结果找了一圈 没见到人 顾九人呢 大嫂刚才还在这里的 萧太后气恼 把她叫进来 顾九一定是跑出去 找刘赵了 没错 刘赵一走 顾九也跟着走出大殿 见刘赵跪在地上 她皱起眉头 叫人拿了个垫子 垫在刘赵的膝盖下 刘赵还嘴硬 不用 顾九不高兴 大冬天的 就算是铜墙铁壁 这么跪着也会伤了膝盖 太后没说不准你用垫子 我给你送个垫子 又有什么关系 刘赵抿着唇 深情刻板 顾九不管不顾 直接叫人将她拖起来 然后将垫子放在她膝盖下 我还指望着你 健健康康地活到七八十岁 你可别年纪轻轻 就得了个风尸 一到阴雨天气就膝盖痛 我可告诉你 我最讨厌伺候人了 也不会伺候人 你真要得了风尸 我才不会管你死活 刘赵低头一笑 你可真敢说 你都敢做 还怕我说吗 明明有更好的办法解决 你为何偏偏要触怒太后 顾九不理解刘赵的做法 今日这事 话题完全可以控制在 没钱养女人这方面 根本不用涉及敌数 可是刘赵偏偏选择了 讨论敌数问题 小太后只是让她跪着 已经是开恩了 我若不提敌数之别 同样的情况 将来每年都会来上两三回 你不腻 我都烦了 不如趁着这次机会 将话说透 可你选的时机实在是太烂了 今儿过年 还开心心不好吗 顾九有些心疼 刘赵宠他一笑 别人开心 唯独你不开心 那本殿下不乐意 本殿下情愿所有人不开心 只要你一人开心足以 顾九红了脸颊 浑身有点发烫 他望着她 下意识地甜甜嘴唇 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他真想抱住她 想要告诉她 她很高兴 非常高兴 这是她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 夫人 太后娘娘请你进去说话 气氛正浓时 有宫女走过来 打破了二人之间的默契 好可惜 宫女来得可真不是时候 刘赵宠他笑笑 去吧 我没事 顾九咬着唇 等我 我来想办法 不要冲动 我从不冲动 顾九扬眉一笑 随宫女回到大殿 萧太后还在气头上 见到顾九 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脸色 孙喜给皇祖母请安 去哪里呢 招呼都不打一声 人就跑了 跟谁学的规矩 萧太后与其挑剔的质问 不敢欺瞒皇祖母 孙喜的规矩 是跟着先头 未央宫嬷嬷嬷嬷学的 众人愣了下 才反映过来 顾九这话的意思 先头未央宫 不就是芮臻催皇后吗 想起来了 芮臻催皇后过世之前 顾九在宫里住了一段时间 天天跟着嬷嬷学规矩 她这么说 也不算错 哎呀 胡阳郡主率先叫了出来 我想起来了 那时候大侄的媳妇 还没有嫁给刘兆 对不对 顾九微微点头 姑母说得没错 胡阳郡主哈哈一笑 这么说起来 你的规矩也是学自宫里 不错不错 什么不错 萧太后脸色阴沉如水 魏阳宫 是萧太后心中的一根刺 先帝时 她没资格住进魏阳宫 儿子做了皇帝 她依旧没资格住进魏阳宫 虽然慈宫很好 可是身为后宫女人 一辈子没住过一天 魏阳宫 便是一辈子的遗憾 没住过魏阳宫 也就意味着 先帝活着的时候 她始终是个妾 即便身份尊贵 也掩盖不了妾室的事实 胡阳郡主挽着萧太后的手臂 母后今儿过年开心点吧 萧太后冷笑一声 哀家有什么可开心的 先头魏阳宫的摸摸 哀家瞧着也就那样了 各种乌七八糟的事情 不都是从魏阳宫开始的 从根子上就乱了 又怎么学的好规矩 顾九很想怼一怼萧太后 魏阳宫统领后宫 魏阳宫乱了 长春宫能好到哪儿去 魏阳宫乌七八糟 长春宫就免不了藏污纳购 话都到了嘴边 顾九又咽了下去 怼萧太后爽是爽了 只是后果严重 她不能给刘兆招呼 摩摩们都很严厉 或许是孙习愚钝 没能理会到宫中规矩的精髓 萧太后的脸色稍微好看了点 知道自己愚钝 还算有救 哀家给刘兆特地挑选的几个女人 在宫里伺候了至少五年时间 个个规矩严谨 做事有章法 你若行贿 就该主动将人领回去 而不是让爷们操心 皇祖母说得对 孙习也不想让大殿下操心 奈何大殿下人穷至短 每个月都要派人到孙习这里打秋风 拿钱养下面的人 孙习靠着嫁妆作本 这些年拼死拼活 总算挣了点钱 本想给玉哥儿攒点家当 却都叫大殿下搂了去 皇祖母心疼大殿下 安排几个可心的人伺候她 孙习很是感激 只是孙习有些发愁 把人带回去捡单 养人的银子该谁承担呢 孙习该找谁拿银子养人 还请皇祖母给个提示 大殿下连自己都养不活 他那里肯定指望不上 孙习的嫁妆都要留给玉哥儿 而且哪有叫正妻掏钱 替男人养小妾的道理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萧太后一脸恼怒 堂堂皇室 能少了养女人的银子吗 顾九一脸如释重负 不知皇祖母给大殿下准备了几个女人 四个 哀家疼他 才特意给他准备了四个女人 都是好生养的 过两年 他们生了孩子 也得叫你一生母亲 哎呀 孙习可当不起那么多孩子的母亲 孙习穷啊 这话一出 就有人忍不住发笑 四个女人 一年开销少说一万两三千两 过两年 若是生了孩子 就算一人一个 那么四个加上四个 一年的开销 至少三万以上 五万以下 取个中奸职 养这些人 一年需四万两白银 毕竟是皇室成员 就算是妾 是数子 也得富贵着养 不知这四万两 是少府出钱 还是户部出钱 要是皇族母肯补贴 孙习感激不尽 众人都在憋笑 比起刘赵 单刀直入 干脆利落 顾舅的手段 就是迂回曲折 阴着来 叫人心头难受得很 又不好发作 萧太后 深吸一口气 放肆 顾舅眨眨眼 原来少府 如今这般大方吗 诸位殿下有福了 多那几个妾 就能从少府 多领几分钱 就算稍微苛刻一点 这些钱 至少能剩下一半 这买卖 划算哪 小琴儿 眼唇偷笑 大嫂可真敢说 不过养几个妾 真的要这么多银子吗 太贵了 她朝刘毅看去 刘毅却没看她 而是盯着顾舅 萧琪儿哼了一声 偷偷拉扯 刘毅的衣袖 刘毅回过神来 猝着眉头看她 你看什么 刘毅摇头 没什么 大嫂这账目 算得可清楚 养几个女人 一年就得多花费 那么多钱 真真不划算啊 你少说两句 也不看看长河 萧琴儿这才闭了嘴 欧阳府很会算账 顾九一番话 简直说到了 她的心坎上 妾室和树子 到底有多花钱 在场没有人 比她更清楚 二房树长子出生 银钱如同流水 一般花出去 就只是养个小孩 花钱的地方却特多 仿佛一个无底洞 四个妾室 四个树出子女 按照皇室标准 一年四万两白银 那都是低配 稍微富贵一点的 四万两根本遭不住 年终铁定亏空 唉 要是男人们都有大嫂的脑子 能将养人养孩子的成本 好好算算 府中不知能少多少事情 荒唐 事关子嗣 你却和哀家 扯什么银钱问题 简直是虎脚蛮缠 萧太后历声呵斥顾九 顾九一脸委屈 可是人活在世上 哪能不花钱呢 皇祖母赏赐给大殿下的女人 难道有特别的养生法子 不用吃饭 也不用穿衣吗 如果是那样的话 从大殿下的俸禄里面 扣点钱出来 勉强 还是养得起的 这回 就连胡阳郡主都放声笑了起来 她发现顾九装傻的样子 真的好可爱啊 你笑什么 萧太后目光不善 大有一言不合 就要收拾情闺女的样子 胡阳郡主犹如被人掐住了脖子 笑声戛然而止 她摆摆手 倾壳两声 没 没什么 不过大殿的媳妇 有句话说的没错 养人是要花钱的 皇兄有钱吗 她连爵位都不肯给 哪里肯出钱 替直儿养几个女人呢 你闭嘴 萧太后真的没想到 亲闺女竟然一而再地拆台 她怒到极点 口不择言 顾九 精臣 都说你修房子 赚了许多钱 既然你那么有钱 随便拿点出来 替刘赵养几个女人 有什么关系 做女人就得贤惠 你肯替刘赵养着后院 才叫真正的贤惠 以前侯府有位罗夫子 他说孙喜脑袋灵光 极为聪慧 当初在宫里学规矩的时候 宫里的嬷嬷也说孙喜还算聪明 皇祖母 我真不笨 我是真聪明 夫子和嬷嬷都没说错 我花钱替大殿下养女人 养数子 然后那些女人翅膀硬了 惹我不痛快 等数子长大了 又开始同我的儿子抢家业 抢大殿下的宠爱 我花这份钱 除了得了一个贤惠的名声之外 就是给自己找了一堆不痛快 给儿子养了一堆不省心的兄弟 委屈了我自己 成全了别人 皇祖母 您告诉孙喜 我花这份钱 我图什么呀 就图个贤惠吗 贤惠又不能吃 又不能喝 也不能变成钱 更不会让妾室数子感恩戴德 不争不抢 皇祖母 我真不笨哪 我拿着嫁妆做本 辛苦挣钱 真不是为了给亲儿子 多养几个不省心的兄弟 更不是为了委屈自己 您行行好 就饶了孙喜吧 孙喜攒点钱不容易 都是留给玉哥儿的 他父亲养不起他 我做娘亲的不能不养他呀 皇祖母 求您就让孙喜 给玉哥儿攒点家当吧 身为皇家子 活着真的不容易啊 一句不容易 不知道触动了多少人的心 大殿内众人安静如鸡 都等着萧太后作何反应 萧太后指着顾酒 气得说不出话来 胡杨郡主急忙安抚 母后息怒千万息怒 大殿的媳妇这些年确实赚了钱的 可是开销也大呀 估摸着他也拿不出钱来 替刘赵养女人养数字的 不如等将来 互不宽裕些 等皇兄给他们兄弟几个 刺绝后 再来说这件事情吧 你是沉心 想要气死哀家吗 萧太后终于发出了声音 顾酒委委屈屈 不作声 母后这是怎么呢 谁惹母后不快了 告诉朕 朕替母后出气 文德帝带着他的后宫女人 来到慈宁宫 给萧太后请安 萧太后指着顾酒 还能有谁 这个 还有外面跪着的那个 哀家好心 赏赐几个女人给刘赵 结果那小子 同哀家胡搅蛮缠 一会儿说没钱养女人 一会儿说嫡树有别 一副看不起树子的样子 皇上 你也是树出 刘赵说看不起树子 她就是不孝 哀家要罚她 你有意见吗 文德帝哈哈一笑 罚吧 尽管罚 这没意见 老大媳妇又是怎么回事啊 文德帝的目光落在顾酒身上 有些疑惑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二十集 哎呀 母后叫小九啊 拿钱替刘赵养女人 小九说替玉哥儿攒家党 不花钱养虎为患了 胡杨郡主无嘴 咯咯咯地笑起来 笑得很开心 她是看热闹不嫌事大 文德帝同她的后宫女人们 表情真是精彩极了 显然都震惊于顾酒的这番言论 正妻都知道 养妾是养树子 很可能最后变成养虎为患 成为亲儿子最大的竞争对手 甚至树子直接干掉亲儿子上尉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番话 从未有人理直气壮地说出口 顾酒的勇气值得佩服 只是这话在宫里说 不那么恰的 文德帝哈哈一笑 老大媳妇 你是不乐意拿钱给刘兆养女人 儿媳很穷的 赚的都是辛苦钱 替大殿下养女人 忒贵了 四个女人 一年少说一两万两 若是添了数子数女 一年四五万两都顶不住 如果少府或是户不肯出这笔钱 儿媳绝无意义 做梦吧 拿少府的钱替儿子养小妾 文德帝可没这么大方 他为了省钱 一直拖着几个儿子的婚事不给办 又怎么可能拿钱替刘兆养女人呢 养几个小妾这么花钱呢 他不太相信 顾酒重重点头 特别真诚 一个妾室 至少得配六个丫鬟 四个婆子 每日吃的用的 四季衣服 逢年过节打赏 还有殿下被伺候叔父要给赏赐 一年下来 养个妾室少说得花费三四千两 要是殿下出手大方 手又比较散 一年一万两也花得出去啊 文德帝暗暗择舍 不由地回想起他在前邸的时候 养女人有花这么多钱吗 他朝裴皇后看去 裴皇后神情淡淡的 陛下忘了吗 当年陛下豪制千金 只为博美人一笑 一晚上就花了五万两 文德帝哈哈一笑 眼视尴尬 当年哪知道钱的重要 现在别说叫他花五万两 博美人一笑 就算是五百两 文德帝都得斟酌一番 人们都说地位越高 做人越大方 到了文德帝这里全反了 文德帝做王爷的时候 尤其是年轻那会儿 真是花钱如流水 那是真大方 如今他是真小气 都快赶上先帝的吝啬了 他看着顾九 就因为养女人花钱 你就不肯 你不是挺有钱的吗 顾九拿出奥斯卡 影后级别的演技 开始哭穷 哎呀 儿媳真没钱呢 大殿下的俸禄 加上绝禄 还不够他一个人花用 他要养人 他又没钱 于是三天两头 都要到儿媳这儿打秋风 一来二去 儿媳挣的钱 全叫他给花了 就说说去年吧 他出门一趟 花了十万两 全是儿媳垫付的 当初口口声声说 这笔钱 会从宫中补给我 毕竟钱都花在宫市上 可是都过了一年多了 儿媳是一文钱都没见到 并非儿媳不贤惠 实在是没钱呢 文德帝有点尴尬 顾九说的十万两 他知道 就宫变钱 刘兆偷偷出金 带着人四处活动联络 很是花了不少钱 事后的确有说过 要将这笔钱补给顾九 没道理叫顾九 承担宫中的开销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 当时文德帝还是凝王 先是被立为储君 接着登基 处处都要花钱 文德帝恨不得一文钱 当一两银子花用 十万两的事情 他就干脆装聋作哑 当作不知道 万万没想到 顾九会在今时今日 当着他的面重提此事 文德帝不得不怀疑 顾九是在变相催账 陛下 你真像了 他的确是在变相催账 叫刘兆纳妾 好啊 先把去年的欠款还上 咱们再来讨论养女人的钱 从哪里出 少府给承担吗 王府的产业都交给少府打理 那皇子那妾 少府得出钱吧 少府不肯出钱 替皇子殿下养女人 没道理叫儿媳妇拿嫁妆 替男人养小妾吧 还要不要脸了 顾九又不蠢 怎么可能干这种 损己利人的事情呢 什么十万两 小太后皱眉询问 温德帝的咳嗽声 越发大了 陛下怎么了 陛下病了吗 怎么咳起来了 裴皇后一脸关心 眼中却是促暇地笑 十万两的事情 别人不知道 她可一清二楚 温德帝不好继续咳嗽 摆摆手 朕无事 刚才呛到了 既然留诏没钱 那就别养女人了 想要女人 自己掏钱 少府的钱 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每个月宫中的花用 都是一笔天文数字 岂能再给少府增添负担 小太后紧簇眉头 再没钱 也不能不顾体统 皇子们大了 该封爵的封爵 该开府的开府 该赐婚的赐婚 温德帝叹了一声 母后啊 朕也想做个大方的皇帝 赐爵 开府 赐婚 全都给办了 可是国库空虚呀 少府也没余粮啊 先熬个几年 等过几年国库有了钱 几个小子 朕全都封王 全都给钱开府 到时候要养多少个女人都成 叫臭小子们 给您生一串遵孙来玩 小太后一脸不乐意 哀家不玩 哀家一心 替孙儿们打算 结果 一个两个 全都同哀家对着干 半点不体谅哀家的苦心 实在是该打 来人 打板子 就留着好好打一顿 叫他知道点好歹 打过年的 打打杀杀像什么话 哀家就罚他跪在外面 好好反省 板子就不用打了 母后仁慈 臭小子不知道好歹 只罚他跪着 太便宜他 温德帝凶巴巴的 你的嫡长子 你不心疼 哀家替你心疼 罚他跪了两个时辰 就差不多了 只罚两个时辰哪里够啊 干脆罚他跪到三斤天 不到温德元年 不准起来 陪皇后文言 微醋眉头 却忍着 没替刘赵求情 倒是刘毅站出来 跪在地上 替刘赵求情 求父皇开恩啊 大哥也是有难处 才会拒绝 皇祖母的好意 他不是诚心的 求父皇开恩 刘毅一带头 其他几位皇子 也都跟着替刘赵求情 顾求感动坏了 谢谢诸位殿下 我家殿下有你们做兄弟 是他的幸运 闻得帝先是怒斥 多事 转眼有笑嘻嘻的 这群小子 就知道给长辈添麻烦 好在还懂得手足有岸 母后 你看要不要叫他们起来 萧太后意味深长地 瞥了眼闻得地 都起来吧 叫刘赵也起来 大冬天的 归在外面 万一身体进了寒气 伤了根本 岂不是哀家的罪过 母后言中了 刘赵那小子皮糙若厚 我也不坏 话是这么说 文德帝却没拦着 而是顺着萧太后的意思 让人将刘赵叫进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等刘赵走进大殿 文德帝就板着脸 怒斥一声 聂处 可知错 刘赵跪在地上请罪 儿臣知错 顾九低着头 嘴角一阵抽抽 为何做皇帝的 都喜欢称呼自己的儿子 为聂处呢 亲生儿子是聂处 那皇帝又是什么玩意儿 这不是把自己 都给骂进去了吗 偏偏皇帝们 还乐此不疲 仿佛不称呼聂处 就不能代表皇家威严 不理解呀 完全不理解 文德帝板着脸深赤 既然知错 还不赶紧请罪 太后仁慈 担心你酒跪不起 寒气入体 处处为你着想 你呢 既说些猪狗不如的混账话 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 二臣知错 黄祖母仁慈 孙儿却不知好歹 孙儿该死 说完 刘兆干脆利落地 磕了三个响头 顾就觉得 自己都额头发痛 这得多用力呀 才能发出如此大的动静 果不其然 三个头磕完 刘兆的额头 已经破了一块油皮 可见请罪的确是诚心诚意 绝无虚假欺瞒 温德帝暗暗点头 母后 您可消了气呀 哼哼 哀家哪有生气 哀家不过是嫌操心 却被人嫌弃多管闲事 母后息怒 都是刘兆这个臭小子不懂事 今儿过年 暂且饶了他 等开了年 朕替母后出气 萧太后扫了一眼 温德帝 替哀家出气 你舍得 温德帝做出一副 痴人的模样 你也处 打死他也无妨 反正朕儿子多 少他一个也没事 萧太后顿觉没劲 唉 罢了 爱家心头那口气 早就消了 什么打啊杀的 以后少说 怪吓人的 温德帝变脸犹如翻书 上一秒还是怒目金刚 下一秒就是一张笑呵呵的笑脸 母后消了气就好 今儿过年 正为母后准备了一份礼物 晚些时候将人送来 母后千万别嫌弃 萧太后总算高兴了一些 难为你 你日理万机 还惦记着挨家 温德帝摆手 这是朕该做的 陪皇后这些后宫女人 也都准备了礼物 要送给萧太后 大家围着她说着极力话 总算将萧太后哄高兴了 温德帝趁机离开 到了偏殿喝茶 他派人将顾九叫到跟前问话 没钱了 赚的钱都贴补了留账 老大媳妇 在朕面前说瞎话 可是要被砍头的哦 顾九呲牙 心头一万匹草泥马 狂奔而过 不敢欺瞒陛下 儿媳手头上最近的确很紧张 冬天土地冰冻 不宜开工 可是城外几万流民要养 儿媳不得不开工 往日一天就能干完的活 冬天至少要干三天 工程进度慢不说 花的钱却一文不少 甚至比夏天花的还多 现在城外的工地之所以还能维持 全是之前卖房子赚取的微薄利润 在支撑着 等开了年 儿媳又得打饥荒 找少福借贷了 瞧着顾九一脸穷疯的样子 温德帝心头狐疑 真没钱了 顾九重重点头 真没钱了 想来陛下已经听说了 今年那些管事 所领取的奖金 比去年少了一倍 下面的人都在怨声在道 是吗 顾九一双眼特别真诚 此时千真万确 陛下可派人调查 他这话九分真 一分假 今年给下面的奖金 的确少了一倍 这是真 假的地方在于 顾九没说他赠了京城 到洛州那条水泥路的股份 给下面的管事 这些股份价值不菲 可以这么说 明面上下面的人 拿的奖金少了 但是得到的远远多于往年 多少人想要水泥路的股份 拿钱都买不到 他们身为过久的员工 才有这份福利 不过这一分针 就没必要让文德帝知道了 免得文德帝眼热 将京城到洛州的水泥路 给抢走 没钱了呀 这也没钱 文德帝似笑非笑地 看着顾九 我那个去 当皇帝的都穷疯了嘛 去年的十万两 全算在刘赵头上 叫刘赵以后拿绝路还钱 文德帝哈哈一笑 不反悔 顾九连连摇头 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绝不反悔 如此甚好 进宫一趟就损失了十万辆雪花银 顾九心情大不好 他走出偏殿 看见刘兆正等着他 他冲他哼哼两声 表达不满 父皇刁难你了 顾九偷偷掐了他一把 哼 你们都是坏人 欺软怕硬 刘兆一脸莫名其妙 不准质疑 不准问我为什么 总之我现在很不高兴 不回答任何问题 顾九一脸傲娇 都不给刘兆一个好脸色 刘兆很识趣 好 我什么都不问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还差不多 陪皇后带着刘毅和萧琴二 从大殿出来 他朝顾九两口子看了眼 随本宫到魏阳宫说话 萧琴二冲顾九眨眼 像是提示 又像是看好戏 一路沉默 来到魏阳宫 陪皇后往上位一坐 指着刘兆顾九二人 别拿藤色太后的那些话 来藤色本宫 说吧 你们两口子到底什么打算 没钱养女人那些话 本宫不想再听 顾九微微后退半步 将战场交给刘兆 刘兆倒是很干脆 回宾母后 儿子就是不想拿钱 陪皇后冷冷一笑 你是嫡长皇子 将来会被刺封亲王绝 堂堂亲王 除政妃外 再没有第二个女人 你认为像话吗 刘兆笑了笑 的确不像话 不过 儿子竟然是亲王绝 除了父皇和母后的意见外 儿子还需要在意 他人的看法吗 可你别忘了 朝臣对你的看法 决定你的未来 陪皇后将未来二字 咬得重重的 分明是在提醒刘兆 别太任性 身为皇子 任性通常没有什么好下场 刘毅低着头 壮似没听出 陪皇后的言下之意 刘兆却是一脸坦荡 朝臣对儿子的看法 儿子并不在乎 陪皇后的脸色 莫得变得阴沉沉的 这是你的真心话 刘兆点头 陪皇后冷笑一声 希望将来你别后悔 儿子从不后悔 陪皇后心头大怒 挥手 你们二人退下 本宫不想看到你们 刘毅心头一喜 面上却带着担忧之色 刘兆沉默了片刻 然后果断带着顾九 走出魏阳宫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822集 陪皇后靠坐在椅子上 一脸疲惫恼怒 母后息怒 大哥暂时有些左姓 时日长了 他会想通的 陪皇后文言 面露讥讽之色 你大哥自小就是这个臭脾气 说话直来直去 一直不讨人喜欢 本以为如今身份转变 该有所长进 没想到还是那个臭脾气 萧秦儿若若发声 也不知大嫂给大殿下灌了什么迷魂汤 竟然让大殿下如此不理智 陪皇后扫了眼萧秦儿 同样的话 本宫不想再听到第二次 出门后 说话当心些 萧秦儿一脸懵逼 又委屈 明明陪皇后不喜顾酒 她只是顺着陪皇后的意思说话 为何还遭到斥责 刘毅也弯了眼萧秦儿 接着又替她求情 母后息怒 秦儿不是有一说大嫂的闲话 回去后 儿子会提醒她 萧秦儿低着头 委屈坏了 陪皇后本来消下去的怒火 看见她这副样子 蹚得一下火冒三丈 老四媳妇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没错 还挺委屈 儿媳不敢 本宫看你就是心中有怨 知道本宫为何要生斥你吗 因为你蠢 你以为当着本宫的面 诋毁顾酒 你就能得到好处 你也不看看如今是什么情势 你是诚心想挑起本宫两位亲子互斗 甜意外人吗 裴皇后气急败坏 半点情面不留 萧秦儿眼眶寒泪 却不敢哭出来 只敢可怜兮兮地望着刘毅 刘毅暗自叹了一声 儿媳错了 请母后见谅 裴皇后哼了一声 今儿过年你又有身孕 本宫就不和你计较 再有下次 本宫严惩不待 萧綦儿连连点头 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乱说话了 裴皇后挥挥手 本宫乏了 你们都去偏殿歇着吧 现在离着宫宫还早 若是饿了 就叫人给你们喂些吃的 母后保证身体 儿子告退 刘毅领着萧秦儿退到偏殿 偏殿大门刚一关上 刘毅挥起巴掌 就朝萧秦儿打去 最后手停在半空中 并为打下 巴掌改为拳头 缓缓落下 总有一天 我会被你拖累死 萧秦儿一脸惊恐 不敢置信地看着刘毅 你刚才想打我 你刚才想要动手打我是不是 你打呀 你打呀 往我肚子上打 有种你就往我肚子上打 刘毅一脸烦躁 退后两步 你不要无理取闹 萧秦儿大骂 刘毅 你还有没有良心 你是不是人 我怀之身孕 你竟然想要动手打我 你不是人 刘毅脸色一沉 如果我没有良心 如果我不是人 我根本不会替你求情 尽管让母后教训你 看你怎么办 萧秦儿哭着喊着 来呀 来呀 弄死我算了 他压抑着哭声 嘴唇都咬破了 愤怒地控诉 你不是人 你没有良心 刘毅沉默地坐下 一言不发 过了大约一炷香时间 等到萧綦儿冷静下来 叫人给你打盆热水 洗一洗 萧綦儿扭头 用手绢擦着脸颊 让我死了算了 还管什么脸面 反正你都要打我 我并没有打你 你想要打我 萧綦儿目光愤恨地 盯着刘毅 刘毅恼怒不已 父皇登基还不足一年 你就开始给大哥大嫂 下眼药 挑起内斗 难怪母后要训你 你是非不分 只会便宜了外人 我挑起内斗 萧綦儿仿佛听见了 天下最好笑的笑话 柳翼 你别忘了 最初挑起内斗的人是你 当初大哥大嫂被御史弹劾 你敢说这事没你的份 刘毅面色凶狠 带着淡淡的杀意 没有证据的话就不要乱说 当心祸从口出 这样的刘毅 萧綦儿从未见过 她本能地哆嗦了一下 你 你 刘毅收敛了表情 你别忘了 夫妻一提 你非要和我争 就休怪我不客气了 萧綦儿无尽心口 突然感觉呼吸不过来 你 你 你吓着我了 刘毅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 面色柔和 你怎么样 要不要紧 我去叫太医 萧綦儿猛地伸出手 抓住她的衣袖 不要走 你是表哥 对不对 她眉头眉尾地问了一句 刘毅却知道 她在想些什么 她温柔一笑 抬手 轻抚萧綦儿的面容 我当然是你表哥 你忘了吗 萧綦儿挖了一声哭出来 抱住她 你刚才吓坏我了 一定是我眼花 你不会对我那样凶的 刘毅拦着她 轻声安抚 姐姐 没事了啊 另一处偏电 顾九同刘赵闲聊着 桌上还摆着茶水点心 看样子已经吃了一会儿 顾九伸脚 轻轻碰的碰刘赵的腿 啊 你被嫌弃了 刘赵挑眉 顾九这语气 怎么听都觉得是在幸灾乐祸 我被嫌弃你很高兴吗 顾九眉眼弯弯 眼睛都眯了起来 高兴啊 刘赵盯着她看 你被嫌弃了 以后就没人吃力不讨好的给你送女人 对我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 刘赵没想到 这事还能这么想 你高兴就好啊 顾九闽唇一笑 没有美女环绕 你是不是很遗憾 别胡说八道 有小九这个醋坛子在 她哪敢肖像美女环绕的好事啊 顾九又轻轻踢了她一脚 啊 你心里头是不是在偷偷骂我 怎么可能啊 别胡作乱想 哼 你猜我们走后 四弟妹两口子会说什么 刘赵轻蔑一笑 左右不过是那些话 不过最近几个月 老子长进了一些 估摸着 不会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 至于四弟妹 难讲 那你猜 母后是什么态度 尽管母后心里头对我不满 人情还是会维护下我的面子 怎么说我也是嫡长子 是她的体面 顾九笑了笑 哼 不到一年时间 母后越发有威严 更加有皇后派头 照着这么下去 再过个两三年 恐怕没人再敢忤逆母后 届时 你要是再像今天这样说话 母后不会只是将你赶出大殿那样简单 刘赵文言 不由地深思起来 在过几年 陪家也该动起来了 到时候 宫里宫外只会更乱 刘赵捏着手中的扳指 笑了笑 鲁侯那边 恐怕等不了那么久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元宵过后 天气渐渐暖和 只是没暖和几天 又来了倒春寒 快赶上三九寒天了 厚厚的棉袄往身上一穿 王阮踏上一躺 就不想动他 这天气 让人只想困窖 继续猫东 刘赵可没猫东的资格 过了元宵 衙门开始办公 他便忙了起来 就连三殿下刘延 也罕见地领了差事 在尚书省 做了个七品元外郎 官职虽小 又没实权 可是三殿下干劲十足 狠狠地刷了一波勤勉人设 朝中已经有人 在关注这位 首次亮相的皇子 倒春寒最冷的那几天 欧阳福经过一天一夜的煎熬 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婴 孩子小小的 只有四斤八两重 而殿下刘萍欢喜得不行 又是全府发赏钱 又是叫人放鞭炮庆贺 宫里的沈贤飞 派人送来一屋子的礼物 太后 陪皇后 罗德飞等董嫔妃 在喜三这日 都派人送来了礼物 就连文德帝 也罕见地派长恩走了一趟 送来了一枚玉绝 顾久得知文德帝 只送了一枚玉绝 内心不住地吐槽 竟然比先帝还要吝啬 简直无法想象 想当初玉哥出生的时候 先帝好歹还送了玉如意 加上一个玉绝 这做皇帝的人 怎么都如此小气吝啬 有子万事足 欧阳福成亲多年 终于有了儿子 整日里开开心心的 大家也都纷纷上门恭喜 欧阳福心情好 尝到了生儿子的甜头 就劝顾久 大嫂也该给玉哥 再添个弟弟啊 我不着急 玉哥还小 二胎 顾久想再等一等 再说了 频繁怀孕生子 人老得快 两个孩子之间 最好能隔个两三年 三四年 当然这年头 人们都认为 三年抱俩是福气 顾久不会去挑战 众人根深蒂固的想法 欧阳福知道顾久主义症 也没多劝 她笑眯眯地看着萧琴儿 四弟妹这一胎 定是个哥儿 萧琴儿也快生了 肚子隆起 很大 有点吓人 她轻浮腹部 大家都这么说 我这一胎一定是个哥儿 这下子 大哥就有弟弟做伴了 四弟妹有福气 说说吉利话 又不费事 顾久向来喜欢做这种 会而不费的事情 萧琴儿脸颊红红的 全是因为兴奋 她也觉着自己有福气 她比欧阳福 晚成亲那么多年 却率先生下了嫡爪孙 这不是福气是什么 而且她怀孕并不难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容易 比起欧阳福怀个孕 折腾来折腾去的 简直不要太轻松 萧琴儿私下里 还同情过欧阳福 觉得她真命苦 如今好不容易生个哥儿 也是小小的 她都不敢碰一下 生怕碰出问题来 过得倒春寒 天气真正开始暖和起来 偶尔天气会有反复 却已经能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花园里有树木冒出了嫩芽 嫩嫩的 看上去充满了生机 河水解冻 航运重新开启 整个京城沉睡了一个冬天 又焕发出无穷的活力 还有勃勃的生机 春天 人总是犯困 不乐意动弹 顾九感觉自己 只是猫了一个晚上 萧琴儿就生了 萧琴儿同欧阳福就产一个多月 经历漫长的生产过程 她平安地生下一个女婴 七斤重 难怪当初她怀孕的时候 肚子那么大 七斤重的孩子 能够顺产下来 了不起 萧琴儿却不太开心 她本以为这一胎又是个哥儿 却没想会生出一个胖丫头 更让她崩溃的还在后面 她正在坐月子 结果留意的两个妾 先后查出了有身孕 得知消息的她 当场崩溃大哭 萧夫人生怕萧琴儿 有个三长两短 提着包袱 直接在王府住下 一直陪着她 哎呀 快别哭了 这样哭下去 眼睛怎么受得了 身体还要不要了 母亲 女儿难受 萧琴儿哭得不能自已 萧夫人搂着她 知道你难受 快别哭了 就算心头难受 你也要忍着 你别忘了 你现在是在坐月子 要是哭坏了身体 下半辈子都要遭罪 大哥还等着你给他 听个敌亲的弟弟 你把身体哭坏了 怎么办呢 萧琴儿眼泪直流 根本控制不住自己 她想到大哥儿 会忍不住哭 看到小闺女 也会忍不住哭 想到刘毅会哭 想到那两个怀孕的妾 同样会哭 顾九来看望萧琴儿 妈呀 怎么瘦成了这个样子 萧琴儿这副模样 分明是产后抑郁症 得让她宽心 多陪陪她 开解她 不能让她一个人独处 一个人独处 就容易钻牛角尖 有人陪着 就算不说话 也好过独处 萧夫人点点头 她这样子 我是完全不放心 等四弟妹出了月子 妇人不如将四弟妹 接回娘家住一段时间 离开现在的环境 有利于她身体康复 萧夫人迟疑 是能行吗 住在这院子里 就算不见面 也难免听到 那个妾的消息 四弟妹这样子 显然不能再受刺激 夫人若是心疼她 出了月子 就带她回萧家养着 若非因为规矩 做月子的产妇不能出门 故久都想让萧夫人 现在带着萧琪儿离开 萧琪儿的产后抑郁 根子还是在刘易 和那两个怀孕的妾上 没有别的办法 唯一的办法 就是远离病婴 慢慢将养 养好身体后 萧琪儿才能面对这一切 萧夫人毕竟心疼闺女 不敢拿闺女的健康冒险 等到出月子那天 收拾了两大车行李 就拉着萧琪儿 还有外孙外孙女 毁萧家养着 刘易向兰 萧夫人怒目而逝 琪儿现在什么情况 你没看见吗 她都快被逼死了 你就忍些 我带她回萧家养身体 谁能说半个不字 就算是皇后娘娘在这里 我也是这个态度 让开 刘易没办法 叹了一声 岳母他人误会了 小旭也希望 琪儿能早点养好身体 只是她刚出月子 就回娘家 不太合适吧 萧夫人怒斥 她要是哪天死了 就合适吗 你要是诚心看着她受罪 那你就继续拦着 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 刘易不得不妥协 好吧 小旭送你们过去 这回 萧夫人没有拒绝 她对刘易这个女婿 非常不满 萧琪儿因为她 闹了好几次 上次生大哥的时候 刘易养外事 第二次怀孕的时候 刘易纳妾 害得萧琪儿流产 这次萧琪儿生闺女 结果刘易的妾怀孕了 感情每一次 萧琪儿一怀孕 刘易就要搞点 幺蛾子出来 每次搞出幺蛾子 受罪的都是萧琪儿 萧夫人做母亲的 岂能不心疼自己的闺女 正因为心疼 才不想给刘易好脸色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824集 顾九同欧阳福 一起送萧琪儿 还有孩子出门 短短一个来月 萧琪儿瘦成了一把骨头 不仅没奶水 还差点将自己给折腾死 欧阳福突然生出 吐死湖杯的感觉 心情很难受 四弟妹性子要强 偏要遇到这样的事情 难怪她想不开 我知道她心疼难受 那种挖心烧肺的感觉 我能理解 一切都过去了 二弟妹也要想开店 欧阳福自嘲一笑 想不开 苦的是自己 四弟妹就是想不开 所以她才要受这份罪 还是大嫂好 没有这些烦心事 她太在意四殿下 她心里是喜欢着她的 所以她才会失望 会伤心 会难过 甚至会自我折磨 如果她没那么喜欢四殿下 也就不会那么伤心难过了 欧阳福若有所思 顾九笑了笑 我乱说的 二弟妹可别当真 欧阳福跟着笑了起来 我知道 我不当真 她嘴上说着不当真 心里头却当了真 回到房里 她将这些年的经历 一遍遍回响 刚嫁给二殿下留平的时候 他们也有个甜蜜的日子 就是在那时候 她将二殿下放弃了心里头 爱着 宠着 顺着 时间长了 甜蜜没了 夫妻二人相敬如宾 从那时候开始 后院就没少过女人 光是通房丫鬟就换了几茶 那时候她还安慰自己 不过是个通房丫鬟 又没名分 不用在意 到如今 数长子都生了出来 她再没办法欺骗自己 她抬起手 朝自己脸上 打了一巴掌 这个举动 把伺候的丫鬟吓坏了 夫人 你没事吧 欧阳府自嘲一笑 我真蠢啊 早该想明白的 不去在意男人的态度 自然也就不会伤心伤肺 夫人 丫鬟惊异不定 欧阳府笑了笑 放心吧 我没事 刚刚想通了一些事情 丫鬟 长出一口气 夫人没事就好 奴婢刚才吓坏了 今年的春天特别短 仿佛才来了几天 休的一下就飞走了 这才四月份 天气已经提前发威 叫人感受到了夏日的恐怖 四月都这么热 等到六七月 怕不是要热死猪狗 今年 顾九没有新项目上马 继续做去年的老项目 顾此她很轻松 她轻松 少府那边可不轻松 少府家令安排了人 时刻关注着南城门外的动静 关注着水泥路的动静 比顾九这个东家还要操心十倍 但凡这两个项目有个风吹草动 少府家令就变得很紧张 她老人家一紧张 少府上下都跟着紧张起来 谁叫顾九是少府钱庄的头号客户 就属她借的钱最多 南城门外 新房子开盘 少府家令高兴 高兴之后又开始筹 因为房子卖得太好 上千套房子两三天就被抢完了 给人一种京城人都好有钱的感觉 仿佛家家户户都不差钱 那少府家令为什么筹呢 因为她担心顾九有了钱 又开始作 又要大肆修建房子 不停地修 她可是知道 顾九是南城门外最大的地主 就像是蚂蚁搬家一样 一块地一块地地买 几年下来 南城门外的土地都连成了一片 农田随时可能变成房子 好几次 少府家令都和顾九抱怨 修这么多房子做什么呀 京城就这么大 就这么多人口 修那么多房子有人买吗 那点房子哪里算多 老祖宗有空的时候也该去体察一下民情 不是我非要修那么多房子 而是百姓需要房子 少府家令气得吹胡子瞪眼 一派胡言 老百姓都有房主 哪需要这么多房子 等我的房子卖不出去的时候 老祖宗这话才算是对的 老夫老了 搞不懂你们年轻人的想法 老夫只是提醒你 一定要按期还款 陛下可是一直派人盯着 少府前庄呢 老祖宗放心 误不了正事 少府家令当然不可能真的放心 他派人盯着南城门外 以及水泥路 倒是替顾九省去了不少事情 一旦这两处地方出了事 少府家令一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他 难得休目的日子 苏正苏表哥上门拜访 快请苏表哥到花庭喝茶 苏正难得上门一趟 顾九很高兴 这几年 苏家为药房供应药材 又投了钱在南城门和水泥路上 日子总算有了兴旺的迹象 不过苏家人真的不是做生意的料 前两年 因为供应药材赚了点钱 有了本钱后 苏家就想着做点别的买卖 早点将卖掉的家业重新买回来 结果 除了顾九支持的药材生意依旧赚钱外 别的生意全都亏了个精光 几番折腾 甚至差点将药材生意的本钱给折腾进去 这下子 苏家一家老小都意识到 自家人真不是做生意的料 药材生意之所以能赚钱 也全靠顾九的药房 常年如一日地找他们采购药材 他们只需做个中间商 保证药材品质 准时供货就成了 意识到不是做生意的料好 苏家人就歇了做生意的心思 他们将赚来的钱买地制房 老家那边 当初穷困潦倒卖掉的粮田 有一点点都买了回来 京城这边 老宅子是买不回来了 便重新置办了一处宅院 苏正考中进士 出事为官 苏家人便陆续到了京城 京城毕竟是黄尘根 无论是读书取业 都抢过老家 顾九收拾妥当 到花厅同苏正会面 苏表哥可是稀客 难得来一趟王府 王府门槛太高 实在是不敢轻易踏进来 顾九闽唇一笑 没想到向来严肃的苏表哥 也学会了开玩笑 苏正连连摆手 不太好意思 应酬多了也就学了点 大舅舅和大舅母还好吗 去年年底 苏正的父母 也就是顾九的大舅舅 大舅母带着孩子上了京城 当时顾九还去看望过 苏正点点头 小九妹妹有心了 家里人都很好 今儿我来 是有一事想请教小九妹妹 苏表哥请说 苏正面色迟疑 似乎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斟酌了一番 他才说 今儿过来 是因为我的婚事 哦 顾九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苏正 奔三大龄未婚男青年 婚事一直拖拖拖 拖到今日还没着落 大舅舅和大舅母 不辞辛苦地上京城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苏正的婚事 苏表哥的婚事有着落了吗 什么时候请我喝喜酒 苏正摇头 那倒不是 今儿我来 是因为前两日有人请托媒人上门提亲 别的倒罢了 提亲的这家人来头太大 着实令人意外有折舌 家父也弄不清楚对方具体什么目的 便叫我上王府问问小九妹妹 顾九一听 也收起了玩笑心思 谁就提亲 竟然让我大舅舅和苏表哥如此紧张 苏正私下看了看 郑国公府 崔家 啊 顾九惊住了 果然来头很大 令人诧异又择舌 确定是郑国公府崔家 苏正重重点头 千真万确 小九妹妹 我只是一件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崔家为何会看上我 竟然还派没人上门提亲 太古怪了 家父猜测 会不会使崔家 因为小九妹妹的缘故 才会上门提亲 不 不可能全因为我 顾九缓缓摇头 是嫡之 还是树之 同样是姓崔 嫡之和树之 差别可大了 是嫡之 嫡女 如果是树之 我倒不用紧张 竟然是嫡之 还是嫡女 这事情偷着古怪 自瑞珍崔皇后 过世后 郑国公府崔家 便慢慢淡出了事业 等到仁宣太子过世 郑国公直接辞了官职 回家养老 这一代的郑国公 是瑞珍崔皇后的侄儿 年龄不过五十出头 就辞职回家养老 显然是为了自保 郑国公府崔家 还有几个儿郎 在衙门当差 但都是五六品 不起眼的小官小职 不仅没实权 连上大朝会的资格 都没有 可以说短短几年 郑国公府崔家 就淡出了权力层 不过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好歹那也是正儿八经的 国公府 有爵位在身上 家事也摆在那里 不是如今的苏家 能高攀的 郑国公府崔家 将嫡之的嫡女 嫁给七品小官苏正 图什么 图钱 苏家也就近两年 缓口气 有了点家底 供得起家中孩子读书 图人吗 苏表哥长得是不错 但也没不错到 冒比攀安的地步 那 图财 同届的炭花 潇洒风流 模样俊俏 做的一首好诗 同样大龄 未婚男青年 苏正和对方 没得比 哎呀呀 这么一看 只剩下人脉关系 这一条 二十年前 苏家被贬官出京 当年的人脉关系 已经所剩无几 和殷亲顾家 来往也不密切 就剩下顾九 这边的关系 一直联系着 还算亲密 但是事关皇子 事关皇位继承 以郑国公府 催家如今的处境 恐怕没胆量 沾惹这样的是非 难怪 郑国公府 催家的提亲 让苏家大舅舅 慌得不行 直接叫苏正登门 来询问顾九 大舅舅怎么回复没人 怕得罪人 不敢将话说死 只说家中清品 须得考虑几日 催家那边有回话吗 暂时还没 怕就怕过两天 没人上门等答复 届时不可能再拖下去 只能言辞拒绝 就怕 不知不觉得罪了人 入了什么坑 顾九琢磨了一会儿 你且等等 崔家那边的动静 我一直没关注 我叫人问问我家殿下 他应该知道一些内幕 麻烦小九妹妹 不麻烦 顾九派人去书房请留照 结果留照不在 出府去了 前妇亲自到话厅回话 启禀夫人 半个时辰前 殿下临时有事 须出府一趟 不过有关镇国公府 崔家的情况 老奴倒是略知一二 顾九笑了起来 我怎么把你给忘了 若说谁消息最灵通 整个王府非你莫属 崔家为何派没人 到苏家提亲 你且说来听听 前妇先是朝苏政 看了眼 这事还在酝酿中 苏公子不清楚内情 情有可原 什么内情 顾九挺好奇的 算算时间 等到明儿 朝中就该发作了 陛下安排了人 明儿会有上本提议薛觉 试探朝堂文武的反应 什么 薛觉 顾九大惊失色 难怪朝堂没动静 这事牵扯太大了 镇国公府崔家 莫非提前得到了消息 顾九瞬间想明白了 其中的关联 前妇点头 正是 镇国公府崔家 如今的处境比较尴尬 偏偏他们家 又是仅存的世袭网替的国公府之一 这一代国公府 当官本事不行 但是看风向的本事 着实厉害 估计是料到崔家将有轻浮之祸 便提前做出安排 将敌之敌女 嫁给苏公子 如今 看来是低价 等到将来 真到了不得不虚决的那一天 这一步棋 就活了 苏家背靠夫人 怎么着也能护着几个人吧 顾九朝苏正看去 苏正脸色煞白 竟然如此 竟然想得如此长远 这事薛觉事关重大 陛下根基不稳 怎敢在这个时候行薛觉一事 不担心武将们闹事吗 所以才说是试探 并非真的薛觉 但是 陛下薛觉的心一而不死 这事情就一直悬着 以郑国公府 崔家如今的处境 将自家闺女低价 也算是一种自保的策略 苏正有点慌乱 平生第一次接触 这个层面的事情 不知道该如何抉择才好 他朝顾九看去 小九妹妹 我该怎么办 直接拒绝崔家可好 先看看明日朝中的动静 再做决定不迟 苏表哥 你别慌 不管娶不娶崔家女 薛觉一事 都不会牵连到你身上 陛下薛觉 恐怕醉翁之意不再久 苏正有点懵 他毕竟没有正儿八经地 接触过这个层面 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消息的缺失 让他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 顾九也没细说 苏表哥回去后 薛觉一事 你可以告诉大舅舅 但不可传扬出去 你免坏了陛下的安排 我这里有了消息后 会派人给你送去 这几日 你就照常当差 苏正深吸一口气 镇定下来 多谢小九妹妹 薛觉一事 除家父外 我定会守口如瓶 顾九亲自将苏正送出大门 回到东院后 他将前夫叫到跟前说话 当着苏正的面 有些话不能说透 这会儿没了外人 顾九也就没了顾忌 谁给陛下出的主意 竟然拿薛觉试探文武反应 就不怕军众震动 人心不稳 前夫一副便秘的样子 似乎是有难言之隐 顾九皱起眉头 大胆一猜 不会是殿下出的 馊主意吧 前夫咧咧否认 夫人怎么会这么想 当然不是殿下出的主意 殿下还等着陛下 赐亲王决 又岂会自断后路 那是谁 敢给陛下出薛觉的 馊主意 不要命了吗 薛觉等于是断了武将的晋升之路 断了皇室宗亲的富贵之路 断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 薛觉比断人财路还要恶毒百倍 武将薛贵和皇室宗亲知道此事后 非撕了给文德帝出主意的那些人 提此意的人 据老奴从宫里得来的消息 不出意外应该是李氏中 但是李氏中背后应该还有孙家 顾九张张嘴 一脸懵逼的表情 李氏中 孙家 前夫点点头 顾九感觉不可置信 李氏中多么精明厉害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提出这样的馊主意 还有 李氏中夺了孙家世代荣耀 取孙家而代之 书写传位诏书 孙家竟然会和李氏中合作 这太古怪了 朝堂上的事情 没什么不可能 书人要习惯 顾九嘴角抽抽 看着前夫的眼神都不对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826集 虚决是针对所有有爵位的人 还是广泛撒网 重点抓捕 前夫愣了下 理解了顾九的意思 自然是重点抓捕 难道搞出这么大的动静 就为了对付郑国公府 崔家 具体的情况 老奴也说不清楚 不如等过几天 情况明了后再下结论 顾九了然 这的确是个稳妥的办法 大周朝有绝的家族 没有两百 也该有一百 这一百个家族 身后牵涉到军政农业 经济方方面面 关系着几十万人的生计生死 薛绝 上下嘴皮子一碰 说起来简单 就不怕翻船吗 今年才是文德元年 文德帝的地位还没坐稳 心腹还没真正掌握朝堂 刚开局就出王诈 就不怕最后没牌打 要是最后留个对三在手上 那可真是要了命了 帝国倾覆 不过是转念之间 薛绝的后果有多严重 打个比方 对贵族读书人收税的难度是十 那么薛绝的难度就是一百 直接下地狱十八层 文德帝不是个脑子进水 拎不清轻重的人 明知薛绝后果严重 偏偏还要迫不及待地走这一步棋 到底是为了什么 顾九想不通 本想等刘兆回来问问他 结果刘兆直接来个夜不归宿 人就歇在了城外 他赶回京城的时候 城门已经关闭 没办法 只能到新民县找了个上等客栈住下 第二天一早 城门一开 就急匆匆地往宫里赶 紧赶慢赶 好歹是赶上了早朝 大朝会比平日上朝的时间晚了半个时辰 凡是在京城有资格上朝的 只要没死没残 一月两次的大朝会必定要出席 很多人都准备了提本 要在今日大朝会上说一说要紧的事情 结果遭遇了史无前例的绝杀 有御史站出来 上本提议薛绝 薛绝二字一出 朝堂震惊 震惊过后 回过神来 薛贵武将和皇室宗亲 立马将炮火对准了文官 这一切 一定是文官搞出来的阴谋诡计 文官该死 身为薛贵 他们身上的爵位都是拿命换来的 流了那么多血 付出生命的代价 死了那么多的袍则 好不容易有了个爵位 可以庇佑子孙后代 庇佑袍则后人 文官们轻轻巧巧就想夺爵 做梦 谁敢夺爵 他们就和对方死磕到底 谁不让他们活 他们也不会站在原地等死 薛贵武将双目喷火 恨不得冲上去 宰了那些假惺惺的文官 尤其是那个提出薛绝的御史 更是该被千刀万挂 比起薛贵武将的愤怒 皇室宗亲更是慌乱 他们读书不成 吃不了读书的苦 也吃不了当兵的苦 可谓是文不成武不救 他们能富贵一生 整日斗鸡六鸟 全靠绝路养活 一旦薛绝 他们哪还有富贵日子过 当文官 比不上那些 家学渊源的官宦子弟 当武将 同样比不上 家学渊源的薛贵子弟 没了绝路 皇室宫亲在官场上 屁都不是 很快就会被打回原形 所以薛绝是万万不能的 绝不能让陛下薛绝 朝堂上群庆激愤 薛贵武将联合皇室宗亲 对御史 对文官 进行讨伐 到后来 两帮人直接打了起来 鞋子乱飞 官帽落地 谁的臭鞋子 薛死老夫了 吃我一计 三月不洗脚 吃老夫一计 撩硬腿 一帮文武大臣 打起架来 体筒都不要了 头发乱了 官服乱了 脸也花了 象征着无上权力的金鸾殿 充斥着各种味道 酸臭酸臭的 无法忍受 文德帝只能败退 奶奶个腿的 只是试探一下 就闹出这么大的乱子 文德帝捏着鼻子 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 陛下 薛绝仪式不可惊奇 李世忠偷偷地离开金鸾殿 一路跟随在文德帝身后 一回到新庆宫 李世忠便郑重地建议文德帝 不可轻其薛绝一事 文德帝紧簇眉头 心里头烦闷得很 李爱卿 绝路已然成为我大周最大的负担 仿佛长在身上的吸血鬼 怎能不出啊 李世忠昂首挺胸 今日朝堂上 周围朝臣的反应 陛下都见到了 不瞒陛下 微臣斗胆 安排人提议薛绝 试探朝臣反应 已经引起了众怒 改名 微臣说不定 会被人堵在半路上打闷棍 府邸大门被人泼愤 微臣的子女 也将被人孤立 他们的婚事 也将受到影响 文德帝阴沉着一张脸 陛下 薛绝一事 只能徐徐徒之 绝不能操之过急 文德帝冷冷一笑 他心里苦啊 但凡有一点办法 他也不会去捅薛绝 这个马蜂窝呀 祖宗们 自太祖以下 各个大手笔 大方得很 爵尾就跟不要钱似的 撒出去 结果苦的 就是子孙后代 本朝光是世袭 罔替的一等公爵 就有六家 一等公爵 未同亲王 一年的绝路 几家加起来 都是个天文数字 何为世袭罔替 就是不降等的席爵 祖宗正下来的爵位 是一等公爵 那子孙继承的 就是一等公爵 不必降为二等公爵 如此一来 子孙后代 一代代继承 一代代都赤着 朝廷的绝路 一代代富贵 好在其中两家 世袭王替的一等公爵 已经断了根 被先帝收回了爵位 好歹是替朝廷 省下了不少钱 除开剩下的 四家世袭王替的 一等公爵 其余有爵位的家族 多是圣人之责 五代而展 比如鲁侯 他的爵位是一等侯 等他的儿子继承爵位 就降为二等侯 等到孙子继承爵位 就降为三等侯 三等侯之后 就是郑国将军 辅国将军之类的 各种将军爵 五代之后 便没了爵位 没了爵位的裴家 自然没有资格 继续在贵族圈子里混 若是子孙不争气 没了爵位后 裴家很快就会 沦为别人口中的破落户 要不了几年 就会消失在 众人的视野中 皇室宗亲的爵位 就不用说了 什么亲王 郡王 公主 郡主 拉出来 一连串的人都有爵位 凡是有爵位的人 都有爵路 爵路 皆由互不承担 祖宗们手太散 爵位这样 不要钱地洒出去 结果就是到现在 朝廷每年都要承担 数百万两的 绝路负担 还不能拖欠 绝路 俨然成为 户部最大最大的负担 就连打仗的时候 可以客扣前方的军费 也不能客扣 众位有绝人士的绝路 过去文德帝做王爷 每年都从户部 领自己的绝路 那时候 他无所谓 朝堂有没有钱 但是户部绝不能欠着他的钱 就算户部去绍府借 也得一文不少地将绝路 给他送到王府来 等他自己做了皇帝 才知道绝路这事 就是个吞金兽 再多的钱 也能被吞进去 先帝在位三十多年 十分吝啬赐绝 甚至还找由头 夺了一些人的绝位 可即便如此 大周朝依旧有近百家 领着绝路的家族 文德帝叹息一声 只恨先帝手段还不够冷酷 不曾将尸位素窜的 空头绝位一扫而光 文德帝心酸呢 他在心头呐喊 父皇啊父皇啊 你光杀人有屁有 早是今日 朕当初就该提醒你 多杀几乎有绝位的人家 奈何 当初你老人家 看武将勋贵格外顺眼 自然不舍得动 武将勋贵的爵位 只舍得动一动 皇室宗亲的爵位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如今想来 文德帝还是觉得 先帝的手段过于仁慈 不够酷炼 照着他的想法 皇室宗亲的爵位 至少得减掉一半 逊贵武将也得减少一半 李世中不想被外人唾骂 陛下 缺绝一事 不如再缓个三五年 等时机成熟后 一个一个动手 虽然慢了些 但是 胜在稳妥 文德帝知道厉害 即便心有不甘 也得成了李世中的话是对的 他点点头 四个世袭网替的国公府 得先动一动 得将世袭网替改为五代而展 不如就先拿郑国公府催甲 试试这潭水的深浅 缺绝一事 就像是一块大石头投入湖中 激起了一圈波澜 又迅速沉到了水底 自那日金鸾殿上 文武打了一架后 朝堂上再无人提起缺绝一事 武将勋贵和皇室宗亲 还持续紧张了一段时间 确定文德帝没有缺绝的心思 大家才放心下来 大家只当那个小御使 当天脑子进水了 才会突然提出缺绝 人们口中的小御使很苦 直接辞官休养 上官没有一句挽留 干脆准了他的辞官请求 闹出这么大乱子 没罢官 就等着你主动辞职 朝堂平静了 百姓们就没热闹看 待一个月后 京城茶楼里 有人说书 内容正是金鸾殿文武打架的那一幕 凡是有名有姓的 大官老爷 在说书人的嘴里 全都变了一个模样 哼 朝堂老大人们真是 人老心不老 打起架了 比那街头破皮还要阴损 李世忠 果真是三月不洗脚 想象不到 完全想象不到 没想到 思思文文的读书人 也会几个月不洗脚 传说中三月不洗脚的李世忠 李世忠去上朝 一路遇到各部门的同僚 众人不约而同 含蓄而兴奋地朝他脚下看了一眼 到了金鸾殿上 就连文德帝也忍不住 朝他脚上多看了几眼 李世忠好不容易留下的美燃 随着内心的窝草 一个劲地抖啊抖 太无耻了 张冠李戴 好个无耻的说书人 到底是谁写的画本 这样赤裸裸地污蔑他 他哪有三月不洗脚 明明他每天都洗脚 而且还洗得香喷喷的 一定是当日大朝会在场的某个人 化名写了画本 只有亲眼见到现场情况的人 才能将场面写得那样逼真 李世忠心道 别让他知道是谁在写画本污蔑他 叫他知道了 他定要将写画本的人 贬斥到滇南多山贫困之地 既然那么喜欢写 那就去边疆少民聚集之地 做那教化工作吧 不过李世忠并没有苦恼太长时间 因为很快就有人站出来 像闪闪发光的好人 夺走了他身上的注意力 拂名公主府同孙家打官司 这是经常最新出炉的八卦 正热辣新鲜 顾九很乐意吃这个瓜 而且吃得津津有味 因为这场官司涉及到一个人 拂名公主的嫡长女周怡 当初顾九还没嫁给刘兆 以未婚妻的身份 第一次来王府做客 然后就遇到了嚣张跋扈的周怡 周怡打了顾月的巴掌 还想打顾九的巴掌 幸亏欧阳府及时出现 拦住了周怡 周怡当初可是对刘兆芳心暗许 将顾九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啊 顾九通刘兆成亲以后 二人在皇室宴席宗庆的宴席上 遇到过几次 或许是被敲打过 周怡再没找过他的麻烦 但是眼中的怨毒之色 是做不得假的 话说福明公主为何要和孙家打官司呢 因为孙家想要休掉周怡 就是如此狗血 周怡竟然嫁进了传承几百年不倒 太妃孙氏都死了 依旧皮毛不损的孙家 这里面还有一段狗血 顾九也是听前妇八卦来的 当初周怡十分倾慕殿下 然而他们二人注定不可能 福明公主是前赵王的亲妹妹 薛贵妃的亲闺女 两边本来就不对付 自然不可能结亲 行了 别替你家殿下辩解了 她的那些烂桃花自我进门后 你看啊 我可有问过 我都没追问 你心续个什么价 难不成除了周怡这个烂桃花 你家殿下还有许多别的烂桃花 前妇连连摇头 连说没有 夫人误会殿下 殿下自十三岁起领差事 整日里风里来雨里去 哪里会招着烂桃花 顾九似笑非笑 知道你家殿下清白 你可以放心了吧 前妇偷偷松了一口气 可真是吓死她了 薛贵妃死了 赵王死了 薛贵被流放岭南燕掌之地 赵王妻儿流放西北 赵王的七族被赶出京城 好在不是流放 只是回到祖籍 赵王发动宫变 和赵王相关的人都没好下场 这里面唯一例外的 就是赵王的亲妹妹 福明公主 不知道先帝当初是怎么想的 还是刻意保护福明公主 宫变一事 从始至终都没有牵扯到福明公主 她甚至都没有将公主夺绝 只是冷着她 无视她 在皇室 但是无视 已经足够要命 赵王没了 薛贵妃没了 一日之间 福明公主被所有人排斥 连带她的儿女同样被排斥 他们一家人被全京城孤立了 这回福明公主同孙家打官司 是两年来福明公主 头一次出现在众人视线中 周怡的身份和脾气 都不符合孙家对儿媳妇的要求 她之所以能嫁到孙家 自然是用了非常手段 某年上四节 渭水河畔 孙家嫡出的小公子文采风流 风神俊朗 是当年的焦点人物 却因为一杯下了药的酒水 被福明公主府给赖上了 一杯酒水下肚 登信来后 孙家小公子光着身子 同周怡躺在一起 抽怡是什么身份 孙家小公子睡了她 岂敢跑掉 于是乎不得已 孙家小公子就娶了周怡为妻 故事如果止到这里 两家就不会打官司 前赴这位消息灵通人士 一板一眼地 同顾酒八卦福明公主府 和孙家的恩怨纠缠 周怡脾气暴躁 动辄打骂下人 孙家世代书香 规矩严谨 下人犯了错 也该按照规矩处置 周怡的举动 根本是在挑战 孙家几百年的家规 然后呢 顾酒很好奇 那位孙家小公子 我也见过 偏偏着世家公子 这词用在别人身上不合适 用在他的身上 那是极合适的 顾酒对孙家小公子的意向不错 苏正童那位孙公子也认识 只是来往不多 夫人说得没错 孙家小公子人才一流 被周怡亏了 二人性子本就南辕北辙 婚事又是被算起来的 可想而知 孙家小公子从始至终 都不喜欢周怡 老奴打听到 除非必要 孙家小公子从不进周怡的房门 故此 二人成亲几年 一直没孩子 孤酒喷了 他眉眼一抽一抽的 你连他们的规防乐趣都打听到了 你可真厉害 前夫罕见得有点不好意思 打听消息 自然要将前因后果都打得清楚 孤酒一副我理解 我都明白的模样 连连点头 嗯 你快说 快说 他好奇这个瓜 吃得有滋有味 缺少娱乐活动的古代 也就靠着这些八卦 打发时间了 要不然就只能和刘兆 进行床上运动 运动多了 他还累 第八百二十八集 前夫有点心累 不过还是继续一板一眼 说着两家的大八卦 孙家小公子为排遣寂寞 便纳了几个美妾 周一一开始闹了几场 最后都被压制下来 紧接着赵王发动宫殿 京城情势翻转 周一也跟着安分了一段时间 今年周一或许是认为风波已经过去了 只见压抑的怒火 一过闹发作出来 将孙家小公子两个美妾 活生生地给打死了 甚至还让人划烂了美妾的脸 砍了手脚说要未够 顾九一脸被刺激到的模样 心口难受得很 杀人不过头点地 他向来深恨杀个人 还有施加各种灵虐手段 将人性中的恶展现得淋漓尽致 就算人性本恶 对待同类 也该有一点点起码的底线和人性吧 杀人就杀人 虐杀 那已经不是杀人 而是变态了 为了发泄 为了享受 反正就是有病 才用虐杀 过久以前 只是觉得周一被宠坏了 养成了唯我独尊的性格 没想到这女人 竟然还是个变态神经病 她被周一恶心坏了 难受了好一阵才恢复 果真是活生生打死的 前夫点头 此事千真万确 孙家隐瞒了消息 却瞒不住 遍布京城的眼线 顾九深吸一口气 所以孙家想要休掉周一 正是如此 周一此举残暴不仁 孙家无法容忍 只能休了她 福明公主自然不同意 周一能嫁给孙家小公子 这是一门上上等的婚事 若是备休 以福明公主府如今的处境 周一只怕嫁不出去 要么就只能远嫁 顾九哼了一声 哼 只怕远嫁也嫁不出去 公主的闺女 谁敢随便娶 欺负外地人不知道 京城情况 就想蒙骗别人 人家外地人 难道就是傻的吗 一听公主府 也知道退避三社 孙家已经强行 将周一送回了公主府 只是她嫁妆还没送回去 摆明了态度 必须合理 福明公主不同意 这官司就达到了狱前 请陛下裁决 顾九笑了笑 你猜陛下 会怎么裁决这门官司 不光顾九喜欢吃瓜 狐阳郡主更喜欢 她兴冲冲地跑到王府 大侄子媳妇 快随本官进宫 顾九一脸懵逼 姑母如此兴奋 这是做什么 狐阳郡主双目发光 兴奋得难以言表 她先是哈哈一笑 发泄了一下 内心激动的情绪 福明公主啊 带周姨进宫去了 她要找皇兄求情 咱们啊 去宫里看热闹去 顾九微醋眉头 这不合适吧 要是让陛下发现 会不会动怒啊 你放心吧 有本宫在 保证没事的 狐阳郡主二话不说 拉着顾九就往外冲 那我就半推半就 从了吧 两人坐马车进宫 一路上狐阳郡主都在 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哎呀 福明也有今天 真是活该呀 她如今落难 无人肯伸出援手 你倒为何 她当年 嚣张跋扈 眼睛长在头顶上 容不得半个人 刘家亲戚 都快被她得罪光了 如今 她倒是后悔了 可惜晚了 顾九含笑听着 狐阳郡主说起 当年的八卦 这些公主 郡主之间 从来都不是 一团和睦 他们之间 有许多纷争 只是不像皇子们 争得你死我活 狐阳郡主 突然问了一个 很严肃的问题 哎 大直的媳妇 你说 这回福明公主 如果被降绝的话 那本宫 有没有机会 恢复公主爵位呢 努力吧 或许有可能 可能性 无限趋近于零 温德帝都生出了 薛绝的想法 又怎么可能 恢复胡阳公主的 爵位呢 公主郡主 一字之差 绝路则相差了 一倍还多 以温德帝 吝啬的披性 是不可能 恢复她的爵位的 福明公主 这一回 也是凶多吉少 顾九 捏了捏自己的下巴 突然生出了一个 阴谋论 周仪不是第一天跋扈 也不是第一天 在孙家惹事 孙家惹了她这么多年 偏偏赶在这个时候 修掉周仪 这会不会是一次 算计好的阴谋 再联想到 前妇给的消息 薛绝一事 明面上是 李氏中在操控 背地里 其实还有孙家的手笔 孙家这么做 莫非是在向文德帝 交同名状 文德帝收了孙家的同名状 孙家才敢进行下一步 修掉周仪 为文德帝薛绝 创造第一个机会 顾九越想 越觉得是这么回事 孙家可真够阴险的 知道文德帝有心薛绝 其他武将薰贵 全都是南啃的骨头 但是福明公主不一样 福明公主 如今就是个软柿子 只是文德帝 不好无缘无故 削取她的爵位 孙家及皇帝之所及 主动将机会 交给文德帝 叫文德帝小事牛刀 阴险啊阴险 孙家不愧是 屹立几百年不倒的 大石家 比大周和前朝 加起来的寿命还要长 这样的大家族 还是少惹为妙 大侄子媳妇 你在想什么呢 本宫瞧你 眉头都皱起来了 年纪轻轻可不要皱眉啊 当心老得快 顾九展颜一笑 多谢姑母关心 我以后不皱眉了 见了宫 胡扬直接前往新庆宫 既然要吃瓜 自然是要吃那个 又大又新鲜的瓜 顾九有些担心 姑母 我们就这么过去吗 真不怕陛下怪罪 我是来见皇兄的 你是他儿媳妇 你来请安 光明正大怕什么 顾九嘴角抽抽 无言以对 本以为到了新庆宫会被拦下 却没想到 守卫宫门的侍卫并无刁难 请示之后 就将他们二人放了进去 胡扬郡主一脸嘚瑟 仿佛再问 怎么样 本宫说没事就没事吧 在大殿外 看见了文忠 文忠是陪皇后身边的新妇太监 她在这里 很明显 陪皇后就在大殿内 文忠 嗓嗓嗓嗓是不是来了 启离郡主娘娘 皇后娘娘的确在里面 郡主和赵夫人怎么一起来了 本宫 本宫来不得吗 胡扬郡主对待陪皇后从来不客气 对陪皇后身边的宫人自然也不会客气半分 老奴 老奴奇感 文忠退避三射 惹不起惹不起 胡扬叫内侍通报 没一会儿 大殿内就传来文德帝的一声怒斥 滚下了 顾九一脸心虚 朝胡扬看去 一直说不怕不怕的胡扬 竟然也在心虚 他抓着顾九的手 皇兄该不会怪罪我吧 都到了这里 姑母还是赶紧进去吧 不能让陛下久等 可是万一皇兄怪罪 该如何是好 不行 我得先叫人通知母后 必要的时候 让母后来救我 胡扬安排好了退路 这才拉着顾九一起走进大殿 大殿内 周仪跪在地上 胡鸣公主坐着 然而脸色惨白 并无任何胜算 陪皇后坐在左侧首尾 面容严肃地扫了眼顾九 显然对于顾九跟着胡扬郡主 凑热闹一事很不满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过久老老实实的请安行礼 乖得像个安蠢 胡扬倒是想笑 轻松一下气氛 奈何文德帝那张脸 太过威严 胡扬才笑得一半 就笑不下去了 只能学着顾九 老实的请安行礼 坐着吧 文德帝表情冷漠 眼神闪过重重光芒 事后 估计会将胡扬收拾一顿 至于顾九能不能逃脱 得看运气 周仪一直战战兢兢地跪着 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直到他听到一道难以忘怀的嗓音 他抬起头 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然后就露出了一脸的不敢置信 顾九怎么会在这里 顾九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是来看自己笑话的吗 他想落井下石吗 这一刻 周仪陷入了巨大的恐慌 他可以承受各种非议 可以承受天子的怒火 唯独不能承受昔日 他看不起的人 今儿个却高高在上 一个跪着 一个坐着 这分明是一种灵痴 周仪哭了 他埋着头 无声哭泣 不是因为伤心难过而哭泣 而是因为愤怒嘶吼而哭泣 他的双肩在颤抖 从背影看去 显得柔弱无助又可怜 胡阳郡主咬顾九的耳朵 他们母女啊都是活该 顾九恩了一声 得知周仪虐杀活生生的人 他便觉着恶心 对周仪生不出丝毫的同情 周仪落到今日 只能说是旧游自取 孙家虽阴险 却也不是无中生有 故意制造家中女眷残暴不仁的谣言 若是周仪可以守着规矩 改改暴躁的脾气 孙家也不会将她修掉 孙家小公子就算不喜欢她 孙家长辈也会管着孙家小公子 不准她乱来 顾九和胡阳刚坐下没一会儿 就有内侍禀报 说是孙家老爷子 领着孙家小公子到了 周仪猛地回头 大殿外 孙家祖孙二人缓缓走来 孙家小公子名叫孙明志 远远看去 他像是一株轻松 轻轻淡淡 却又惹人亲近 祖孙二人走进大殿 躬身拜见闻得地 闻得地恩了一声 嗯 免礼 你们两家的官司 刚才拂名说了 他坚决不同意合理 孙大人 你是何意 孙老爷子面目肃然 不动声色间 目光一一扫过在场的人 陪皇后出现在这里不意外 胡阳郡主同赵夫人 出现在大殿内 着实令人诧异 不过孙老爷子并没有提出疑问 微臣 你就坚持原来的决定 小两口既然哭不到一块去 就合理吧 孙家可以补偿一份财物给他 哼 本宫稀罕你们家的财物吗 福明公主咬牙切齿 两个妻的事情 小姨已经知错了 她都说了 她当时太冲动了 并非本心如此 为何不肯给小姨个机会啊 孙老爷子面目如常 孙家百年轻欲 容不下手段如此残暴不仁的女人 两条人命 不是一句认错就能接过去的 福明公主气恼不已 只是两个美妻而已 又不是孙家子嗣 本宫陪你们十个八个美妻 这事就过去了 孙明志 你说话呀 孙家小公子孙明志 微微抬头 事关人命 事关做人底线 无法妥协 原本晚辈和周一就不合适 若非行事所逼 这门婚事根本不可能做成 彼此折磨这么多年 到如今 是时候做一个了结 放屁 你娶了我们家小姨 你就得负责她一辈子 孙明志 缓缓摇头 请公主殿下见谅 小生 无法承担她一辈子 本宫要你承担 你就必须承担 孙明志 你想甩掉我们家小姨 我告诉你 没门 孙明志双唇紧紧抿着 不再说话 自始至终 周一都望着孙明志 可就能看到一丝一毫的不忍心 然而 她注定失望了 从始至终 孙明志都没有看过她一眼 完全忽视了她的存在 周一握紧拳头 心有不甘 如果这不是心情宫 她定要跳起来 指着对方的鼻子大骂 不就是两个妾吗 杀了就杀了 怎么着 还要她偿命吗 是孙明志先对不起她 无视她 情愿和美妾私混 也不肯理她 她不过是发现一番心头积压的怒火 凭什么就对她喊打喊杀 说她残暴不仁 杀两个美妾 那也叫杀吗 这种事情 在公主府司空见惯 也就孙家老骨板 做什么事情都得照着规矩来 一板一眼 令人作呕 周一不服气 却也不敢乱说话 她愤恨地扫了眼孙明志 又扫了眼顾九 顾九一脸无辜 周一毛病深沉 关她屁事 裴皇后放下茶杯 你们两个 一个坚持合理 一个坚持不合理 正所谓强鸟的瓜不甜 周一又犯了重怒 不如就离了吧 荒唐 福明公主口不择言 裴皇后脸色一沉 福明 你说谁荒唐 福明公主面露紧张之色 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地请罪 娘娘恕罪 我只是太关心小姨 有些口不择言 裴皇后冷哼一声 不愧是母女 陛下 这事儿臣妾管不了 想来福明也不乐意 让臣妾管这事儿 此事 请陛下定夺 文德帝露出了不满的神色 她的不满是冲着福明去的 福明 皇后让小两口合理 你很不满 福明公主心头一颤 眼前的人早已不是当初的宁王 短短一年多时间 已经养出了帝王威严 启离皇兄 福明对皇后娘娘并无不满 只是老话说得好 宁柴石做庙 不会一桩婚呢 小两口这会儿闹得 并非不能和解 文德帝笑了笑 那你问问孙大人 孙家可愿意和解 可愿意要一个手段残暴不仁的孙媳妇 福明脸色沙白 老爷子 你也不希望小两口真的合理吧 小孩子任性 我们做长辈的应该引导 而非纵容啊 还请老爷子改变决定 不要再提合理一事 孙老爷子微微摇头 公主殿下误会了 合理一事 是老夫做的决定 福明公主被打脸 脸色青了白 白了紫 你们孙家欺人太甚 福明公主机遇吐血 心中愤恨无比 孙老爷子自始至终 都是一张面无表情的脸 就连脸上的周围 都没动过一下 这门婚事 从一开始老夫就反对 当初是公主殿下 执意要将闺女 嫁到我们孙家 老夫记得 当时老夫提醒公主殿下 孙家规矩言 你的闺女自小不受拘束 怕是不习惯孙家的生活 公主殿下可记得 你当时是怎么回答老夫的 福明公主咬着牙关不作声 脸上的神情 就像是被人揭穿了 老底后的恼羞成怒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三十集 孙老爷子也没指望 福明公主自己打自己的脸 老夫记性不错 清楚地记得 公主殿下当时说 孙家规矩言不要紧 你闺女家到孙家 就是孙家人 自然要守着孙家规矩 若是犯了错 让我们尽管以着规矩办 这话不是老夫瞎编的吧 福明公主依旧没作声 孙老爷子也不给她辩解的机会 想来不管是谁家 应该都无法容忍一个 手段残暴不仁的女人 她可以嫉妒 可以闹腾 可以让明智给她赔礼道歉 夫人内宅手段多如牛某 她是主母 她想要教训那两个小妾 没人会拦着她 但她一出手就是要人性命 而且手段极端残忍续性 老夫还向安乡晚年 实在是容不下 家中有这样的人存在 还请公主殿下可怜可怜老夫 将她领回去 拎蜜良缘吧 福明公主死死地盯着孙老爷子 见对方丝毫没有改变决定的想法 于是福明公主 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本宫命苦啊 顾九闻声 嘴角一阵抽抽 这声哭嚎 让她想起了不堪回首的往事 她不由得朝胡阳郡主看去 这不是胡阳郡主的口头禅吗 怎么被福明公主抢了去啊 还是说黄氏女子都有着爱好 黄兄啊 小姨不能合理啊 她若是合理 就再也嫁不出去了 你让她下半辈子怎么办呢 孙家容不下她 就当可怜可怜她 给她一个名分也好啊 福明公主哭得伤心不已 母亲 我 周姨面有不甘 她毕竟年轻 忍受不了将尊严撕下来 丢在地上践踏的行为 你闭嘴 福明公主罕见地凶了周姨一句 并成功打断了周姨未出口的话 周姨委屈坏了 贬着嘴巴就要哭出来 福明的哭嚎声压住了周姨的声音 求黄兄可怜可怜母女 好歹给小姨一个虔诚吧 等她老了 总得有人奉扬 死后 总得有人祭祀啊 福明公主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好不可怜 忽阳郡主偷偷哼了一声 着实嫌弃得很 大殿内只有顾九听见了胡杨的动静 他装的 自小他就爱装 尤其是在父皇面前装 父皇宠他 他就仗着宠爱无法无天的 连赵王公边都没牵连到他 哼 父皇对他果然不同 顾九恍然大悟 原来先帝不是无视了福明公主 而是因为宠爱才没动他 还给他留了退路 要是福明公主继续老老实实 让人逐渐淡忘他 他这辈子的富贵平安是没问题的 可是文德帝才登基一年多 过往的记忆还如此的清晰 他就为了周一跳了出来 这一跳出来 过往的记忆 文德帝也会一一地翻出来 这做皇帝的一不高兴啊 就要翻旧账 福明完了 完蛋到什么程度 端看文德帝对福明的厌恶程度 有多深 胡杨郡主挑眉一笑 哼 继续看戏吧 他可会闹他了 裴皇后神色淡淡的 对于福明公主的哭嚎 她是无动于衷 类似的手段见过太多了 也就不稀奇了 那一声 裴皇后从哪见过类似的手段 当然是从胡杨郡主身上见识到的 福明和胡杨虽然不是一个母亲生的 可是性格里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估计都是遗传到先帝的暴躁和不要脸 文德帝倒是皱起了眉头 有些不耐烦 行了 好什么嗓 还没到父皇的今日 文德帝这话一出口 福明公主脸都白了 他停止了哭嚎 小声抽气 擦擦眼泪 求皇兄做主 文德帝冷哼一声 看你养出来的好女儿 谁家女儿像她这般手段残忍 使人命如草剑 福明公主低下了头 是我不好 我没骄傲她 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她 晚了 做错了事情 就要承担后果 文德帝一句晚了 几乎等于判了周仪死刑 福明公主一脸茫然无措 周仪同样茫然无措 心中慌了起来 把她带下去 严加看管 从今以后 朕不想再听到她的事情 若是看管不好 朕亲自替你看管 福明公主的眼泪刷得下来 这回是真的恐惧 而不是装的了 救皇兄给她一条火路吧 救皇兄开恩呐 温德帝十分不耐烦 嫦娥挥挥手 当即就有数十个小皇门冲上来 拖着福明公主还有周仪 强行带离新庆宫 福明公主的哭声渐渐远去 最后消失 周仪早就吓软了 哪还叫得出来 孙家祖孙也有点紧张 北市家事 却闹到温德帝跟前 就怕温德帝一不高兴 连着孙家一起收拾 温德帝对孙老爷子 还算客气 你们孙家 坚持合理吗 孙老爷子点头 请陛下承去 温德帝没表态 挥挥手 退下吧 此时朕自有主张 孙家祖孙有些忐忑地离开了新庆宫 胡阳郡主一脸遗憾 凯西看一半 好不爽 顾九偷偷扯扯她的衣袖 先别顾着看戏了 还是先看看陛下吧 胡阳郡主后知后觉 发现温德帝正盯着她 而且目光有些凶 她尴尬一笑 黄兄啊 黄兄啊 这里没事了 那我就先告退了 谁准你离开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你当镇哲里是什么地方 是你的郡主府吗 温德帝怒火中烧 佩皇后端起茶杯喝茶 遮掩住嘴角一抹幸灾乐祸的笑容 顾九有点坠坠不安 唉 不该因为好奇 就陪着胡阳走这一趟啊 果不其然 温德帝要秋后算账了 胡阳郡主表情僵硬 想笑又做不出笑容 黄兄别生气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荒唐 你还想有下次 你信不信 朕今日就下次 将你的爵位贬为县主 不 不 胡阳郡主说哭就哭 皇兄 我真的已经知道错了 本来郡主的爵位 已经比别人低一等了 皇兄若是把我贬为县主 那我 那我就真的不活了 温德帝怒吼一声 许死闭活得吓唬谁呢 你到这里是慈离宫啊 是你随便可以撒野的地方 胡阳郡主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皇兄 皇兄不喜欢我了吗 皇兄真的要抛弃我了吗 我的心都快要碎了 皇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库朴既阳 胡阳郡主是诚心想要笑死他吗 这个场合要是笑场 阴阴阴 文德帝会弄死他的 裴皇后低着头 偷偷笑了笑 胡阳也有今天 活该 胡阳还以为陛下是当年的宁王 可以随意撒娇 说几句软话就没事了 真是天真幼稚 做了皇帝的男人 每一天都在发生变化 每一天都是在和过去告别 也就是胡阳这个蠢货 还以为陛下是过去的宁王 会一如既往地包容他 文德帝十分嫌弃地 看着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胡阳 把自己收拾干净 再敢哭一声 朕直接将你贬为闲散宗室 一秒钟 胡阳果断闭上了嘴巴 胡阳闭气太快 控制不住打了个阁 他吓坏了 赶紧捂住嘴巴 紧张兮兮地看着文德帝 他只是紧张 并不是害怕 文德帝怒斥一声 这是最后一次 朕宽容你 下次再敢擅长皇宫 朕绝不轻饶 和母后求情也没用 今日之事 你敢在母后跟前胡说八道 朕同样不会轻饶了你 若是我犯了错 皇兄要怎么罚我 文德帝笑了起来 罚你三年绝路 若是再不吸取教训 直接贬为闲散宗室 就连县主这个爵位都给省了 文德帝学爵的心思 真的是很坚定啊 可怜的胡阳撞在了枪口上 胡阳委屈坏了 身为皇帝的亲妹子 没被封为公主就算了 竟然还要被贬斥 纵观史书中所有的皇帝亲妹子 只有她最惨吧 胡阳又是心酸又是委屈 眼泪啪哒啪哒地落下来 她也不出声 就是无声地哭泣 文德帝半点不同情她 老大媳妇 你是怎么回事 你为何会跟着胡阳胡闹 来了来了 顾九就知道 文德帝不会轻易地放过她 果不其然 收拾了胡阳 就轮到她了 裴皇后朝顾九看了一眼 目光冷冽 显然是对顾九极为不满 竟然和胡阳混在一起 真是越混越回去了 顾九没胡阳的体面 她站出来 走到大殿中央 儿媳给父皇请安 说吧 为何要和胡阳一起胡闹 儿媳是在尽孝 顾九语出惊人 胡说八道 裴皇后率先出声斥责 胡闹就是胡闹 竟然还敢往尽孝上面扯 你当陛下和本宫是傻的吗 顾九神色镇定 母后请听儿媳明言 裴皇后哼了一声 好啊 本宫就听听 你是怎么个尽孝法 说完 她朝文德帝看去 见文德帝没有意见 她才放心下来 据儿媳所知 胡阳姑母同浮明姑母 自幼就不合 矛盾重重 过去胡阳姑母 多被浮明姑母压制 心中十分抑郁 奈何形势所迫 只能一味忍着 这一回 浮明姑母因着孙家的事情 终于露出了一丝颓败之相 胡阳姑母多年心结 家总算有机会出了一口玉气 让心头畅快些 亲戚也分清疏远近 再儿媳心头 自然是胡阳姑母更亲近些 虽说看胡明姑母的笑话 有失体统 不合规矩 但是为了胡阳姑母 能出一出积压心头 多年的玉气 儿媳也得拼了 顾九一番话 有理有据 陪皇后都愣住了 编 继续编 难怪世人都说顾九 巧舌如簧 这话真没冤枉她 明明是胡闹 在她嘴里 却变成了尽孝 颠倒黑白 也不过如此吧 陪皇后四笑非笑地 扫了眼顾九 然后望向文德帝 陛下 您愈想如何 文德帝想笑 却又忍着 她是被顾九 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给震惊了 她问胡阳 胡阳 你怎么想的 胡阳郡主 还在震惊中 她在想 今儿个发生的一切 真的如顾九 所说的那样吗 她怎么觉得 自己只是单纯地 看个热闹 并没有想那么多呀 胡阳的所思所想 就差直接写在脸上了 姑母大度 过往的事情 自然不会多想 但是伤了的心 始终会留下伤痕 伤痕总是会疼的 我也只是略静一点心意 帮着姑母抚平心口的伤痕 希望今儿过后 姑母的心能温和一些 畅快一些 咦 是这样吗 胡阳一脸懵逼 她只是单纯看个热闹 竟然还有如此深邃的寒意在其中 胡阳甩甩头 脑袋有点发晕 她这模样 分明是被顾九忽悠得 找不找北了 温德帝不忍直视 胡阳真是一如既往的 又傻又蠢 亏得顾九没有坏心 温德帝才放心 胡阳同顾九来往 温德帝倾咳一声 板着脸 胡阳 到底怎么想的 胡阳回过神来 扭捏了一下 差不多就是 大侄子媳妇说的那样吧 我就是为了 扶贫心头的伤痕 陪皇后实在是忍不住 发出了笑声 她起忙瘦脸 摆摆手 叫大家不必在意 狗屁的扶贫心头伤痕 这话从顾九口中说出来 充满了对人性的剖析 令人信服 同样的话 从胡阳口中说出来 就成了笑话 胡阳啊胡阳 你忘了自己不学无术了吗 照本宣科 好歹肚子里也得有点祸吧 陪皇后双肩一抽一抽的 她分明是在偷笑 快要被胡阳给笑死了 温德帝忍得很辛苦 双手抓着暗头 很用力很用力 不如此 她一定会笑场的 但是为了维持帝王的威严 她下定决心 一定不能在胡阳面前笑场 否则胡阳就会顺杆子往上爬 变本加厉地折腾 这是绝不允许的 顾九抖了两下 就克制了自己 胡阳这个逗逼 能好好说话吗 你 温德帝亲咳两声 板着脸 怒斥一声 胡说八道 一派胡言 你分明就是为了看 浮明的笑话 胡阳对此倒是大方承认 父皇还在的时候 他也没少看我的笑话啊 如今我不过是有样学样罢了 把他那一套用在他身上的 荒唐 你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街头巷尾 给你吵架的地方吗 事关皇室生语 你竟然存心看笑话 放肆 温德帝极言吏色 胡阳不敢作声 他只敢偷偷地嘀咕两句 周一被袖 和皇室屁关系啊 他又不信刘 算什么皇室 你说什么 温德帝历声质问 胡阳连连摇头否认 我什么都没说啊 温德帝冷哼一声 不管你有多少不满 你都给朕忍着 浮明的事 你不准出去散播 要是让朕知道 此事宣扬出去 朕定不会轻饶你 胡阳不甘心 皇兄好生苛责 绝在场的人 不止我一个 难不成别人散播 浮明的闲话 也要怪在我头上吗 我不服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三十二集 温德帝不给他半叠脸面 不服你也给朕憋着 在朕这里 休得讨价还价 胡阳张张嘴 面对温德帝凶狠的目光 只能不服地憋着 温德帝眼睛一瞪 盯着顾九 巧言吝啬 口舌如黄 黑的都被你说成白的 儿媳知罪 顾九认错 认得很干脆 别妄想和帝王讲道理 帝王就是世上 最不讲道理的人 凡是试图 同帝王讲道理的人 基本上不会有好下场 顾九诗实物为俊杰 他向来很有眼色 不会干以卵击食的事情 知道错在哪里吗 顾九斟酌了一下 儿媳不该跟着 胡阳姑母一起进宫 儿媳应该劝着她 温德帝恩了一声 看来你还有点自知之明 没有往事尊大 真的以为自己实在尽孝 顾九嘴角抽抽 他就是随口编个借口 让双方都有台阶下 没想到温德帝 那么大的意见 回去后 闭门思过一月 好好反省 以后不许再和胡阳一起胡闹了 儿媳遵旨 被禁足了 整整一个月 眼看天气热了起来 顾九对禁足一事倒没意见 天气冷 他不乐意出门 天气热 他同样不乐意出门 禁足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假 好好陪着玉哥吧 温德帝又指着胡阳 你 你去闭门思过半年 不到时间 不准踏出郡主府一步 胆敢阳奉阴尾 禁足时间加倍 胡阳张大了嘴巴 不敢置信 黄兄 你真的要禁我的族吗 能不能三个月 再敢说话 禁足一年 温德帝半点不留情 胡阳郡主一脸委屈 眼泪滚落而下 可怜的寒 温德帝不为所动 挥挥手将人打发了 胡阳哭着跑出去 他要找萧太后诉苦 顾九趁机告辞 他才一个月 胡阳竟然半年 看了温德帝对胡阳 积压了许多不满嘛 而且他是半个宅女 一个月不出门 他可以适应良好 但是胡阳不行 胡阳喜欢交集应酬 叫他半年不出门 真的是打在了他的软肋上 难怪胡阳那么伤心 顾九没去慈宁宫 萧太后一定会骂他的 他就不自讨没去了 顾九静止出宫 回到王府 开始闭门思过 关起门来过日子 静足一个月也好 趁机好好调养身体 早点给玉哥 添个弟弟妹妹 顾九甩了个白眼给他 不要 怀孕生孩子 忒辛苦了 他能说什么 他敢反驳吗 玉哥一个人孤孤单单好可怜 将来遇到事情 都没有兄弟帮衬 顾九翻着画本 将他的画当作耳旁风 刘赵健壮 软得不行 干脆来硬的 他直接抱起顾九 今儿出了许多汗 一起沐浴 你放我下来 顾九震惊 没想到刘赵来这一招 太不要脸了 不放 把人抱紧浴室 将衣服打湿 不洗也得洗 这场沐浴洗了许久 洗得顾九腰酸腿酸 嗓子也快哑了 往床上一躺 恐怕接下来一天都不想动他 他咬着背面 骂了一句 臭流氓 刘赵一脸嘚瑟 这个称呼 很好地体现了他的实力 臭不要脸 本殿下全当是赞美 赢赢赢 男女体力相差太大 反抗不了啊 这真是一个 令人心酸的真相 接下来的日子 顾九过着猪一般的幸福生活 短短几天 他就感觉自己变得圆热了一些 却没有动力站起来运动减肥 反正还年轻 心沉代谢快 就算胖也胖不到哪去 嗯 他就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当他圆润的时候 浮明公主府 却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 宫中终于来了旨意 一道皇后一旨 一道皇帝圣旨 孙明志同周姨合离 从今以后 各自嫁娶 互不相干 还在旨意末尾 提醒浮明公主 好生管教周姨 不可丢了皇室外戚的脸面 事到如今 浮明公主已经做好了 合理的准备 故此会有这道一旨 她不意外 让她惊恐的是皇帝圣旨 温德帝在圣旨中 呵斥她教女无方 巴拉巴拉许多 最后将她由公主角 贬为郡主角 今年的绝路 得退回一半给互补 连圣旨都来不及接 浮明公主 不 从今以后 得改叫浮明郡主了 就直接昏了过去 胡阳郡主放声大笑 自进族后 浮明由公主 变为郡主 是她唯一高兴的事情 她不能出府 又不能广宴宾客 就只能领着府中的 几个面首 吃吃喝喝 以此庆祝 多少年了 今儿个总算出了一口 心中的玉气 如今想来 当日大侄子媳妇 在新军宫说的那番话 很有道理嘛 她心头的确留下了伤痕 需要有人帮她抚平 哼 皇兄就是不理解她 胡阳偷偷地抱怨了一通 转眼又高兴起来 来人哪 笔墨伺候 下人急忙准备文房四宝 好奇胡阳要写什么 胡阳郡主提笔 想了半天 不知道该如何落笔 最后 她干脆写了一封口语化的书信 叫下人给顾酒送去 大侄的媳妇 对本宫帮助良多 这回浮明被贬斥 本宫很是高兴 本宫最该感谢的呀 就是她 因为本宫的原因 连连她也被禁足了 本宫很是过意不去 行了 如实将这番话 告诉赵夫人 记住 一定要带回赵夫人的回信 下人领了差事 急匆匆感到王府送信 顾酒正无聊着呢 收了胡阳的信 看完后 哈哈一笑 胡阳别的本事没有 逗乐子的本事很厉害 姑母要求回信 是吗 我家殿下 的确是这么说的 顾酒想了想 提笔回了一封信 她没想到的是 自这封信开始 禁足中的胡阳郡主 竟然找到了新的乐趣 胡阳三天两头 给顾酒去信 还要求她必须回信 有时候甚至一贴一封信 还乐此不彼 信里面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顺便聊聊心情 直到有一天 顾酒在胡阳的信件里 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个提议 也不知道 胡阳是从哪里得知的消息 竟然知道郑国公府崔家 曾向苏家提亲 苏家后来委婉拒绝的事情 胡阳神来之笔 就在信里头写道 大直的媳妇啊 你那个苏家表哥 本宫派人了解了 极好的一个人 就是年龄啊 稍微大了些 不过年龄大 也有年龄大的好处 疼人呢 你看啊 我家明明 配你家苏表哥 怎么样啊 顾酒差点被呛死 胡阳怎么会胜出 将陈敏 嫁给苏正的想法 这真是天马行空啊 他福娥 心很累 平息了一会儿 才问送信的郡主府家令 你家郡主 怎么会知道苏家的事情 家令微微躬身 我家郡主 最喜欢听市井留言 每日都会 请人出门打听 不知怎么的 就打听到苏家 和崔家的事情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顾酒呲哑 突然觉得后曹牙有点疼 你告诉你家郡主 这门婚事不成 家令一脸为难 夫人还是写信 亲自告诉我家郡主殿下吧 要不然下官无法交差 罢了 他何必为难一个送信人 顾酒提笔写信 九三个字 不合适 将信纸折叠 放入信封 交给郡主府家令 带回去 交给郡主殿下 陈敏是陛下的外甥女 无论如何 宫里都会替他 向看一门合适的婚事 郡主殿下 无需操心 家令收下信件 下官会将夫人的话 如实转告我家郡主 只是郡主娘娘 听不听 下官无法保证 没关系 你照实说就行 顾酒以为 胡阳看过信件之后 就给打消他 荒唐的想法 结果胡阳郡主 根本就没想过要放弃 第二天 他又派人给顾酒送信 信中罗列了各种理由 认为苏正和陈敏二人 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顾酒嗤之以鼻 信到胡阳郡主 说疯了吧 就因为他的缘故 于是爱屋其屋 就觉得苏正很好 想将闺女嫁过去 真是荒谬 如今的苏家 不是二十年前 忠明鼎时的官宦世家 如今的苏家 只是普通富户 小有资产 苏正也只是一个 欺贫小官 仕途前程 现在说这些 还为时过早 虽说陈家被砍头 几乎灭族 只剩下了陈敏 陈绿兄妹二人 可是陈敏 毕竟是先帝的外孙女 是文德帝的外甥女 就凭这个身份 他陈敏嫁谁不是嫁 何必屈救苏正呢 而且 苏家也娶不起陈敏啊 光是苏家 在京城置办的 三进院落 就不配娶皇帝的 外甥女亲门 区区的三进宅院 多逼则呀 就说王府吧 随便拧一个院子出来 都比苏家的宅院 要大一倍 这就是差距 很现实 却不能无视 顾九深吸了一口气 这一回 他也认认真真地 书写信件 将反对的理由 一条条写出来 希望能够打消 胡阳郡主 这荒唐的想法 还担心这样不够 等刘赵从衙门回府 顾九就拉着他嘀咕 你得替我盯着 胡阳姑母那边 还有宫里头 万一 胡阳姑母写信到宫里 请旨赐婚 你可一定要拦着 这事我会帮你办好 只是胡阳姑母 为何如此之拙 要将陈表妹 嫁给苏政 顾九叹了一声 指着自己 可能是因为我的缘故 刘赵挑眉 心中了然 原来如此 你不希望 苏政娶陈表妹 当然 顾九斩钉截铁 没有丝毫犹豫 皇帝的外甥女 是能随便娶的吗 刘赵闻言 却又笑了起来 陈敏的确是 父皇的外甥女 但是她的地位 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 顾九不解 此话何意 处置陈家 是先帝下的旨意 这道旨意 父皇肯定不会推翻 既然陈家的罪名 不会被推翻 严格算起来 陈敏他就是犯官之后 只因为母族显贵 才得到了庇护 你记住 他姓陈 吴姓刘 他的婚事 严格说起来 和皇室并无多大干系 就如周姨那般 孙家要合理 父皇就站在孙家那边 不给周姨丝毫退路 因此 你只需把陈敏 看成一个普通的外甥姑娘 就成了 无需过于高看她 顾九有些困惑 听你的语气 你似乎对陈表妹 有些意见 陈表妹招惹你了 刘赏缓缓摇头 她当然没有招惹我 我只是 不想看到你 因为她发愁 顾九脸颊 微微泛红 妈呀 臭男人 说琼话也不挑个时间 自闻得地登基 陈敏就搬出了王府 住进了慈宁宫 伴在萧太后的身边 就凭陈表妹 常年伴随太后身侧 理应得到重视 经常应该有不少人家 想要聘娶她吧 刘赏却摇头 有胡杨姑母那样的母亲 外加陈家的案子 陈表妹的婚事 并没有你想的那么乐观 想要聘娶她的人家很少 偶尔听母后提起她 就说她婚事很艰难 基本上属于高不成低不就 很难寻觅良缘 陈绿的婚事也是如此 好在陈绿是男子 可以自己薄功名 他日 他若立下功劳 婚事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顾九摇头笑笑 过去父皇还没登基 因为胡杨姑母的缘故 陈家两兄妹的婚事艰难 我还能理解 如今他们兄妹 一个是陛下的外甥 一个是陛下的外甥女 身份地位水涨船高 怎么婚事还是这么艰难 京城那些世家 果真都不稀罕 皇帝外甥女的身份吗 刘赵笑了起来 皇帝外甥女的身份过去稀罕 现在可没什么好稀罕的 自先帝开始 就立则对皇室宗亲外戚刺绝 到了父皇这里 更是变本加厉 堂堂皇子都没爵位 区区外甥女想要爵位 更是妄想 没有爵位的臣表妹 还不如那些世家贵女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皇帝的外甥女也仇嫁 刘赵今儿个来了兴致 便多说了一些 若是周易有爵位 孙家断不敢提出和离 孙家就是欺负明失事 周易没有爵位 才敢走这一步棋 孙家难道不是在为父皇薛绝 提供机会 这回浮明被贬为郡主 分明是孙家拱手送上的机会 方便父皇小事牛刀 刘赵含笑点头 是有这么点意思在里头 但是孙家摆脱周易的想法 也很强烈 孙家此举可谓是一石二鸟 讨好了父皇 又摆脱了福明这个亲家 不愧是百年世家 一出手就直接打西村 还不落人口实 我听胡阳姑母说 先帝十分宠爱福明 那为何没有给周易自决 刘赵轻抚他的脸颊 当然是因为舍不得 就算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主 也花费不少银两 本朝爵位最初是石丰 想石亿 可自行收税 后来因为朝廷税收逐年减少 就将石丰改为虚绝 石亿改为绝路 由户部承担所有绝路 朝廷每年光是绝路开销 就是数百万两 祖宗们大方刺绝 后果就是国库空虚 银食卯粮 等到先帝继位 国库已经积欠许多 金官们的俸禄 更是拖欠了两三年 听说那时候的金官 尤其是家瓶的金官 是真的惨 先帝有感绝路负担重 于是对刺绝十分严苛 轻易不刺绝 不过比起父皇 先帝还算大方 先帝在位时 好歹大方给皇子们 赐封亲王绝 到了父亲这里 别说爵位 我们几兄弟 还得挤在一个 釜底里生活 这种情况 真是闻所未闻 顾九大笑出声 刘兆话里 毫不掩饰地抱怨 显然他对文德帝的 不自觉 还不给釜底的行为 十分嫌弃 我还以为 你对现在的处境 没有丝毫意见 平日里 看你住得挺好的 没想到 你也会嫌弃你的 那些兄弟 不想和他们 住在一个屋檐下 我自然嫌弃他们 也不想和他们 住在一个屋檐下 如今 我就想有一个 自己的皇子府 谁会暂时不指望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三十四集 顾九旧闻吹一笑 父皇吝啬钱财 不会拿钱给你们开府 你想要一个皇子府 怕是遥遥无期 刘兆何尝不知道 所以十分郁闷 心里头诸多怨念 我去年就查了 少府的册子 少府名下 还控制好几栋宅院 完全可以 用作皇子府 顾九忍着笑意 皇子搬心府邸 即便没有爵位 户部也得拿出 一笔安家费 好歹帮着 将府邸修整一番 皇子们的安家费 可不便宜 父皇舍不得 刘兆怨念深重 他倒是想自己 掏安家费 但是这破坏的规矩 会成为众矢之地 而且开了这个头 户部肯定会赖上他 以后一硬开销 户部都会找借口 叫他垫付 哼 户部做梦吧 而且他也没那么多钱 顾九再是没有 搬心府邸的想法 也从不提这事 顾九为什么 不想搬心府邸 因为他现在住得挺好 万事不用操心 开销又少 搬了心府邸 偌大的宅子 全靠自己拿钱养 压力山大呀 贫穷 让顾九 失去了搬家的动力 京城郊外 顾家田庄 今儿给迎来了管家顾全 田庄庄头 恭恭敬敬地 将顾全迎进大门 顾全忙着败事 没空应付庄头的谄媚讨好 三姑奶奶人呢 神在后院 顾全面容严肃 来路 庄头不敢怠慢 躬身在前面带路 顾家三姑奶奶顾月 被关押在田庄 将近两年时间了 她瘦了 模样也老了些 身上穿的 都是两年前京城流行的款式 发型也是两年前流行的 顾月的时间 仿佛都停留在了两年前 两年的田庄生活 磨掉了她的尖锐 她开始变得沉默 总喜欢用一双 阴沉沉的目光看人 盛夏 屋里热 又没冰盆 她就坐在屋檐下 让丫鬟拿着扇子扇风 她自个儿则做着针线活 顾全看到这一幕 有些吃惊 记忆里 顾月很少做针线活 她缺乏耐心 坐不住 针线活这种精细活 并不适合她 谢氏也从不勉强她 没想到在庄子里 住了两年 倒养出了耐心 三姑奶奶好 顾全行了个礼 顾月轻飘飘地 扫了她一眼 顾管家稀客 坐吧 她神清淡淡地 没有愤怒 没有惊喜 甚至都没问一声 顾全为何突然到来 就像是街坊邻居路过 随口招呼一声请坐 顾全也没客气 就在竹椅上坐下 院子里的桂花树 随风摇晃 带来了丝丝凉意 三姑奶奶不问问小的 为何到来吗 左右脱不了父亲的吩咐 父亲这回派你跑这么一趟 莫非是要赐一杯毒酒 叫我死吗 她语气清清淡淡 说出的话 却一如既往的不中听 顾全心想 之前的一切 果然都是假象 顾月还是那个顾月 一张口就能噎死人 三姑奶奶误会了 顾月笑了笑 这也是今天 她第一次笑 你说吧 我听着 顾全斟竹了一下言辞 小的这回过来 是要接三姑奶奶回府 顾月诧异 针线火也不做了 她表情先是明显地震愣 接着又笑了起来 笑容很浅 还带着一丝嘲讽 老爷不会无缘无故 借我回去的 说吧 是因为什么事 总不能是太太出事了吧 三姑奶奶放心 太太一切都好 顾月盯着她看 等着她的下文 顾全有些为难 看样子 不说实话 顾月不会跟她离开 老爷为了三姑奶奶 寻了一门婚事 小的这回接三姑奶奶回去 就是为了相看 顾月为言 耻笑一声 哼 老爷还没出笑吧 这么着急要把我嫁出去 他果然容不下我 三姑奶奶误会了 老爷都是为了你着想 三姑奶奶下半辈子 总得有个依靠吧 顾月扬眉一笑 我有兄弟 将来老了 就靠我兄弟养老 难道不行吗 总归不太好啊 没什么不好的 你回吧 告诉老爷 我在这里挺好的 无需惦记 那个什么婚事 就当没发生过 直接拒绝了吧 顾月埋头 继续做针线活 鸭黄葡萄打着扇子 始终维持着一个固定的频率 都没给顾全一个正眼 顾全有些着急 三姑奶奶就不问问 南方是谁 有什么条件吧 顾月痴笑一声 我是三魂 没有什么好婚事 左右不过中年官夫 嫁过去后给人当后娘 姑奶奶没那兴趣 顾全皱起眉头 这是老爷的安排 三姑奶奶还是赶紧收拾行李 随小的回去吧 顾月放下手中的针线活 顾全 姑奶奶问你一句 我以前是什么身份 顾全愣住 我以前是楚王府良帝 虽是个妾 也是上了皇家御蝶 是有名分的人 还替楚王生养了一个孩子 我享受过锦衣玉石 我还有丰厚的嫁妆 如今叫我嫁给个中年官夫 可人做后娘 她配吗 对方多大的脸 敢娶钱 楚王府良帝 真不怕姑奶奶 我一刀子捅死她 于是知道的 这也是我做得出来 将我这番话 原原本本地告诉老爷 老爷若是不想和人结仇 就别惦记着我的婚事 别随便找个人 将我打发出去 顾全文言脸色一白 顾月冷哼一声 低头继续做她的针线活 杀人这事 她又不是第一次做 男人看似强大 但只要计划好 杀一个男人 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叫她嫁人当后娘 顾大人打得好主意 她却不愿意顺从 都说出嫁从父 再嫁从己 她不愿意嫁 顾大人拿她也没办法 三姑奶奶就一点都不好奇 真想一辈子待在庄子里 过着轻苦的生活 顾月笑了笑 去年我叫六哥 拿着我的嫁妆 是我置办了一个小田庄 两个铺面 据说铺子生意还行 今年应该能有一千两左右的建项 我住在田庄 花钱的地方少 一年下来也能攒一些银子 足够养老了 顾管家就别替我操心了 我死不了 顾全张口结舌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才合适 三姑奶奶还是在考虑考虑 顾月摇头 没什么好考虑的 姑奶奶我没兴趣给人做后娘 天庄日子轻苦 习惯了 顾管家 你看我这针线活做得好吗 顾全愣了下 还行 顾管家没见过我以前的针线活 要是见过了 你就不会说还行 顾全尴尬一笑 顾月摆摆手 你走吧 我就不留你了 葡萄 就我送你顾管家 丫鬟葡萄收起扇子 微微一躬身 顾管家 请 顾全没法子 只能起身离开 她还是有些不甘心 走到田庄大门口 回头看着葡萄 你家顾奶奶到底怎么想的 她真的要在田庄过一辈子吗 我家顾奶奶之前说的那些 都是她真实的想法 现在的生活 虽然辛苦 却少了许多纷争 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没什么不好的 她还这么年轻 受得了 葡萄低头一笑 挺好的 受得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顾全不太相信 都说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顾越那样一个 争强好胜的人 怎么可能受得了 田庄清苦的生活 若非她说话 一如既往地带刀子 顾全甚至都要怀疑 顾越是不是魔证了 换了个心子 顾全摇摇头 只能先回府 请示顾大人 葡萄木送管家顾全离去 然后回到后院 继续当差 顾越已经收起了针线活 喝着井水震过的西瓜 人送走了 走了 不用顾越吩咐 她自己就拿起一片西瓜 吃起来 顾越神情 淡淡的 也不说她 还在笑期 就急着把我架出去 莫非是没钱呢 想要趁机收一笔聘礼 葡萄吃完了一块西瓜 拿出手绢擦擦手指 顾奶奶 真不嫁吗 嫁什么嫁 我脑子进水才要嫁人 现在不好吗 你不满意 顾越目光不善地盯着葡萄 葡萄摇摇头 奴婢就是替姑奶奶可惜 顾越痴笑一声 少说废话 收拾收拾 下午我们出去逛逛 两年过去 在金钱公事下 田庄的人都被顾越给收买了 那几个看守顾越的婆子 更是成了她的马前卒 如今她可以随意进出田庄 偶尔还会去京城逛一逛 她有嫁妆 每年都有收入 更幸运的是 当初她还在王府的时候 还投了顾九的南城门的项目 投了好几千两 这笔投资 给她带来了丰厚的回报 每年年底的丰红 就能让她过得十分舒坦 钱是人的胆 有钱的顾越 靠着顾世这个信 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下午她坐着旅车 往十几里外的 另外一处田庄赶去 这处小田庄 是用她的架装置办的 庄子很小 只有三倾土地 其中有一半都是坡地 水浇田不到一百亩 田庄深处 是一栋良静的小宅院 用高高的围墙围着 外面看起来不起眼 内院屋舍 却布置得极为舒服 各种奢侈物件 都能在卧房里找到 下人得知她要来 提前摆好了冰盆 这庄子里的下人 全都是她买的 都是她的人 往她上一躺 感受着冰块的凉意 这才是她该过的日子 夫人 谢公子来了 在这个宅院里 顾月要求所有人 称呼她为夫人 丫鬟口中的谢公子 就是谢石 谢石修墓 就顺便来顾月这里坐一坐 和她一起来的 还有一个外地来津的 世家公子 男人女人都不是没经历过的 青春人 都知道该做什么 外地来津的世家公子 在乎的是顾月 前楚王府梁帝的身份 这个身份在某些人眼里 就是个妾 一文不值 但是在某些人眼里 这个身份 代表了一种隐秘的快感 就像是在偷偷 给楚王戴绿帽 光是想一想 灵魂都在兴奋地颤抖 至于顾月在乎的是什么 那位世家公子 给顾月送来了一份礼物 一对水色透亮的玉镯 外加一对翡翠耳环 一根玉石簪子 一对不摇 价值不菲 顾月瞧着礼物很喜欢 便留了公子喝茶 之后 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而谢石 则领着丫鬟葡萄 去了乡房温存 等一切结束 外地来尽的世家公子 便被顾月赶走了 他从不留人过夜 谢石来到卧房 找顾月说话 替顾月按摩酸痛的腰身 压晃葡萄安静地 伺候在旁边 脸上是一副满足的模样 自从有了滋润 葡萄啊 就越来越水灵了 葡萄偷偷一笑 谢石盯着顾月 吃醋了吗 顾月冷哼一声 我吃什么醋 你是你 我是我 分清楚些 谢石笑了起来 似乎很满意 顾月的态度 这回我能休五天 走的时候 我再来看 别来了 我家里这几天 可能会再派人过来 也让人看见你 关于你的婚事 顾月恩了一声 你嫁吗 顾月似笑非笑地 看着他 你希望我嫁吗 我尊重你的想法 屁 顾月一眼就看穿了 谢石 谢石给他介绍人 也能得到一笔 不菲的报酬 或是人脉关系 自然不希望他嫁人 谢家不比当年 收入有限 能靠这种办法挣钱 谢石从不嫌弃 并且还越来越有干劲 只是顾月挑剔 不仅要长得好 体力好 还要家世好 准备的礼物和心意才行 否则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 谢石不敢忤逆他 只能尽可能地替他寻觅目标 三五个月总能找到一两个 偶尔也有老熟人 两次三次光顾 这事两人做得隐秘 都怕人知道 不过顾月有底牌 她是寡妇 又不是劫妇 无需给任何男人守劫 真被人发现了 大不了找个借口敷衍过去 你情我愿的事情 怕个屁呀 不过最好还是别叫人知道 因为顾大人要脸 顾月用脚趾头勾起她的下巴 放心吧 顾奶奶我不嫁人 除非你肯娶我 谢石哈哈一笑 她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 顾月冷哼一声 一脚踢在谢石的胸口 哼 滚出去 别进我的货方 走 谢石习惯了她的殷勤不定 那我先回去了 你有什么需要 叫人告诉我一声 我定帮你寻来 顾月冷笑一声 别忘了 你欠我的 谢石拱手作医 赶紧离开 她的确欠了顾月 因为她 顾月身上有一道刀疤 因为她 顾月被赶出了王府 因此谢石在顾月面前 总是心虚 葡萄送她出门 谢石同葡萄闲聊 你家姑奶的脾气 越来越大了 别理她 她就是少了男人滋润 谢石捏着葡萄的脸颊 你这样说她 不怕她收拾你 我不怕 她的是我全知道 她不相信别人 只有我能伺候她 你下次什么时候过来 三天后 我再来一趟 你能挽着她出来吗 葡萄咬着唇 怕是有困难 她身边离不得人 就连我如厕 她也要再三催促 谢石一脸失望 那怎么办 我想你的姐 说完就开始上手 搂着葡萄的身子 夏天衣衫薄 几下几下 葡萄就软了身 她拉着谢石的手 要不今晚别走了 就在这里过夜 谢石有点忐忑 我怕她发怒 不怕 我能轰住她 谢石心动 于是两人又钻进了厢房 葡萄迟迟没回来 顾月用脚趾头想 都知道她在干什么 剑棋子 离不开男的狗东西 骂了一顿 发泄了心头的郁气 顾月才叫夏人打热水 清洗身体 顾月喝了两杯茶 葡萄才姗姗来迟 看着葡萄被滋润的 年轻了两岁的模样 顾月冷哼一声 冷蹄子 见到男人就走不动路 葡萄笑嘻嘻的 都是顾奶奶教得好 放屁 我什么时候教你这些 葡萄笑笑 不作声 给她换了茶水 又上了点心 叫厨房准备晚饭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三十六集 人呢 这回走了吗 葡萄摇头 没呢 她累了 蒙蔽就叫她 在厢房里歇息 顾月冷笑 哼 感情这宅子里 如今都有你这个 剑壁做主 我这个当主子的 反而要看你的脸色 葡萄笑了笑 笑我那位公子 没伺候好顾奶奶吗 滚 顾月发了脾气 你八心八干地 扒着谢时 她也不可能 纳你为妾 给你名分 你可想清楚了 别最后被她 骗财骗色 葡萄沉了脸 顾奶奶说 这些做什么 奴婢这辈子 是要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你休想将奴婢 打发出去 奴婢死也不会 嫁给谢公子 就差赌咒发誓 表忠心了 顾月见状 勉强满意 记着你说过的话 你若是骗了我 我定不会饶你 知道了 你就是多心 去户部之前 顾月先去了一趟 宁王府见顾九 即使人气很旺 户部那边 希望能扩大即使规模 吸引更多的商家入住 户部就是想多收税 顾九面无表情地 翻着账本 朱家在集市 租了十个铺面 动静很大 顾九头也没抬 不用管朱家 水泥路那边 朱家恪守信用 本夫人也不会为难他们 顾月有些担心 朱家眼看着 就要恢复元气 真的没关系吗 顾九笑了起来 抬起头看着顾月 我向来赞成良心竞争 这个市场 一家独大 绝非好事 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也就意味着 大部分人手里没钱 没钱就不能产生消费 没有消费 即使哪里来的人气 靠着四行商行一家 你真的认为 能让一个集市 常年累月 兴旺下去吗 我们吃了肉 也得让别人喝口汤 大家得了好处 这个市场才会越来越兴旺 市井小明手中才会有钱 才舍得花钱去买房子 去买家具 去买各种所需的物品 只要朱家不玩下作的手段 我绝对容得下他们 而且 我还嫌京城的朱家太少 偌大的京城 区区一个朱家 哪里够啊 希望几年后 京城能多几个 如朱家那样有实力的商家 大家一起将整个做大做强 吸引全天下的人蜂拥而来 你想过那个场面吗 西域商路断绝了多少年 若是有一天 我们能恢复西域商路 成群结队的西域商人 来到京城做买卖 那将是什么样的场面 顾玉心向往之 夫人的希望 一定有实现的一天 顾九摇摇头 不容易啊 中间隔着一个西凉 只知道劫略商队 不懂可持续性发展 黄金一样的西域商路 就是断送在西凉手中 当年在西北的时候 我曾听一些老人说 如今西凉那边也学经了 他们一边阻断商路 一边从我们大洲 换取精美的货物 高价卖到西域那边 一满一卖 坐享西城 顾九文言 牙痒痒 可惜朝廷国库空虚 无力开战 否则定要将西凉打趴下 逼着西凉开通商路 允许西域那边的商人 到京城做买卖 说完 顾九又是一声叹息 国力有限 一些事情也是无可奈何 只能慢慢等 一会儿我去户部 他们问起扩建集市 我该怎么回答他们 告诉他们 新明县县衙没钱 要是户部肯支援一二 倒是可以考虑 如果户部不愿意出钱呢 我可以出钱扩建集市 前提是 户部得给我至少两年的 税收优惠 顾玉摇摇头 户部估计不会同意 那简单 叫户部自己掏钱扩建集市 想要坐享其成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顾玉得了吩咐 就去了户部 同户部的人扯皮 衙门办事效率低 一时半会儿 谈不出结果来 顾九不着急 着急的人应该是户部 户部四处找睡员 找来找去 还是盯上了顾九 谁让顾九是税收大户 总能给户部带去惊喜呢 顾九苦夏 懒得搭理户部 只让顾玉出面 和户部扯皮 夏天 事情总是很多 这不 朝堂上又吵着选秀了 有官员为了讨好文德帝 上书请文德帝选秀 理由冠冕堂皇 说文德帝登基近两年 宫里还没添过新人 实在是臣子的失职 身为臣子 自然是要想陛下所想 那还等什么 选秀吧 选秀意味着权柄 礼部第一个赞成 少府也没啥意见 但户部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选秀意味着花钱 户部可没钱 想选秀 想让户部掏钱 门都没有 更别说窗户了 除非少府 一力承担所有开销 那户部就勉为其难 点个头 同意此事 少府家令十分比仪 户部尚书 臭不要脸 为了钱 身为布堂官员的体面 都不要了 户部尚书赵大人 一身正气 贫穷使他不要脸 他不要脸 他骄傲 少府家令抱怨 老夫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徒啊 文德帝本就贪恋美色 之前为了朝政已经显得很克制了 今儿个有朝臣提出选秀 文德帝顿时就心动了 但是他也没一口答应 口称国库空虚 他不能为了一己私欲花费国库的钱 这般表态又得到了朝臣们的一再称颂 陛下一心为民 堪为明君 微臣 有身之年 能遇陛下 幸事啊 一时间 各种称颂 不要钱事的 落入文德帝的耳中 很是满足了文德帝的虚荣心 当然 朝臣中永远不缺聪明人 文德帝越是推辞 朝臣们越是坚持选秀 如此明君 怎么能不选秀呢 要选 不仅要选 还要大选 最后 文德帝在朝臣们的强烈要求下 勉为其难 答应了选秀 并且强调 选秀一事 不花国库一文钱 所有开销 皆由少府承担 朝臣们再次称颂文德帝是明君 沉迷明君人设不可自拔 文德帝的虚荣心又上涨了一截 选秀确定 京城又开始鸡飞狗跳 有人躲选秀 躲得要死要活 别管阿猫阿狗 只要是个男人就嫁了吧 总比进攻选秀强 有人则心花怒放 家中闺女贤良舒德 正该送到宫里选秀 博一场富贵 一边是忙着说亲成亲 一边是忙着走关系 送闺女进宫选秀 剩下京城热闹得不像话 别的秀女姓慎名谁 还没弄清楚 宫里先闹了起来 周苗上门 亲自为顾九送来新鲜出炉的大八卦 此事还没传出来 也就是咱家惦记着夫人 才会巴巴地上门告诉夫人 顾九笑了起来 一千两银票送上 周苗眼急手快 休了一下 一千两银票就进了她的口袋 她喝了口茶 萧太后想送萧家女进宫选秀 叫陪皇后知道 皇后娘娘偷偷骂人来着 皇后娘娘偷偷骂人 你能知道 顾九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周苗着急 夫人别不信啊 咱家如今关系可多了 魏央宫也有我的眼线 咱家不满夫人 陪皇后十分不满 认为萧太后是在挑起后宫纷争啊 怎么说 周苗黑黑一笑 夫人何必明知故问 萧家出了个太后 如今又有个四皇子妻 就这还不甘心 还要往宫里送女人 陪皇后能乐意啊 陪皇后没有当场翻脸 都是因为休养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周苗这话说的有趣 顾九不信 陪皇后感同萧太后翻脸 她没那胆量 也没那底气 一个不孝的帽子扣下来 就能叫陪皇后 吃不了兜着走 毕竟历朝历代 只看到被废的皇后 没见过被废的太后 后宫女人 唯有太后的地位 是最稳固的 不管谁当皇帝 太后依旧是你太后 萧太后怎会想到 送萧家女进宫选秀 是不是有人在太后身边 吹了耳边风 夫人睿智 正是萧家 在萧太后耳边吹了风 顾九端起茶杯 拿着杯盖 轻轻地拨动茶叶末子 萧家真是贪心不足 舌吞相 就不怕适得其反 惹来陛下不满吗 萧太后同意了萧家的提议 即便陛下不满 也得给萧太后一个面子 这回选秀啊 定有萧家女的一席之地 顾九点点头 这话说得没错 只要萧太后坚持 选秀无论结果如何 萧家女必定有一席之地 她好奇地问了句 对了 萧家准备送哪个姑娘进宫选秀 周苗促瞎一笑 这人夫人也认识 萧家七姑娘 四皇子七的亲妹子 顾九一口茶水 直接喷了出来 你确定 周苗点头 咱家得到的消息 就是这么说的 顾九呲牙 七皮疙瘩都起来了 萧其二的亲妹妹进宫选秀 百分百会被选上 这皇室的辈分 果然够乱的 难怪那些讲究的世家 都十分嫌弃皇室 都说皇室是天底下 最没规矩的地方 顾九服额 本夫人需要静静 亲姐妹便婆媳 萧家这一手玩得可真溜 顾九摇摇头 本夫人实在是无法理解 萧家人的做法 就不怕自食恶果 在顾九的印象里 萧家和别的寻鬼世家 并无不同 做事情向来很稳 然而这一次 萧家却做出如此 急功近利的事情 着实令人择舍 周苗哈哈一笑 富贵险中求 一点风险是可以承担的 你别忘了 四皇子是嫡子 四皇子的妻子 是萧家嫡出女儿 萧家一边和皇室做亲家 一边将女儿送到宫里争宠 这是要和皇后娘娘打擂台吗 从不能说 萧家送个闺女进宫 是为了四皇子夺嫡着相吧 万一将来 进宫伺候陛下的萧家女 生下了小皇子 萧家到底是该支持 女婿四皇子 还是该支持外孙小皇子呢 周苗文言 忍俊不禁 自然是哪边胜算大 就支持哪边 或是两边都不支持 只保个一世富贵 顾九嗤之以鼻 难怪一听说 萧家要送女进宫选秀 陪皇后会生气 换做我 我也会生气 萧家分明是脚踏两只船 两面都想得力 简直是做梦 当心有天翻船呢 有萧太后在 萧家就翻不了船 顾九呵呵两声 萧太后已经是六十级的人了 说句不恭敬的话 还能有多少日子 萧太后在的时候 能保萧家不翻船 等到萧太后人不在了 萧家还能不翻船吗 周苗摇头摆手 萧家不是萧家人 不清楚萧家人具体怎么打算 顾九端起茶杯 却没有喝 他沉默深思 萧家此举十分不治 且急功近利 萧家又不是全都是蠢人 不可能看不明白 这么做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可是萧家依旧选择 这条叫人诟病的路 为什么 周苗摇头 擦下不知道 顾九思考着 怎么想都觉得 萧家此举 带着明显的投机 是什么让萧家 变得这么功利 周苗给不了顾九答案 顾九脑海中 翻腾着各种思虑 突然 一道光亮闪过 仿佛扶置心灵 又像是突然开窍 会不会和当初 薛爵一事有关 周苗有点懵 那事不是过去了吗 顾九摇摇头 薛爵一事 看似就像是一场闹剧 但是有脑子的人都知道 御史不会无缘无故 上本提议薛爵 一定是有人受益 事后 那些薛贵武将 皇室宗亲 难免会多想一想 陛下是不是真的打算薛爵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萧家身为薛贵 是不是想要给自家人 多留一条退路 周苗择舍 这事还牵扯到薛爵 顾九点点头 越想越觉着和薛爵一事 脱不了关系 朝中明明没钱 可是朝臣们却突然提议 陛下选秀 广开后宫 你猜 选秀这事 会不会是那些薛贵世家 捣鼓出来的 薛贵鼓到选秀 难道就是为了宋女进宫 顾九挑眉一笑 自然是为了巩固爵位 你说陛下好意思 学宠妃娘家的爵位吗 周苗先是一愣 间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若是宋女进宫后 有幸生下小皇子 就算不去招那个位置 小皇子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总是有的吧 身为小皇子外祖家 自然也得跟着沾点光 周苗捏着无须的下巴 嘖嘖称探 还是夫人懂薛贵的心思 咱家都没敢往这方面想 顾九喝了口茶水 为了一家子的荣华富贵 送一个闺女进宫 是完全值得的 正如你所说 富贵险中求 相对而言 送女进宫 还是比较安全的办法 世人都说宫里苦 这话没错 但是对于世家女来说 他们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要人卖有人卖 进宫后 只要好生经营 未尝不能进营出一番局面 只要能出头 日子自然不苦 怕就怕 进宫多年 一直不能出头 不过 薛贵送女进宫 陛下无论如何 都会雨露均沾 薛贵女们抓紧机会 生下一男半女 地位基本上就巩固了 至于十年二十年后的事情 得看具体情况 再做决定 送个闺女 只保十年二十年的富贵 不亏吗 当然不亏 多少家族 连十年二十年的富贵 都求不来 如果送闺女进宫 就能保一二十年的富贵 天下不知有多少人 愿意将家里的闺女 全送进宫里面 奈何没有人脉 送进去 也得不到宠爱 薛贵在后宫 天然占据优势 现在机会就摆在眼前 要放弃吗 当然不 想明白了这里的前因后果 顾九尝出一口气 别人我不清楚 我那四弟妹 怕是要被呕死了 一场选秀 闹得京城沸沸扬扬 历时三个多月 选秀差不多落下帷幕 果然 这一回 所选秀女 有一半都是薰贵之后 剩下一半 差不多都来自官宦世家 民间秀女 一个都没有 民间姑娘 按照宫里的规矩 只能参加宫女选拔 想要出头 得一步步往上爬 就像是当初的江燕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三十八集 萧琴儿的妹妹 萧家七姑娘 果然在参选秀女中 最后被封了 九瓶之一的 昭仪 从此 宫里就多了一位 萧昭仪 萧琴儿的心情 可想而知 当她得知自己妹妹 进宫选秀的时候 就气得和娘家人 大吵了三四回 眼看娘家人铁了心 萧琴儿一怒之下 带着孩子回了王府 离王府小半年 萧琴儿的产后抑郁症 差不多好了 结果 又被娘家人 刺激得差一点复发 好在之前 已经经历过十八层地狱 她还扛得住 刘逸也算有心 得了消息后 亲自去萧家接人 不过 萧琴儿并没有 给刘逸什么好脸色 因为刘逸的两个妾室 都挺着大肚子 快生了 萧琴儿看着在自己面前 请安行礼的两个妾 冲刘逸喝喝冷笑 刘逸挥挥手 叫两个妾退下 安分待在自个儿院子里 夫人没叫你们出来 都别到夫人跟前现眼 要是叫本殿下知道 谁到夫人跟前 调三窝四 说夫人不快 绝不轻饶 两个妾领命退下 都是一副老实本分的样子 推 真要老实本分 能背着萧琴儿 偷偷怀上身孕吗 面上老实本分 心里头不知道 有多少小心思 刘逸涵笑 看着萧琴儿 这下高兴了吧 萧琴儿哼了一声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我算哪个盘面的人物 哪里值得你来关心 你这人说话 总是夹枪带棒的 萧琴儿痴笑 我这么惨 还不许我发泄一番 刘逸忍着脾气 不和他一般见识 你今儿刚回来 要不要去见一见 大嫂和二嫂 萧琴儿板着脸 我们女眷的事情 无需你来操心 你管好你的几个小妾 别招惹我 我脾气不好 到时候干出什么事 别怨我 行行行 我管好他们 保证不来打扰你 你如果要去见大嫂他们 就赶紧洗漱 抓紧时间过去 别失了礼数 知道 萧琴儿洗漱一番 带着两个孩子 来到冬院 顾九领着玉哥 在门口迎接 四弟妹气色好了许多 可喜可贺 快请进来 大嫂客气 玉哥 快给四婶娘请安 玉哥很乖地请安 萧琴儿的大儿子 也在请安 都是乖孩子 顾九送了两个小玩意儿 给两个孩子 呦 闺女长得真好 萧琴儿看着女儿 眼中都是母爱 她很乖 都不闹我 不像大哥 自小就调皮 大哥已经和玉哥 玩在了一起 两个孩子 岁数相差不大 正是好玩的年纪 至于小闺女 也才半岁左右 正趴在奶娘怀里 呼呼大睡 孩子胖嘟嘟的 看起来十分可爱 一儿一女 凑成一个好字 四弟妹有福气啊 萧琴儿看着孩子 这算是福气吗 怎么不是福气 难不成四弟妹认为 女儿不好 萧琴儿摇头一笑 那倒没有 闺女自出生后 就没离开过 萧琴儿的身边 母女有了感情 性别自然就被忽略 自己的孩子 肯定是爱的 顾九叫丫鬟 给萧琴儿 泡了一杯养生茶 四弟妹气色好了许多 想来身体已经恢复了 萧琴儿自嘲一笑 啊 差一点又被气死啊 顾九了然 事已至此 想开点吧 萧琴儿很烦躁 我以后进宫 怎么好意思去见母后 见到我那妹子 我要怎么称呼她 称呼她为娘娘吗 顾九端起茶杯 这问题无解 只能靠萧琴儿 自己去面对 萧琴儿一脸烦躁 我也就和大嫂说说 一开始 家里人都瞒着我 直到我那妹子 进宫选秀后 好几天没见到人 娘家人见瞒不了了 才告诉我真相 我当时的感受啊 就跟吞了一个 苍蝇似的难受 我是造了什么 你才会摊上这种事情 我真的是没脸 进宫面见母后了 可是回了王府后 我必须进宫请安 你叫我怎么办 良扮 萧琴儿进宫请安 犹如一场炼狱 裴皇后可没对她客气 当场就发作了她 连带着一起 进宫请安的 顾九和欧阳福 都成了被波及的驰鱼 本宫算什么排面的人物 曾敢累萧赵仪的姐姐 按时进宫请安 之前半年待在娘家 不是挺好的吗 干脆继续待着 回什么王府啊 此话一出 萧琴儿战战兢兢 都要哭了 她就知道 她会被娘家人牵连的 没办法 只能跪下来请罪 儿媳之前身体不适 在娘家养病 并非故意不进宫请安 而是身体没养好之前 不敢进宫 怕过了病气 裴皇后冷哼一声 感情本宫还要道一声懂事 是不是还要赏赐你啊 儿媳不敢 你们有什么不敢的 当初在王府就敢扬奉阴违 如今没人管着 一个二个 更是没将本宫放在眼里 本宫这个皇后 算什么玩意儿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怎么办 顾舅和欧阳福 只能一起跪下请罪 儿媳之罪 请母后息怒 不知道裴皇后 到底憋了多少火气 这一回 全都一股脑地 冲他们发泄出来 欧阳福还好 一会儿她还要去 沈贤妃那里请安 可以借机脱身 顾舅和萧琴儿两人 就只能硬生生地受着 裴皇后挥挥手 老二媳妇先退下 本宫可不敢留你太长时间 要不然 贤妃娘娘又该到陛下 跟前哭诉 说本宫苛待你 儿媳不敢 欧阳福低头请罪 走吧走吧 本宫还想和两位 亲亲儿媳妇说说话 欧阳福公身告辞 她一走 大殿内就安静下来 裴皇后不说话 顾舅同萧琴儿也不作声 气氛让人紧张 过了将近一盏茶的时间 裴皇后才出声 都起来坐着说话 谢母后 二人相互搀扶着起来 坐在椅子上 裴皇后冷哼一声 心中玉气不散 她盯着萧琴儿 你们萧家 到底怎么想的 成心送个人进宫 给本宫添堵吗 母后误会了 萧家绝对没有 给母后添堵的意思 萧琴儿小心翼翼地回答 裴皇后四笑非笑地 看着她 那你和本宫说说 萧昭仪是怎么回事 她日 她若是生下一男伴女 又怎么办 任何人都威胁不到 母后的地位 就算有了小皇子也不行 不过萧琴儿心中 又是另外一番想法 文德帝女人众多 可是多年来 不曾有哪个女人 生下一男伴女 很有可能 文德帝的身体不行 无法让女人受孕 如此一来 这后宫自然不会有 小皇子小皇女出生 想到这里 萧琴儿偷偷松了一口气 然而萧琴儿 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她不知道文德帝的身体 早已经养好 过去王府后院的女人 没怀孕 那是因为文德帝 不需要那些女人怀孕 文德帝要用不孕的假象 蒙蔽先帝 叫先帝对她心生愧疚 而今 先帝已经过世 文德帝再无顾虑 她随时都可以 让后宫嫔妃怀上孩子 陪皇后嘲讽一笑 你父母是怎么对你说的 家母说 其他薰贵都送女进宫选销 萧家只能和大家 做出一样的决定 没有一句真话 陪皇后一点面子 都不给萧琴儿 萧琴儿委屈 也只能忍着 陪皇后笑了笑 行了 去看看你家的萧着仪 本宫就不留你了 萧琴儿张口结舌 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儿媳不去看望萧昭仪 陪皇后并不领情 看不看是你的事情 本宫管不着 本宫现在要和老大媳妇说话 你退下 萧琴儿轻咬薄唇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陪皇后下了逐客令 她能怎么办 她只能起身告退 打算去慈宁宫走一趟 萧琴儿一走 就只剩下顾九一人 陪皇后盯着她看 顾九面色坦然 不知母后有什么事吩咐 你是嫡长媳 王府的情况 你得多盯着点 顾九意外 可是出了什么事 老三老五老六 还没有婚配 陛下打算给他们三人止婚 你替本宫盯着他们三个 咦 文德帝发财了吗 竟然舍得拿钱出来 给几个儿子操办婚事 顾九问了一句 陛下选好了 止婚的对象了吗 裴皇后摇头 正选着 你替本宫盯着他们三人 母后能否具体说说 到底要如何盯 是防着他们出去胡混 还是不干预 裴皇后轻声一笑 该管的时候就得管 不该管的时候 就别插手 这里面的分寸 你可清楚 顾九自然是清楚的 三皇子 五皇子 六皇子 都是输出 对他输出的皇子 裴皇后自然是防备 多于关心 顾九公身领命 儿媳明白了 儿媳会安排盯着他们 如此甚好 这回萧前二回王府 他和老四有吵闹吗 并无吵闹 瞧着四弟妹的模样 身体该是养好了 养了这么长时间 早该养好了 裴皇后靠在软枕上 你退下吧 儿媳告退 从卫阳宫出来 顾九就准备直接出宫 慈宁宫那边 今儿可不是初一 她就懒得过去秦安 任何时候 萧太后看她都不怎么顺眼 她就不过去自讨没去了 而且 萧秦二去了萧太后那里 说不定会和萧昭仪发生争执 萧家人的事情 她一个外人自然是有多远必多远 只是没想到 出宫的时候 竟然会遇到欧阳福 好巧 二弟妹动作真快 欧阳福苦笑一声 贤妃娘娘心情不太好 我没敢久坐 顾九挑眉一笑 最近宫里头 很多人心情都不好啊 是啊 有了仙人望旧人 自王府出来的嫔妃 几乎是集体失宠 如今这宫里 只见新人笑 哪闻旧人哭啊 欧阳福深有感触地说 顾九笑了笑 车儿复始 一直以来 后宫都是如此 我们不必替娘娘们操心 他们好着了 欧阳福被逗笑了 荣华富贵有了 身份地位有了 这么一想 娘娘们的确好着了 我们二人也都是白操心 顾九点点头 正是如此 好歹我们都没有姐妹进宫 比起四弟妹总归强了些 不用那般尴尬 之前在卫阳宫 我都替四弟妹难受 那场面多难堪啊 顾九笑了笑 没作声 以后还会有更难堪的时候 等到萧昭仪生下小皇子 瞧着吧 还会闹一场 二人一起出宫 各自坐上马车 启程回王府 回到王府后 顾九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前妇叫来问话 三殿下 五殿下 六殿下最近都在忙些什么 前妇微微躬身 启禀夫人 三皇子殿下整日忙着差事 狠得上风赏事 朝什么都说 三殿下做事稳重踏实 顾九敏纯一笑 真是可喜可贺 三殿下总算开始崭露头角 至于五殿下和六殿下 因为他二人都没产事 除了读书 其他时间都在外面糊混 哪里来的钱 错个纹裤 也是要钱的好吧 就那点可怜兮兮的皇子绝路 还不够一个月的开销呢 有人给两位殿下投线 两位殿下都没拒绝 所谓投线 名义上是将产业挂在两位殿下的名下 实际上 人家就是出点钱养着两位殿下 提早做个投资 正所谓拿人手短 吃人嘴软 别人花钱供养着你 供你各种奢侈开销 那等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是不是也该回报一二 花着别人的钱 那么别人打着皇子名头 在外面胡作非为 瞎搞胡搞的时候 自然也别怨恨 人家不借着皇子名头 瞎搞胡搞 哪里来的钱供养皇子啊 如此说来 皇子来钱的确容易 前提是能够承担后果 顾旧文言 不由地皱起眉头 五殿下和六殿下 都接受了别人的头线 正是 你家殿下知道此事吗 前赴点头 殿下一开始就知道 私下里也敲打过两位殿下 之后就没管过来 殿下说他管不过来 这的确是刘兆的脾气 敲打一回 听不听随便 出了事情也别找他 他不落井下石 就算对得起兄弟一场了 顾旧琢磨了一会儿 裴皇后是不是也知道此事 想要借机发作两位殿下 他吩咐前赴 把头线两位殿下的人找出来 给我一份资料 前赴诧异 夫人要管此事 管不管看情况 但是不能不了解 你只管将资料拿来 旁的事情不用过问 老奴遵命 五皇子刘绝 六皇子刘迅 两兄弟自小就要好 自闻得地登基 王府没了长辈管束 这两兄弟就跟脱了江的野马似的 除了应付一下功课外 二人整日在外面胡混 结交了一大帮王库子弟 还都是些世家里不成器的数字 武城平马斯曾反应过 说两位皇子带着一帮王库 俨然成了京城的祸害 大祸还不敢 小祸还可没少干 上面呢 没反应 将这件事给压了下来 都没捅到文德帝跟前 两兄弟靠着别人投现的银钱 整日里在外面花天酒地 好的没学到 各种乱七八糟的 倒是学了个十成十 这人呢 想学好很难 想学坏只需一碗 这话真没说错 刘兆身为长兄 敲打过二人一回后 再不过问 两兄弟越发大胆 等到陛下打算 给他们止婚的时候 只终究保不住火 出事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四十集 一大早 六皇子的生母陈婕瑜 竟然出宫 回到了王府 破天荒啊 顾九得到消息的时候 都有点不敢相信 陈婕瑜怎么出的宫 为什么出宫 六皇子殿下 搞大了两个婢女的肚子 其中一个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 这就是陈婕瑜 这就是陈婕瑜 请旨出宫的理由 顾九文言 吃了一惊 她身为大嫂 不可能去关注小叔子的房中事 加上丫鬟有心隐瞒 顾九不知道 仅有可原 让顾九吃惊的事 六皇子殿下今年多少岁 十四还是十五 虚岁十六 顾九呲牙 虚岁十六 十岁不过十四左右 就搞大了两个丫鬟的肚子 可真能干啊 陈婕瑜怎么会知道这事 因为陛下要死婚 陈婕瑜安排了嬷嬷回王府 管教六殿下身边的丫鬟小丝 这才发现有两个丫鬟怀了身孕 其他丫鬟差不多都被六殿下糟蹋了一遍 禽兽啊 堂堂皇子 大小丫鬟加起来一二十个 全都糟蹋了一遍 六皇子刘迅还真是婚宿不济 而且完全不加节制啊 这么小的年龄就月女无数 真不怕早亡吗 顾九捂着额头 府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之前为何一点动静都没有 六殿下下了封口令 他那个院子里的人都不敢乱说话 而且不少丫鬟都存了攀高枝的心 估摸着巴不得能到六殿下身边伺候 说的也是 顾九认为做妾是一条没有前途的路 但是在许多人眼里 给少爷公子们做妾 是一条捷径 是康庄大道 一人做妾 全家集犬升天 一辈子的富贵都有了 更何况 是给皇子做妾 这等好事 这年头不知道有多少人求都求不来 府里不知有多少丫鬟 羡慕六皇子身边的丫鬟 早早地结下情分 一辈子就有了依靠 却不料两个小妾偷偷偷有了身孕 打破了美好幻想 陈结瑜亲自回到王府 当然不是为了吃茶喝点心 而是为了立规矩 为了杀鸡儆猴 六皇子还没娶妻 丫鬟就先怀孕 打谁的脸呢 正式传扬出去 谁乐意还将闺女 嫁给六皇子殿下 陈结瑜还指望 六皇子能娶个名门贵女 得到女方的助力 所以 当他得知两个丫鬟 偷偷怀了身孕 心中有多愤怒 不言而喻 陈结瑜去了 六皇子居住的院落 没多久 院子里就想起了 六皇子刘迅的 鬼哭狼嚎 陈结瑜也吓得了狠心 先将儿子打了一顿板子 再收拾那些丫鬟 这一回 足足折腾了一整天 刘迅被打了二十板子 差点去了半条命 两个怀孕的丫鬟 陈结瑜亲眼看着他们 喝下了打胎药 其他丫鬟 从五板子到二十板子不等 打完板子 一部分人留下来继续伺候 剩下的全都赶出去 一时间 那院子门口 全是丫鬟们的哭喊声 殿下摔了奴婢的身子 奴婢这辈子 身是殿下的人 死是殿下的鬼 求婧女娘开恩 不要给奴婢出府 那你就去死吧 这就是陈结瑜的态度 既冷酷又无情 至于那两个怀了身孕的丫鬟 等孩子落下来 一样逃不了被赶出王府的命运 这番霹雳手段 着实将王府不少存心攀高枝的丫鬟 给吓住了 就算拿身子伺候了殿下 也未必有名分 甚至连继续留在殿下身边伺候 都有可能是妄想 被殿下睡了又怎么样 最后还不是白睡 要说对于此事 谁感触最深 自然是五皇子刘绝身边的丫鬟们 感触最深 刘绝的院子 没比六皇子干净多少 只不过五皇子刘绝 做事手段严苛 没有丫鬟敢背着他偷偷怀孕 料理干净六皇子的院落 陈杰瑜顺便将六皇子刘迅 带回宫中管教 看来陈杰瑜这回是请了皇命 才敢这么做 六皇子这边出事 五皇子倒是安分了几天 没出去鬼婚 不过 他的好运也用完了 头线的人闹出了人命官司 苦主告到京城抚引衙门 五皇子被牵连其中 涉及人命官司 又是在天子脚下 京城抚引不敢隐瞒 给再多钱也不敢 第一时间就将情况写成奏章 送进了宫里 文德帝看到这份奏章 当场就骂了人 够日的 整日不学好 尽给朕惹个麻烦 长安 大人将老五关系宗正寺 叫他好好反省 长安迟疑了一下 陛下 要不要等案子调查清楚后 再处置五殿下 万一五殿下 是被人冤枉的 冤枉的又怎么样 朕罚自己的儿子 还需要理由吗 长安躬身礼命 陛下要罚五殿下 自然不需要理由 老奴这就带人 将五殿下 关进宗正寺 叫他好好反省 文德帝点点头 将他身边伺候的人 好好审一审 该处置的 绝不手软 长安知道 这回又有人 要人头落地了 之前六皇子刘迅 弄大丫鬟的肚子 已经让文德帝 怒火中烧 因为陈坚宇主动 来了责任 文德帝才放了 六皇子一马 这回五皇子犯事 很显然文德帝 不打算继续 姑息养奸了 五皇子人在家中坐 长安从天而降 没有半句废话 直接将人带走 关宗正寺 院子里所有丫鬟婆子 小厮长随 全都被提走 关进赵狱 一个个审 五皇子还口成冤枉 长安冷冷一笑 陛下就别浪费口舌了 咱家出现在这里 自然是奉了皇命 陛下说了 要收拾你 无需任何理由 把人带走 全府上下看着这一幕 人人自危 上回陈坚宇来 只是让某些 存心攀高知的丫鬟 心中胆怯 这回长安亲自出面 则是让全府上下 所有人胆怯 长安可是文德帝 身边的第一心腹 凶名赫赫 不是沉洁于能比的 经过这回 王府不少人都安分了下来 文德帝如今 的确不顾问 王府大小事情 但是一旦犯事 惊动了文德帝 就是要命的后果啊 顾九问刘兆 五殿下和六殿下 接连出事 是不是母后 派人动的手 刘兆笑了笑 这件事情你不用管 顾九挑眉 这么说 果然是母后动了手 母后怎么想到 拿老五老六开刀 杀妻请侯 顾九好奇地问 侯是谁 某些人 顾九拉着他的手 在他手背上咬了一口 最讨厌说话说一半 刘兆宠溺一笑 都说了 但你别过问 顾九哼了一声 哼 改名我问前妇 他肯定知道 刘兆摇头笑笑 有人打裴家的主意 母后震怒 于是老五和老六 就倒霉了 不过 老五和老六 的确亲打 联想到刘兆之前 说的杀鸡儆猴 顾九心头一跳 难不成三殿下 想娶裴家的姑娘为妻 刘兆笑笑 没作声 沉默代表了肯定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有嘖嘖两声 三殿下还真敢想 竟敢肖想裴家的姑娘 她到底怎么想的 谁给她出的主意 她身边自有人给她出主意 可惜 她讨好了太后 却没能讨好母后 母后岂能让她 染指陪家的姑娘 这会拿老五老六 杀鸡儆猴 希望老三能有所长进 顾九琢磨了一下 母后这回做事 还挺迂回的 竟然没直接 对三殿下动手 老三最近表现得很好 父皇对她很满意 看在父皇的面子上 母后当然不会 直接对她动手 只是她心态大 该敲打的时候 也不能手软 说完 她落下一字 顾九心思没在棋盘上 父皇还会给老三 止婚吗 老五和老六呢 老五老六心性不定 晚几年成亲比较好 至于老三 老大不小了 今年父皇一定会给她止婚 说不定年底 我们就会多一个三弟妹 谁家闺女 现在还不清楚 要看父皇的心意 还要看女方家的意思 顿了顿 刘兆突然问起一件 不相关的事情 代侯府寒家 你熟悉吧 顾九点头 熟悉的 梅姐姐就嫁到了寒家 他们家是不是有户 信屈的亲戚 如今就借住在寒家 是啊 顾九惊疑不定 你怎么突然问起此事 顾将军的夫人 正是来自寒家 因顾将军 目前在西北当差 顾夫人就带着闺女 回娘家居住 算起来 顾家母女在寒家 已经住了好几年 前两年就听说 要给顾姑娘说亲 到现在还没下文 刘兆笑了起来 顾家正在和老三接触 自然不着急 顾九惊讶 你的意思是 屈嫁想将闺女 嫁给三殿下 她要和屈姑娘 做轴礼 疯了吧 屈姑娘身份低了些 做不了正妻 做个测试足够了 顾九揉着眉心 三殿下这回 到底要娶几个 一口气 娶三五个女人吗 她在闹什么 一阵七两测试 也不算多 老三娘旧家 胡家占了个名额 没意外的话 屈家可能也有个名额 屈正妻之位 还没定下来 顾九不痛快 屈姑娘这人我不喜欢 她住在戴侯府寒家 没少给梅姐姐惹事 她要是嫁入皇室 与我同住一个屋檐下 没遇到就算了 遇到了 我怕控制不了 自己的脾气 刘赵文言笑了起来 不过是个测试 你无需给他脸面 想骂就骂 老三不敢吭声 哼 我看三殿下算计得很精明 算计得再精明也没用 刘赵显然没将三殿下 当成旗鼓相当的对手看待 顾九丢下棋子 这事定了吗 她身为大嫂 才不会闲得无聊 去关心小叔子的婚事 之前也没过问此事 哪里想到 屈姑娘竟然有可能嫁进来 真是毙了狗了 还没正式定下来 全看父皇的意思 三皇子流言有些慌 老六出事的时候 他还在幸灾乐祸 老六这个蠢货 连后院女人都管不好 还能做什么 等到老五被关进宗正寺 他才回过神来 老五老六接连出事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仔细一琢磨 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他不是笨蛋 仔细想想 也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官窍 这是有人借老五老六敲打他呢 这人是谁 最大的可能就是宫里的裴皇后 三皇子一张脸煞白 连连苦笑 本殿下何德何能 竟然让皇后娘娘亲自动手敲打 殿下宽心 不会有事的 裴家那边 本殿下是不敢想 不止不敢肖想裴家 就连裴家的亲戚 他也不敢想 本殿下只是和太后娘娘略微提了一句 没想到就让裴皇后知道了 安不成 裴皇后在此民宫安插了眼线 三皇子留言 皱眉琢磨 这种事情 应该不意外吧 安插眼线 难道不是功力常用的手段吗 他当然知道这种事情不稀奇 他是在想 有没有机会利用此事 反击一把 权衡了一番 风险有些大 一不小心 就有可能反噬到自己身上 罢了罢了 这一次 他就干脆认栽吧 只是心头 终归还是不甘心 真当本殿下 很稀罕裴家女吗 孙家女比裴家女好多了 好不好 只可惜孙家迪之一脉 没有士林的姑娘 要么太小 要么已经出嫁 半个月后 温德帝下旨 给三皇子赐婚 赐的是河东崔家的姑娘 这个崔家 和郑国公府崔家 没有半毛钱关系 倒是和来自河东路的 户部尚书赵大人家 扯得上亲戚关系 河东崔家 乃是河东路顶级世家 上回宫里选秀 这位崔姑娘 也被家人送到宫里应选 最终 这位崔姑娘落选了 按理 落选后就该回家自行婚配 可是宫里却留了她的牌子 叫她依旧住在京城 崔家隐约菜道宫里的用意 倒也不着急 没想到最后会被赐婚 给三皇子留言做正妻 河东崔家自然是喜不自胜 崔家自然是喜不自生 另外几个被留了牌子的姑娘 倒是没这份幸运 谁家五皇子六皇子先后犯事 一个被接到宫里严家看管 一个被关进宗正寺反省 这几位被留牌子的姑娘 有人被赐婚给宗室 有人回家自行婚嫁 总而言之 都比不上崔姑娘 被赐婚给三皇子来得好 同时被赐婚给三皇子的 还有另外两位姑娘 皆是测试 一个是三皇子舅舅家的表妹 胡姑娘 一个是不知名的官患家闺女 姓白 这里面从头到尾 就没屈姑娘什么事 并非屈姑娘没入选 而是 顾九偷偷动了手脚 她厌恶屈姑娘 不乐意同这人住在一个屋檐下 更不乐意听见她口称大嫂 即便屈姑娘要嫁的是三皇子刘延 而且还是测试 顾九也不打算容忍她这个人 一个人要选上不容易 但是让一个人落选 却极为容易 顾九都不需要让刘赵出面 她只需要和少府嘉令打一声招呼 说一句本夫人不惜此人 少府那边就替她解决了此事 毕竟代选的人那么多 选谁不选谁 这里面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少府嘉令只需在文德帝 问起代选之人的情况的时候 都不用说屈姑娘的坏话 只需拿出比屈姑娘更好的人选 就能让她落选了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不出意外 屈姑娘落选了 代侯府寒假 屈姑娘趴在床上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屈姑母也是哀声叹气 一脸惨淡 母亲不是说 我一定能嫁给三皇子 为何旨意上却没有我的名字 母亲骗我 闺女啊 事关你的婚事 母亲岂能骗你 钱花了 关系也走通了 对方答应得好好的 这回一定能选上你 谁知道 此婚旨意上竟然没有你的名字 也不知道那位突然冒出来的白姑娘什么来路 竟然顶替了你的名字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四十二集 屈姑娘闻言又是一阵大哭 屈姑母安慰她 你先别哭啊 这事 无论如何 我也要替你讨个说法 这钱 绝不能白花 屈姑娘咬着球背 一脸惨白 讨了说法 难道就能改变结果吗 赐婚的旨意上 没有她的名字 这事已经注定了 屈姑母很不甘心 她找到自己的母亲 也就是戴侯府老夫人 当初是戴侯府老夫人 亲自给她介绍的人脉关系 说是一定能帮闺女选上 结果闺女落选 这事怎么说呢 老夫人也是一阵叹息 唉 你别急 老山已经派人去打探消息 很快就会有结果 母亲啊 这姓白的到底什么来路 她怎么就顶替了我家闺女的名字 被赐婚给三皇子 就是普通关火人家的姑娘 普通人家的姑娘 能取代我家闺女 屈姑母不相信 老夫人闻言 就有些不高兴 等消息吧 这事总会搞明白 打听消息的管事回来了 骑兵老夫人 姑太太 小的照着吩咐 吵到宫里的那位老人 打听情况 问我们侯府和屈家 是不是得罪了人 要不然 屈姑娘也不会被人顶替了去啊 什么 对方真这么说 老夫人面色诧异 官室躬身汗少 小的不敢欺瞒老夫人 对方的确是这么问的 当时小的再三确认 似乎是因为得罪了人 屈姑娘才会被人顶替啊 屈姑母一听 急了 到底是得罪了谁 你倒是说的 难不成是宫里的哪位娘娘 管事摇头 对方说 似乎是少府那边 有人发了话 之后赐婚名单 就改了名字 问我们 是不是得罪了少府 得罪谁 也不可能得罪少府啊 屈姑母紧皱眉头 这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母亲 你倒是说话 老夫人微微眯着眼睛 问管事 果真是少府有人发了话 宫里那人是这么说的 那人还说 少府全禀日渐加重 陛下 很重视少府的意见 言下之意 少府可以轻易改变 赐婚名单 屈姑母急得跺脚 我们屈家 怎么可能得罪少府 甚至和少府 都没有打过交道 母亲 莫非是府里有人淘气 过去 曾得罪过少府 而不自知 亦或是 偷偷隐瞒了此事 屈姑母这话 暗指寒无浪 寒无浪可没少惹麻烦 说不定哪句话 就把少府的人给得罪了 人家当时没计较 心里头却记着 寻机报复 结果就报复到 自家闺女的头上 屈姑母越想越是恼怒 恨不得冲到寒无浪跟前 将寒无浪给收拾一顿 我还一个 她小声嘀咕 声音却足以让老夫人听见 老夫人却不高兴了 说什么呢 事情都没问清楚 你怎知是五郎的责任 不是她还能有谁 屈家可不在京城 想得罪少府都没机会 屈姑母很是不愤 自家闺女的姻缘没了 这事得要个说法 屈姑母将屈姑娘落选的责任 怪在了韩武郎的头上 身为韩武郎母亲的 戴侯夫人自然是十分恼怒 她亲自带着人 来到屈家所居院落 免礼藏针 将屈姑娘数落了一顿 屈姑娘大哭起来 委屈得不行 于是乎 戴侯夫人 同屈姑母这对姑嫂 就掐了起来 掐得风云变色 整个戴侯府鸡飞狗跳 闹了几天 最后还是戴侯本人回府 调停了此事 戴侯看着双方 一个是自己的亲妹子 一个是自己的夫人 两边都得罪不起 那就只能说实话了 外甥女落选一事 的确是少府发了话 才会如此 但是和五郎没关系 是外甥女自己得罪了人 叫人记恨上 对方不乐意见她嫁入皇室 就托少府将她的名字给划掉来 戴侯夫人嘲讽一笑 我说呢 原来是自己造的孽 还敢冤枉我家五郎 先让我家五郎负责 真能攀扯 差一点呢 就叫人得逞了 屈姑母大怒 她没理会戴侯夫人 而是质问戴侯本人 大哥 你说话要凭良心啊 我闺女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怎么可能得罪人 还被人记仇 戴侯沉着脸 你闺女自己得罪过谁 她能不清楚 你问问她 她什么时候得罪了赵夫人 什么赵夫人 到底怎么回事 屈姑母一脸懵逼 似乎没反应过来 戴侯冷哼一声 我托人打听 说是赵夫人亲自发话 一句不喜屈家女 少府就把你女儿的名字 从名单上画掉了 就是这么回事 戴侯夫人闻言 敏唇笑了起来 屈姑母愣了愣 才回过神来 天哪 这是无妄之灾呢 大少奶奶人呢 她和赵夫人是姐妹 这事肯定是她干的 她到底和我们 有什么仇有什么怨 为什么要害了 我们家闺女的姻缘呢 戴侯夫人很生气 姑太太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我家大儿媳规矩得很 最近更是没有出过府 你凭什么说 这事是她干的 你再敢胡说八道 胡乱攀扯 别怪我不顾亲戚情面 屈姑母却赖上了戴侯府 赖上了顾眉 不是她还能有谁 那位赵夫人 无缘无故 怎么会饿了我家闺女 一定是大少奶奶 在赵夫人耳边尽了谗言 赵夫人才会同少府打招呼 将我家闺女的名字划掉 得 看来屈姑母不闹个结果出来 是不会罢手的 不过顾眉可不是忍气吞声的主 顾家女从来都不是受了委屈 默默承受的人 屈姑母敢冤枉她 还敢攀扯她丈夫韩世子 她自然不会客气 她直接带上人 冲到屈家所居的院落 将躺床上发闷气 好几天的屈姑娘拉扯到 戴侯府老夫人面前 让老夫人给她做主 期间少不了动手动脚 趁机发泄心头怒火 屈姑娘被顾眉扯着头发 拉到上房 一路上 戴侯府的下人全都看见了 屈姑娘直说没脸见人了 顾眉痴笑一声 敢肖想别人的男人 还怕没脸见人吗 把你的脸露出来 叫所有人都看看 虎妹子到底长什么样 一心想要攀高枝 最后攀不上 还敢胡乱攀咬人 真当我是软柿子捏的 好欺负是吗 顾眉一发飙 屈姑娘里子面子 全都丢尽了 戴侯府老夫人心疼外孙女 却也要给孙媳妇一个面子 就打算获悉泥 顾眉不依不饶 屈家住在府里几年 她早受够了 她要趁机将屈家母女 赶出戴侯府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十月初 天气已经冷了下来 冬天的脚步 已经来到了京城 往年这个时候 很多商家 已经准备离开京城 就怕再惋惜时候 河水冰冻 道路不好走 耽误了回家过年 但是今年 商家们显得不慌不忙 还有更多的货物 正在源源不断地 运到京城来 京城空前的热闹 没想到这个季节 还能吃上南方的水果 真是令人意外呀 听说了 这京城道落浙的水泥路 快修好了 早就听说了 好像就差最后几十里路 两头就能合拢 最近四海商行的肉菜店 又添了不少新品种 好像都是从南方运来的 价格还不贵 怎么不贵 一个橘子这么大一点 就要两文钱 两文钱都能买几个鸡蛋了 我昨尝了个鲜啊 那橘子真甜 听说和我们这边 品种不一样啊 还有红薯干 几前只听说过南边 有人种红薯 却没想到 那东西还真是奈恶来着 听说红薯在北边也能种 真的 这事可不能瞎胡说 胡说什么呀 我小姨子嫂子的兄弟的大舅子的表兄 在庄子上干活 听人说 今年不少庄子都种了红薯 一亩能有上千斤呢 真的吗 天哪 上千斤的牧产 岂不是说金黄不接的时候 不用再担心饿肚子了 光种红薯也不行 每年的赋税摇曳 没办法用红薯去抵扣 还得种小麦稻谷 这倒也是 那红薯除了牧产膏 能做红薯干外 还有别的吗 怎么没有 喂猪就极好 还能磨成粉 做成红薯粉丝 听说还能酿酒 红薯果真能酿酒 茶楼老板 竟然也加入了几个脚夫的谈话 我都是听人说的 说是红薯母产膏 可以煮来吃 蒸来吃 还能烤着吃 定饿 就是屁多 喂猪也是极好的 猪吃了红薯 肉整得快 还说能酿酒 只是没见过 茶楼老板说 要是真的酿酒 我也种个十亩二十亩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能酿酒 你刚说的红薯粉丝 是什么样的 你去大槐树吉士的肉菜店 那里面有卖的 东西好还不贵 改名我也去买半斤 尝个新鲜 脚夫们喝着大碗茶 歇息了半个时辰 又去忙活了 茶楼老板留意起 红薯这务事 咬咬牙 还是花钱买了红薯干 红薯粉丝 还撑了几十斤的红薯回来 准备学着煮来吃 蒸来吃 烤来吃 这茶楼 就是路边最低档的茶楼 一个草棚子 不遮风 只能挡挡雨雪 茶楼老板开了多年 挣的也都是辛苦钱 好不容易攒了钱 买了十几亩泼地 几亩水浇地 也算是小富了 茶楼老板打算好了 趁着身体还好 再干几年 多买点土地 等老了 就去乡下养老 靠着几十亩土地 一家人都能生活 要是这个红薯母产真有那么高 真有那么好 茶楼老板绝掌 买几十亩地的计划 说不定能够提前实现 接下来几天 茶楼老板一家人 变着花样地吃红薯 别说 味道还真不错 甜滋滋 糯糯的 烤得最好吃 香 果然如同那些脚夫所说 红薯顶饿 就是屁多 不雅 吃过了红薯 茶楼老板就盼着 红薯能酿酒的那一天 一定要能酿酒啊 只要能酿酒 他就将自家的山坡地 全都种上红薯 至于种子从哪来 茶楼老板还没想到那么远 反正等到春耕的时候 总能想办法弄来种子 离着京城三百里的八里铺 位于京城到洛州的关道上 自去年来了修路的工程队 这处位于山澳澳里面的小地方 就热闹了起来 修路的 烧水泥的 来往送补给的 冬天最冷的时候 工程队都没歇着 还在烧砖 说是要建房子 当地百姓也不懂 修路同建房子有什么关系 他们只知道 工程队来了以后 家里的日子便好了起来 男人去工地上干活 每天两顿干的 还有肉汤盒 还有工钱呢 女人帮着烧饭 一样包吃有工钱呢 没找到活的女人 便接了缝补的活 工程队上都是大老爷们 挣得多 手散 愿意花钱请人洗衣服 工地附近的百姓 就得了石灰 除了这些以外 以前卖不起价钱的 牲畜家禽 工程队都要 价钱还公道 还因此掀起了一波 小小的 饲养家禽的风潮 运不出去的木材 石头 不值钱的石灰 工程队都拿钱买 巴里铺老百姓的日子 眼看着好起来 然而这段水泥路 也修通了 工程队走了 当地百姓都是一脸的遗憾失落 好日子随着工程队的离开 也随之离开了 以后的日子 怕是又会回到过去那种贫穷守旧 一年到头吃不了一顿饱饭的生活中 却不料 工程队走后 水泥路边 却多了两栋气派的宅院 周围的土地山林 也被人买了下来 很快 房子上挂了牌子 门口水泥路上 多了两排高高的木栅栏 附近村子里 唯一读过书的童声 指着房门上挂着的两道牌子 念叨着 收费站 休息站 这是什么玩意儿 不知道啊 休息站是不是就是一站呢 这倒是能理解 收费站是什么 难不成我们以后 从这路上过还得给钱呢 一听到给钱 村民们落荒而逃 生怕从那气派的大宅院里 跑出几个凶神恶煞的人 找他们要钱 这唯一的童声 尴尬地站在风中 本想和村民们一起逃走 又觉着有失体面 但留在这里吧 他又害怕 两股站站 快要尿裤子了 鸣鸣鸣鸣 气派的大宅院里 果然出来一个人 一个模样斯文 眼神精明的年轻人 喂 你不跑吗 年轻人问老童声 老童声今年三十 姓王 去过最远的地方 就是几十里外的县城 他天天嘴唇 走 现在就走 别忙呀 年轻人咧嘴一笑 刚才听你说话 你识字啊 王老童声点点头 读过书 年轻人打量着 老童声的穿着 以及那张面带 菜色的脸 显然是个穷光蛋 还有点莫名其妙的青纲 我们这里招识字的人 你来吗 包吃海给公钱 王老童声 先是啊了一声 年轻人黑黑一笑 哎呀 啊什么啊呀 顿顿吃肉 想要吗 一月一两缝肉 想要吗 干得好呀 年底还给赏钱 还能以内部价 从东家手里 买到好东西 真不心动 你们这里 做什么的 老童声心动了 只是心里头 还是有些迟疑 就如年轻人猜的那样 他有点莫名其妙的清高 作为村里唯一识字的人 还能将日子过得这么穷 不是没有原因的 嘿嘿嘿 你会识字 当然是做抄写工作呀 难道你字 见不得人啊 见得人 见得人 我能考虑考虑吗 你现在要是不答应 等到明儿 可没你的机会啊 县城里的人啊 可惜按我们这里了 老童声对视急了 明儿 你们就不招人了吗 明儿你们就不招人了吗 知道吧 县城过来的人 全部都是手手 过来就能用 就你啊 还得上半个月的 培训班才能上岗呢 什么培训班 什么上岗 老童声半懂不懂 但这话的意思 他明白 他现在要是不答应 差事就从手指缝里 溜走了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四十四集 顿顿有肉吃 汪老童声不争气地 咽了一口口水 一跃一两的俸禄 汪老童声的心口 砰砰乱跳 比第一次睡小娘子 还要激动 他看着眼前 两栋气派的宅院 挂着收费站的是 两层小楼 挂着休息站的是 个近深很深的宅院 就犹如那庭院深深 不知道里面 是什么景象 刚才这年轻人 就是从休息站里面 出来的 汪老童声用 他那不太聪明的脑袋 判断出 他要是错过了 眼前的机会 就再也找不到 比这更好的差事了 他哈了口气 山里面天冷得早 寒意比外面 提早了一两个月到来 年轻人也不催促他 端着一个陡大的陶瓷碗 呼吱呼吱地吃着 那白花花的肥肉 馋了几个月 没闻过肉味的老童声 眼睛都直了 口里一个劲地 分泌着唾液 年轻人问他 想吃吗 老童声下意识地点点头 年轻人咧嘴一笑 嘿嘿 你现在签来用功协议 这饭你也能吃 现在就能吃 像你这么多 那是啊 我们这里当差的 从站长到杂役 一律管宝 站长是什么东西 老童声没明白 但管宝 他是听明白了 我饮够 我现在就饮够 肯定能吃饭吧 能 保证撑死你 嘿嘿 老童声摸着 饿得只剩下排骨的肚子 他做梦都想吃撑 他脑袋昏昏地跟着年轻人进了休息站 签了一份协议 然后就吃上了白花花的肥肉 王老童声一边吃一边哭 站长通年轻人唠叨 又拉来一个傻子 识字的傻子 嘿嘿嘿 年轻人哈哈一笑 十月的八里铺 比外面冷了许多 哈口气出来 都是白生生的 收费站里 已经烧起了地暖 屋里暖和得很 还不担心避气 黎大山正拿着一根毛笔 沾了水 在木板上写字 他老家在山那边的村里 村里有能干人 他十三岁就跟着村里的能干人 到县城里干活 这些年干过很多活 跑腿打杂 下苦力 做跑堂的小二 还当过脚夫 跟着商队跑过最远的地方 是百里外的府城 活干的不少 钱却没挣到什么 有一次做脚夫到了隔壁县 还被抓起来干了半年的劳役 命都差点丢在隔壁县 自那以后 黎大山便歇了出门的心思 还是在自个儿县城 找个苦力干吧 本以为生活就会这样下去 却没想到 今年六月出现了转机 那时候 水泥路还没修通 有人到县城招工 包吃包住 还有工钱拿 就在巴里铺当差 县城很多人都半信半疑 应工的人很少 因为招工的人是外地来的 大家怕遇到骗子 而且巴里铺那地方 穷哈哈的一堆 能有什么活干 修路吗 路都快修完了 这个时候去 连肉汤都喝不上 黎大山那时候 在杂货铺干的憋屈 东家整日防贼一样的防着他 听到有人招工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硬了 然后他就拿着工钱 去了府城的培训班 其实就是十字班 黎大山做梦都没想到 世上还有这一等好事 一天活都没干 就能拿工钱 还能识字 他年龄大 已经二十七八 学东西慢 在培训班学了两个月 考试还是不合格 急得他抓耳挠腮 东家说了 三次考试不合格 就辞退 他已经考了两次 只剩下一次考试机会了 二十几岁的汉子 因为考试不通过 急得半夜躲在被窝里 偷偷掉眼泪 就在这个时候 培训班来了个老同生 姓王 就是巴里铺本地人 王老同生识字 只要通过培训就能上岗 两人来自一个县 一来二去就熟悉了 王老同生见他学的困难 就主动提出帮他补习 在王老同生的帮助下 第三次 他总算通过了十字考试 接下来 只需要通过上岗培训考试 就能被正式录用 因王老同生的情谊 历经千难万险 终于通过上岗培训考试的 黎大山 选择到巴黎铺收费站 当个伙计 不 得叫收费员 站长说了 对外都得这么介绍自己 这样才显得正规 站长还说了 谁敢自称伙计就抽谁 真丑 不是吓唬人 又再练字 王老同生从休息站走出来 来到隔壁收费站 隔着窗户 看了一眼黎大山 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王老同生秒枪换炮 原本被生活压垮的腰背 挺得笔直笔直 脸颊上有了肉 面相看起来都和善了些 眼睛里也有了光彩 洗得干干净净的长衫穿在身上 很有点斯文人的气质 他和黎大山自府城 培训班结下的情谊 黎大山又因为他 选择到巴黎铺当差 二人关系自然不一般 王先生 您看我这字还能见人吗 王老同生点点头 有进步 每天有空多练练 练足两个时辰 等到明年这时候 你的字差不多就能见人了 黎大山咧嘴一笑 真的啊 那明年的岗位考试 我能通过吗 多看看书 应该没问题的 这收费站怪得很 不仅要进行上岗培训 要求每个收费员会识字 会基本的算数 每年还要进行一次在岗考试 考试通过 才能继续在这里干活 考试没通过 就会被辞退 辞退的阴影 让收费站上下所有人 没事做的时候 都提着一根图毛笔 沾着水 写字识字 做算术 笔墨指砚太贵 大家还是舍不得的 之所以这么拼 全是因为收费站待遇高 王老同生 就很羡慕黎大山 王呆子 来了呀 王老同生一听着声音 嘴角的八字胡就跟着抖动起来 收费站站长牛老大 提着两只猎物 带着一身寒意 走进收费站 李大山啪地站起来 站长好 好个屁 今天情况怎么样啊 李大山赶紧将今年的流水账 拿出来 交给站长牛老大 牛老大自然是识字的 他才不会告诉别人 他在培训班上了将近一整年的课程 才拿到这个站长的职位 他翻着流水账 哎呦不错嘛 今儿往京城去的商队就有七八个 哎没想到到了冬天 还有这么多的商队上京城 南下洛阳的也不少 我叔叔 也有五六个 还有走进访有的 哎不错不错 好好干 牛老大扑擅大的手 拍在李大山背上 差点没把他给拍散架了 王老同生早就悄眯眯地离开了收费站 回到了休息站 他就看不惯牛老大这人 粗鲁 还总是叫他呆子 真是岂有此理 王先生又被牛老大给欺负了吧 休息站的同事 善意地打趣他 王老同生哼哼两声 什么欺负 胡说八道 他一开口 又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 半下午的时间 天色已经暗下来 远处传来车轮滚滚声 牛老大又一巴掌 派在李大山背上 有商队来了 李大山忍着痛 到隔壁休息室 叫上一个收费员 一起走出收费站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商队从洛州方向来 开样子是去京城的 商队自觉地在木栅栏前停下 李大山上前点数 跟载到后面的收费员 拿着探笔 飞快的记录 商队负责人 从车上下来 看穿着 可能是东家 我们这车 也要收费吗 李大山板着脸 当然要收啊 你看你这车 载了这么多货物 少说得有两三百斤重 这要是换作过去的泥巴路 路面早就被你们给压烂了 我们东家 自己掏钱修了这条水泥路 瞧瞧 这路面多平整 多稳的 这样好的路 难不成 你们连三分钱都不想给啊 对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示意管事掏钱 别 我不负责收钱 拿着这个单锯 到那个窗口缴费 你们一路走来 规矩都是懂的吧 这不是想试探一二吗 管事得嘿嘿一笑 拿着单锯和铜钱 跑窗口缴费 这个商队 从洛州更南边的地方出发 进入洛州后 就上了水泥路 五十里一个收费站 一路行来 每个收费站 每个收费员 各司其职 做登记的 就专门登记 收钱的 就专门负责收钱 经过这么多收费站 没发现 有一个收费站 出现登记者 私下收钱的情况 商队东家 打量周围的环境 心头却想着 如果收费站 能保持这个作风 一直经营下去 那真不得了 将来 可能会有更多的商队 情愿绕个远路 也愿意走这条 没有吃拿卡要的水泥路 平安 省心 速度快 又省钱 管事交了过路费 拿到几张印刷的票据 交给东家 东家捏着票据纸面 这举张真好 印刷得真清楚 第一张票据上面 用偌大的字体写着 京城落水水泥路 巴里铺收费站 五十字样 下面还有钢印 还有四海陆桥商行的印章 以及一串看不懂的编码 据说是为了防伪 怎么个防伪 商队东家 一直没琢磨透 最下面有红色千章 分明是新盖上的 红色千章下面 写着日期 文德元年十二月二十三 剩下几张票据 一张写着二十 一张写着一十 最后四张小票据 全写着一文 这些票据凑起来 便是八十四文钱 而且每张票据上面 都有新鲜的红色千章 以及当天的日期 是要直接走 还是去休息站 喝口热茶 商队东家看了眼天色 快下雨了吧 李大山恩礼声 山里雨水多 不过下不大 我们现在赶路 你说天黑前 能到前面一个收费站 李大山看了看天色 天气黑沉沉的 冬天天黑得早 他摇摇头 恐怕到不了 那今晚就在休息站 歇一晚吧 行嘞 王麻子 有客人 赶紧出来接客 王麻子 就是当初那位 忽悠王老同生的年轻人 他本是四海商行的 一名伙计 老家就在这附近 等到休息站一见 他便主动请英 过来经营 照着四海商行的规矩 老员工到新产业 职务提高一级 王麻子就从伙计 提拔为休息站副站长 负责堂口 招呼客人 王麻子带着两个伙计 出来招呼 客官是要吃饭 还是吃饭加住店啊 吃饭加住店 行嘞 来来来来 客官里面请 车马和货物放心 都给你们安排到 后边马厩里面 有专人看守啊 我们这边安全 自建站以来 还没发生过 一起盗契案件呢 商队东家 跟着王麻子 走进休息站 鼻子微微耸动 这是什么香味 怎么从没闻过 厨房内有个大铁锅 正在熬煮食材 香味就是从里面 传出来的 王麻子嘿嘿一笑 心中了然 客官在前面的收费站 没有停下来 休息吃饭吗 你怎么知道 商队东家有些警惕 怕被人盯上 他们运的货物 价值不菲 可不敢拖大 王麻子将人 安顿在餐桌前 因为客官不知道香味 是什么散发出来的 我便姑且一猜 果然猜对了 客官闻到的香味 来自于我们 休息站特产 卤味 沿途每个休息站 都有这道菜 要是客官 在前面的休息站 吃过饭 自然就不会好奇 这个香味了 原来如此 商队东家松了一口气 没被人盯上 真是万幸 客官可要来一份卤味 有卤猪下水 卤猪头 猪尾巴 猪耳朵 猪肝猪肺 还有卤鸭 卤鸡 等等啊 听着王麻子爆菜名 累了一天 又冻了一天的 商队伙计 全都开始流口水 商队东家 也没好多少 只是他矜持 表现得不够明显 他根据王麻子的介绍 每桌一份卤味拼盘 几样炒菜 还有红薯饭 冬瓜排骨汤 不要钱 随便喝 不过 汤里只有冬瓜 没有排骨 要不是的确喝到了一股排骨味 大家都要怀疑 这到底是冬瓜素汤 还是冬瓜排骨汤 热气腾腾的饭菜上了桌 外加一份卤味 商队东家夹了一片猪耳朵 咦 这味道真不错 又吃了一块卤肥肠 没想到 猪下水还能这么吃 竟然没有半点腥臭味 反而还带着香料的味道 商队东家对这份卤味拼盘 十分满意 干脆又多点了两盆 给伙计们也开开婚 大家吃饱喝足 明儿个才会更卖力地干活 东家正吃着饭菜的时候 外面水泥路上 从京城方向 又来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商队 拉车的罗马 驢子足有四五十头 载货的车 足有二三十辆 东家招手叫来王马子 京城那边 卫水结冰了吗 不曾听说呀 按照往年的情况 还能航行半个月吧 商队东家指着外面 从京城方向来的大商队 他们怎么不走卫水 反而走路 岂不是耽误时间吗 王马子朝外看了一眼 顿时笑了起来 这家商队我认识 每月都在这条路上跑 他们是去洛州的 现在咱们这条水泥路 比水路航运还要方便 而且费用少 你也知道 水路沿线好多个关卡 每个关卡都要收一笔钱 而且一耽误就是半天一天的 还不如走我们水泥路呢 收费站虽多 但是便宜啊 而且吃住都方便 还不耽误事 交了过路费就能走 原来如此 商队东家原本在洛州的时候 也想过走水运 但又怕渭水结冰 半路上耽误时间 这才改走水泥路 谁能想到 如今这水泥路 竟然比水运还要省时方便 还省钱 东家暗暗庆幸了一回 幸亏选择了走水泥路 黎大山带着几个收费员 清点罗马和车辆数目 车子上货物装得满满当当 还用油布盖着 黎大山掀起油布 随意检查了一番 看着木箱子上贴的封条 他一眼就认出 那是京城四海纺织工方 出产的羊绒衣裤 一套羊绒衣裤极为保暖 价格也很感人 听站长说 就算是员工内部价 也要十两银子一套 外面买得二三十两一套 他还听说 羊绒是极稀罕的物件 一头羊 全身上下只得几两羊绒 一套羊绒衣裤 得需要好几斤羊绒 那得杀多少羊 才能制一套羊绒衣裤啊 难怪那么贵 而且他还听说 只有冬天到春天这段时间 羊身上才会有羊绒 黎大山看着一车一车的货物 感慨了一下商队实力雄厚 然后便收了心思 老实登记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四十六集 将单去交给管事 叫他们自己去交过路费 这个从京城方向来的商队 要连夜赶路 不停车吃饭休息 黎大山闻言 大吼一声 来人 抬炸了 锁链声响起 几个带着脚链的犯人 从收费站后面走出来 步履沉重 走到水泥路上 抬起重重的木栅来 让商队通过 坐在窗下吃饭的商队东家 看着那些脚带铁链的人 吃了一惊 他们是谁 你们 王麻子猜到他在想什么 客官千万别误会啊 那几个人啊 全部都是犯人 山匪路坝 我不做的 县衙关着他们啊 也是浪费粮食 我们站长啊 就和县衙商量 叫县衙将犯人送过来 劳动改造 不仅能替县衙省下粮食 还能震慑那些 没被抓住的山匪路坝 东家闻言 松了一口气 这法子好 山匪路坝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该好好改造了 他们这些刑伤 深知山匪路坝的危害 对当地县衙和收费站的举动 十分赞成 这些年 天灾频繁 许多地方都遭了灾 于是关到沿途山林中 这里一坨 那里一搓 你占个山头 我占个山谷 短短几年时间 冒出许多山匪 这些山匪 一部分是真的活不下去了 只能上山落草为寇 一部分人是真的好吃懒做 平日里偷鸡摸狗 世道艰难 不如上山落草为寇 吃香喝辣 还有一部分人 心中欲望蠢蠢欲动 却苦于没有晋升机会 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上山 指望着有一天杀官造反 被朝廷招安 换个方式走上师徒 这帮心思不一的人聚在一起 打劫沿途过往商旅 危害一方 典型的山匪路霸 祸害地方民生经济 过往商旅身受其苦 却又没有办法 以至于这些年 很多刑商都改行不做了 命都保不住 哪还敢走南闯北做刑商啊 这怎么行 没有过往商旅 收费站和休息站怎么赚钱 怎么养人 于是在收费站成立之初 率先成立了护卫队缴匪 想要让这条商路畅通 沿途山匪路霸 就必须斩草除根 四海陆桥商行 除了组织护卫队 还发出了悬赏通告 王马子指着贴在墙壁上的 悬赏告示 客观请看 杀一个山匪路霸 五两银子 抓住活的山匪路霸 十两银子一个 我们东家掏钱 县牙那边的牙医啊 如今可积极了 就为了正这份赏言 正说着 就见几个县牙牙医 压着四个带着 家号锁链的犯人来了 牛老大 给你送人来了 收一下 外面冷 大家干脆进了休息站 烧着地暖的休息站 暖和得很 几个犯人则穿着 单薄的衣衫 立在寒风中 瑟瑟发抖 牛老大 替着牙 从收费站走出来 他先和牙医 打了声招呼 然后上前 检查几个犯人的牙口 喂 我说你们送来的人 不对吧 这小白俩 能是伤匪路霸 牛老大 别不信 这是人家军师 屁的军师 老子一拳头 就能打死他 那是 牛老大 这个 牙医 比划着大拇指 牛老大 可是从天狼军 退下来的 那当然是不一样 天狼军 商队东家文言 吃了一惊 那个粗鲁的 收费站站长 竟然是从天狼军 退伍 难怪一身凶悍 牛老大 嘿嘿一笑 踢了一脚牙翼 好汉不提当年有 人 把我本家叫来 牛老大的 本家牛先生 斗鸡眼 长得其貌不扬 看起来五六十 其实才四十来岁 在山匪这行当上 干了快二十年 从小卒子 当上军师 有几把刷子 只可惜 时运不济 牛老大一来 率先就缴了 牛先生所在的山匪 他就成了 收费站的苦力 正在进行 劳动改造 本家过来认人 衙门送来的几个人 说是山匪 你瞧瞧 认识吗 肯定是山匪 牙医在一旁 强调 十两银子一个人 这哪是山匪啊 分明是白花花的银子 牛先生也不废话 直接玩起口活 说起山匪黑话 一小会儿 就掏出了几个人的牢底 牛先生指着 小白脸和另外两人 这三个 是牛头山那伙贼人 入行至少三年 这小白脸啊 我还见过一回 至于这个大个子 而是脚夫不是山匪 不知道怎么被抓来充数 好呀 王八蛋 玩花呀 抓脚夫充数 真当我们东家的钱 很好拿嘛 老子年底 要是因为你们考核不通过 老子扒了你们的皮 牛老大挽起袖子 铁疙瘩一样的胳膊 朝牙医们挥舞着 牙医们四散开 一脸惊恐不安 牛老大息怒 我们真不知情啊 都是县尉大人判的 这是卷宗 牛老大请看 牛老大嘿嘿冷笑 嘿嘿嘿 老子不看这个 老子只知道 你们耍花样骗银子 都不是好东西 知不知道骗银子 是什么后果 上个月 九里铺收费站那边 也有牙医抓人充数骗赏银 你们猜 鞋骨怎么样 最后那个牙医 在九里铺收费站 劳动改造三年 现在去看还能看的 县尉直接被撸掉 你们几个 胆大包天啊 也想来老子这里 劳动改造了吗 正好 我这里啊 正在开山挖池塘 缺几个苦力 不不不 牛老大误会了 可能是先为大人弄错了 我们这就回去休整 真的弄错了 不是老子认错人 是我们弄错了 这四个犯人都留下 滚吧 事情理清楚了 再带着案军过来 拿票去领银子 是是是 牛老大你说了算 几个牙医 屁滚尿流地跑了 天色越发昏暗 才刚过身时三刻 天已经黑得看不清面目 休息站里又多了几个人 都是过路的商旅 有走亲访友的 也有做买卖的 一个中年农妇背着杯篓 来到休息站 他站了会儿 看到有人出来 这里收货吗 他口音很重 王麻子扫了眼他的杯篓 用稻草盖着 看不清里面装的是什么 收啊 你背的是什么呀 农妇小心翼翼地 放下杯篓 拿开稻草 露出里面的雾石 王麻子凑上去 咦 没想到竟然是新鲜的黑木耳 还有晒干的香菇 这黑木耳哪来的 农妇很紧张 乐乐不言 王麻子这才意识到 农妇有些怕他 可能也是因为 不大听得懂官话的原因 王先生 你出来一下 王老同声听到呼喊 从里面跑出来 什么事什么事 问问他 这木耳哪里采的 还有吗 下次能不能别采木耳 直接把长了木耳的木头给绊了 价价好商量 王老同声得了吩咐 用方言同农妇交流 听着熟悉的方言 农妇果然放松了一些 二人你来我往 说了好一会儿 王老同声打听清楚状况 木耳是山上采的 野生 你要是连木头也搬来 那木耳恐怕活不沉 他说了 诸围救他们的山沟沟 产的野生木耳 别的地方都不行 你给多少钱收啊 王麻子很果断 嗯 这木耳不错呀 我也不让他吃亏啊 按照市场价 每斤再添三万钱 这些晒干的香菇啊 我都要了 也按照市场价收 王老同声和农妇交流 农妇露出惊喜的表情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他显然没想到 休息站的价格如此公道 难怪山那边的村民都说 有好东西 别拿到乡里 要拿到休息站 价格更好 虽然要走好远好远的路 差不多要走一天 才能走到休息站 谁让他们村子 在山沟沟里头 出来一趟 极不容易 不过 只要这些山货 能卖上好价钱 别说走一天 就是走两天也值得 过了乘付了钱 农妇就准备返回 诶 问问他 那么远能赶回去吧 走夜路那么危险 他一个女子恐怕不行啊 我们后院有大通破 还有热汤 一晚上只要一文钱 你问他要不要住 王老同声笑了起来 王麻子平日里 看起来精明算计 又有点凶 其实为人很心善 遇到像农妇这样的穷苦人 都会尽量给对方一点方便 王老同声将王麻子的意思 转达给农妇 农妇犹豫 说了一串的话 王老同声给王麻子翻译 他敢着去买药 有方子吗 我们这里常备药材 问他要方子抓药 市场家 童走无欺 你告诉他 我们这里还有杂货铺 砖头现脑的 油盐酱素茶都有卖 外面这么冷 干脆叫他进来就完了 农妇得知 休息站就能抓药 显然很意外 他战战兢兢 跟随王老同声 走进休息站 屋里暖和的 让他第一回感受到 什么是冬日的温暖 休息站内 果然有一个小小杂货铺 什么都有的卖 王麻子将农妇交给王老同声后 就不管了 他提着一杯楼的木耳和干香菇 朝厨房走去 大堂内 有客商看到木耳 心中欢喜 老板 来分炒木耳 用肥肉炒 多放点油 好嘞 你先等会儿啊 这木耳还没洗过呢 行了 你慢慢弄 我们不着急 天色黑了下来 收费站和休息站 都挂上了灯笼 照着路面 黎大山本以为 不会再有车马经过了 没想到 远远的 就听见哒哒哒的声音 油马车 从洛州方向过来 听响动 还不止一匹马 车队进了 并不是黎大山 想象中的商队 看车马 看人头 像是大户人家出行 不管是商队 还是大户人家 只要走车马 就得交过路费 黎大山 尽职尽责地 坐着登记 对方管是下了马车 交了过路费 休息站里头 可有上房 黎大山愣了一下 冲休息站方向 大叫一声 王麻子 有人住店 王麻子急匆匆地 跑出来 客观住店 管是板着脸 不动声色地 拿捏着姿态 可有上房 有有有 我们这里的上房 分两种 一种是带院落的 一种是二层小楼 这山里头天气冷 我建议客观 住二楼上房 被子都是洗干净 晒过太阳 没人用过 晚上通宵热水 还有浴室 可以沐浴 等等 管是来到 装饰最豪华的马车前 躬身请示 片刻之后 怪事告诉王麻子 二楼上房开三间 另外 开五间下人房 我们这儿还没下人房呢 只有两人间 三人间 四人间 还有大通铺 那就开五间 四人间 好嘞 客观里面请啊 车马就放在马厩里 一天十二时辰 都有人看守 尽管放心啊 从马车里面 下来起个女眷 最前面的是一位老太太 正巧 牛大壮从收费站里出来 他随意扫了眼马车 移了一声 因为他在马车上 看见了家族灰迹 这年头 只有那种世家大族 才会有家族灰迹 牛老大 黑黑黑一笑 原来是大户人家呀 看这样子 是要上京城 过来一盏茶的功夫 王麻子 将这群贵人安顿好 牛老大 溜达到休息站门口 招招手 把王麻子叫到 跟前问话 他要听清楚了吗 怎么来的 王麻子 黑黑一笑 哎呀 我出马 有消息是打听不到的 问了那个管事 主家姓屈 武将是家 滕州大户 上京城走亲戚 我瞧着那位老太太 似乎是不高兴 恐怕不是走亲戚 是要上京城兴师问罪 你怎么知道 人家是上京城兴师问罪 双尔听了几句 听他们提到一句侯府 哎呀 侯府的亲戚 果然是大户人家 王麻子口中的大户人家 正是滕州屈家 屈姑母的婆家 屈姑娘婚事不顺 还得罪了赵夫人 消息从京城传到滕州 屈老太太顿时就火了 屈姑母不肯跟随夫君 去西北吃沙子 她老人家忍了 不肯回滕州老家进校 她也忍了 屈姑母当年口口声声说 要在京城为屈姑娘说亲事 几年过去了 亲事不仅没着落 还得罪了贵人 这可如何是好 于是乎 屈老太太干脆决定 亲自上京城 料理儿媳妇 还有孙女 一行人在二楼上房 安顿下来 这上房收拾得果然干净 又暖和 屈二太太 伺候着屈老太太 喝热汤 这么冷的天 老太太 你就不该出门 大嫂那里 派个人说一声就成了 屈老太太皱着眉头 成什么成啊 她仗着有戴侯府撑腰 随便哪个人找去 都不给面子 也只有老身亲自上京城 仗着婆母身份管束她 她才会忌惮三分 屈老太太口中的她 指的是屈姑母 屈家大太太 屈老太太很烦躁 她带着四丫头 在京城住了几年了 恐怕新的住野了 代侯府老夫人最户短 到时候 怕是会和代侯府 起纠纷呢 屈二太太说 代侯府老夫人再户短 也不能拦着大嫂 不回夫家尽孝吧 我们屈家又不是没人 她带着四丫头 在代侯府移住就好几年 真不怕被人说闲话呀 更何况 四丫头还得罪了贵人 连婚事都被贵人 一句话给否了 他们母女再不回屈家 就真的说不过去了 屈老太太点点头 哎 再有几天就到了京城 到时候先看看情况 再做打算 儿媳听老太太的 这一晚 住在巴黎铺休息站的客商 都很满意 大冬天 有暖和的床铺 有热腾腾的热汤 美味饭菜 还有整碗供应的热水 这一切都是一场 极美好的体验 次日一早 客商们早早起来 打算吃过早饭就出发 休息站的伙计们 忙着招呼客商 忙着套马车 套驴车 套罗车 套牛车 昨晚上 花了一文钱 住大通铺的农妇 背着买好的药材 三尺棉布和盐巴 就准备出发 回山沟沟里面的家了 他走出温暖如春的休息站 回头又看了眼大堂 眼角没烧 都带着笑意 他心里头下了决心 下次得了山货 还卖给休息站 还要把孩子带出来 见见世面 就算要多花一文钱 睡大通铺 但是可以喝上免费的冬瓜汤 也值了 只要多卖几次商货 当家的药费就有了 过年时候 说不定还能吃上肉呢 等到明年 当家的身体养好后 还能打些猎物 卖给休息站 要是运气好 在深山里采了药材 也能卖给休息站 这地方可真好 比他去过的最远的阵子 还要好 农夫走进山林雾气中 嘴角始终挂着一抹笑容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848集 转眼就到了11月初 位于山里面的巴黎铺 已经下了两场雪 等雪停了 收费站就组织 劳动改造的山匪路坝 清扫路面 巴黎铺收费站 管着前后各25里的路面 加起来就是50里 他们得确保 这50里水泥路上的积雪 及早清理干净 不能耽误了客商行路 要是路面坍塌 或是出现裂缝 就要及时上报 等到明年天气好转 会有工程队过来修补路面 收费站站长牛老大不在 去府城开会学习 已经去了四天 他不在 收费站就有两位副站长负责 一位管钱 一位管账 昨天雪就停了 站长该回来了吧 可能吧 就怕路上耽搁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有收费员在外面喊 收费站的旅车 晃晃悠悠悠地朝他们走来 上面坐着的正是去府城开会的牛老大 在他们身后还跟着两辆马车 账房也来了 快把账本准备好 两个副站长都忙了起来 他们两个人一个管着账本 一个管着钱 要是钱账对不上 两个人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牛老大下了旅车 招呼账房进一收费账喝茶 先盘账吧 盘完账再喝茶 快到年底了 东家等着我们交账本 预算明年的盈利情况 上面催得急 我们没办法 就只能催你们 账本 都是按照格式记录的吧 对对对 都是按照培训班交的方法做的账 几个账房先生提了账本 还有银钱 就坐在签押房内开始算账 带着两个副站长 在外间候着 以防账房要盘问情况 牛老大不耐烦这种等候 又不能离开 坐在竹椅上 屋里又暖和 没一会儿就睡了过去 他做了梦 梦里面 他又回到了西北 回到了天狼军 他十八岁当兵 干了十二年 光是在天狼军 就干了近五年 立下了不少功劳 直到三十岁这一年 一次伏击 伤了左胳膊 左胳膊保住了 却使不上力气 等于是半个残废 加上这些年 身上大大小小的伤无数 一到冬天就犯病 然而天狼军 冬天干账比夏天还多 还都是恶账苦账 没办法 只能退伍 退伍银子二十两 裴将军亲自交到他手上 当时怪难受的 裴将军问他 回去准备做什么 他黑黑一笑 混吃当死呗 混账东西 裴将军和他差不多年龄 却把他骂成了一个孙子 骂了一通后 裴将军喝了口水 这里有个差事 每月有三辆风路 做得好 还有奖励 前提是 要通过考试 你去参加 培训班准备考试吧 他准备了一肚子反对的话 却一个字都来不及说 就被人压着去了 培训班 一同前往培训班的 还有一起退伍的 几百个天狼军兄弟 那是去年九月 西北晋州 已经比较冷了 他们一群大老粗 连笔都没拿过的人 却要跟着夫子 学识字学算术 每月一考 考过了没奖励 考不过 直接扣口粮扣钱 还要打板子 读书多辛苦啊 比上阵杀敌还累 那日子 真是苦不堪言 一群大老粗 想造先生的反 结果 培将军从天而降 几百人 依着军法从事 差点没被打死 自那以后 他们才老实下来 十字算术 真的不容易 牛老大学了将近一年 才通过岗位考试 被聘到巴黎铺 做了巴黎铺收费站的站长 这是他的黑历史 任谁问起 他都不说 他才不会告诉下面的人 他整整学了一年 才通过考试 他要在人前 保持威严的形象 自然不能自保其短 和他同来巴黎铺的几个袍则 自然也不会接他的短 他们敢接他的短 他就敢接大家的短 这巴黎铺收费站 一共十三个人 一个站长 两个副站长 其他十人皆是收费员 一半退伍军人 一半当地招募 就连两位副站长 也都是来自不同地方 不同培训班的人 想到乐呵的事情 牛老大在睡梦中笑了起来 牛老大 牛老大 醒了 有人推他 谁啊 奶奶的 谁推老子 牛老大睁开眼睛 眨了眨 才看清楚 是帐房先生 他黑黑一笑 抓抓头 让先生见笑了 也不小心睡过头了 这些兔崽子 都不知道叫醒老子 牛老大口中的兔崽子们 全都黑黑黑地笑起来 难得能看到牛老大的笑话 当然不能错过 账目已经查完 账钱都对得上 你和另外两位副站长 在这下面签字改章 我们把账本和银钱带走 啊 牛老大自从识字后 对各种文件就特别仔细 上面开会的时候也一再强调 看清楚内容在签字 确定内容没问题 他这才提笔签字盖章 之后是两位副站长 坐完了交接 又喝了茶 账本们就提着账本 和一匣子银两 以及两箩筐的铜钱 上了马车 准备前往下一个收费站 送走了账房 收费站上下 齐齐松了一口气 紧张死了 就怕账目有问题 只要大家按照规矩做事 每一笔如实登记 账目就不会有问题 站长说的是 数天后 三百里外的京城 位于南城门外的新民县 紧挨着县衙 新修建了一栋气派的宅院 此处宅院 就是四海商行总部所在地 今儿这里很热闹 院子里停了一溜的豪华马车 京城到洛州的水泥路 在九月底全线贯通 二十个收费站十月份的账目 就是对这条水泥路价值的 最直观的绅士 看账本 观前途 这条水泥路有没有搞头 得先看看十月份的账本 才能下结论 八百里的路程 之所以有二十个收费站 是因为不是所有收费站 都严格按照五十里的距离设定 交通要到 或是临近货运码头 必定要设置一个收费站 这些地方 两个收费站之间 有可能只相隔三四十里路 圆桌会议室 能赶来的股东都来了 不能赶来的 也派了人旁听 顾九坐在主位上 沉默地翻阅之账本 会议室里闹哄哄的 陈恩伯朱祠 亲自出席了这次股东会议 他就是想看看 自己当初的判断 对不对 这条路是不是他心目中 会下金蛋的母鸡 赵夫人 什么时候能公布账目啊 顾九轻轻敲击桌面 不知大家对于十月份的账目 有多少期待 十月份 怎么着 也得有三千两收益吧 二十个收费站 养着这么多人 没有这么多收益 这条路可没什么搞头 什么叫没搞头 收费站统共才几个人 养这些人能花多少钱呢 养这些收费员可不便宜啊 二十个收费站 一个月的人工费 火食费 碳火费 诸如此类 少收一二千两 还需要从收益里 拿出一部分银钱 做养路费 我算了一笔账 一个月少于三千两 修这路就亏大了 在场不少人都纷纷点头 三千两是底线 如果十月份的收益 低于三千两 大家就得重新评估 这条路的价值 众人吵吵闹闹 顾九没有反驳大家的话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陈恩伯诸词 偷偷哼了一声 暗自嘀咕 一句没见识的蠢话 就算十月份的收益 少于三千两 这条路也是黄金大道 十月份 很多地方都已经下雪了 天气冷得很 路上来往商旅又少 收费站的收入少 也是情有可原 等到来年开春 天气暖和 奔走在水泥路上的商旅 肯定会增加一倍以上 赵夫人 我们猜来猜去也没用 不如直接公布结果吧 顾九点点头 示意邓村里主持会议 邓村里功身灵命 轻轻喉咙 二十个收费站 从洛州那边开始 一个一个报账 这样挺好 一目了然 邓村里拿起账本 开始报账 随着他报出一个个数字 在座的股东们 一会儿皱眉 一会儿震惊 一会儿愁眉苦脸 一会儿惊喜连连 表情十分丰富 二十个收费站的账目 很快报完 收入最高的收费站 是京城外的京城收费站 以及洛州那边的 洛州收费站 这两个收费站 单十月份 就收入了三千七百二十一两 会议室里的气氛很热闹 收入最低的收费站是 位于山区的五里霸收费站 十月份 共收入九十八两 二千银子 有八处收费站 收入是在一百到两百之间 包括八里铺收费站 有六处收费站 收入在两百到三百之间 有两处收费站 收入在三百到四百两之间 还有一处收费站 十月份收入 堪堪突破了五百两 所有收费站的收入加起来 十月份收入 出乎预料 破了七千两 共计七千一百 二十七两 七千银子 会议室里再次沸腾起来 十月份 果真超过了七千两 京城和洛州两处收费站 十月份收入怎么这么高啊 这账目确定没问题 京城收费站 离着京城南城门 就三十里远 北上进京的货物 都要从这里过 收入能不高吗 洛州那边也是差不多的情况 这两处收费站 从早到晚 车来人往 收费源都比别处多了三倍 收入高正常 十月份收入都能有七千两 那一年下来 岂不是得有十万两啊 恐怕 不止十万两吧 扣掉成本 养路费 剩下的不用投入其他项目 岂不是都能拿来分红 一年下来 也能分不少钱呢 要不了几年 就能把本钱赚回来 哪里需要几年 别忘了 上个月是十月 很多地方都飘了雪 路上商队 少了一半不止 而且很多人都还不知道 水泥路已经贯通 等到明年 怕是每个月 都能收入上万两 那感情好啊 众古东兴奋难耐 本以为凑钱修路 得个好名声就好 没想到还真有分红 对于不少人来说 这绝对是意外之喜 见大家讨论的差不多了 顾就给邓存李 试了个眼色 邓存李点点头 将抄罗好的账本 分发到每个股东手中 上面不仅详细记录了 每个收费站的账目 还做了数据分析 京城到洛州的水泥路 其中有四百多里 全部位于山区 幸亏是沿着官道修 才能在一年内完工 这些位于山区的收费站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离码头极远 最近的都要走一百多里路 这就意味着 走水路的商队 不会为了躲避关卡 在这些地方下船 改走路运 这也就限制了 这些收费站的发展 每个月能收入一二百两 已经算是极好的了 其他凡是收入了 上两百两的收费站 地势都比较平坦 没那么多山 这些地方 民生经济都比较好 有的收费站 离码头还比较近 时常会有 躲避水运关卡的商队通过 收费站的收入 自然要高一些 顾九敲敲桌子 闹哄哄的会议室 转眼安静下来 顾九倾壳一声 都看完了吗 赵夫人 有何吩咐 京城和洛州两处 收费站收入最高 也是我们的主要利润点 所以这两处一定要维护好 确保不出乱子 什么亲戚朋友 这几年先别往这两处安排 免得仗着你们的事得罪人 闹得大家面上无光 众人面露迟疑之色 顾九扫视众人 挑眉冷笑 怎么 不满意本夫人的安排 当然没有 只是这两处 不安排自己人 能放心吗 有什么不放心的 顾九看着反驳他的人 收费站的人员 一半天狼军退伍 一半从京城洛州 两地招工 前账分离 每月专人查账 你倒是说说看 哪里让你不放心 赵夫人误会了 大家没有不放心 夫人的安排很好 防止有人寻思 我们肯定是赞成的 这个时候 自然有人出来 祸悉泥打圆场 顾九轻声一笑 神色和缓了些许 在座各位 都是当地名门望族 关于打击山匪路霸的 必要性 想来你们都清楚 本夫人希望 大家能同心协力 不给山匪路霸 半条活路 定要将这帮祸害 斩草除根 要做到这点 还需要各位鼎力支持 说完 他的目光 从每个人脸上扫过 语气突然加重 我不希望某天听见 谁和山匪路霸 有勾结的传闻 打劫过路商旅 不劳而获 的确很爽 希望这么干的人 都能承担相应的后果 能活过明年 这是话中有话呀 众人面面相觑 夫人的意思是 我们当中 有人同山匪路霸 勾结 顾九四笑非笑 有没有 个人心里清楚 今儿本夫人 就先将话撂在这里 大家好自为之 这么说 真的有人同山匪路霸 勾结 谁啊 谁这么想不开 竟然干这等勾当 大家你看我 我看你 彼此之间 都生出了警惕心 顾九剑这把火烧得不错 于是果断散会 众古东鱼贯 走出圆桌会议室 大家纷纷摇头 人心不古啊 我们当中竟然有人 和山匪路霸勾结 谁会前前当手啊 这事 大家都没少做吧 不要胡说八道 我们都是公独传家 大大的良民 咱们可能和山匪路霸勾结 那不能 山匪路霸 打劫了过往伤旅 总得找人销赃吧 恐怕 每个人家里 都有那么几件赃物 荒谬污蔑 无耻 休要和老夫说话 有人甩袖离去 有人看笑话 有人神色惊疑不定 有人面不改色 众生百态 顾九站在窗户后面 看了个一清二楚 他讥讽一笑 神色很冷 邓存李公申 站在他身后 盯着这些人 明年找机会 踢几个出去 老奴明白 这些股东 有不少人 屁股都不干净 只要将顾九 抓住了把柄 明年择七发难 届时替帮人出去 净化一下股东队伍 天冷 顾九也没多坐停留 上了马车 启程回王府 再有半个月 三皇子大婚 王府里里外外 都已经开始布置 大红灯笼挂在屋檐下 看着很喜庆 在大婚之前 三皇子的两个侧室 会提前进门 以免给新娘子添堵 其实不管是先进门 还是后进门 都会给新娘子添堵 谁乐意刚大婚 男人后院就添两个妾室啊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五十集 有关于大婚一应事情 皆有少府操办 顾九和两位轴厉 倒是轻松了许多 刚回府 欧阳福就派人过来问他 要不要去看望四弟妹 萧秦二 四皇子的两个妾 先后生了 四房贴了一个树子 一个树女 以萧秦二的脾气 这些日子自然不好过 怕是得天天生闷气 顾九想了想 同意了欧阳福的提议 去吧 去四房看一看 轴厉二人约在花园碰面 欧阳福先到了 让二弟妹久等了 我也是刚到 大嫂最近似乎很忙 经常看你出府的 顾九笑了笑 生意上的事情 偶尔还是需要我亲自出面料理 哦 大嫂真是辛苦了 我们都是坐享其成 半点不操心 就等着嫂嫂给我们分红 我呢 就是个劳碌命 我也想坐享其成 只是那样不适合我 不说这些 我们先去看望四弟妹 顾九寒笑中指了话题 拉着欧阳福前往四房 萧秦儿的心情 的确很不好 就因为孩子多哭了几声 她就开始发火 哭哭哭 整日就知道哭 我生你出来就是讨债的 她一吼 孩子哭得更厉害 还不到一周岁的小姑娘 哪知道那么多 见娘亲吼自己 自然是怕了 越怕就哭得越厉害 奶娘要将孩子抱走 孩子却伸着手要亲娘 萧秦儿正在气头上 哪里肯伸手抱孩子 孩子见状 哭得更加伤心 这是怎么了 四弟妹心头不顺 也不该冲孩子发火 妞妞才多大点 瞧瞧哭得多委屈 四弟妹就真的不心疼吗 顾九走进上房 亲自从奶娘怀中抱过孩子 交给萧秦儿 萧秦儿本来不想搭理孩子 可孩子哭得着实可怜 又眼巴巴地看着她 她心头一软 下意识地伸手去抱住孩子 孩子回到亲娘的怀抱 哭声瞬间响了下去 只是因为之前哭得太厉害 还有些抽抽 萧秦儿拍拍孩子的背 替她顺气 大嫂二嫂来了 都坐吧 我这里乱糟糟的 我自个儿也没收拾 倒叫你们看了笑话 四弟妹客气了 都是一家人不必见外 妞妞怎么哭得这么厉害 孩子嘛 淘气 我心情不好 说了她两句 没想到 这么小的孩子也能听得懂 就哭了起来 孩子当然听得懂 她和你亲 你的情绪会轻易地感染到她 你高兴 她便高兴 你不高兴的时候 她自然也伤心 萧秦儿为言 笑了笑 换了个姿势抱孩子 让孩子更舒服些 四弟妹心情不好 不如出门散散心呢 萧秦儿挑眉 冲欧阳府甩了个白眼 显然不领情 二嫂说笑了 我哪有心情不好 我还没恭喜二嫂 过几个月 你那院子里 又得添个孩子 萧秦儿 似笑非笑地 看着欧阳府 前段时间 二皇子的一个妾 查出怀的身孕 等到明年 二房又得添个孩子 欧阳府竟然笑了起来 似乎半点不在意 我家殿下有福气 我自然也是跟着享福 四弟妹该跟我学学 抗卡点 就当是沾点福气 萧秦儿哼了一声 这样的福气 我可不敢沾 我没二嫂那么想得开 欧阳府闷唇一笑 事已至此 四弟妹不想开点 这日子可是很煎熬的 除非你有大嫂的本事 像大嫂管住大殿下那样 能管住四殿下 顾九哈哈一笑 你们可别拿我开玩笑了 太后娘娘每次见我 就是催我给我家殿下纳妾 我这日子也不轻松啊 日子都是自己过的 太后娘娘催归催 大嫂的好日子 还不是照样过着 欧阳府是羡慕的 但是并不嫉妒 凡事有利有弊 萧秦儿就真的 嫉妒顾九的好日子 她悠悠一叹 唉 可惜我没大嫂的本事啊 欧阳府接她的话 四弟妹既然没那本事 就想开点儿 萧秦儿哼了一声 哼 凭什么呀 难不成 我还得笑咪咪地 目送她去睡小妾吗 这话粗鲁 却也是实话 欧阳府端起茶杯 饮了一口 就凭你 不想开点儿 为难的只是你自己 能过的也只有你自己 所以啊 为了自己个儿好过 何不想开点儿 你有儿有女 好好经营 未必不能过得开心点儿 这话倒是真心实意 可惜萧秦儿 并没有完全听进去 她和四皇子刘毅 是表兄妹 又是青梅竹马 从小的情分 感情很不一般 不是说一声看开点 就能轻易看开的 萧秦儿似笑非笑 孩子哭累了 躺在她怀里睡了过去 她手酸痛 就把孩子交给奶娘 孩子睡得熟 幸亏没有醒来 她松了松手臂 朝顾九看去 大嫂也是想劝我 看开些吗 顾九挑眉一笑 四弟妹不是小孩子 你要过什么生活 自然由你自己决定 大嫂是不是觉着我很傻 傻人有傻福 欧阳福低头一笑 萧秦儿可不是真傻 自然不会傻人有傻福 萧秦儿有些不高兴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 既然拦不住 不如想开点 别那么在乎 可人的心啊 有时候就是不受自己的控制 不是嘴上说着不在乎 心头就真的不在乎 这一点 二嫂应该深有体会吧 我很想得开啊 不就是几个妾吗 外加几个数子数女 反正不用我操心 我自然想得开啊 莫非四皇子的妾 四弟妹还得操心 我操心个屁啊 不用操心就不必在意 四弟妹还是想开些吧 欧阳福敏唇一笑 说来说去 话题还是回到了原点 这就是个让人纠结的话题 看样子 萧秦儿一时半会儿 是想不开的 向国寺后山某院落 传出阵阵情音 刘兆一身宽袍大袖 像个跪界公子席地而坐 双手抚琴 秦音时而幽远 时而高亢 时而如气如素 时而仗见天涯 下人们躬身伺候在身边 连大气都不敢出 前傅从外面走进来 迟疑了一下 还是没敢上前 打扰刘兆的雅兴 秦音骤停 一根琴弦断裂 高高弹起 从刘兆面门弹过 差一点划伤他的脸颊 殿下可要紧 刘兆沉着一张脸 伸出手 自有清俊小丝上前 为他擦拭保养双手 过去 这些事情都是漂亮的丫鬟在做 直到顾九是个醋坛子 这些近身伺候的活儿 也都改由清俊小丝来了 不知情的人见了 还误以为刘兆有断袖之痞 刘兆朝前傅看去 启禀殿下 李世忠到了 他面有迟疑之色 还有什么事 李世忠带了一个女人过来 刘兆痴笑一声 请李大人进来 那个女人 另外找地方安排 老奴遵命 片刻 李世忠被请进厢房 在刘兆对面 席地而坐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刚听闻殿下秦音 真乃天类 不知何时有幸 能再听一回殿下的秦音呢 刘兆轻轻擦拭着双手 下人将古琴搬下去 换上茶水点心 李大人请喝茶 刘兆面色清冷 并不接对方的话 李世忠端起茶杯 轻轻吹拂 浅饮一口 茶水温度刚刚好 茶香幽远 然而此刻并无品茶的心情 他将茶杯放下 殿下果然沉得住气 刘兆浅淺淡一笑 父皇登基还不到两年时间 本殿下自然不着急 可是你的兄弟们却很着急 李世忠似笑非笑地看着刘兆 刘兆挑眉 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李大人若是看好我的某个兄弟 自去就是 又何必辛苦走这一趟 李世忠哈哈一笑 管做别人说这番话 本官只当对方自大狂妄 不过 管做殿下你 你倒是 有这个底气 去年你 借平乱的名义 出京半年 事则是在南边操练水军 就连你身边的几个心腹侍卫 都留在了南边 本官听闻 水军建成规模 正在不遗余力地 肃清沿海祸海 打击海盗李海龙 李大人辛苦来见我 难不成就为了这些老掉牙的消息 文德元年即将过去 你我二人 何不谈一谈文德二年的事情 殿下这晚着急 李大人不着急吗 刘赵轻蔑一笑 李世忠握着茶杯 看来殿下已经猜到本官的来意了 刘赵没有否认 略知一二 本官也不卖官子 南边有人拖关系 拖到本官头上 希望水军的行动 能限制在沿海附近 刘赵哈哈一笑 莫非海盗李海龙脱关系 竟然拖到了李大人跟前 他倒是有办法 脱关系的人并非海盗李海龙 而是江南大都督府 大都督 刘赵眉头微动 张大都督请脱关系 正是 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 张大都督的面子不能不给 要不然 殿下的水军在沿海一带 将寸步难行 刘赵轻笑一声 大人是在威胁本殿下吗 李世忠摇头 非也 本官也是在替你攒人脉 呵呵 这么说 本殿下还要谢谢李大人 张大都督做宝 赵夫人名下的海帽 保证每年能走三艘船的货物 绝无虚言 自顾九同周锦翻脸后 顾九的海帽生意一直不太顺利 天高皇帝远 江南那边的海商 个个扬奉阴违 什么皇子殿下 皇子妻 在大海上 还不如海盗李海龙一句话好使 李海龙发句话 不让四海海帽的船通过 顾九的货就出不了近海 李海龙就是这么嚣张 当然 李海龙只是海盗头子周锦的化名 刘赵打击周锦 周锦就反过来 打击顾九在江南的生意 如今张大都督出面调停 似乎是个机会 刘赵笑了笑 本殿下若是不同意 张大都督是不是要上本 弹劾本殿下 张大都督坐镇江南多年 在本官看来 四五年内 陛下不会撤换张大都督 言下之意 刘赵要是不同意调停 四五年之内 大家就乱斗一气 倒霉的未必会是张大都督 只因为刘赵身为皇子 有些事情朝臣能做 他不能做 他做 就是犯机会 就比如去年 他偷偷前往江南 训练水军 这事一旦被捅破 温德帝少不得要给朝臣一个交代 因为没有明旨 让刘赵下江南训练水军 事关军权 他的身份又是皇子 这事很犯机会 很多时候 皇子的身份 真没有皇孙的身份方便 最大的区别 就是皇子不能掌兵权 至少 不能明着掌兵权 过去 刘赵身为皇孙 还可以领兵作战 如今 他最多只能当当监军 手中掌握的兵权 不会超过一千人 刘赵缓缓摇头 李世中猝眉 你不同意 这是两败俱伤的局面 刘赵轻笑一声 对方开出的条件不够 区区三艘货物 就想将水军限制在沁海一带 他们是将本殿下 当成了要饭的叫花子吗 那你开条件 我替你争取 刘赵笑了笑 二十艘货物 李世中紧促眉头 殿下的胃口 未免太大 刘赵轻蔑一笑 李大人可以拒绝 本官无所谓 关键是 张大都督那里 可能不会同意 如果是十艘 本官倒是可以 替殿下争取一二 十五艘 这是本殿下的底线 否则本殿下不建议 把江南角的天翻地覆 不管结果如何 本殿下始终都是皇子 沉寂几年就能翻身 至于张大都督嘛 未必还会是都督 刘赵直言威胁 没有丝毫客气 李世中有些为难 我不会让李大人难做 京城到洛州的水泥路 要是李大人愿意 本殿下可以做主 给你一部分股份 李世中哈哈一笑 殿下能做赵夫人的主 刘赵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李世中连连摆手 好好好 算本官说错了话 此事本官会尽量斡旋 也请殿下尽快写信给水军 限制他们的行动 本殿下自不会让李大人失望 前提是 李大人也别让本殿下失望 殿下放心 本官做事一向首席 如此甚好 刘赵端起茶杯 浅饮一口 今儿过来 本官还另有要事 刘赵没作声 殿下应该已经知道了吧 本官带来了一位女子 刘赵挑眉 等着李世中的下吻 这人身份十分敏感 本官没能力护住他 只好求到殿下跟前 刘赵笑了起来 本殿下为何要帮你护住一个来路不明的女子 因为这事是你们刘建仁做下的孽 刘赵呵呵冷笑 谁做的孽 你找谁去 做孽的人已经死了 死了就死了 此话真多 李世中神色古怪地看着刘赵 殿下当真不好奇这位女子的身份 刘赵冷笑一声 李大人竟然提到刘家作孽 公目着这人该是皇室私生女之类的身份 这事 你该找少甫 找本殿下没用 李世中却摇头 这事还真的只能找你 找少甫 他就活不成 李大人倒是怜香惜玉 不如就收了他 将他带回去当宠妾养着 殿下害我 刘赵冷漠一笑 李大人不也在害本殿下吗 本官怎会害你 你让本殿下护着他 我家夫人那里 你叫本殿下如何交代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五十二集 李世中嘴角抽抽 没想到 传闻竟然是真的 传闻殿下怕赵夫人 本官一直以为是无稽之谈 今儿才知 空血来风 必定有因啊 刘赵再次哼了一声 若是大人家中一饮开销 都是尊夫人一人承担 你怕不怕 李世中张口结舌 一脸的不敢置信 殿下竟然如此穷困潦倒 刘赵太阳穴一抽一抽 脸色阴沉沉的 不作声 李世中成功触怒了刘赵 且哈哈大笑起来 能见到殿下真性情的一面 一切都值了 殿下可记得感业似 静思诗谈 中宗晚年 最宠爱的苏贵妃 刘赵醋眉 本殿下要是没记错的话 他一把火烧死了自己 正是 他人死了 可是他的女儿活了下来 刘赵心中惊涛骇浪 面上却不动声色 他有女儿 他的确有个女儿 年方十八 是先帝的骨肉 你得叫他一声姑母 胡说八道 单凭李世中一番话 刘赵自然不会相信 先帝还有血脉流落在外 那个法号静思的改叶似尼姑 真要是替先帝生了个女儿 十多年了 他能忍着不说 再说了 静思本是中宗的妃子 名义上是先帝的长辈 二人要是有了孩子 等于是先帝给中宗戴了绿帽子 等于是乱伦 李世中却强调 事关重大 本官不敢有一句虚言 静思师太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我都清楚 他如果和先帝有了女儿 他会忍着不说 还有 他的女儿 怎么会在你手里 李世中 你可别告诉本殿下 这一切都是巧合 本殿下有理由怀疑 你和静思师太勾结 拐子案你也有份参与 本官就知道 此事一旦声张 我必定会被人怀疑 之所以不找少府 而是找殿下 因为殿下 会相信我的清白 刘赵半个字都不相信 说说吧 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女人到底什么来路 她的确是 静思师太和先帝的女儿 你若不信 可以叫她进来看看 对了 她手里还有信物 可以佐证她的身份 你先告诉本殿下 她怎么会在你手里 静思师太过世后 我收到一封信 是她写给我的 托付我代为 照顾她的女儿 她还在信中 坦承了孩子的身世 今日 我将信件也带来了 殿下请过目 说着 李世忠从怀里 掏出一封发黄的信件 放在暗机上 刘赵眯起眼睛 沉默地看完了 信件上的内容 就凭一封信 你就信了 你怎知 他不是在耍你 刘赵对于 静思师太 在信中所说的话 是一个字都不相信 她的确是 静思师太 同先帝的女儿 你见了她 便明白了 那好 本殿下就见见她 林书萍得令 亲自将李世忠口中的女子 带进厢房 年方十八的姑娘 青春美好 容貌出众 眉宇间 的确和先帝有些相似 刘赵见过 静思师太一面 这个女子下半张脸 尤其是下巴和嘴唇 的确长得像 静思师太 说她是 静思师太的闺女 想来没有疑问 但她是不是 先帝的闺女 就要打个问号了 什么名字 女子青猝眉头 似是对 刘赵的态度 有所不满 她轻声回答 苏文芝 你知道自己的身世 刘赵上下打量对方 知道 反应这么平静 刘赵有了点兴趣 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苏文芝咬牙醋眉 面色犹豫 你想恢复身份 我能恢复身份吗 不能 为何不能 我身上的确有皇室血脉 皇室血脉很稀罕吗 皇室缺人吗 多你一个 浪费粮食 你 苏文芝来之前 绝对没想到 刘赵的态度会如此恶劣 李世忠打圆场 不管怎么说 他也算是殿下的长辈 就他 长辈 李大人是在开玩笑吗 李世忠突然感觉不太妙 殿下何以 刘赵突然起身 来到苏文芝面前 并围着他走了一圈 我瞧着你很煞眼 你这样的身份 本该如同鹰沟里的老鼠 躲起来偷偷狗活 可你却无自知之明 非要跑出来彰显自己 连带着污蔑先帝的名誉 我没有污蔑她 瞧你这张脸 的确是那个女人的种 见人之后 有什么资格行走在阳光下 都是你们害了她 害了她一辈子 如今她人都死了 还不肯放过她 刘赵突然动手 一巴掌打着苏文芝的脸上 嘴角出血 大殿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势忠万万没想到 刘赵会突然动手 苏文芝偏着头 轻轻擦拭嘴角的鲜血 没用的男人才会打女人 本殿下打的不是女人 而是反贼 来人 将这个女人抓起来 严加审问 殿下三思 你敢 本殿下有什么不敢 抓起来 侍卫们得令 冲进厢房抓捕苏文芝 苏文芝没有反抗 怒视刘赵 你会后悔的 好啊 本殿下等着你 苏文芝心中淌血 怒火中烧 你一定会后悔的 带下去 侍卫压着苏文芝下去 殿下这么做 到底是何意 本官信任殿下 才会将人带来 殿下却将本官置于 不仁不义的处境中 李大人就别演戏了 你把人带来 不就是指望着本殿下 替你解决这个烫手山芋吗 本殿下现在帮你 料理了它 你不敢接就算了 反过来怪罪 本殿下 是何道理 莫非李大人打算过河拆桥 李世忠本在喝茶 听到刘赵的话 不由得轻咳两声 殿下显然是误会本官的意思了 是不是误会 大人在意吗 刚才本殿下动手的时候 大人是不是盼着我一刀宰了他 别见留着他 就是祸害啊 本官绝无此意 他是故人之后 本官受人所托 自是要忠人之事 本官只想好好安置他 让他下半身有靠 说得跟真的一样 李大人的情操令人佩服 只是不知道 此事传到父皇耳中 父皇会不会采见李大人 刘赵分明是在威胁 殿下对本官 果然抱有偏见 刘赵笑了笑 不知可否 侍卫急匆匆闯进来 启禀殿下 那个女人跑了 怎能让她跑了 派人追上去了吗 我们的人已经追上去了 干净了 别把人弄丢了 备主遵命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侍卫退下 殿下故意放走苏文质 刘赵侦查 潜引一口 堂堂苏贵妃的女儿 能无依无靠 需要求助你我二人 才能在世间生存 李大人 李大人是不是太小巧 苏贵妃 那个女人 一生行事 疯狂大胆又谨慎 身在赶夜寺 却将后宫玩弄于鼓掌中 她几会没留下退路 李大人 你和那边牵扯不身吧 现在抽身还来得及 晚了 当心陷在里面 终有一日 死于自作聪明 刘赵的话很不客气 就差指着李世忠的面门 大骂一句乱臣贼子 不得好死了 殿下好意 本官心领了 等殿下顺藤摸瓜 抓住了人 别忘了告诉本官一声 本官也很好奇 苏文质背后 到底还有多少人 本殿下答应你 有了消息后 一定会派人告知一声 不过 李大人该如何回报本殿下 殿下还需回报 本殿下也是要吃饭养人 不能做白工 殿下想不想调动一下 前往力不力练 如何 不如何 殿下想要什么 本殿下要进中书省 殿下是在为难本官啊 刘赵挑眉一笑 是啊 他就是在为难对方 李世忠自己把把柄送到他手中 他要是不利用 他就不是男人 李世忠呲牙 有些悔不当初 不该与虎谋皮 他想算计刘赵 却没想到 反过来被刘赵算计 这人脑回路十分清奇 换作别的人 猛地听说先帝流落在外的血脉 难道不是该带我去控制起来 再慢慢调查吗 刘赵倒好 一言不合直接翻脸 打人抓人放人跟踪人 一套接着一套 李世忠很心累 他最讨厌不按理出牌的人 殿下一定要进中书省 也不是不行 不过今年时间不够 最快也要等到明年 可以 以一年为期 一年内 大人助我一臂之力 我自然也不会为难大人 那就说定了 心累的李世忠 不乐意多坐停留 道了一声告辞 便急匆匆离去 刘赵一人自珍自饮 自得其乐 黎叔平上前 小声提醒 殿下 天色暗了 可要起身回王府 叫贤妇查一查李世忠的老底 殿下忘了吗 之前就查过李世忠的底细 没有任何问题 那就从他祖宗八倍查起 就不幸这一点东西都查不出来 老奴遵命 喝过了茶 刘赵启程回王府 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和大和尚打一声招呼 叫大和尚下次得了好茶叶 给他留点 阿弥陀佛 施主府中 好茶叶堆成山 何必来抢平森的茶叶呢 大和尚真是一如既往的利色 要你一点茶叶 你就舍不得了 施主是皮修吗 框敬不出 本殿下倒是希望自己是个皮修 林书萍 你替本殿下记着 等过了清明 就来找大和尚要查业 老奴一定牢记心中 大和尚一副娇有不慎的模样 灰灰衣袖 快走快走 佛门晴修之地 不欢迎而等 你身欲念之人 大和尚当心犯了陈怒 大和尚面色一僵 道了一声佛号 干脆不说话 刘赵淡漠一笑 好在他还有点良心 没有继续刺激大和尚 下了山 直接回王府 一进门 就发现顾九和玉哥 母子俩人似乎是在置气 怎么了 快来管管你儿子 我是管不住了 他怎么惹你生气 你告诉我 我收拾他 方嬷嬷心疼 要抱着玉哥下去 不准抱他下去 先别生气 先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你儿子鼻气大得很 不准他吃零食 你瞧他胖成什么样子 他竟然给我耍小杏子 你瞧瞧 瞧瞧 顾九翻出一本本惨遭蹂躏的书籍和账本 玉哥趁着大人不注意 拿毛笔在书籍和账本上鬼画符 还没看完的账本 及两本名家名作 就这样被糟蹋了 差点没将顾九给气死 刘赵听完事情经过 玩起袖子 臭小子 疲痒了 我来做他 玉哥挨了一顿胖揍 哭得惊天动地 小家伙躲到卧房里 把门关起来 独自一人在里面生闷气 顾九盯着刘赵 十分嫌弃 你生的什么儿子呀 我一个人生不出来 哼 只是让你教训他两句 你怎么下手那么黑 他是你亲儿子吗 他要不是我亲儿子 我早就将他丢出去了 下回不准打那么狠 你这人总喜欢口是心非 嘴上说着要狠狠打 不能惯着孩子 真动手打孩子的时候 你比谁都心疼 你这样教育不好孩子 玉哥人小鬼大 心里头门清 对他就得来真格的 否则他不会吸取教训 打吧打吧 打得他怕了你 你就得意了 那就再生一个 顾九果断地白了他一眼 之后他翻出礼单 你先看看 要是合适的话 就照着这份礼单 给老三送礼 刘赵扫了眼礼单 何必给他送 这么贵重的礼物 他是大婚 还是父皇亲自赐婚 礼物贵重一点 是应该的 毕竟你是长兄 你的友爱兄弟 刘赵很想说句 友爱个屁 话到嘴边 改口说道 此事你做主 那就照着这份礼单送礼 不能显得我们小气 那都是钱 真让人郁闷 刘赵扭头 眼不见为敬 侯府这边 也在商量送礼的事情 三皇子大婚 我们侯府要不要送礼 送多少礼 还请老夫人拿个主意呀 小卫士将问题摆出来 三皇子大婚 就算我们人不去 礼物也得送过去 就照着往年 送往别家的年礼 越捡一程 礼物会不会太薄啊 他是皇子 我们理应送礼 可正因为他是皇子 我们不能送厚礼 送出去的礼物 越表心意即可 儿媳妇听老夫人的 就照着老夫人的吩咐 置办礼物 这是要不再问问小九 恐怕小九也拿不定主意吧 他毕竟也没经历过这些事 老山听闻 几位皇子之间波太和睦 几位皇子住在一个屋檐下 难免会有磕磕碰碰 真要一团和睦 反倒是令人生疑了 不管思想里怎么相处 面上总归还得维持着兄弟情 否则陛下也饶不了他们呢 今年给小九的那份年礼 再添两成 这不太合适吧 小卫是有些担心 他倒是不心疼钱 是怕牵涉到皇子争斗中 老夫人刚才爱说了 正因为是皇子 所以要远着点 不能送厚礼 给小九的年礼 添上两成是小事 就怕会引起他人猜忌呀 老夫人却有不同的想法 老山听说 今年南辰门外的项目 能拿分红 年礼添两成 若有人问起 就说感谢小九当初 拉拔着大家赚钱 那行吧 年礼就多添两成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五十四集 可知道 今年分红有多少 要等到腊月底 才能拿到分红呢 老山听说 新明县整日里热热闹闹 小九一己之力 弄出这么大的产业 真是令人惊叹 谁说不是啊 一开始投钱的时候 谁也没有想到 他能赶出这么大的场面来 婆媳二人感慨了一番 小卫时指了指隔壁顾府 那边可要提醒一声 三皇子大婚 他们身为外企 理应送份里略表心意的 派个人提醒一声 张氏是个妥当人 只是那个谢氏 有些脑子不清楚 老山担心他令不清轻重 这一点老夫人倒是不用担心 他们家里如今 都是他儿媳妇胡适在管家 只是胡适年轻 没经历过这些事情 怕他弄不明白 老夫人放心下来 隔壁顾府经过提醒 才想起三皇子大婚 他们身为外妻 人不到 但是礼物必须到 只是我们家还没出效 送礼合适吗 顾称有些迟疑 顾大人心头火热得很 我们家离者出效 就一个多月的时间 不碍事 等出了效 他就要谋求起父 坚决离开太长寺 守效二十七个月 算算时间就快到了 礼物就按照侯府说的那样 薄一些 律表心意就成 我们家和侯府的情况不一样 头府怕犯计 我们怕什么 礼物后一点不碍事 会不会给小九妹妹添麻烦 怕什么 皇子大婚 送一份稍后的礼物 有什么关系 你不必如此小心翼翼 照着为父吩咐地去做就成 顾称嘴上应下 心头却决定写信问问顾九 事关三皇子大婚的礼物 他不敢善专 顾大人还沉浸在 即将出效起父的激动心情中 没留意顾称的反应 顾月那里 还是要想办法给他说门婚事 一个独身女人 不能总那样过日子 三妹妹不肯回复嫁人 儿子也没办法 改天你亲自走一趟 去看看他 你们兄妹感情好 他会听你的 顾大人把事情想得很简单 顾称粗眉 他并不乐意揽下这事 依着他的意思 顾月不想嫁 那就别嫁了 他要是在府里住不惯 就给他在城里 置办一处宅院 叫他自己过活 只是顾大人 一心想将顾月打发出去 用顾大人的话说 顾家没有 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顾称回了房 同胡适说道 你哪天有空 所以我去城外 看看三妹妹 胡适不太乐意 天这么冷 谁乐意出城啊 难道老爷又就是重提 要给三姑奶奶说亲 正是 三妹妹不肯回来 又快过年了 我当哥哥的 总得去看看 怎么不请太太出面啊 太太和三姑奶奶感情深厚 怕她出面 说不定就能说服三姑奶奶 不能让太太出面 太太脾气越发怪异 她和三妹妹见面后 不知道会闹出什么情况 等将三妹妹接回来 再让他们见面也不迟 那好吧 我就随你走一趟 我这就让下人准备一份礼物 给三姑奶奶带过去 辛苦你了 夫君别和我客气 我是当家少奶奶 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总归是委屈你了 夫妻二人选了个大擎天 驾着马车出城 前往田庄 到了田庄 庄头见到夫妻二人 就有些紧张 三姑奶奶人呢 可是在后院 少爷来得不巧 三姑奶奶这会儿不在 正准备进门的二人 一听顾月不在 都是一脸诧异 三姑奶奶去哪里了 老爷将她安置在田庄 特意命你们好生看着她 她人不在 你们是怎么当差的 庄头紧张地说不出话来 你先别慌 告诉我们三姑奶奶去了哪里 若是你表现好 将当你将功赎罪 庄头有点害怕 狗东西 还敢替三姑奶奶瞒着 谁给你的胆子 来人 把所有人赶出来 本少爷要一个一个审 少爷息怒 三姑奶奶去了那边庄子 哪个庄子 话说清楚 就是三姑奶奶 名下的那个庄子 三姑奶奶 常去那边 偶尔会去一趟 去做什么 说是查账 六少爷和少奶奶 不如先进门喝茶 小的 这就派人将三姑奶奶 请回来 不用了 我亲自过去看看 天冷 你就留在这边烤花火 我去去就来 别和三姑奶奶吵起来 他估计是在庄子里憋坏了 才会出门走动 我知道 我有分寸 顾称带了几个人 打马前往山内边的小庄子 该发生的 迟早会发生 顾称带着人 到了顾月名下的小庄子 一看那高高的围墙 就愣住了 这哪还是他印象中 那个破旧的小田庄 顾月什么时候 花钱重新整治了 这个庄子 把钱花在一个庄子上 是不是太浪费了些 他皱起眉头 上前敲门 门房开门 认得他 只是那表情 就跟见了鬼似的 话都没说一句 砰的直接将门给关上了 顾称气了个倒痒 好个无礼的门房 谁家门房 有这样大的脾气 顾称直接吩咐下人 去撞门 开门开门 小丝们拍打着大门 叫半天不议 少爷 没人开门 里面的人跟死似的 要不 直接翻墙 顾称咬咬牙 翻墙 门房那张见鬼的表情 敲门半天 院子里却毫无动静 一切的一切 都说明 这庄子里 有见不得人的事情 下人得了吩咐 搭了人梯 直接翻墙进入 从里面 打开了庄子院门 顾称严肃着一张脸 走进去 庄子很小 就两斤 穿过前院 就是后院 一个衣衫不整的男人 正爬上马车 打算从后门出去 拦住那个人 这庄子里出现了衣衫不整的男人 这还得了 把所有下人赶过来 一个都不准离开 把三姑奶奶找出来 我有话 六哥找我做什么 顾月披着外袍 头发披散着 脸颊红润 依靠在门框上 眼神悠悠地盯着顾称看 顾称眯起眼睛 看着他 又看看那个仕途坐马车 从后门离开的男人 你和他 你们 我和他的关系 不就是六哥看见的那样 那位被抓住的公子 却突然叫起来 我是第一次来啊 和我没关系 我也是惊人介绍 才知道这里的 这话几个意思 顾称面色狐疑 心中惊疑不定 他想到了某种可怕的事情 顾称不敢置信地看着顾月 六哥别顾着看我 先把人放了吧 叫他离开 这儿的事啊 跟他没关系 是是 我是头次来 真的和我没关系 你 你 顾称怒气生疼 胸口剧烈起伏 他真是不敢置信 六哥不想丢脸 丢到前京城 就先叫人放了吧 休想 把人带下去 问清楚 六哥想知道什么 我一定告诉你 问他 没用 他知道的 就芝麻大那点事 说吧 顾月转身回了房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顾称咬牙切齿 坚持要审问那个 衣衫不整的男人 审就审吧 顾月不在乎 衣衫不整的男人 被威胁一通 就招了 有人说 这里住着一位王府良地 只要送的礼物符合心意 便能留下来温存一番 我 我刚到今生半个月 听人说起 心中好奇 这才拖了人 被介绍过来 你们来的时候 我们才刚入巷 还不曾 为了今日 我准备了 价值一千两的礼物 就因为你们 亏了呀 男人倒是委屈起来 对于他们这些 还没立业的世家公子 一千两可不是个小数目 无耻 闭上你的嘴巴 要是让我知道 你在外面乱说 我饶不了你 收拾你们这些人 本少爷有的是办法 我保证什么都不说 太丢人了 我现在 可以走了吗 滚吧 接下来的事情 不方便由外人看见 顾称纵然不愿意 也只好打发了 衣衫不整的男人 他大步走进卧房 顾月靠在软榻上 似笑非笑 顾称看着屋里奢华的摆剑 还有什么不明白呢 不耻 下剑 自甘堕落 顾称怒极攻心 所有词汇 都不足以表达他的愤怒 我是寡妇 还是三魂 我想和哪个男人在一起 无需顾这人的同意 六哥莫要操闲心 闭嘴 你看你现在这副样子 你和外面那些低贱的妓女 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 妓女没得选 而我是在挑选男人 放屁 卖就是卖 还找些官媚堂皇的理由 焚尸太平 你就是自甘堕落 就是下贱 我顾争有你这样的妹妹 是我人生的耻辱 也是顾氏全族的耻辱 顾家就没有你这样的人 你就不配姓顾 顾称气得双目赤红 眼神愤恨 有一瞬间 他真的想弄死顾月 六哥除了骂我是贱人外 还想说什么 我不想嫁人 没如你们的愿 我自个儿挑几个男人 就当是养面手 怎么着 丢了你们的脸了吗 养面手 你有什么资格养面手 你看看你这无理的百剑 你是在养面手 还是在出卖自己的身体 顾月 你到底有没有脸痴心 顾城 你别欺人太甚 顾城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 一巴掌 果断打在顾月的脸颊上 这是他第一次打顾月 多少次 他都愿意给顾月改过的机会 愿意帮助她 可是这一次 他再也不肯原谅她 顾月的所作所为 俨然突破了底线 绝不能容忍 你竟然打我 你竟然打我 你 现在收拾收拾 跟我回府 怎么处置你 回府后 自有决断 我不回去 你敢不回去 现在你没有资格说不 顾城脾气上头 哪里会给顾月脸面 直接叫人收拾了顾月的行李 将她强行拖上马车 顾城你不是人 你不得好死 把她嘴巴堵上 下人得令 拿出瀑布 塞进顾月的嘴巴里 世界总算安静了 庄子里所有下人 全部带走 一个不留 这边庄子 另外派人看守 丫鬟葡萄 作为顾月的 天生丫鬟 手当其冲 顾城看着她 目光是凶狠 葡萄也不心虚 走到今天 全是顾月自己做 她不过是 听命行事罢了 马车回到顾家田庄 胡适已经等候多事 怎么回事 没找到三国奶奶吗 人在马车里 具体精光 回去再说 胡适心中狐疑 出了什么事 顾城面无表情 不肯说 太丢脸 胡适只好作罢 顾城着急 将人带回顾府 没空处理 田庄一干人等 在回去的路上 顾城向胡适 透露了事情的真相 胡适捂住嘴巴 一脸被吓坏的样子 三姑奶奶 是有多想不开 竟要如此 这般作见自己 我看她是甘之如意 还不乐意回来 胡适完全理解不了 顾月的脑回路 好好的清白人不做 偏要做那 人尽可福的荡妇 图什么 难道就图男欢女爱 图个床上痛快 那 现在怎么办 顾月俨然成了烫手山芋 放在手里面 就是个祸害 顾城也是 一脑门子的官司 先将人带回去再说 胡适问了一个关键问题 要告诉老爷和太太吗 顾城面色迟疑 老爷会有什么反应 姑母能猜到 太太那里 不要猜测 谢氏脾气 越发阴晴不定 他知道了顾月的事情 怕不是要疯得更厉害 顾城皱眉 你的意思是 瞒着太太 我倒是想瞒着太太 只是老爷一旦发作 恐怕太太那里也瞒不住 两口子都很愁 顾月这个烫手山芋 还不能不处置 可是到底要怎么处置 总得想个对策出来 按理说 这事情顾大人出面最好 不过顾大人那个暴脾气 怕是会直接打杀了顾月 一个暴毙 就能叫人生出许多联想 到时候 若是传出什么闲言碎语 顾家李子面子 全都没了 要不 请二姑奶奶出面 二姑奶奶做事妥当 办法又多 顾城面色犹豫 此时回去再说 胡适也没强求 顾城悄悄将顾月 带回顾府 都没敢惊动大家 先将庄子上的人 关起来 一个个审问 得到口供后 顾城知道 这是靠他一人 不可能完全料理干净 要么请顾大人出面 要么请顾九出面 权衡一番 顾城写信给顾九 叫人带去王府 他心里头觉得 还是顾九更靠谱一些 老六 为父听说 你把顾月接回来了 顾大人叫住顾城 顾城站在屋檐下 微微躬身 儿子 的确将三妹妹带了回来 他人呢 怎么不来请安 三妹妹身体不好 又累了一天 已经睡下了 父亲要见他 不如还两日 人回来就行 得抓紧时间 给他寻个亲事 早日打发出去 父亲说得对 是该给他寻个亲事 早点打发出去 若是早早寻了亲事 将顾月打发出去 也就不会有那些 恶心人的事情发生 府中因为胡氏当家 所以顾城很容易 就瞒住了顾月的消息 谢氏那边 更是瞒得死死的 他就指望着顾九收到信后 能够早点过来 顾九是在第二天一大早 回到顾府 他的回来 让顾大人吃惊 可是出了什么事 顾大人担惊受怕 想着自家即将出校 千万别在这个时候出事 影响到自己起父一事 顾九朝顾大人看去 是有点事 父亲起父的事情 得缓一缓 等明年开了春再说吧 为何要等到明年开春 顾大人心都凉了 顾九难得回来一趟 就为了告诉他这件事吗 国库空虚 衙门半年内不会扩边 尤其是四平以上的位置 父亲想要起父 得有耐心 慢慢等待机会 只是因为国库空虚 顾大人总觉得这个理由 有点牵强附会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五十六集 陛下是什么脾气 父亲应该知道一点吧 陛下比先帝还要另惜钱财 加上宫中添了新人 增加了开销 陛下对国库看得越发紧 衙门等闲不会添人 父亲若是不信哪 赶日抽空去力部看看 多少后缺的人 比往年多了一倍不止 怎会如此 朝廷就艰难到如此地步了吗 北戎西凉皆不安分 边境冲突越发频繁 明年军费还要增加 大家都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总而言之 父亲不要着急起父的事情 太着急恐怕后不到十缺 如果父亲不在意虚值十缺 那倒是没所谓 为父怎么可能不在乎虚值十缺 顾大人认为顾九就是在说笑 他年富力强正式拼仕途的时候 当然想要一个十缺 就如当年的户部尚书 他觉得自己在户部尚书的位置上 就做得很好 可如今 亲闺女告诉他 未来半年形势都不好 犹如三九寒天 兜头一盆冷水浇下 透心凉 冷得直哆嗦 顾大人一脸心灰一冷 雷你辛苦跑一趟 为父就不招呼你 你自便吧 顾大人摇晃着脑袋 脚步虚浮 准备去后院找小妾喝酒 顺便抚慰受伤的心灵 打发了顾大人 接下来要做什么都方便 还是二妹妹厉害 三言两句 就将父亲给唬住了 我可不是吓唬父亲 我说的都是真的 明年编军军费要如实送去 军备要替换 朝廷其他方面的开销 就只能被压缩 没想到朝廷困难如斯 不说这个 我们还是先料理三妹妹的事情 六哥前面带路 再和我说说三妹妹的事情 你在心里面就提了一句 我就瞎猜了一晚上 事情太过害人听闻 我也不敢在信件上 如实写出来 我得了那些吓人的口供 二妹妹要不要先看看 行啊 顾称先带顾九看口供 之前接到信件的时候 顾九猜测 顾月是不是和什么男人 勾搭在一起 如今看完口供 他才发现 自己将顾月想得太单纯 太纯真了 他哪里是勾搭了男人 他分明实在卖 所谓的高级交际花 就是他这样的 去将丫鬟葡萄带来 顾九没急着去见顾月 他想先见见丫鬟葡萄 葡萄身为顾月身边的心腹丫鬟 所有的事情都瞒不住他 但是葡萄的口供显然不近不识 谁给顾月介绍的那些男人 没有一个人老实交代 顾月到底怎么走上这条路 是心血来潮 还是受了刺激 也没有交代 显然很有问题 葡萄被带到厢房 跪下 顾昌十分厌恶葡萄这个丫鬟 她总觉着 是这个丫鬟败坏了顾月 葡萄老实地跪在地上 见到本夫人意外吗 葡萄哆嗦了一下 没作声 你家姑奶奶犯的事 到底有多严重 是否需要本夫人和你说一声 她那样的行径 败坏了个人和家族名声 让京城故事蒙上了阴影 照着规矩 她必死无疑 你身为她身边的贴身丫鬟 自然也要被千刀万寡 顾府没有擅长这千刀万寡的人才 不过你也别庆幸 王府类似的人才可不少 就算王府没有 金无畏 慎行司 大把这样的人 随便请一个到顾府来一趟 就能叫你后悔活着 你也别担心脏了顾府 大不了一会儿本夫人离开的时候 顺便将你提走 交给金无畏处置 你想见识一番金无畏的手段吗 不关奴婢的事 奴婢这是按照吩咐做事 真的不关奴婢的事 求夫人明鉴 你已经不是厨子 什么时候破得深 记得上次见你 你跟着你家姑奶奶还在王府 那时候你还是属子之身的 说吧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葡萄一脸胆战心惊 不敢置信 很奇怪我怎么会知道 你已经破了身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我的耐心有限 我给你一盏茶的时间 时间一过 你不交代的话 本夫人只能将你投入诏狱 请金无畏的人招待你 奴婢若是交代 夫人可否饶奴婢一命 得看你交代到什么程度了 奴婢 奴婢 别紧张 慢慢说 奴婢真的是无辜的 一切都是我家姑奶奶 和谢少爷的决定 奴婢从始至终 都是听命行事的 谢少爷 顾九挑眉 朝顾称看了眼 顾称打开厢房门 对守在外面的小厮所 后退时步 胆敢偷听 要了你们的狗命 然后重新关上厢房大门 你说的谢少爷 指的是谁 自然是谢时少爷 葡萄擦着眼泪 谢时捅了你家姑奶奶一刀子 并且渐渐害她被赶出王府 你家姑奶奶为何还会接纳她 和她狼狈为奸 我家姑奶奶 需要有人替她跑腿做事 还需要人 需要慰藉 那个谢少爷常年习武 身体强壮 你和谢时上床了吧 让本夫人来猜猜 一开始可能是你家姑奶奶 逼着你伺候谢时 到后来就是你自愿的 对吗 葡萄一张脸煞白 说不出话来 看着她这个样子 顾九还有什么不明白呢 你家姑奶奶什么时候 和谢时有了男女之情 是在海西伯府的时候 还是离开了海西伯府 才发生的关系 这怎么可能 顾称听到海西伯府 完全惊呆了 海西伯府赵二郎 是顾月的初婚 顾月胆子再大 也不该会在那个时候 就和谢时有了关系吧 可是葡萄的供词 推翻了顾称对顾月 仅有的一点幻想 在海西伯府的时候 我家姑奶奶 就和谢时少爷 有了来往 赵二郎脾气暴躁 总是打人 我家姑奶奶忍受不住 才会 这么说 顾月进入王府 也是谢时前线搭桥 正是 谢时就不怕东窗事发 牵连到他吗 葡萄咬着牙 不敢说话 顾九粗眉 盯着他看 越看 越发现不对劲 顾九脸色瞬间一沉 厉声质问 顾月生的那个孩子 到底是谁的 是楚王的 还是谢时的 老实交代 顾称文言 脸色先是一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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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吧 顾月在海西伯府的时候 就敢和谢时勾搭在一起 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 他能进入王府 靠的不就是肚子里的孩子吗 这孩子的来历 只怕有问题 否则那个谢时 为何不一余力地帮着顾月 顾称大惊失色 混乱皇室血外 是要杀头的呀 他跳起来 一拳都砸在葡萄头上 简壁 还不赶紧交代 那个孩子 到底是谁的 你想死 我成全你 六哥 息怒 和一个丫鬟动怒不值得 顾称喘着粗气 胸口剧烈起伏 幸亏他将所有人都赶了出去 这件事就他和顾九知道 不用担心会被传出去 顾称捂着头 他怎么可以这样 他怎么敢这样做 他难道不知道 这是要命的吗 顾月自小就喜欢行险 长大后变本加厉 没什么可稀奇的 顾九很平静 经历了最初的愤怒后 如今他已经可以冷静地 看待顾月身上发生的任何事情 他看着葡萄 说吧 那个孩子到底是谁的 葡萄浑身抖啊抖 牙齿在打架 咯吱咯吱作响 那个孩子 应该是 应该是王爷的 应该 这么说 你和你家姑奶奶也不确定 孩子到底是谁的 那个孩子也有可能是谢时的 是 是呢 葡萄一脸胆战心惊 我家姑奶奶还原前 通谢少爷还有楚王 都有过来往 无耻 顾城一拳头砸在桌面上 他快要气死了 原本想着将顾月嫁出去就行了 如今看来 问题远比他想象的严重 已经不是远远嫁出去就能解决的 顾城很庆幸 他请了顾九 而不是告诉顾大人 以顾大人的脾气 只怕场面无法收拾 多少会有一些闲言碎语流传出去 二妹妹 如今该怎么办 六哥别急 事情还没问完 顾九盯着葡萄 你家姑奶奶被关在田庄 他是如何想到叫谢石做老宝 给他介绍外地来劲的世家公子的 我家姑奶奶 在田庄住了半年 舍了一笔钱财 才买通田庄上下所有人 姑奶奶需要有人帮他出主意 就偷偷联络了谢少爷 谢少爷就给姑奶奶出主意 在附近重新置办一个庄子 既可以生钱 又多了一个去处 然后姑奶奶就拿出最后剩下一点钱 请六少爷抱着置办了庄子和铺子 姑奶奶过惯了奢华的生活 田庄日子太过辛苦 早就受不了了 偏偏谢少爷也没什么钱 于是 两人就借着前王府两地的身份 招待那些 那些我得来劲的世家公子 姑奶奶既得了钱 又解决了寂寞 便一发不可收拾 贱人 招待外地来经世家公子这门营生 你家姑奶奶做了多长时间 得了多少钱财 顾九很冷静 反观顾称 已经气得快要原地爆炸了 事到如今 丫鬟葡萄是有什么说什么 半点不该隐瞒 隐瞒也没用 该说的不该说的全都说了 顾月那里自然是容不得她 葡萄就盼着顾九能看在她老实交代的份上 能留她一条性命 做了将近一年 前前后后 接待了十几位外地静静的世家公子 具体得了多少钱财 奴婢并不清楚 供莫正能用一两万两吧 你家姑奶奶私下里有说过什么吗 比如将来怎么打算 倒是提过一两回 都没说正经话 她常说 与其嫁人 不如就这么过下去 等公子长大了 自然会替她养老 葡萄口中的公子 说的是顾月留在楚王府的那个孩子 她倒是想得挺美的 她就没想过 有朝一日东窗事发 她儿子还会认她这个娘吗 应该没想过吧 我家姑奶奶 从不抓到京城本地的公子 难道没听说过一句话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只抱不住火的道理 你一个丫鬟不懂 她能不懂吗 随着和她接触的男人越来越多 她的事情迟早会被人传扬出来 届时不光是她丢脸 故事一族都会因为她而蒙羞 幸亏发现得早 没有酿成大祸 我这就去结果了她 贱人 丢人现眼的东西 还指望着儿子养老 她做梦吗 六哥息怒 没必要为了顾月 而脏了自己的手 有关顾月的事情 必须瞒下来 庄子上的下人 六哥若是不方便出面 就交给我来料理 田庄那群被收买的下人 该闭嘴的都闭嘴 该打发的都打发 总而言之 一切要做到无形 不能让外面的人 察觉到异常情况 卢歇二妹妹 要麻烦你 六哥客气 我也是顾家女 顾月败坏顾家名声 我岂能袖手旁观 还有什么事情没交代 我给你一个机会 把事情交代清楚 夫人会留奴婢性命吗 你没有资格讲条件 要么 把所有的事情交代清楚 要么 本夫人亲自送你进诏狱 葡萄哆嗦了一下 心头很恐惧 还有一件事 奴婢要禀报夫人 你说 海西伯府那位姑爷的死 不是意外 而是人为 你说什么 刘哥别急 听她说完 当时我家姑奶奶 在海西伯府 备受欺凌 赵二郎是个断袖 他根本不喜欢女人 海西伯府的长辈们 逼着他刘哥后 他心头有怨气 就全部发现到 我家姑奶奶身上 我家姑奶奶 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 就 就什么 想要杀赵二郎 靠你家姑奶奶 一个人可不行 赵二郎在庄子外面的山上 受了伤 是谁做的 是谁帮了你家姑奶奶 是 是西少爷帮了我家姑奶奶 赵二郎受了伤 每日需要换药 我家姑奶奶 在药里面做了手脚 然后赵二郎就没了 之所以要替赵二郎 守孝一年 也是做给外人看的 为的是洗钱嫌疑 姑称一脸 受到惊吓的模样 实在是 寒人听闻 竟然在那个时候 他就犯下了 傻夫大罪 姑称脸色都白了 显然受了不少刺激 这些事情 任何一件单独拎出来 放在某个人身上 都足以骇人听闻 然而到了顾月这里 不过是一件 和无数件的区别 正所谓有一就有二 连亲夫都能谋杀 顾月后面所做的事情 又算得了什么 顾九早就知道 顾月在赵二郎的药里面 动了手脚 只是一直不知道 背后帮她的人 会是谢时 看来从始至终 你家姑奶奶身边 都没少过谢时这个人 你家姑奶奶 同她倒是要好 她怎么没娶你家姑奶奶 我家姑奶奶 从海西不复回来后 谢少爷本来是想娶她呢 好几次都说 要到府里下聘 是我家姑奶奶拦着她 不肯嫁给她 顾九闻言 不由地笑了起来 顾月那人 她太清楚了 你家姑奶奶心气高 一心想要攀高枝 自然是看不上谢时 她利用谢时 嫁入王府 也算是得偿所愿 谁能想到 最后又是因为谢时 她被赶出了王府 如果谢时没成亲 她被赶出王府后 说不定真的就任命 嫁给了谢时 奈何谢时已经有了妻事 她又不乐意 嫁给官夫做后娘 又想过奢华的生活 便偷偷摸摸干起了皮肉生意 我说的可对 奴婢全都交代了 没有一句训言 你们这对主仆 真是叫人刮目相看 你和谢时之间 在一起很长时间了吧 求夫人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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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九轻壳一声 拍拍巴掌 很快 徐有四带着人进来 堵住葡萄的嘴巴 将人拖了出去 顾称又急又怒 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儿妹妹 顾约哪里 要如何料理 此时可要告诉父亲 父亲那里继续瞒着 顾月那里我来料理 不过我得先见见她 她疯癫得很 昨日从田庄回来 就一直在闹 我干脆命人给她灌了药 叫她好生躺着 六哥处置得很妥当 正好还有时间 我过去见见她 我担心 她会冲撞了二妹妹 自家人 谈不上冲撞 六哥放心 我就是见见她 有些话想要和她说 之后该怎么料理 就怎么料理 定不能让她继续 玷污故事家族的名声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在西北角的小跨院 这地方偏僻 如今天天气冷 更是少有人过来 顾城将她关在这里 也是防止她闹起来 惊动了府中其他人 门板陈旧 轻轻一推 就是嘎吱作响 屋里烧着火盆 却依旧暖和不起来 下人赶紧又添了两个火盆 才请顾九进门 顾九踩着地板走进卧房 顾月就躺在床上 浑身软绵无力 扶她起来 顾九往椅子上一坐 下人搬来两个枕头 放在床头 将顾月扶起来坐好 接着 下人又给顾月灌了药 顾月剧烈咳嗽 咳嗽过后 她终于能发出声音 只是嗓音音哑 听着刺耳 她目光愤恨 怎么会是你 不是我会是谁 如果是父亲 你认为你还能躺在床上 宠人呲牙咧嘴吗 你闭嘴 我的事情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 你以为我想管你的恶心事 你自甘堕落 败坏顾家名声 你是不是还挺得意的 我是寡妇 我要和哪个男人在一起 顾家管不了 你们赶紧放了我 我本以为你只是疯狂而大胆 没想到你还鱼不可及 你和哪个男人在一起 顾家的确管不了 但是前提是 你和对方在一起 而不是做皮肉生意 把皮肉生意说成寡妇 寻求女人的春天 你可真要脸 你闭嘴 闭嘴 你休要污蔑我 你想看我的笑话 欺漏我 你休想 你滚出去 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顾问 顾月疯狂如斯 双目赤红 她仇恨愤怒激动嘶吼 任何人出现在这里都没关系 唯独不能是顾九 顾九盯着她 等到顾月疯狂完了之后 才笑了起来 在这里见到我 是不是觉得很丢脸 很没面子 是不是很不甘心 争了这么多年 结果还是输了 你算什么东西 我会不甘心 当初同住一个屋檐下 你处处压我一头 骄傲得不可一世 而今 我都没动手 你却已经将自己 作件成了一个暗昌 而我 则是高高在上的黄紫期 你能甘心吗 你见到我 心里头只怕已经在滴血了吧 顾月抓着心口 在怒叫 在嘶吼 被顾城抓包 被带回顾家 各种严重后果 都比不上顾九的一句 不甘心 顾九的一句话 给顾月造成了足足 十万点的伤害 她可以输 可以落魄 可以被人耻笑侮辱 但是她无法接受 顾九的耻笑奚落 无法接受自己 最狼狈的一面 被顾九看见 她双目赤红 休要胡说八道 你不过就是运气好 才能当上黄紫期 明明我向阳都比你好 我还有父亲母亲的宠爱 秦师母最后 嫁给黄紫人是你 而不是我 秦师母我的人生 就该如此多挫折 而你 你却能顺风顺水 轻轻松松的拥有一切 凭什么我想为自己活一回 你就要跑出来 打死我所有的梦想 顾九 我恨你 我竟然落到这般田地 全部都是因为你 都是你 我就算是下了地狱 我也要诅咒你不得好死 诅咒你的孩子不得好死 你全家都不得好死 顾九没和顾月客气 直接一巴掌 打在顾月脸上 打完后 她又回到位置上 拿出手绢 擦拭双手 你都已经诅咒我全家 那我自然不能跟你客气 对不对 顾月捂着脸颊 一脸仇恨地盯着顾九 哼 别这么盯着我嘛 当初是你自己要死要活 非要嫁给赵二郎 全家人反对 你可有听进去 结果赵二郎竟然是个断袖 只是娶个女人回去当摆设 顺便传宗接代 你受不了了 然后就将赵二郎给咔嚓了 后来你耍手段进入褚王府做妾 最后又被褚王赶出王府 难道不是咎由自取 你走的每一步 全都是你自己选的 没有任何人逼你选赵二郎 选褚王 你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难道不是你自己活该吗 就凭你这点脑子 就算你坐在我的位置上 你也活不过两年 你有什么资格同本夫人叫嚣 我不服 我就是不服 你想让我认输 你做梦 你认不认输 重要吗 你已经输了 而且输得彻彻底底 莫非你以为自己还有翻身的希望 谁给你的错觉 你想对我做什么 我要见父亲 我要见母亲 我是顾家人 你不能对我动手 顾舅看着顾月的目光 就像是在看一个智障 你和谢时勾搭多年 你们二人确确实实只是一对狗男女 你受不了赵二郎 他便替你除掉赵二郎 你想进褚王府 他就帮你进褚王府 你想挣点银子花用 他就替你物色男人 这么多年 你们二人对彼此不离不弃 你们都是彼此忠诚的走狗 你休要胡说八道污蔑我 你最好给我闭嘴 顾月怒斥顾九 强作镇定 心中却惊疑不定 顾九全都知道了 他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葡萄那个死丫头说的 顾月心中暗恨 想着等他脱身后 定要将葡萄打死了事 剑壁 竟然将他的事都告诉了顾九 这是备注 对了 有个问题我一直没得到解答 你生的那个孩子 到底是楚王的 还是现实的 你在说什么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你是在负面我的清白 顾九 你不得好死 顾月震惊 像是一个受到玷污的清白女子 指着顾九恨不得撕烂她的嘴 然而她的内心 已经慌得不行 你还有清白可言吗 顾月 清白二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你不觉得羞愧吗 人质见则无敌 你倒是完美地诠释了这番话的含义 你休要侮辱我 孩子是楚王的 任谁来我都是这句话 顾九伸出一根手指头 左右摆动 你错了 孩子到底是不是楚王的 你说了不算 顾月面色一叫 孩子会长大 如果孩子长得像你 还能蒙混过关 可要是孩子长得像谢家人 你可有想过后果 楚王府的人对谢时可不陌生 他长什么模样 楚王府上下人等都清楚 你想想看 过几年 孩子顶着一张和谢时七八分相似的脸 王府的人可不是傻子 结合你和他之前的传言 能猜不到真相吗 顾月捂住心口 眼神飘忽 嘴上他还在硬撑 你休要胡说八道 孩子自然是楚王的血脉 你害了我 还想害死我的孩子 你这个毒妇 你谋杀亲夫 还敢指责 本夫人毒妇 顾月 谁给你的勇气 你休想栽赃陷害我 说我背着王爷偷情 混乱皇室血脉 告诉你你做梦 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 你想害死我 我是不会给你机会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就凭你自甘堕落 做皮肉生意 败坏顾家名声这一点 本夫人就有理由弄死你 混乱皇室血脉 只是让你最佳一等 加上谋杀亲夫 则足以让你被千刀万剐 你放心 赵玉的刽子手技术很好 刮你牵刀肉 还能保证你活着 有口气儿吊着 亲眼看着自己 从一个人 变成一具骨架 闭嘴 闭嘴 你休要吓唬我 顾月抱住自己 浑身颤抖 你休想吓唬我 我可不是吓大的 我真没想到 你会如此恶毒 没想到 你也有怕的时候啊 真是少见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有两条路 一是死 对外就称 冬日取暖不注意 通风而死 二是伴随清灯古佛 一辈子 在佛前 老老实实恕罪 一辈子 都休想踏出安堂一步 你叫做尼姑 行什么 就凭你该死 就凭我是赵夫人 两条路我都不选 我要见父亲母亲 我要嫁人 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嫁人了 你只有两条路 要么死 要么做尼姑 不会有第三条路的 你没资格管我 我要见父亲母亲 你一个外人 休想决定我的人生 我是不会上你的当的 顾月怒吼着 从床舍下来 想要冲出去找人 顾九使了个眼色 几个小黄梅上前 轻松制住了顾月 许有四站在顾九身边 宫里有种秘药 服用后叫人做哑巴 感恩寺那边 又专门调掉他这样 不认命的嬷嬷 不需一年 定叫他老老实实 我不想让他活着 他活着就是个祸害 祸害自己不够 还祸害一家人 他这样的人 死了最好 药已经准备好了 保证剑血封喉 绝无死里逃生的可能 不如现在就给他喂药 之后将尸体 带到城外填庄 做成取暖避妾而死 这法子不错 就怕被人看出破绽 那也简单 换个办法 就是过程有些残忍 还请夫人回禀一样 以免污了夫人的眼 不 你们不能这么做 我是顾家女 你们不能杀了我 顾月连连摇头 此时此刻 她是真的怕了 顾九为生 朝她看去 这会儿想活命 你倒是想起 自己是顾家女 做那下件事情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 自己是顾家女 既然你不想去安堂 本夫人就成全你 动手吧 老奴遵命 不 我去阎堂 我去做尼谷 二姐姐 你饶了我一命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求求你饶了我 你饶了我吧 谢谢 顾月吓得哭了出来 鼻涕眼泪一大把 她真的被吓坏了 似乎直到此时此刻 她才意识到 她和顾九之间的差距 早已经是一个天上 一个泥潭 顾九想要杀她 都不需要脏了自己的手 一句话一个眼神 自有人替她办了 还不用担心落下把柄 被人插到头上 顾月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身子软得像是一滩软泥 差点就失尽了 顾九看着她这副模样 着实很嫌弃 那么嚣张又疯狂的顾月 竟然也不惊吓 随便吓唬一下 就没了人样 顾九真是耻鱼童顾月 做姐妹 一想到自己和这个 软成一滩烂泥的女人 同样姓顾 顾九心头就犯恶心 你们处理干净点 顾九不予再和顾月说话 起身准备离去 不要走 求求你放过我 放过我 顾月在呐喊 顾九回头看了她一眼 自今日起 你便是个死人了 不 顾昌站在院中吹着寒风 天很冷 却比不上她心头的寒意 她很疲惫 身体累 心更累 听到房门嘎吱声 她回过头 看见顾九从屋里走出来 她的眼神有些茫然 六哥下定决心了吗 她回过神来 迟疑了片刻 最后面色凝重地点头 我已经下定了决心 老爷太太问起她 我自会应付 老爷那里好对付 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搪塞过去 太太那里可不好应付 她要是知道你敬人 她会恨死你 比起家族名声 一家子的前程 再度的后果 我也能承受 既然如此 我这就吩咐人 把事情料理干净 怎能让二妹妹动手 我来吧 脏了我的手 强过脏了二妹妹的手 我不希望六哥下半辈子 都在噩梦中度过 所以别让自己的双手 沾染血清的鲜血 其实可以送她去赶安寺 那里的嬷嬷 最擅长对付顾月这样的人 不出一年 就能将她管教得服服帖帖 我不敢拿全家人的姓名冒险 如果她没有混乱皇室血脉 我会听从二妹弟意见 将她送入安堂 一辈子伴随青灯古佛 可她混乱了皇室血脉 总有东窗事发的一天 她活着 会害死所有人 唯有她死了 才能将灾厄 彻底扼杀 六哥不会后悔吗 你将背负一条人命 背负太太的仇恨 我不后悔 你在里面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体面那个女人 还是我的妹妹吗 是不是只剩下了一个躯壳 罢了 罢了 不如死了算了 顾九叹了一声 没人愿意沾染血腥 顾九偷偷使了个眼色 王医一手刀 就将顾琛给劈晕了过去 顾琛软软地倒在地上 被小黄门拖住身体 胡适从院门外走进来 双眼通红 眼眶里还含着热泪 谢谢二姑奶奶 谢谢 我真怕她不顾一切 亲自动手了结了这些 我了解她的性格 她要真动了手 她这辈子都解脱不得 胡适扶着顾琛 轻抚她的面容 嫂嫂不用谢我 专业的事情 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这种事情 本就不该六哥亲自动手 你带着她回去吧 今日 你们就当没来过 之后自会有人善后 胡适躬身拜谢 顾琛受了她的礼 二姑奶奶大恩大德 我们夫妻敏感无内 将来二姑奶奶 有用得上我们的地方 尽管开口 我不会和哥哥嫂嫂客气 有关顾月的事情 还请嫂嫂守口如瓶 身边的心腹 也别透露一个字 我小得厉害 自从昨日从田庄回来后 我就没问过夫君任何问题 这种事情 知道越少越好 二姑奶奶放心 有关三姑奶奶的事情 只于我口 绝不会叫第三个人知道 如此甚好 在王毅的帮助下 胡适带着顾琛离去 顾琛则带着人离开了小夸院 坐上马车 启程回王府 后面的事情 自有专人料理 无需她来操心 她只需要知道结果就成 结束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绝不是一件让人喜欢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心情 矛盾着 纠结着 她望着车窗外 心情有些沉闷 去西市 心情不好 那就购物吧 买买买 能够很好地治愈自己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六十集 顾琦九化身购物狂人 银钱大把大把地甩出去 买了一堆有用的没用的 回到王府的时候 天都黑了 许有四他们还没回来 想来还在善后 玉哥见到他 就扑了过来 顾九却下意识地躲开了 嬷嬷将他抱走 我先去洗漱 无论如何 他不能用这一身 去拥抱孩子 他怕污染了孩子 方嬷嬷不理解 玉哥很委屈 顾九却没有解释 静止去了玉氏洗漱 方嬷嬷拉住青梅 怎么回事 夫人回了一趟娘家 就变得不高兴 顾家那边出了什么事 我也不太清楚 好像是顾月 闹出了什么乱子 关于顾月的事情 从始至终 都瞒着几个丫鬟 顾九身边 唯有许有四 有限几个人了解情况 那个顾月 我第一眼见了 就知道 她不是个省油的灯 这回 又惹了什么事 夫人没让我们进身 恐怕事情有些严重 方嬷嬷闻言 心头一跳 竟然连青梅 几个丫鬟都没进身 这事情就不是 有些严重 而是非常非常严重了 此时 你们几个都要守口如瓶 不准出去乱说 要是有人问起 夫人今儿去了哪里 都不准说夫人回了顾家 为何要瞒着 听我的没错 别问那么多 为什么 嬷嬷 不会出事吧 要出事早出事了 不会拖到现在 总而言之 无论谁问起来 都说夫人 没去过顾府 知道了吗 我晓得 我自不会乱说 顾九洗漱完毕 换了一身棉职家居服 她从浴室出来 吩咐下人 将浴室里面的一身烧了 烧了 对 全都烧了 一箭不留 丫鬟礼命 抱起换下的衣服 去造下烧了 可惜了这么好的料子 除下的婆子 还想偷偷探没了 这些衣衫 被青梅发现 丑骂了一顿 主子的衣服 你也敢藏起来 吃了雄心豹子胆吗 主子的东西 没说给你 就算烧了 你也不能偷拿 连规矩都不懂 看来得和少府说一声 好好查查 你们这些人 到底是怎么 混进王府当差的 青梅姑娘饶命 我这不是 笑猪油蒙了心 一时糊涂吗 屁的糊涂 就是贪心 念在你是出饭 这次饶了你 下次再叫我 发现你偷拿主子的东西 我扒了你的皮 哎哟 我当是谁呀 凶巴巴的 老远就听见响动 原来是青梅姑娘啊 青梅姑娘不在 大夫人身边当差 跑来厨房 逞什么威风啊 一个模样娇俏的丫鬟 出现在廊下 那张脸一看 就是个厉害的主 一张嘴从不饶人 青梅朝来人瞪了一眼 哼 原来是红杏啊 你家夫人不是说 要抬你做姨娘吗 怎么还来厨房啊 当了姨娘 还干丫鬟的活 真替你委屈 我委屈什么呀 我家夫人 的确要抬我做姨娘 这不还没到时间 改名而我的好日子 我请青梅姐姐喝酒 青梅姐姐可一定要来啊 你们大房 同我们二房向来要好 你不来 可是不给我面子 看时间吧 谁知道那天 我有没有空呢 你可是大夫人 身边的头等丫鬟 你要是没时间 旁的人就更没时间了 对了 青梅姐姐 怎么亲自来厨房 这种阿杂点 还同这些婆子纠缠 没得失了身份 说起来 青梅姐姐也怪可怜的 一大把年纪 未来还没着落 你家夫人既不抬你做姨娘 又不给你安排婚事 难不成 要让你做老姑娘吗 天哪 青梅姐姐 你好惨啊 放你娘的狗屁 是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 整日你就想着爬爷们的床 我呸 青梅姐姐清高 不爬爷们的床 一心要做老姑娘 我们自然是比不上呢 剑蹄子 我撕了你这张嘴 青梅大怒就要动手 别打别打 红心姑娘也少说两句 惹怒了大夫人 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就算是你家夫人也护不住你 总算有个有见识的人站出来调停 红杏文言 跺跺脚 一脸不爽 也不管来厨房是要干什么 扭着腰身就走了 青梅气呼呼地回到东院 她是越想越气 红杏给二皇子做妾 倒是做出自豪感了 她就不信 二皇子一身的富贵 能分她几分 顾九瞧着青梅出门一趟 回来后 那脸色就阴沉沉的 谁惹你生气了 告诉本夫人 本夫人替你出气 青梅也没隐瞒 就将和红杏的一场争执说了 奴婢都快要被她气死了 要不是那些婆子拦着 奴婢真想撕烂她的嘴 有件事忘了告诉你 夫人请吩咐 别那么严肃嘛 殿下身边的护卫赵三 向我提亲 说是想要聘取你 这事儿我一忙就给忘了 现在我把这件事告诉你 你若是不同意 我就回了她 叫她别再惦记你 青梅连发两声啊 一脸的震惊 赵三提亲 是啊 她看上你了 你可有看中她 奴婢 奴婢 青梅脸色变坏 也不知她是看上了 还是没看上 抑或是消息太突然 都没点准备 你看不上她也能理解 她才无品关身 你嫁过去 连个告命都没有 亏了亏了 晚些时候我就去回绝她 叫她别惦记着你 奴婢 奴婢没说看不上她 就是这事太突然 奴婢一点准备都没有 夫人可否给奴婢一点时间 奴婢想和家里人商量商量 青梅总算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找回了自己的思路 好啊 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考虑 无论同不同意都给我回个话 总不能一直拖着赵三吧 奴婢会认真考虑 别委屈自己 若是不愿意拒绝了就是 你是我的丫鬟 岂会叫你吃亏 什么姨娘小妾 自然比不上你的尊贵体面 多谢夫人 顾府派人到王府报丧 说顾月没了 那天京城下着很大很大的雪 冰雪覆盖了天地 一眼看去白茫茫一片 报丧的人说 三姑奶奶睡得沉 丫鬟也睡得死 半夜屋里逼得气都不知道 等到早上 丫鬟敲门才发现 人已经没气了 柳少爷很自责 说是不应该因为避讳 将三姑奶奶安排在 没有地冷的小跨院里面 太太得知三姑奶奶没了 人哭得晕死过去 醒来后 就抓着六少爷 叫六少爷 给三姑奶奶尝命 夫人没看见那个场面 都动了刀子 六少爷亲自将一把匕首 递给太太 叫太太杀了她 给三姑奶奶尝命 太太手都在发抖 最后 还是下不了手 除了太太闹腾外 老爷说了什么吗 老爷长虚团谈 说今天犯太岁 眼看着要出校 只有出了这档子事情 好在三姑奶奶 倍分低 又是外嫁女 顾府无需替她守孝 老爷还让人 给楚王府送信 希望能接小公子到顾府 好歹给三姑奶奶 闭麻带笑几天 送三姑奶奶最后一程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861集 楚王府那边有回信吗 小的出门的时候 楚王府那边 还不曾有回信 小公子太小 楚王府那边 未必会同意 再说 三姑奶奶 已经从楚王府名册上出名 我知道了 明儿我会回去一趟 其他姑奶奶都会回去吗 是的 明儿都会回去 就这样吧 顾九没想到 顾府拖延了两天才报丧 关于顾月的事情 他谁都瞒着 连刘赵都没告诉 不是信不过刘赵 而是他不想将 娘家人最不堪的一面 袒露在亲密的枕边人面前 顾月做的那些事情 何止是不堪 简直是该死 刘赵有些担心顾九的状态 明儿需要我陪你回去吗 不用 顾九想都没想 就拒绝了刘赵的好意 他担心刘赵去了 那些事情瞒不住他的双眼 真的不需要我陪你去 我一个人能行 明儿姐妹们都会回去 我可能会耽误点时间 你去了 可没人招呼你 好吧 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 我们是夫妻 不该见外 我当然不会和你见外了 次日一早 雪停了 顾九坐上马车 启程回顾府 京城街道 一大早 武城兵马司就组织人手 清扫路面积雪 洒上碳渣防滑 因为积雪的缘故 马车行驶得很缓慢 花了比平日里多一倍的时间 终于回到了顾府 因为顾家已经分家 大门口就没挂白灯笼 进了大门 只有二房院门口挂着白灯笼 顾家替顾月设了灵堂 除了几个丫鬟 无人守孝 显然王府并没有将顾月的孩子送回来 顾九进了灵堂 烧了一炷香 他心里头默念着 不管怨也好 恨也罢 赶紧去投胎 下辈子别再作践自己 好好的施家女 糟蹋成靠出卖身体的女人 也只有你干得出来 人人都往上爬 也就是你 越混越回去 真是白生了一张聪明脸 烛火摇曳 烟雾鸟鸟 一阵寒风灌进来 几个丫鬟起起哆嗦 都是一副啪啪的模样 白帆飘荡 竟然落在了顾九的肩头 丫鬟们都是一脸金锯之色 顾九回头 朝自己肩膀上看了眼 轻轻拿掉白帆 眼神轻蔑 心里头继续默念 活着的时候 你都赢不了我 如今你死了 你以为你还能兴风作浪吗 信不信改名 我就请全天下最厉害的道士 将你镇压 叫你永世不得超胜 话音一落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灵堂内安静到落针可闻 什么寒风 什么白帆飘荡 一切都像是错觉 就连那烟雾 也规规矩矩地往上飘 渐渐散去 还有那烛火 笔直笔直 没有丝毫的动荡 顾九微微低头 嘴角往上拉扯 似乎是在笑 又似乎是在悲叹 算你失去 我就不和你计较 赶紧投胎 好好做人 下辈子别再自作聪明 白瞎上家的出身 和一张漂亮的脸蛋 你的孩子 如果真的是楚王的血脉 一切都好说 如果是现实的孩子 我自会保他性命 孩子无辜 保下那个孩子的性命 对于顾九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至于孩子的性命保住后 孩子要如何生存 就轮不到顾九去操心了 顾九台步 准备离开灵堂 一阵小风 卷着一片枯叶吹进来 落在顾九的脚边 顾九一脚踩下去 规矩点 别让我动用非常手段收拾你 你有今天 全是你咎由自取 说完他抬起脚 那片枯叶竟然化成了粉末 顾九冷着一张脸 真是欠收拾 许有四伺候在他身边 夫人 要不要请两位道爷 过来做个法场 可以 就今天吧 许有四领命 自取安排 顾九离开了灵堂 一切恢复正常 姐妹们都在厢房用茶 二妹妹 你可算来了 大姐姐顾真几年下来 圆润了一圈 完全脱去了少女时的青涩 是个爽朗的妇人 她一张脸白嫩白嫩 又圆圆的 看起来就很有福气的样子 大姐姐 四妹妹 五妹妹 没想到我来得最晚 不玩不玩 我们也才刚到一会儿 二妹妹可去了灵堂 去了 上了一炷香 唠叨了两句 唉 包丧的人上门的时候 我唬了一跳 还以为是哪位长辈不好了 万万没想到 会是三妹妹出事了 他人虽然讨厌吧 可是真没想到 他年纪轻轻就 就这么去了 还是因为那样的原因 那个丫头叫葡萄的 也是个笨的 屋里烧着碳盆 就不知道 留个超乎缝吗 结果主仆二人 都没了 顾真很是感慨 或许真的是 远相尽臭 亦或是 人死万事消 如今顾真提起顾月 再无当初的怨恨和仇事 反而感到很可惜 替顾月不值得 死得太可惜了 顾山显然没有 顾真那么想得开 毕竟顾月 曾差一点烧死他 没想到 大姐姐会替三姐姐可惜 那些事情 大姐姐都忘了吗 唉 没忘又能怎么样呢 他人都死了 难不成我还要抓住 过去那点事情 找他算账吗 人都死了 过去的事情啊 也都过去了吧 有什么恩怨呢 到了灵堂 当着她的面都说出来 说出来了 心里头也就舒坦了 四妹妹可别不信啊 我可是亲身验证过的 我倒是当着她的面 抱怨了一通 可惜啊 这心里头还是不得进 她死了 可是我那口气 还是压在心头 自始至终 到她死 她都欠了我一个道歉 欠我一个说法 是的 到死 顾月都没给顾山道过歉 顾月没有给任何 被她伤害的人道过歉 她总是理所当然地 伤害别人 踩着别人的肩膀 往上爬 当别人不乐意 给她踩的时候 她还反过来 骂人不知好歹 也不知道 她哪里来的这份自信 以为全世界 都是她亲娘 都得宠着她 归根结底 还是谢氏宠出来的毛病 四妹妹 你心结太深了 不如学着抄写福经 能够让你心平气和 看开一些的 大姐姐年纪轻轻 就开始抄写福经了吗 难道是 许家日子太过辛苦啊 那倒不是 是我日子苦闷 平日又没什么消遣的 加上父君常年在外 我担心她的安危 便养成了抄佛经的习惯 姐夫去边关多少年了 怎么还没回经 当初不是说三年就能回来吗 我也不清楚具体的原因 父君写信回来 只是说边关吃紧 暂时还不能换房回京 我如今啊 就盼着她能够平平安安地回来 姐夫常年在外 而且还是边关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 要不请二姐姐帮个忙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六十二集 二妹妹能帮忙吗 会不会太为难了 顾珍私下里早就想过 请顾九帮忙 将许三郎弄回京城 只是一直没找到 合适的机会开口 还怕开口后 顾九会拒绝 要是被拒绝 她哪还好意思 再开第二次口 没想到顾珊这么给力 她磕水就送来枕头 竟然主动提起此事 顾珍有些期待 又有些忐忑地看着顾九 这事应该很难吧 毕竟事关换房 得要朝廷安排的 换房仪式事关重大 我自然插不上手 不过让一两个人回京 还是有办法的 就是得让姐夫受点委屈 受点委屈不怕的 要紧的是 能够早点回京城 顾珍简直是意外之喜 她没想到这些事 会如此顺利 顾九并没有拒绝她 姐夫若是有伤在身 边关缺少医药 届时运作一番 自然可以回京疗养 必须受伤吗 我不是怀疑二妹妹 我是担心夫君 下手没个轻重 伤了药痕 顾珍一脸 不用受伤 平平平安安回到京城 没有比这更好的 但我并不认识姐夫的上风 也说不上话 这 顾珍张口结舌 她有话说 却羞于张口 毕竟是她求人帮忙 怎能不要脸的为难人呢 顾珍再一次助攻顾真 二姐姐 能不能请大殿下出面帮个忙 想办法将大姐夫调回京城 大姐姐和大姐夫成亲半年 大姐夫就去了边关 而且一去就是多年 大姐姐怪可怜的 多谢四妹妹一心替我着想了 但是这事 二妹妹能够帮忙 就是勤奋 不能帮忙 也没有什么的 不能因为我的一点事情 给二妹妹和大殿下 增添麻烦啊 大姐姐还是老样子 明明心里头想要 嘴上却说着不要 客客气气的 不知啊 该说你虚伪 还是该说你拿巧 顾珍与其调侃 顾珍却尴尬了 顾珍张嘴结舌 到底是该反驳顾珍 还是要替自己辩解 一时间 她是半点主意都没有 她一脸尴尬地看着顾珍 想说自己不是顾珍说的那样 可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 我 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我心头自然希望阿妹妹能够帮我的 可是 可是我不能信阿妹妹于不利啊 我知道大姐姐是怕我为难 并不是四妹妹说的那样 多谢阿妹妹能够理解我 却没想到我竟然做了恶人 顾珍打趣自己 又拍了下自己的嘴巴 哎 是我说错了话 大姐姐啊 你千万别和我计较 我就是开个玩笑 没想到大姐姐当真了 顾珍牛头擦了擦眼角 她没作声 心里头显然对顾珍有意见 顾珍嫁得好 婚后生活也如意 人难免比过去娇金了些 看着爽朗 有时候说话却很伤人 就算是亲姐妹彼此来往 也该有点分寸才对 哪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说是直爽 其实就是没有分寸 好在顾珊也认错了 小妹妹们看笑话了 真是不好意思 啊 妹妹 那是如果能办的话还好 办不了的话就别勉强了 别人能够在边关一待十年 无家夫君 再也能够待上十年的 大姐姐别着急 这事我先替你记着 回去后我问问人 看能不能想办法 将姐夫调回京城 等有了消息 我派人给你送信 我 我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阿妹妹你了 要是父亲能够回来的话 你就是我们的大恩人了 哎哟 大姐姐别这样 太见外了 我 我只是太激动了 分别这么多年了 孩子们都启蒙了 都还没有见过她父亲 妹妹想到父亲回来 孩子却不认识她 我心里头 我心里头就难受得起 顾真动了真情 感慨了一番 姐妹们听着她续道 都是些生活琐事 却从中感受到 顾真这些年的生活 嫁给当兵的太苦了 大姐姐这些年 分明是在守活寡 我不要嫁给当兵的 气氛一下子就尴尬了 顾山瞪了眼顾林 会不会说话 你不嫁当兵的是你自己的事情 嚷嚷什么呢 谁稀罕听你那点想法呀 你要嫁谁 你自己说了可不算 得父亲做主 顾林捂着嘴 有点委屈 有点紧张 还有点愧疚 大姐姐 我不是故意的 顾真今儿个连番受刺激 就算是你人 也有三分活性子 她瞥了一眼顾林 五妹妹的婚事 还没着落吗 太太如今不管事 白姨娘没有资格 替你相看婚事 只能指望嫂嫂 帮你相看了吧 只是嫂嫂又有了身孕 怕是经理不计 五妹妹 你的婚事恐怕 还要再等上一两年的 不过你也别着急 就算是等上一两年 你也不算老姑娘的 顾林委屈坏了 眼睛都红了 大姐姐是在奚落我吗 你误会了 我只是好心提醒你 你的婚事别着急 别管是当兵的还是干别的 总比嫁不出去强吧 顾林哇的一声哭出来 捂着脸跑了出去 顾九摇摇头 大姐姐何必如此 将顾林跑了出去 顾真又有些后悔 觉着自己刚才太过刻薄 是我不对 我一会儿给五妹妹道个歉吧 我也没有想到 她和小时候一个样 说她几句就受不了 哭着跑掉了 说得怪白衣娘 白衣娘四下里 不知教了五妹妹什么 把五妹妹教得小气得很 自罗夫子过世后 侯府那边就没有再请 女先生教书 于是侯府就停了女学 姐妹们都出嫁了 顾林独自在府中 的确很寂寞 性子有些左性 难以避免 该提醒白衣娘一声 叫她远着五妹妹 别把一身姨娘做牌 都叫五妹妹学了去 只怕晚了 顾山在府中多待了几年 对顾林的情况 自然更加了解 白衣娘是生怕 大家害了五妹妹 什么事情都要耳提灭命 如今五妹妹已经习惯 凡事听白衣娘的 你叫她远着白衣娘 她还以为你害她呢 顾九有些意外 记忆中白衣娘不是这样的 白衣娘虽然是个妾 多少有点见识 是很支持顾林多 学点东西 学得大气一点的 怎么这几年转了性子 二姐姐自出嫁后 难得回来一趟 每次回来 也就停留几个时辰 后院的情况 你可能都不太清楚 白衣娘年纪大了 加上父亲的后院 又添了几个人 她心里头自己慌了神 生怕五妹妹嫁出去后 嫌弃她 忘了她 不管她 所以她才要将五妹妹 牢牢抓在手里 叫五妹妹 凡事都听她的 她自己都变得左性 又来教导五妹妹 能叫出什么号来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我替顾林感到可惜 过去顾林也爱哭鼻子 还有点笨笨的 但好歹是个积极乐观 有点见识的小姑娘 好好培养一番 未必不能有一番格局 结果在顾林树立三观 最紧要的几年里 白衣娘竟然承担了 主要的教导责任 这就麻烦了 五妹妹可怜 福利出了白衣娘 竟没有人管教她 顾真感慨了一句 越发后悔之前 对顾林说的那番话 她不该对顾林 那么凶的 顾真突然站起来 我去找五妹妹 给她赔个不是 她的婚事 我也替她相看着 希望能为她介绍 一门好婚事 说完 顾真就疯一样地 冲了出去 过久去见了顾大人 提醒顾大人 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别再让白衣娘管教顾林 顾林到了说亲的年龄 该给她找个嬷嬷 好生调教一番 顾大人拍着脑袋 忙得忘了 都忘了 五丫头的婚事 还没着落 顾九嘴角 一阵愁愁 什么忙都忘了 这两年顾大人在守校 忙什么忙啊 她根本就是没上心 忘了还有个女儿 叫顾林航五还没婚配呢 平日里 顾林也不会到顾大人 跟前溜达 一年到头 父女二人能见到一面 就不错了 父女两人长久不见面 顾大人理所当然 就把人给遗忘在了后院 这事叫你嫂嫂去办 内院的事情都归她管 父亲好歹也该上上心 除了五妹妹顾林 四哥顾衡 还有顾辉 老爸顾拱的事情 父亲也该放在心上 顾衡和顾辉 尽管是庶出 也该给他们找个营生 不能叫他们整日闲着 顾衡以前看着还好 本以为她读书能有出息 结果连考了几次 连个秀才都没考上 我看她根本就不是读书的料 读不了书 那就去从军 经营那边我可以安排 从军 顾廷已经从军 顾衡不能再去从军 而且他也吃不了这个苦 父亲怎么知道他吃不了这个苦 父亲问过他吗 不用问 我都清楚 顾九生气了 四哥读书读不出名堂 又不让他从军 请问父亲想让四哥做什么 不趁着他年轻 替他找个营生 难道要他天天换日子 说句难听的话 父亲在的时候 他还能换日子 等到父亲百年之后 他怕是要讨口要饭 顾家而郎 沦落到那般田地 父亲就不觉得羞愧 何至于如此 你不要夸大其词 耸人听闻 父亲 我这回不是和你商量 而是告知你 家里这些兄弟 必须尽快给他们找个营生 绝不允许他们继续混吃等死 你简直是 顾大人本想喝斥顾九放肆 话到嘴边 突然醒悟闺女 已经贵为皇子妻 赶紧将放肆二字 咽了下去 父亲是想喝斥女儿放肆 那今日 女儿便放肆一回 顾九是半点没客气 看着顾大人一副 只为自己打算 不管子女死活 不管一家老小未来的态度 他就不打算再客气 顾九不求这些兄弟 能干成多大的事情 只求他们不拖后腿 能有一个养活自己 养活一家老小的营生 一个家族想要繁衍生息 帮子孙后代富贵荣华 靠的不是一代人 而是一代代人的努力 努力不是嘴上说说 更不是每日混吃等死 斗鸡六鸟 靠习武从军 读书从文 靠功绩 靠钱和权 靠着大胆心细 严格教养家中子女 才能让一个家族长盛不衰 父亲对家中子弟放任不管 分明是要将他们养成废物 女儿不知道 他们做了废物 对谁有好处 现在顾家已经分家 大伯和大伯母 不会轻易过问顾家的情况 父亲更应该担起教养的责任 好歹给他们一个营生 他们都是你的孩子 你不能只管生不管养啊 顾九对顾大人很不满 也没有丝毫的隐瞒 就差直接将顾大人一张脸撕下来 丢在地上狠狠踩他 尽管如此 顾大人也觉着脸颊火辣辣的痛 仿佛被人左右打了一二十个巴掌 打得他眼冒金星 恼羞成怒 你一个外嫁女 家里的事情 哪里轮得到你来管 今儿女儿还真得管一管 我知道父亲看不起当兵的人 但是父亲别忘了 顾家是靠军功起家的 顾家人读书是从父亲开始 父亲希望家中子弟都走上读书出世的道路 也得看看他们适不适合读书 是不是那块材料 既然读不出名堂 就统统去从武当兵 好歹有个前程 这个家我说了算 我说不准他们去当兵 就是不准 父亲果真要为了一己私利 耽误他们的前程吗 什么前程 你告诉本官 当兵能有什么前程 原来在父亲眼里 当兵竟然没有前程 隔壁侯府 敌长孙也在当兵 父亲怎么说 侯府上下习武 就连几位唐伯父身上都挂着武将直显 随时都能上阵杀敌 父亲又怎么说 那不一样 在我看来都是一样 想当将军就得从小兵做起 来人去将几位少爷叫来 本夫人今儿要当面问问他们 到底想做什么 难不成真打算一辈子混吃等死 做个废物 徐有司领命连忙交代小皇门去请人 顾九 你不要太过分 我今儿就是过分 又怎么样 你 你 不好了不好了 二姑奶奶和老爷吵起来了 下人见机不对 急急忙忙跑去给顾称和胡氏报信 如今这府里 他们两口子管着 出了事 下人自然是找他们两口子 顾称文言惊疑不定 二姑奶奶怎么就和老爷吵了起来 二姑奶奶要让几位少爷去当兵 说是什么 不能叫他们继续混日子 老爷不同意让他们去当兵 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而且越吵越厉害 二姑奶奶还叫人去将几位少爷请出来 要当面过问此事 二姑奶奶的打算 才是真正替兄弟们着想 老爷拦着到底是什么道理 顾称略微知道一点 父亲向来看不起武将 当初三哥当兵 闹了好大的乱子 才勉强同意 如今二妹妹 让兄弟们都取从武 父亲自然不乐意 我只是没想到 他们会吵起来 那怎么办 几个小叔子整日里没事干 拿着宫中的钱混日子 他是很有意见的 他赞同顾九的看法 大老爷们哪能一直这样混着 既然读书读不出来 从武也是一条出路啊 结果顾大人就为了文武偏见 愣是不同意 简直是迂腐 他就不信 当兵吃粮 能比混日子差 我先过去看看 你守着后院 别让人惊动太太 我晓得 太太谢氏 因顾越之死受了刺激 现在脾气暴躁得很 胡适特意拦着 才没让谢氏出现在众位姑奶的面前 顾称吉匆匆赶到万元书房 几位兄弟都已经到了 顾大人板着脸 威严十足 他警告几个儿子 我们顾家 耕毒传家 谁要是想不开去当兵 本官打断他的腿 父亲总想打断的是女儿的腿吧 本官说了 顾家的家务事 轮不到你过问 任何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 都有可能牵连到大殿下 我身为皇子七 有责任替殿下料理这些事情 四哥 七弟 八弟 我来问你们 你们是想继续这样混下去 还是去经营从军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六十四集 三兄弟面面相去 很是为难 一边是父亲 一边是嫁得最好的姐妹 他们夹在中间 无论选哪边 势必会触怒另外一边 老七和老八都在犹豫 老四却率先做出了决定 我想去军营当兵 就去大伯父那里 有大伯父赵颖 升职加薪 只是等闲 而且明显二妹妹气运更强 父亲却在走下坡路 他自然要选择二妹妹 混账 谁允许你去当兵的 看我不打死你 父亲息怒 四哥自愿想起当兵 父亲不如给他一个机会 说不定真能闯出一条路 老六 你安得什么心 你眼睁睁看着你兄弟去当兵 却不拦着 你是怕有人和你争家产吗 顾称一脸难堪 他本是出于好意 却没想竟然被父亲 驱解成包藏祸心 儿子绝无此意 若是四哥能考取功名 儿子绝对会拦着他去当兵 顾大人气得倒咬 老四顾恒年少时是很聪明的 读书也很用功 顾大人对他是抱有期望的 结果顾昌顺利考取了秀才功名 而顾恒考了几次 还只是个童生 很显然 顾恒并没有读书的天分 就算他一天花八个时辰在读书上面 也读不出名堂 现实对学渣没有一丝温情 反而充满了冷酷 顾恒自己也颓废了一两年 对自己很失望 如今顾九叫他去当兵 他就觉得这是一条出路 就算忤逆顾大人 他也要去 瞧瞧顾称这两口子 这几年靠着顾九 小日子越来越红火 他就是太迟钝 到现在才反应过来 所以这一回 他不会错过 靠上顾九的机会 老四 你给我滚过来 顾大人一发怒 老四顾恒也有些害怕 不过他坚决不过去 他就是要当兵 顾九给的前程 他不能放弃 顾大人见顾恒不听他的 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偏生老八顾拱也跳出来 我也要去当兵 顾拱性子跳脱 本就不惜读书 以前他没仔细想过要做什么 直到顾挺去当了兵 他才隐约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只是那时候他年龄小 不定性 家里人也不肯放他出去 这回他不想再等下去了 他要去当兵 他要像顾挺一样 当兵吃粮 上阵杀敌 立下赫赫战功 当将军 先是老四 接着老八 都被顾九给忽悠走了 顾大人怒急攻心 头晕眼花 差一点晕过去 你们 你们两个不孝子 本官今儿打断你们的腿 就算打了我的腿 我要去当兵 我才不要天天知乎折眼 这话有点大逆不道 顾大人心中有很深的文武偏见 听见亲儿子如此诋毁圣贤书 哪还受得了 拿起猪条就朝顾公打去 顾公可不会老是站在原地 让顾大人打 他跑得比谁都快 二姐姐 你可一定要帮我呀 我能不能当兵 就全指望你了 顾九嘴角一阵愁愁 顾公真是一如既往地讨打 顾大人哪儿追得上 年轻力壮的顾公啊 跑了两圈 就累得气喘吁吁的 他喘了几口气 指着顾辉 你过来 你告诉为父 你是要读书 还是要当兵吃粮 顾辉半大不大 被顾大人叫到跟前 吓都吓死了 他战战兢兢 眼珠子滴溜溜地转 偏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顾大人很不满 你哑巴了吗 问你话 儿子 儿子 儿子了半天 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顾九看出来 顾辉是想寻个营生 未必是当兵 但是他又怕顾大人 所以他不敢说 不想当兵就直说吧 我读书也不成啊 这就是典型的 文不成 武不就 毕竟不是每个人 都吃得了当兵的苦 也不是每个人 都能投悬梁 追赐古 读书当兵 从来都不是一条 轻松的道路 没有大决心 大毅力 这两条路都很艰难 不过顾九的作为 让顾辉有了第三个选择 他想经商 他想去赚钱 只是他不敢说出口 怕被顾大人打 顾拱敢跑 他可不敢 他是庶出 惹怒了顾大人 他在府里寸步难行 连个下人都能欺辱他 所以他表现得很懦弱 虽然看起来很不堪 至少不用得罪人 顾大人瞧着他那副样子 都懒得问他 就已经失望透顶 没用的东西 完不成无不救 也就只配换吃等死 顾辉黄黄然 顾大人摆摆手 滚下去 不要在本官面前碍眼 顾辉如蒙大赦 好了 顾大人气呼呼的 心情很暴躁 鬼父不同意他们当兵 他不是在和顾九商量 而是决定 他们既然选择了当兵 我会尽力成全他们 还请父亲不要石骨不化 别忘了顾家的根本 什么是根本 师叔礼仪才是根本 读书科举才是根本 他们读不出名堂 读不出名堂也要读 顾九摇摇头 对于顽固不化的顾大人 他已经无语了 继续赌下去 不过是浪费时间 不如趁着年轻出去 搏一搏 说不定还能 搏出个前程 当兵得来的前程 我们顾家不稀罕 若是有一天 兄弟们靠着军功得了爵位 父亲也不稀罕吗 爵位哪有那么好得的 你以为爵位是官职 随便什么人都有机会得到吗 简直是异想天开 原来父亲并不是看不起 当兵得来的前程 只是看不起他们 从一文不明的小兵做起 还得熬资历 想想也是 熬资历没有十年二十年 哪能熬出头啊 父亲看不上眼也能理解 不过 父亲宁老人家 是不是太功利了些 情愿他们混日子 也不愿意他们去熬资历 不知情的人见了 还以为他们不是父亲的儿子 而是仇人呢 一派胡言 顾大人怒火中烧 吹胡子瞪眼 要不是顾及顾九的身份 他只要行使父亲的权利 将顾九给收拾一顿了 顾九站起来 既然吵不出结果 女儿就先告辞 顾家的前程 父亲不操心 女儿少不得要替兄弟们打算一二 就这样吧 父亲自便 顾九要离开 你休想把你兄弟弄去当兵 顾九无所谓 他要安排娘家兄弟去当兵 顾大人拦得住吗 之前浪费时间同顾大人吵 不过是希望能说服顾大人改变观念 重视下一代的教养问题 如今发现说不通固执的顾大人 顾九也就懒得浪费口舌 顾大人抱着他的文为尊 就让他去吧 树立了几十年的观念 不是三两句话就能改变的 顾昌追了出来 顾恒也追了出来 顾恒郑重感谢顾九 四哥不用同我客气 等过了年 你就去金营报到 你想去大伯父那边 我会找机会和大伯父打招呼 谢谢二妹妹 顾恒心知肚明 顾九和顾称另有话说 于是识趣地离开 顾称叹了一声 难为二妹妹 这些事情本该由我来做 我却一直忽略了 六哥要忙着读书 忽略了其他兄弟 能理解 六哥读书需要时间 没空处理俗物 不如提拔几个能干的管事上来 分担一二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第八百六十五集 实际上 顾九希望顾称 能够分顾大人的权柄 但是顾称要读书出事 时间有限 顾挺又不在 这事只能慢慢来 回去后我会仔细募责人选 谢家那边 谢时现在在经营当差 我觉得不能这么便宜了他 当然不能便宜了他 不过对付谢时 一般的办法不行 这事要六哥别操心 交给我 我来对付他 会不会他为难二妹妹 真正为难的人 难道不是六哥吗 谢时可是你的亲表哥 自得知他和顾月干出的事情 我就没他这个表哥 我已经和你嫂嫂说了 往后送往谢家的节礼 全部减三成 要不是担心被人议论猜测 进而怀疑到顾月的死因 顾称都想和谢家直接断绝来往 他深深认为 这些年顾大人做的最正确的事情 就是和谢家划清了界限 只保持了一般的亲戚情分 就这样谢时都能祸害顾月 要是两家常来常往 顾家人怕是都会被谢家人算计了去 顾称想到这里 就不由得感到后怕 谢家就是个祸害 此话果然不假 既然六哥下定了决心 事情就好办了 会不会很为难 区区一个谢时 也就是几句话的功夫 我听说大妹妹找你帮忙 想将许三郎弄回京城 这事你便勉强自己 能办则办 办不了也没关系 我知道 我只答应帮忙问一声 不确定一定能将大姐夫 从边关弄回来 如此甚好 顾九留下来 同姐妹们一起吃了一餐便饭 用过饭后 她在厢房休息 小翠嘀嘀咕咕 老爷还在生气 喝醉了还在骂夫人 骂得可难听了 不用管她 牧婢就是不愤 夫人一心替顾府打算 老爷竟然不领情 假之蜜糖 以至砒霜 这种事情很正常 不用生气 顾九根本不在意 顾大人的骂骂 骂一骂 他也少不了一两肉 该做的事情 不是随便骂两句 就能阻拦的 清竹从外面进来 骑禀夫人 七少爷求见 顾九闻言 顿时笑了起来 之前我还在猜 他要拖延到什么时候见我 请他进来吧 早在外院书房 同顾大人争执的时候 他就看出顾辉 其实非常精明 很圆滑 也放得下身段 属于能屈能伸的人物 我想从上 这是顾辉的选择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再三权衡 做出的决定 此刻 他一改之前怯懦的模样 分明是个很有想法 很有主见的人 顾九点点头 他不反对顾辉从商 不过 他还是要问清楚 你确定想要从商 要知道商人地位低下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想从商 我闻不成 我不救 除了从商外 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请二姐姐给我这个希望 顾辉郑重托付 顾九沉吟 顾辉越发紧张 手心都在冒汗 他很担心 担心顾九反对 仿佛过了许久 他才听到顾九的声音 知道商人要做什么吗 买卖货物 商人要和三教九流打交道 讲究和气生财 积攒人脉 我能做的 他顾九不相信 他还再三强调 我肯定能做的 我能行 行吧 你要是真想从商 等出了孝 我派人来带你 我给你半年的时间 半年内你随时可以退出 我不会追究 半年后 如果你不改志气 继续从商 届时我们再来谈论将来的事情 从商并不轻松 尤其是顾辉这种少爷公子 想要靠从商闯出一条路来 希望 他能坚持半年 我一定会坚持下去 绝不让二姐姐失望 希望如此 这一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天色渐暗的时候 有人敲响顾府的大门 送来了一份殿仪 送殿仪的人来自楚王府 把众人都惊了一跳 顾大人急匆匆跑到门房 小公子人哪 没有小公子 我家王爷 听闻贵府三姑奶奶过世 念着旧情 太晓得 送来一份殿仪 旁的事情 都没有交代了 顾大人脸色阴晴不定 控制着脾气没发作 殿仪已经送上 差事完成 晓得该告辞了 王爷就没说别的 我家王爷只交代送殿仪 躺得没说 顾称如释重负 辛苦你走一趟 不如进来喝杯茶 不用了 告辞 人走了 顾大人最后长叹一声 不知是在为谁叹息 很快 顾家将顾月下葬 有关顾月的事情 就此翻了篇 离三皇子婚期 还有三天的时候 三皇子的两位侧士 先进了门 美妻明约 别给正妻添堵 没道理正妻刚进门 就替三皇子接新人进门 三皇子刚做完新郎 紧接着就到了大婚的日子 婚礼在皇宫举办 婚宴却定在王府 说是大家在皇宫吃宴席 太过拘谨 王府方便 没那么多规矩 这一天 宫里宫外都很热闹 就连五皇子六皇子 都被放了出来 热热闹闹的一天 一直到晚上喧嚣才结束 顾九疲惫地躺在刘赵怀里 打了个哈欠 老三成亲了 接下来就是老五老六 还有几位妹妹 还要为妹妹们添妆 今儿辛苦你了 刘赵力道适中地替他按摩 辛苦算不上 就是多喝了两杯 有点饭困 困了就睡吧 刘赵又将球背往上拉了拉 生怕顾九冷着 顾九当然不会冷着 人很困 眼睛也闭上了 可是脑子还是很清醒 这种状态最讨厌 清醒着犯困 偏又睡不着 要不要将玉哥叫进来 他闹腾得很 闹你一会儿 你就累了 很快就能睡着 这么晚了 玉哥还没睡下吗 睡了 也可以将他叫醒啊 没你这么当爹的 世上当爹的千千万 我这样也不算稀奇 比起那些规矩严苛的家族 玉哥已经很幸福了 你是想说 笔上不足笔下有余吗 玉哥好歹也是皇孙 不能太委屈 为何不能委屈 当年父皇可不会因为我还小 就对我客气 顾九努力睁开一条缝 白了眼刘赵 你对父皇有怨念 也不该报复到我儿子身上 胡说 顾九哼哼两声 他就知道 刘赵会强词夺理 两个人沉默下来 谁都没作声 彼此享受着这一刻的宁静 丫鬟们在外面 压着嗓子说话 嘀嘀咕咕 不知道在议论什么 青梅同意了吗 顾九愣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刘赵问的是 护卫赵三聘取青梅的事情 我和他提了这事 明儿我问问他的想法 赵三这人 到底靠不靠谱 我的人你还不放心吗 办事能力强 不等于就会疼爱妻儿 可别成亲后 今儿一个小妾 苗儿一个小妾带回家 我看着呀 都替青梅累得慌 放心吧 我早就提醒了赵三 我告诉他 夫人身边的丫鬟 全都是醋坛子 许夫人身边的丫鬟 可不得纳妾 他答应了 什么叫做 我身边的丫鬟 都是醋坛子 不带这么污蔑人的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 含住顾酒的嘴唇 带着点薄荷味 滋味很美好 你难道不是醋坛子 不似主人 你身边的丫鬟 自然个个都不是 神油的灯 我哪里是醋坛子 你想纳妾 尽管纳 我可从没拦着 是是是 娘子最是大度 是我自己不乐意纳妾 瞧你说得这么委屈 要不明儿我进宫 替你讨两个人来 你可别给我找麻烦 有你这个醋坛子 本殿下就够了 顾酒又踢了他一脚 发泄小脾气 刘赵哈哈一笑 抓着他的脚脑痒痒 顾酒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连声求饶才被放过 本来有件好事要告诉你 你这么欺负我 我现在一个字都不想说 好娘子 为父给你赔礼道歉 你快出来听听 到底什么好事 哼 道歉没诚意 于是乎 刘赵又用了 各种有诚意的办法 道了歉 顾酒投降 比起厚脸皮 他还是不如刘赵 真是心塞 你可记得 当年你交了一笔钱给我 叫我投到生意里面 还说以后的开销 就从分红里面扣除 刘赵记忆好 自然记得此事 你终于良心发现 要给本殿下分红了吗 昨儿得空 替你算了算这些年的收益 收益挺好 足以支付你的开销 刘赵悯声发笑 本想取笑顾酒 又担心顾酒恼羞成怒 这么说 本殿下这几年并没有吃软饭 其实花的钱都是我的分红 顾酒不好意思地点点头 失策呀 昨日盘点往年的旧账 查原始股本 然后就查到了刘赵名下的钱 最初这笔钱投在了珠宝铺 后来羽花巷改造工程 南城门外项目 以及修水泥路 这些项目的原始资金 最初都来自于珠宝铺 当初做账的时候 就等于商行从珠宝铺抽掉资金 然后投资了这几个项目 算起来 刘赵还是最老的股东 当初他投的几千两 早就不知翻了多少倍 各个项目里面他都有分红 这样一算 扣掉一年的开销 刘赵如今小有资产 足够过年的时候包几个大红包 冲一回有钱人了 刘赵得知自己名下还剩了钱 有点意外惊喜 没想到本殿下竟然也是有钱人 你平时没钱吗 没有 他说得理直气壮 顾九不信他 平日里 本殿下身上连一百两都没有 此事你可以找林淑萍求证 他却清楚 你自然不用带钱 林淑萍帮你带着 他只会帮我打白条 顾九忍俊不禁 大家跟着你辛苦了一年 眼看就要过年 你得给下面的人包个大红包 靠劳他们才行 行啊 这是你替我安排 我名下不是还剩着钱吗 全都拿出来 发给下面的人 一点不剩 明年本殿下还有分红 你不用替本殿下省钱 好个财大气粗的大殿下 拉元二十 赶在小年前 顾九给望穿秋水的南城门外项目大小股东们分红 得了通知的大小股东们都派了人前往胡杨名下的城中别院 这处别院最初是用来募集修缮三大殿的资金的 后来为了募集修水泥路的资金 搞了一回自助餐 这地方就彻底火了 别院取名闲人居 果然很适合闲人 今儿个闲人居不接待外客 却比往日还热闹 从早上开始 马车络绎不绝的到来 有亲自来领取分红顺便凑个热闹的股东 也有派遣家中管事拿着明帖来领取分红的股东 不管是谁来 只要是股东 无论大小 全都热情招待 大厅里 自助餐早已经准备拖到 随便享用 一张张软榻上坐满了人 今儿个主持分红仪式的人是邓存李 几年历练 他已经不是当初刚从公立出来时的模样 如今的他依旧沉稳可靠 还多了一股子朝气 像年轻人一样充满了拼劲 他觉着自己还能再干二十年 今儿个分红 他很兴奋 也很自豪 他是项目总管 也是股东之一 南城门外那块人人躲之不及的烂地方 在他们手中从完十变成了金玉 这等成就感 绝非在宫里当差能比 他敲敲小铜锣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吸引到自己的身上 诸位股东 我们闲话少说 直接分红可好啊 那感情好 胡杨郡主双手拍着巴掌 半年禁足总算结束 他又能出来浪了 第一场就赶上了分红 这种热闹他岂能错过 带着新入手的小狼狗面手就出现在闲人居里 众人见他带着面手出席都十分比 胡杨却自得其乐 半点不在意旁人的目光 他的小狼狗纪年才二十 公狗腰十分给力 他感觉和小狼狗在一起 整个人都年轻了十岁 年轻男人的精血 果然是最滋补的营养品 当年某位老不休的太医 随口说出的一句话 胡杨将其奉为智力名言 小狼狗说要出来长见识 他自然不会拒绝 好好好 赶紧分红 本宫啊 还等着银子过年呢 中位股东 股东派来的拐室 琪琪回头看胡杨 随便吃啊 都不要钱的 简直是臭不要脸 自主餐又不知道胡杨出钱 充当什么主人家 还要脸吗 邓存李笑了起来 他不介意胡杨的插壳打混 就当活跃气氛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 那现在开始分红 为了保密 我们就不说具体分红的金额 大家拿到单句自个儿知道就成 那多不好意思啊 还是念一念吧 叫大家伙 都高兴高兴 有人起哄 想要显摆 估计本钱投得多 今年能拿一大笔分红 自然想在人前出一把风头 他愿意 其他人可不乐意 都是财不露白 哪能随便将分红金额说出口 要说也得自愿吧 这事儿看个人意愿 想公开的 我们不拦着 但我们要尊重大部分人的意见 邓存李坚持不公开 每个股东的分红金额 这也是顾九要求的 顾九的意思很明确 想要知道具体分红金额 就去总部查账 今儿分红 人员混杂 哪能随便公开金额 这是京城 天子脚下 真不怕被人盯上吗 顾九可是一直防备着宫里的文德帝呢 文德帝可是穷疯了 万一要打南城门外的主意 可怎么办呢 念到名字请知一声 我们的人会亲自将信封 送到各位的手中 邓存李的手边 放着一大碟风口的信封 信封里面装着单具 单具防尾 上面的金额就是分红金额 可以直接拿到少府钱庄 兑换现银或是银票 这种不给现银的分红方式 大家还是头一次见 股东们拿到信封后 就迫不及待地撕开了封口 取出里面的单具 看到单具上面的金额 每个人都露出一脸惊喜的表情 随着单具一起的 还有一张附录名戏 详列了当事人投了多少钱 占比多少 又列了每个项目的大体情况 听众朋友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 下集精彩继续